恭喜宿主 宿主气势无双 绝世剑圣自主沉浮 奖励通天见绝 看着眼前这个拿着木剑 一脸中二 喊着要自己教他无上剑术的少年 逍遥满头黑线 你看他哪里有绝世剑圣的样子 恭喜宿主 宿主神威盖世 制服魔道枭雄 奖励无上天魔精深 不是 我就坐个公交车 抓了个小偷 就变成制服魔道枭雄了 恭喜宿主 宿主气运爆炸 喜得赤枭龙眼果 修为家999 逍遥咬了一口手中的大苹果 别说还挺脆甜 问题是面前还有一箱 这该怎么处理 一年之后 灵气复苏 天地大变 兽类化妖 直辈成精 更有远古先门出世 镇压人间 以苍生为奴 俯瞰众生 蓝星一片生灵涂炭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逍遥提前绑定系统 此时灵气尚未复苏 她在日常之中 疯狂刷境界 吃个苹果 是未来的天地灵物 境界嘎嘎飙声 教训的熊孩子 发现是未来的剑圣 直接一顿忽悠 帮老奶奶制服扒手 结果人家 是未来的魔道肖熊 逍遥爽翻了 修为疯掌 绝世功法武器贴脸颂 带到灵气彻底复苏 远古先门将士 欲奴役苍生 却惊讶发现 有一年轻人独阵人间 为何这庸弱之事 有绝世古圣存在 妈妈 我要回家 你好 古圣 再见 古圣 第一章 这个系统有大病 大脑寄存处 看爽文不带脑 你好我好 大家都好 整活搞笑 无脑爽文 本文所有内容全是虚构 和现实一毛钱关系没有 手动狗头保命 青蓝室 人民公园 一个身穿道袍的年轻人 在公园中 慢吞吞地打着太极拳 一呼一息间 身体行于流水般晃动 气息中正平和 全风熟练 看上去观赏意味十足 逍遥长舒一口气 微微向后退了一步 咔嚓 脚底下 清脆的碎裂声传出 叮 恭喜宿主成功斩杀 一阶妖兽 大力独角仙 奖励血气值加1 零点加5 灵气复苏系统已觉醒 宿主信息扫描 录入中 录入完毕 人物面板载入中 加载完毕 逍遥的动作 豁然停住了 他抬起脚 原来是刚才自己不小心才死了一只独角仙 只是这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莫名地让人熟悉啊 灵气复苏 这个世界 要灵气复苏了 逍遥莫名地打了个机灵 好家伙 穿越过来以后 本来以为是NPC的模板 这下 直接变成炮灰模板了 他现在害怕极了 等下哪个角落里 突然蹦出一个人 对他大吼一声 小子 你已有取死之道 然后一巴掌把他拍死 那就玩犊子了 逍遥穿越到这个世界 前18年 一直跟着一个老道士 住在山上的道观 日子清苦 今年3月份 老道士突然暴毕 将名下的遗产 全部划分给了逍遥 东西不多 但都是新意 青蓝市 一间伸不开脚的老破小公寓 还有200万的华夏币 当然 是负的 逍遥那是一个泪流满面 老道士对他是真的好 生前不让他快活 死了 还要当活颜王 刚满18岁 负债200万 这是一般人能有的本事 债王欧不见了 都得给他递根烟 灵气复苏还得了 系统 救命 我虽然是NPC 但我不想死啊 逍遥脸色一白 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起来 他亮亮呛呛地倒退术步 突然想回家找妈妈怎么办 哦 对 我没妈 是孤儿 叮 恭喜宿主 捣毁不入刘凶兽 锯齿一老窝 斩杀锯齿一加十 奖励血气值加一 零点加五 嘎 逍遥一呆 他转过头 一看 不就是才死几只蚂蚁吗 这就是凶兽了 这系统是不是脑子不太好 电流过载了 逍遥目光左右挪动 看见不远处 两个在公园亭子里下象棋的大眼 钉 检测到五副三重 炼金七强者 两尊 宿主不敌 请速速退去 不是 这两个大眼 特么走路都费劲 还有一个在轮椅上的 你叫他们是五副强者 逍遥觉得这系统 一定有什么大病 他朝着两个大眼走去 警告 警告 请宿主不要作死 警告 警告 宿主和对方实力差距过大 请不要挑衅 警告 大眼 你们会武功吗 就是小说里呼呼呼的那种 飞檐走壁的 逍遥走上前 对着两个老大爷问道 小伙子 你说什么 你被牛撞了 你这什么耳朵呀 小伙子是问你 有没有骨头 他要带回去喂狗 你放屁 你自己耳朵有问题 就是被牛撞 嘿 你个老邓 逍遥 他默默地走开了 这两个老头 耳朵都不好使 怎么可能是五副强者 这系统一定是脑子坏了 叮 宿主勇气可加 挑衅五副强者 全身而退 奖励血气值加三 零点加十五 唉 虽然脑子不好使了一点 但终究是个系统嘛 在灵气复苏的世界 还得靠它活下去 逍遥摇摇头 心念一动 自己的属性面板 出现在眼前 宿主 逍遥 境界 五 功法 五 五剂 五 物品 五 血气值 十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 血气点为四 零点 二十 评价 四无人缘 废物一支 逍遥 这个血气点 难怪我感觉 自己的身体素质 突然强大了好多 逍遥正色着思索 他握了握拳头 他走到一旁 一块大石碑面前 嘿咻 一用力 这整块石碑 竟然被他提了起来 要知道这是人民公园 标志性石碑雕刻 一块接近四百斤重吗 他以前极限 也就只能 扛起两百斤出头的石头 这已经远超一般人了 也是得益于老道士这些年 一直对他训练 逍遥引以为傲的就是 他的身体还算不错 从小到大 没有生什么毛病 可没想到 现在的力气 竟然飙升了这么多 逍遥估计 要是自己的血气超过三十点 就能打破人类极限了 虽然系统脑子不好 但是效果还是可以的 逍遥满意地点点头 他这实力 即使是在灵气复苏的世界 那也 还是炮灰 这时 他在系统的角落里 看到了一个 卷轴模样的图案 打开 人物日志 公元2025年8月4日 宿主逍遥 绑定灵气复苏系统 同日 灵气复苏 天地大变 动物化妖 植被成精 远古先门复苏 入世传道 人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强者为尊 弱者如狗 宿主逍遥 斩杀一阶妖兽大力独角仙 捣毁不入流 凶兽锯齿一窝 挑衅两尊五副强者全身而退 正式开启征战之路 2025年 逍遥一呆 他掏出手机一看 今天不是2024年7月24日 这系统 是来早了 那这不就是说 不是系统是傻子 是他来早了 而灵气复苏 会在一年后开始吗 逍遥心中惊讶 这不意味着 他还有一年的发育时间 卧槽 本来以为喜提 NPC人生 没想到混的是主角的模板 嘎嘎嘎 系统加深 从今往后 小爷吃的最大的苦 就是美式咖啡 提的最重的东西 就是白丝萝莉的双马尾了 逍遥狂喜 变强 变强 我要偷偷发育 然后惊艳所有人 逍遥看向了公园中的草丛 双眼炯炯有神 好似有无尽的杀意 在其中酝酿 统统都成为老子的血气吧 他飞身扑入草丛之中 蜻蜓 好一尊大药 给我死 蜂蜡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 看小爷神通 蝴蝶 你也走不了 死 蚯蚓 看我给你竖着活劈了 见来 他在草丛里翻来越去 对着一群昆虫 大杀四方 妈妈 那个哥哥在干嘛 这时 不远处有一对母子走过去 那孩子一边吸溜着棒棒糖 一边好奇地指着草丛中 跳来跳去的逍遥问道 孩子乖 那是傻子 我们不要理他 说吧 便拉着一脸懵懂的孩子离去 不知不觉间 天色暗了下来 经过逍遥的一番厮杀大战 他的血气值已经成功来到了25点 而零点也累计到了100点 我感觉我现在的实力已经看比太僧了 逍遥握紧了拳头 一脸的自信 就在这时 叮 警告 警告 检测到武夫七重五者 练脏器 敌我差距过大 请宿主快跑 宿主有生命危险 速速逃离此处 逍遥闻声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卡哇伊妹子 正拎着菜篮子站在不远处 一脸疑惑加惊恐地盯着她 逍遥哥 你这是在干啥呢 境界 武夫 壮气 命拳 神海 金丹 丹变 元神 人仙 古圣 第二章 宿主盖世无双 镇压武夫巅峰强者 啊 是小孩 我在 那个 嗯 没错 锻炼身体 逍遥起身挥舞着手臂说道 她暂时还不打算把灵气复苏的事情 透露给任何人 这个秘密 只能她自己知道 这样会省下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哦 逍遥哥你的健身方式 怎么说 挺别致的 常念寒竖起葱白的玉脂 在粉嫩的红唇肩腐过 不说这个了 逍遥哥 妈妈叫你晚上来家里吃饭 做了红烧肉呢 说着 常念寒提起了手上的菜篮子 我都好久没吃红烧肉了 常一的红烧肉 可馋了 逍遥笑了笑说道 走吧 小丫头 她上前 将手在道袍上擦拭干净 而后踢过常念寒手上的菜篮子 而后在她的脑袋上摸了摸 嗯 还是一米五的小土豆 没长高 爹 宿主神威盖世 镇压武夫七重强者 奖励功法 黄极中品功法 松鹤断体术 逍遥 摸个头就镇压了 逆天 不过 这感觉真特娘的爽啊 轻松不费力 小丫头 再让哥摸摸头发 逍遥伸出手 再在常念寒的头上搓了搓 哎呀 逍遥哥 头发都被你弄乱了 常念寒嘟着小嘴 闪身躲过去 没了吗 看样子 一个目标对象 只有一次效果 逍遥目光闪烁思索着 回到白云小区 这座小区 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 还是在上个世纪见的 用老道士的话来说 当初的他四海为家 根本没有买房的打算 可耐不住追求者太多 非有人要送他房 这才勉为其难的收下 不然逍遥下山之后 只能以天为备 以地为床 天桥打地铺 车辆半梦香了 而常念寒母女 便是逍遥的邻居 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家庭条件也不好 但比债王逍遥要好些 她时常会教小姑娘做作业 帮长母做些体力活 长母也时常叫她来家里吃饭 一来一回就熟络了起来 小逍回来了呀 哎呦 你这是干嘛去了 看到她这一身脏脏的道袍 长母一脸的惊讶 这么脏的衣服还穿着呢 赶紧脱下来 我给你洗洗 长母赶忙伸手去扒她的衣服 谢谢长爷 逍遥顺势脱下 并没有拒绝 显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长母每次洗衣服 都会顺带着 帮逍遥的也洗了 用她的话来讲 就是小伙子 孤苦伶仃的 在本该读书的年纪 却得折腾着还债 太可怜了 所以 长母也是 除了老道士以外 第一个让逍遥感受到温暖的人 她心中是非常敬重对方的 小小你 先去休息会吧 我去做饭 长母从长念寒手上 接过购物篮 长姨 我来帮你 逍遥伸手就要去 拿拿购物篮 不用了 不用了 小小你自己去玩吧 长母脸色大变 赶忙阻止 她可是见识过逍遥的厨艺的 一碗面差点给两人送 ICU去 能把菜做得这么难吃 只能说 这也算是一种天赋了 好吧 逍遥尴尬地挠了挠头 她也知道自己做饭不好吃 在长衣做饭的时间里 逍遥回到了自己家 一个30多平方的小公寓 她将老旧的家具移到角落里 空出能让自己施展身手的空间 松鹤断体术 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效果 在系统空间中 有储物格 就像玩游戏一样 她从系统中获得的物品 都会被放在格子里面 松鹤断体术 是一卷白色的卷轴 逍遥心念一动 点击了使用 刷 顿时 一股记忆流淌进了她的脑海之中 数不清的经纹 还有各式各样的动作 松鹤断体术 一共有18个动作 模拟白鹤的18种动作 拉伸肌肉 筋骨 淬炼身躯内外 对身体的柔韧性 有很高的要求 颇为考教 原来如此 血气值超过100后 就能晋升为五夫 从松鹤断体术中 逍遥了解到了 修炼的第一重境界 一接五夫 五夫阶段分为七重 炼皮 炼肉 炼精 炼骨 炼水 炼血 炼脏 由内到外 将身躯淬炼至五漏之深 届时便能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踏入第二个境界 二阶撞气境 抓紧炼 要赶紧突破到五夫境 逍遥前世也看过不少小说 那灵气复苏之后 强者背出 秩序与律法都管不住他们 动不动一个巴掌下去 就拍碎一座楼 数不清的普通人被殃及驰鱼 他可不想死得这么悲催 所以得赶在灵气复苏之前 赶紧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逍遥在客厅里模仿白鹤的动作 身形变转 肌肉拉扯 再一次次第循环中 逍遥的小腹中有一股温热的气 流淌在四肢百骸 非常温暖 那股气在身体里窜动 他舒爽地甚至想发出身影声 十几分钟后 逍遥感觉身体开始燥热起来 他脱去内衣 赤裸上身 在客厅里滋滋不倦地开始演练 他从小跟着老道士在山上 念书席字健身 虽不曾学到通天的本领 也没有发大财 但性子还算耐得住寂寞 一遍 两遍 三遍 七遍 八遍 直到家门被敲响他才从练习中回过神来 逍遥哥哥 吃饭了 门外传来常念寒的声音 好 这就来 逍遥取了一块毛巾 将身上的汗水擦拭 换上干净的衣裳 他打开自己的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无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五计 无 物品 无 血气值 三十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四 零点 一百 评价 三无人缘 比废物好一点 叫小废物吧 逍遥暂时无视了评价 这才练习了半个小时 竟然就增加了五点血气值 我现在 应该已经走到寻常人类的极限了 逍遥目光灼灼 他甚至迫不及待地想找人练练手 在常年寒家吃过饭后 逍遥便直奔距离白云小区最近的一家健身房 他要测试一下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定 检测到宿主附近有妖兽聚集点 请宿主速速离去 定 检测到一阶妖兽十八头 差距过大 请宿主快跑 定 检测到二阶 撞气竟存在 警告 警告 大恐怖存在 请宿主速速逃离 警告 宿主不要傻站在原地等死 赶紧跑 草泥马的 废物宿主赶紧跑 逍遥 不是你这系统还会爆粗口 挺凝性化是吧 他转头一看 好家伙 原来自己刚好路过了一家宠物店 我被修士和拒一战 系统你看好了 我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说着 逍遥昂首挺凶 熊啾啾气昂昂地走进了宠物店 来吧 强大的妖兽们 朝着我来吧 第三章 宿主重拳出击 镇压大批妖兽 宠物店老板是个卷毛爆炸头 他已在凳子上百无聊赖地看着西红柿小说 时不时地打个哈欠 生活太和平了 多少缺点趣味呢 要是能像小说里一样 突然来个末世 或者什么灵气复苏 然后自己 恰好是天命之子 牵到个系统就爽了 可惜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这种离谱的事情 绝对不可能 就在这时 他看见一个长相颇为俊朗的年轻人 龙行虎步 昂首挺胸 那股虽千万人无往以的气势 深深震动了他 只是 你来个宠物店 怎么跟要上行场一样 卷毛老板摸了摸脑袋 一头雾水 可本着来者适刻的原则 他还是热情地上去 招待逍遥 先生 您要买什么宠物 我先看看 逍遥夺步着 来到了一只黑白色条纹相间的小猫面前 警告 宿主进入炼谷七妖兽攻击范围 实力差距过大 请宿主速速退去 系统的声音一直在脑海中滴滴滴个不停 好好好 乖乖乖 你真可爱 逍遥伸手在小猫的脑袋上 轻轻摸了摸 小猫人心化地发出叫声 叮 宿主神通广大 王霸之气震慑炼谷七妖兽黑影猫 奖励血气值加四 零点加二十 顿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身体内流窜 爽得逍遥 差点在大庭广众下发出声音 很好 很不错 他看着其他形形色色笼子里的猫猫狗狗 双眼熠熠生辉 客人 您对这只猫有兴趣吗 卷毛头搓着手问道 我再看看 接着 逍遥一只一只笼子走过去 不管是猫还是狗都伸手在 他们的脑袋上抚摸二骨 就连仓鼠和兔子 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鸡都没有放过 宿主实力强大 镇压炼肉七妖兽试蟹兔 奖励血气值加二 零点加十 宿主牛逼轰轰 镇压炼皮七妖兽风鼠 奖励血气值加一 零点加五 宿主屌的一批 镇压炼髓七妖兽狂魔犬 奖励血气值加五 零点加二十五 宿主过于逆天 镇压炼血七妖兽太美肌 奖励血气值加六 零点加三十 逍遥简直爽翻了 她觉得自己体内的力量一直在飙升 那股实力提升的快感 简直爽到让她不能自已 只不过 为什么一只鸡爆出的奖励 是全场最高的呢 难道说 这只鸡比较通人性 逍遥摸着下巴 思索不已 先生是对这只鸡感兴趣吗 卷毛爆炸头凑上前来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鸡 这只是特长鸡 它会打篮球 只要这个数 客人有异象吗 卷毛爆炸头 伸出一只手掌 五百 五千 操 一只鸡 你卖五千 抢钱啊 这不一样啊 这只鸡会打篮球 有明星的潜力啊 要不这样 客人你要是嫌贵 我两千五卖给你 打对折了 这只鸡还很年轻 仅仅两岁半 卷毛再度寻寻善诱 没兴趣 逍遥摆摆手 你就算把它吹上天去了 也没用 灵气复苏了 这只鸡有什么用 叫它去打篮球 把敌人晃爆炸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客人 你是想买些什么宠物呢 卷毛问道 我看你好像每只宠物都摸了过去 还是没有找到一只星仪的吗 卷毛皱眉道 其实 我想买只老虎 你这有吗 羊毛耗得差不多了 逍遥想找个借口跑人了 老 老虎 卷毛的眼角抽搐 它的脸色变得难看 我这是宠物店 不是动物园 妾 老虎都没有 还不如去动物园 逍遥摆摆手 走了走了 不用送我了 它一边走 还一边碎碎念 奇怪 那只撞气镜的妖兽去哪了 终于 卷毛怒了 你他妈是来找茬的吧 他直接拎起了一个扫把飞了过来 逍遥轻松侧身躲过 危险 危险 宿主惹怒撞气镜强者 撞气镜强者 对宿主产生敌意 请宿主快跑 好家伙 逍遥一看 原来那卷毛头顶上 竟然明晃晃地顶着撞气镜一重的标识 都怪他的头发太卷了 遮挡了系统的标识 如今发怒后 红光一散 逍遥终于看得清了 原来躲在这里 是你先动手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看小爷 我给你镇压了 大威天龙 碰 逍遥直接朝着卷毛扑了过去 啊 你要干嘛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剧 卷毛害怕地发出尖叫 片刻后 宿主神威滔天 击败撞气镜强者 奖励黄级上品五级 八级拳 翠体单加一 物品格中 顿时多了一副八级拳的卷轴 还有一枚魂运的丹药 好家伙 爆装备了 五级和丹药 逍遥狂喜 八级拳 这可是 能打死人的拳法 威力强大 还有这脆体丹 服用下之后 血气值直接加十点 不亏不亏 这次在宠物店的收获 十分之丰富 调出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无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级中品 五级 八级拳 黄级上品 物品 脆体单 血气值 56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0点 230 评价 姑且脱离了废物范畴 以后就叫你废柴好了 脆体单 使用 逍遥的血气值 直接提升到了66点 不错 不错 泰森肯定是打不过我了 他心满意足地晃了晃拳头 距离一百已经不远了 五附近 我来了 老板 辛苦你来啊 逍遥在一脸生无可恋的老板 肩膀上拍了拍 老板捂着自己的头发 痛哭流涕 哎 我也没怎么你嘛 不就摸了一下你的头发而已吗 摸 给你把梳子 把头发梳梳直 说着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白色的塑料梳子 看着逍遥真诚的面孔 老板 破口大骂 你懂什么 头发就是我的第二生命 赶紧滚蛋 不然我报警了 提到报警 逍遥顿时被吓得撒鸭子狂奔 他现在只是比普通人要强大而已 又不是刀枪不入 子弹来了 还是得躺板板 他估计 等到了炼金期的时候 肉身应该就能抗住子弹了 冲出宠物殿后 逍遥直接在马路上狂奔了起来 呜呼 这速度 追风的感觉 真特娘的爽啊 逍遥觉得 就算博尔特来了都只能在他的屁股后面吃灰尘了 健身房 小东西 迎接爷爷 我的大摧残吧 不远处的高楼 健身房的标志闪烁着霓虹灯 在黑夜中显得异常醒目 第四章 在健身房 小小秀个肌肉吧 呦 小肖来了呀 刚来到健身房 就有一个一米八八 身材健硕 穿着背心 裸露出高塔般肌肉的阳刚男人 对他打招呼 警告 警告 宿主遭遇五福巅峰练脏七五者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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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逍遥直接无视了系统的声音 李哥 他笑着汗手 李哥全名叫李扬 是这磐石健身房的教练 逍遥平日里也经常会来健身房锻炼 保持身材 两人因此相熟 你说 为什么要来健身房 逍遥他虽然是道士 但道士也不是修仙的 为了保持身体 必要的日常锻炼 还是很需要的 就像老头子 穿着道袍 看上去就是个柔柔弱弱的小老头 脱了衣服 你才能看清 他那一身健子肉 否则 拔剑刺出剑鸣 出拳打出拳锋是怎么回事 真当道士会修仙吗 那都是锻炼身体的结果 小肖你都很久没来了 最近在忙什么呀 有没有保持身材 多做锻炼啊 说着 李扬竖起结实的 公二投机炫耀道 最近忙着打工呢 逍遥笑着道 老头子的付两百万遗产 始终是座大山 还清那是遥遥无期 所以 逍遥一直在外面忙着干活 唉 你小子 李扬摇了摇头 来 我们来做硬拉 看看你最近的水准 有没有提升的 说着 他来到一排的杠铃面前 李扬上来 就将目标瞄准了 二百千克的杠铃 他脸色胀得通红 浑身肌肉鼓起 额头抱起青筋 发出怒吼声 嘿 咻 二百千克的杠铃 直接被他拎了起来 周围的一些教练 还有其他人 都被他的嘶吼声吸引了过来 纷纷过来围观 李扬这水平又提高了 年轻就是好啊 厉害厉害 二百千克 比我厉害多了 该死的 被这小子装到了 这下子 这个月的业绩 又得被他比下去了 嘖嘖嘖 这肌肉 李扬这比一桩 今天晚上 又要被他爽去了 一些教练们 露出羡慕极度恨的神色 李扬本就年轻 肌肉具有活力 进步空间很大 而且他长相颇为的英俊 体型也非常之好看 在健身房中 深受广大少妇朋友的喜欢 这不 他刚刚放下杠铃 就有一群前突后翘的 蜜桃臀少妇和妹子 挤到他的身旁 动不动戳戳他的肌肉 亦或者掏出手机和他的肌肉合影 唧唧喳喳的声音不绝于耳 李扬被一群美女包围 心中爽到飞起 真是他这段时间拼了命的训练 就是为了今天一鸣惊人 这不 马上又加到了 积木空虚的大姐姐的微信吗 找他半卡的姐姐 也多了七八个人 甚至还有两三个姐姐 晚上想邀约他出去单独做指导 这下二弟又有肉吃了 来吧 小肖 让李哥我帮你看看 最近有没有疏于锻炼 李扬一脸骄傲的 对着逍遥挥挥手 我跟你说啊 锻炼这东西 你每天都要练 一天都不能锻 你要将其内化于行 把锻炼作为你生活的日常 小肖 你还年轻 也很有天赋 只要坚持锻炼 假以时日 也能达到我这个水准 加油啊 逍遥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脱掉了身上的外套 里面只是穿着一件白色T恤 你平常做的是 一百五十千克左右的吧 今天刚来 你先找个一百二十千克的熟悉一下 等一下要是扭到腰就不好了 李扬宛如逍遥的老师一般 对着他指导道 李扬不错呀 还知道关心学员的身体 哎 李扬这家伙 风头都被他出尽了 我说他最近怎么都这么沉默 搁着偷偷努力 等着一鸣惊人呢 你们说我今天要是跟着李扬走了 他爽完能不能给我也爽一下呢 六 教练们摇头晃脑地议论着 这时 逍遥已经来到了杠铃前方 他直接越过了一百二十千克的杠铃 朝着前方一百八十千克的走去 李扬见状皱起了眉头 小肖 你不要逞强啊 一百八十千克的杠铃 不是你能举起的 你这体重百在哪 要是硬拉 伤到腰就很麻烦了 教练们也是纷纷点头符合 是啊 年轻人 健身讲究循序渐进 你不要急功近利啊 伤到自己 就得不偿失了 一口吃不成大胖子 你这体重 怎么可能拉得起一百八十千克的杠铃 没有金刚钻别懒瓷器火 小子别为了出风头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教练们都以过来人的语气劝阻道 然而 逍遥神色始终不变 他在一百八十千克的杠铃前 停留了一秒 接着再度朝着前方走去 我去 这小子疯了 他要去拉二百千克的杠铃 直接上李扬的难度 逆天 不是我说 李扬体重一百六十斤 才拉得起二百千克的杠铃 这小子顶天了不超过一百三十斤 他去带二百千克 疯子 妈的 不要命了 这小子疯了 准备好打120吧 等下他要躺板板了 教练们纷纷摇头 完全不看好逍遥 李扬也是皱眉 小肖 你没必要一定要为难自己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 只要你肯努力 可他话还没说完 逍遥直接越过了二百千克的杠铃 朝着二百五十千克的走去 这时 教练们已经不说话了 直接保持沉默 就连120 都没必要打了 这重量 就算他把吃奶的劲都用上 都拉不起 基本上二百五十千克的杠铃 在健身房就是摆设 没什么人能拉起这玩意的 可逍遥还没有停下 他朝着最后一只 三百千克的杠铃走去 所有人直接呆住了 这小子是脑子进水了 神经病了 搁这戏耍他们呢 笑死了 这小子是来划中取宠的吧 他要是能把三百千克的杠铃拉起来 我今天晚上就吃这玩意 一个看上去年纪偏大 长着落腮胡的教练 不屑地道 然而 他话音刚落 逍遥俯下了身子 紧接着 杠铃被他拎起来了 最特娘离谱的是 他特么是一只手提起来的 所有的教练 直接呆在了原地 长大嘴巴 甚至都能塞进去一颗鸡蛋 老何 三百千克的铁块 你吃得下吗 有人悠悠地拍了拍 落腮胡教练的肩膀说道 第五章 能满足我个愿望不 我 我吃吃 吃你妈个龟龟啊 落腮胡教练 脸色都白了 这小子 是那个秘密结社 跑出来的改造人吧 三百千克的杠铃 一只手 就连李扬 都呆在了原地 他眨巴着眼睛 一脸的不解 不是 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打工打的 再哪打能变这腰牛逼 我也想去 然而 这还没完 逍遥一只手 拎起杠铃后 感觉一游未尽 他甚至抬手 将杠铃举过了头顶 要知道 硬拉的三百千克 和举重的三百千克 这特么都不是一个维度的 他们已经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了 这特么是什么拟天人物 可这还没结束 逍遥皱了皱眉 太轻了 什么塑料制品 不得劲 他直接把这杠铃当成风火轮甩了起来 左手转右手 右手转左手 呼呼呼 那一阵阵破风声 宛如重锤一般 吓得所有人都 自动和逍遥拉开了距离 这玩意可不是开玩笑的 三百千克的东西脱手了 能砸死一头大象 更别说他们了 刮着蹭着一下 都要灵车飘移 骨灰半饭 坟头蹦迪 兽医走秀 灵堂K哥 关板冲浪 送葬摇滚 逍遥完了片刻 他手一松 杠铃直接落下 教练们顿时深吸了一口气 紧接着便是秉息凝神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然后 逍遥单脚一勾 用脚背接住了这杠铃 杠铃又在他脚上左右左 左右左 不是 我现在严重怀疑他玩的 这是杠铃吗 我感觉像是在玩呼拉圈啊 一个教练悠悠地开口道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啪 他一巴掌甩出 痛吗 痛啊 但是 你为什么不打自己 痛说明就是真的 不过 主要我也怕痛 委屈你的兄弟 有机会 请你信号信号 不行 请两次 请你妈 滚 片刻后 逍遥放下了手中的杠铃 还是太轻 要不去找头大象扛一下好了 他抚摸着下巴 若有所思 抬起头 却看见了面前这些一脸呆滞 眼神惊恐的 就像见了鬼一样的教练们 逍遥微蹙眉 你们这是怎么了 定 宿主展现强大实力 震慑炼脏进五者 血气值加七 零点加三五 定 宿主震慑炼髓七五者 血气值加五 零点加二十五 定 宿主震慑炼肉七五者加三 血气值加六 零点加加三十 宿主 逍遥 静剑 五 功法 松赫断体术 黄级中品 五级八级拳 黄级上品 物品 五 血气值 八十六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四 零点 三百三十 评价 姑且称得上废柴中的战斗机吧 听着耳畔不断响起的声音 逍遥眯了眯眼睛 这些个健身教练 怎么看都比宠物店的卷毛老板要强 可他们在系统的判定中 还是属于五福水平 甚至有些连常念含这个萌妹子都不如 而卷毛店老板在系统的评价却是壮气镜 看样子 未来的强弱关系与现在的强弱关系并不是完全成正比的 更直白地说 也有可能突破壮气镜是需要机缘和天赋的 一般人五福镜可能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我要是没有系统 顶天了也就一个壮气的水准 不能再高了 鬼知道壮气镜在灵气复苏之后是什么水平来 不过看那宠物店老板呆呆的样子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牛逼的境界 逍遥摸了摸脑袋 根据日志中所记载的 未来灵气复苏之后 动物化妖 植被成精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会有远古先门复苏 强大修者奴役人间 那才是给逍遥带来危机感的主要来源 毕竟冠以远古先门这妖牛逼的名字 怎么也不可能是一群五福壮气吧 动辄催程开山那都是正常的 那种存在到了凡俗 直接是我不吃牛肉了 要知道 在任何环境下 最恐怖的依旧是人性 一群苦修者突然来到这迷人眼的花花都市 而且 他们还掌握着恐怖的力量 那场面会有多惨 逍遥都不敢去想 一年时间 我一定要变强 不说称霸天下 但也要在灵气复苏之后 能护得住长翼一家 逍遥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他放下了杠铃 小笑 你这是怎么练的 教教我呗 就是啊 小笑 你教教我 多少钱我都愿意 小笑 你就说 李哥平常对你怎么样 你只要教我 刚才那几个丰满大姐姐你看见了吗 李哥和你一起分享 他们最喜欢强壮的男人了 看到逍遥放下杠铃 一群教练全都围了上来 双眼赤红 气喘如牛地盯着逍遥 就像是见了没穿衣服的美女一样 那样子都给逍遥吓坏了 主要也是她不知道 刚才自己做的事情有多震撼 这是把很多教练 倾注了十几年的健身心血 都给踩在了脚底下 可能逍遥现在 位于一个更高的层次 以修者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很正常 可对这些教练来说 这是说不定能改变自己人生的机会 容不得他们不识态 小友是踏入了那个领域吗 这时 人群中 一个身材如铁塔般壮硕 有着茂密胡子的中年大汉 推开人群走了过来 那壮汉蒲扇般的大手 只是随意一拨弄 这群人高马大的教练 一个个都被他推得裂浅 哎呀 谁啊 别挤啊 草 挤什么 草 你特么的 催命啊 高了不起啊 肌肉大了不起啊 你装毛线啊 都是死肌肉 你敢推我 你特么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磐石剑身房 是谁的地盘吗 一个个教练 全都勃然大怒地质问道 那壮汉退开人群 走到了逍遥的身旁 接着他看向了那一堆的杠铃 只见他伸出晴天柱般的手臂 手臂比那些蜜桃臀大姐姐的腰肢都要粗 他单手握住了250千克的杠铃 而后又伸出右手 将那300千克的杠铃握住 喝呀 他大吼一声 那声音震得一众教练 脸色发白 骨膜都差点被震裂 只见两只杠铃 竟然都被他一个人给举了起来 更是举过了头顶 所有教练都呆住了 这是哪里跑出来的野人怪物 刚才是谁说我死肌肉的 那壮汉因是狼固 一众教练面面相去 接着疯狂摇头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不敢吭声 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开玩笑 这种野人 一拳就能把自己打死吧 动 壮汉把杠铃放下 地面都得抖三抖 逍遥 你也是跨入了那个领域吧 他再度对着逍遥问道 逍遥目光微微眯起 叮 检测到宿主遭遇壮气境 一阶强者 不可敌 不可敌 请宿主赶紧跪下 求得对方原谅 逍遥 不是 这系统导反天罡是吧 到底我是宿主 还是他是宿主啊 只是 就连这壮汉这么可怕的力气 在灵气复苏之后 也只能达到壮气一阶吗 他更加落实了自己的那个猜想 你说的是 什么领域 逍遥皱眉问道 壮汉虎目一瞪 就这样 看着逍遥看了半天 终于泄气了 好吧 看样子 你也是在无意间踏入了那个领域 对一切还一无所知 也罢 我可以免费为你讲解 毕竟 你一旦踏入那个领域 和这些凡人 也都已经拉开差距了 我们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壮汉说道 他正欲开口 可逍遥却是突然抬手制止了他 继续讲下去 等一下 在这之前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小愿望 什么愿望 我想把你镇压了 壮汉 第六章 踏入五附近 抽奖系统开启 壮汉呆了一会 接着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小伙子 你真有意思 才刚刚踏入那个领域 就叫削着 要和我一战 真是出声牛 不不怕虎 好吧 我满足你这个愿望 毕竟当初的我 也是这样 踏入那个领域之后 自以为天下无敌 瞧不起任何人 最后吃了败仗 人总是要成长的 失败是人生的必经之路 小子你是幸运的 就让我来做你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吧 说着 壮汉走到了一处开阔的地带 上手插腰 看着逍遥露出古怪的大笑 逍遥也在笑 他看着大汉 就像是饿了七八天的狼 看见了鲜肉 只要镇压他 自己就一定能达到五夫境界 卧槽 这就发展到PK了 不是 你大汉特吗 跟个铁卡一样 鸡肉比我头都大 小肖在他的面前 不是一根竹竿 这怎么打 这要是我就躺在地上装死 装死 真把人家当黑熊了 你要是装死他 就把你捞起来 狠狠输出 别吵了 没听见他们 刚才说的吗 那个领域 哪个领域啊 小肖和这壮汉 看起来就不是一般人了 几个教练凑在一起 还有一些好看热闹的大姐姐 美少妇 全都双眼一一生灰地 看着对峙的二人 更有甚者 还拎出了手机 打算拍视频 禁止录像 壮汉开口制止 不然 后果自负 说着 他抽身朝着一旁的墙壁上 一拳砸出 哄 白皙的墙壁 顿时被他一拳打得四分五裂 墙漆都一层层地剥落下来 吓得大姐姐们 手忙脚乱地收起自己的手机 小子 给你一次机会 你先上吧 不然你就没机会了 壮汉说着 对逍遥勾了勾手 看上去颇为的轻松 你确定 逍遥摸了摸鼻子问道 自然如此 等你出手你就能看见 我们之间的实力差距了 壮汉自信地说道 啊 逍遥沉默 其实从大汉的几次出手 他就能看出对方的水平 比如说 刚才举杠铃的时候 大汉已经使尽了全力 几乎是用出了吃奶的力气 可逍遥却是觉得非常的轻松 就像是提亮一杆一样 根据这个 逍遥就能推断出 这大汉现在的血气值 也就是三十到四十左右徘徊罢了 而自己 可是高贵的八十六点血气值强者 那好吧 逍遥也不想在这里过多的浪费时间 赶紧镇压了 突破到五附近 然后就可以回家睡大觉了 刷 他单脚一瞪 整个人像离弦之剑一般窜了出去 三十多米的距离 他眨个眼的时间就到了 接着 一拳朝着壮汉挥去 简简单单毫无花哨的直拳 哼 简简单单 壮汉冷笑一声 逍遥中门大开 只要侧身躲过 再一拳击打在他的腹部 便会令对方失去战斗力 说时时 那十块 他出手了 碰 一声巨响传来 众人立刻瞪大了眼睛 只见壮汉两米多的身高 竟然被逍遥一拳打得 倒飞了出七八米远 卧槽 逆天 什么鬼 这大块头 是来搞笑的吧 我就看见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然后人就飞了 小肖也太强了吧 这家伙少说两百多斤吧 一拳被打飞了七八米 教练们目瞪口呆 漂亮大姐姐们心花怒放 满眼都是小猩猩地看着逍遥 甚至已经准备好了小雨伞和房卡 那壮汉倒在地上 一脸都猛逼 怎么会这样 他脑海中明明已经很清晰地 出现了反击路线 可是 手肘刚刚伸出去 自己就飞了 手脑不一 大脑 分析 解剖 反击 会了 会了 这样 就能打败他 优势在我 手 啊 啊 什么鬼 最后只能总结为 逍遥的速度太快了 叮 宿主逆天之之 击败撞气净一阶强者 血气值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逍遥直接狂喜 一百零六的血气值 他已经足以迈入五夫境界了 叮 恭喜宿主 修为突破 踏入五夫境 目前练皮七 检测到宿主 目前环境不适合发放修为 暂且储存在系统空间 恭喜宿主 零点达到五百点 抽奖系统开启 叮 恭喜宿主 正式踏入修者之路 人物面板更新 叮 恭喜宿主 初次开启抽奖系统 奖励青铜抽奖 十连抽机会一次 脑海里接连不断的叮叮叮声音 让逍遥心花怒放 终于 终于熬到这一刻了 我熬了整整一天 从早上熬到晚上 我终于踏入五夫境界了 与强者战斗 与妖兽厮杀 在生死之间摸爬滚打 这其中的辛苦 只有逍遥自己清楚 不足为外人道也 可嗨嗨 这时 壮汉发出一阵咳嗽声 他从地上爬起来 朝着逍遥拱手 多谢阁下留守 他的称呼一变再变 从小友到小子 现在又变成阁下了 壮汉伸手抹去嘴角的血迹 心有余悸地看了逍遥一眼 他知道逍遥已经留守了 不然这一拳下去 自己五官非得被打爆不可 这个年纪 这个实力 只能交好 小问题 小问题 我这人向来讲究和气生财 逍遥挥了挥手 一脸都不在意 他现在归心似箭 想着要回家突破五夫境界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呀 阁下介不介意留一个联系方式 我可以为阁下讲解一下 关于我们这行的一些东西 想了想 逍遥还是没有拒绝 可以 说着他掏出手机 我叫唐萌 阁下怎么称呼 壮汉问道 唐萌 逍遥一愣 这两米多的大个子 取这个名字 不是唐萌 是唐萌 萌男的萌 哎呀 我口音不太准 壮汉红着脸解释道 哦 唐萌是吧 我知道了 逍遥点点头 果然够猛的 加完好友后 逍遥就打算开溜 哎 小逍 逍哥 萧师傅 别走啊 你还要收我为徒啊 萧店 传授我健身大法呀 小哥哥 你好帅啊 能不能指导一下姐姐这么锻炼呢 最近姐姐总是腰疼屁股痛 胸口还闷闷的 几个教练还有漂亮大姐姐 看见萧遥想跑 急忙窜上去抓人 好在萧遥速度够快 几个撒鸭子就跑没影了 在路上再度掏出手机 萧遥才发现 已经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还有好几条信息了 刚才在健身房里 手机一直是静音模式 她倒是一直没发现 小笑 你回来了吗 你家门口有人一直敲门 那些人又来了 萧哥哥 那些人在你家门口待了好久了 你千万不要回来 我看见他们还带了棍子 小笑 你身上有钱吗 没钱阿姨给你转点 你先出去躲两天 太危险了 看着长仪和长念寒发来的消息 还有转账记录 萧遥心中印满 他们是真的 把他当作自己人的 放心吧 长仪 我会解决他们的 朝到你们休息 抱歉了 小韩 你好好睡觉 不用担心 我没事 回完消息后 萧遥面色逐渐转冷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他身躯宛如离弦之剑般 窜了出去 周围的晚风呼呼掠过 风驰电车 速度快到了极致 一下子就跑没影了 第七章 寨主上门怎么办 打出去 昏暗的楼道 橘黄色的灯光 时影时现 三四道人影 处立在逍遥家门外 他们手里拎着铁棒 棒球棍 看上去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六哥 你说那小鼻仔子 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来 所以一早躲外面去了呢 一个绿色机关头 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青年问道 怎么可能 我们这可是突然袭击 那小子又不是算命的 他能知道个鬼啊 叫六哥的 是个挂着大金项链的黄毛 嘴里叼着一根滑子 单手插兜 看上去牛气轰轰 刀疤 给我把门撞开 我猜这小子 就是在里面装死 六哥脸上 闪过阴狠之色 老子我非得给他脑袋开个瓢 他恨恨地吐出一口大浓潭 好 刀疤是个沉默寡言的大高个 身高188 体重200 看上去就像电影里的那种打手 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从额头贯穿到下巴 动 刀疤退后两步 紧接着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朝着逍遥家的门撞去 哄 哄 剧烈的撞击声 回荡在楼道中 周围的墙顶 有白色的灰尘 裹挟着蜘蛛网 速速落下 这四十多年历史的老小区 哪里经得住这种摧残 就连那饱金风霜的 老灯都被震得直接熄灭 结束了长达十多年的寿命 顿时楼道里陷入了一片黑暗 哄 哄荡 随着刀疤最后一次发起冲击 终于逍遥家的门 还是被撞开了 三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在里面四处翻找 本就不大的出租屋 一下子就变得杂乱不堪 一逼雕草的玩意 还他妈真不在家 六哥一怒之下 一脚掀翻了旁边的玻璃茶几 噼里啪啦 数不清的碎玻璃 在地面上飞射 给我砸 把他家砸了 这逼崽子还敢逃 老子非得给他 陈青兰河里位于不可 刀疤和机关头 拎起手上的棒子和棒球棍 就开始胡乱飞舞 没一会 逍遥家就变成了一座废墟 就连床都被人从中间拆成了两半 电视机也被一棒入喉 唉 老大 我记得这小仔种 跟隔壁那对母女关系很不错 你说 要是我们把那对母女给 他肯定就乖乖回来了 机关头贼眉鼠眼地说道 而且 那对母女姿色都很不错 大的风韵油存 有徐娘半老的那种韵味 小的还是个厨 嫩得不行 那皮肤白里透红 掐一下都得出水 机关头一脸淫荡 口水哈喇子都快落到地上了 哦 有点意思 不错 你小子挺伤到的 六哥伸手拍了拍机关头的脸 猥琐地笑了笑 我就喜欢母女盖饭 嘎嘎嘎嘎 说着 三人从逍遥的房间走出来 防止他们两个报警 刀疤 你给我一次性撞开门 听到没 六哥吩咐道 刀疤点点头 这老小区的门 都是统一制式的木门 并不坚固 他已经有了经验 一次撞开 不是什么难事 刀疤退后 直接退到了逍遥家中 接着 三十米气泡 哄 一声巨响 常念寒家中的木门 直接飞了出去 正在客厅的母女 顿时被吓了一大跳 长母手中亮着光的手机 都砸落在了地上 呦呦呦 原来在一直在偷窥呢 六哥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机关头冲上前 从地上捡走手机 六哥 他们在点那小鼻仔子 通风报信 什么 六哥接过手机一看 果然停留在和逍遥的聊天见面 妈的 我说 大晚上这小子 能跑哪里去 原来是你们这两个婊子 在这里通风报信 操 啪 六哥一把将手机砸在了地上 敢管老子的事 你们是真不想活了呀 说着 他朝着两人逼近 长母下的连忙 把长念寒护在身后 小寒快跑 长念寒眼急手快 直接拎起一旁的一座台灯 趁着黑灯瞎火 直接砸在了六哥的脑袋上 给他开了个瓢 六哥顿时投破血流 这也激起了他的怒火 操 你个贱人 敢砸老子 刀疤 过来给他们两个按住 老子要在这里上了他们 妈的 真的贱 六哥彻底怒了 刀疤强壮的身体 朝着二人逼近 他站在两人身前 死死堵住了二人的退路 而后蒲扇般的手掌 就朝着他们抓去 长母和长念寒一脸的恐惧 面如死灰 就在这时 一道黑影突然闪过 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前 什么人 刀疤最为警觉 赶忙向后退了一步 啪 却还是慢了 逍遥七身而上 一巴掌将他抽飞了出去 两百斤的体重 被一巴掌抽飞十多米 开灯 快开灯 刀疤脸色大变 急得大叫 机关头赶忙窜到一旁打开灯 只见逍遥一脸杀意地 站在长念寒母女的身前 你们真是招死啊 招我讨债 冲着我来就好了 何必为难人家孤儿寡女的 逍遥的脸色 极其之冰猛 小笑 逍遥哥哥 念寒 赶紧报警 长母的手机被砸了 可长念寒手中的手机还在 他怕逍遥和他们打起来会吃大亏 赶忙招呼长念寒报警 毕竟 对方三个人 还都拎着铁棍和武器 逍遥势单力薄 不用报警 逍遥直接抬手制止了二人 如果报警了 就便宜了这几个杂种了 小逼崽子 你特么的挺能躲呀 躲得这么好 怎么现在不躲了 曹你全家的 我告诉你 今天老子不废了 你两只手我特么就不叫六哥 六哥恶狠狠地开口 他摇头晃脑 脖子上的大金链子 框框作响 你们两个 给我上 打死了算我的 六哥吩咐道 逍遥目光微微眯起 和平年代就敢喊打喊杀 要说这两个杂种背后没人 他都不信 索性 不如连人带窝 一锅端了了事 省得再生后患 思索间 那机关头 和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的刀疤 已经拎着棍子冲上来了 啪 逍遥一个侧身 躲过机关头的棍子 然后抬肘 咔嚓 下巴一味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他单手探出 抓住地方的手腕 一用力 咔嚓 碎 最后一个鞭腿 踢在了太阳穴的位置 动 机关头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双眼翻白 口吐白沫 基本上是得落个终生残疾了 而这一切 不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罢了 此刻 刀疤刚刚冲到逍遥的身前 逍遥眼睛微微一眯 这家伙的眼神 是真的杀过人的 看样子 这帮家伙的背后 不是普通放高利贷的这么简单 啪 他抬手捏住了铁棒 而后凌空借力 飞起一脚踩在了刀疤的胸口 咔嚓 胸骨凹陷 紧接着上挑一脚 咔嚓 下巴碎裂 最后天灵盖上一脚落下 碰 刀疤也倒在了地上 此时 系统这才迟迟出现提示 叮 宿主神威盖世 击败炼骨七强者 血气值加四 零点加二十 叮 宿主实力惊人 击败炼脏七强者 血气值加七 零点加三五 最后一个 还剩你了 六个 逍遥抬起了脑袋 看向了六个 对方浑身一哆嗦 裤子竟然直接湿了 第八章 欠债的背后真相 十连抽于百年诸果 萧 萧兄弟 有话 有话好好说吗 六个看着逍遥 一步一步朝着他走来 满脸恐惧地说道 好好说 那你对我的家的家具 有好好说吗 我家电视 都被你一铁棍倒了 这电视陪了我大半年 很有感情的 逍遥冷笑着说道 我陪 我陪还不行吗 逍遥大哥 我 我给你跪下了 我上游小下游老啊 中间还有个前凸后翘的美娇妻 没事 隔壁老王会帮你养娇妻的 一定会把它喂得饱饱的 你安心的去吧 碰 接着 逍遥飞起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 啪啪啪 六个一嘴的牙齿 精准地被逍遥全都踹飞了出来 洒得满地都是 我 我 他趴在地上 朝着门口爬去 满脸的惊恐之色 你要去哪 给我回来 逍遥一脚踩住他的衣脚 硬生生将其拉了回来 接下来 我问你答 多说一个字 我就送你进ICU豪华贵宾 懂 六个鼻青脸肿 泪流满面 却是不住地点头 第一 老头子是怎么欠你们两百万的 没欠 没欠 六个含糊地说道 没欠 什么意思 他 他之前确实是问我们 借了两万块 可他已经还清了 后来的那张借条是 我们伪造的 主要就是盯上了他留下的那套房子 还有山上的那座刀棍 所以才 六个说完还谨慎地看了逍遥一眼 你妈的 卧槽 逍遥额头轻轻爆起 碰 直接一脚落下 踩在了六个的手上 甚至还用力地碾了碾 啊 六个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逍遥一肚子火气 感情这所谓的两百万外债 完全是莫须有的 他特么被人当冤大头了 气得逍遥 差点响一拳把这家伙打死 第二个问题 你们几个放高利贷的 做事情竟然这么猖卷 你们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人 我 我们的背后 是孙王钱 孙老大 孙王钱 逍遥目光闪动 这人是真的赫赫有名 青兰市一半的娱乐产业 都是归他管的 手底下不知道多少个KTV 会所 酒吧 而他早年 是魂黑起家的 直到这些年严打之后 才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把自己伪装成了知名的企业家 可逍遥知道 这种人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就退出江湖 不过是 打着一个幌子罢了 果不其然 这孙王钱手下 竟然还有人在放高利贷 孙王钱 看样子得好好教教他 怎么做人了 逍遥的脸上 浮现一抹冷色 要不是如今灵气尚未复苏 否则像孙王钱这种人 直接出手宰了 高利贷 逼死了多少人 毁掉了多少家庭 要让多少的花季少女 身陷淋雨 这孙王钱 有死一百次的理由 好了 现在你已经没用了 六哥 逍遥冷笑一声 直接一脚一脚 把他的四肢全都碾碎了 六哥痛得直接昏死了过去 小汉 报警 这三个家伙 入室抢奸 抢奸未遂 片刻后 警察到来 简单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 便把六哥三人带走了 而后逍遥去做了个笔录 等一切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 逍遥回到家 终于空下来了 他也没有管这破破烂烂的房子 因为如今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系统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无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级中品 5G 八级拳 黄级上品 物品 5 血气值 97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0点 585 评价 姑且称得上废柴中的战斗机吧 使用八级拳 使用血气值 刷 他只觉得 一股暖流在身体中疯狂窜动 还有数不清的拳法招式 涌入大脑之中 逍遥不由自主地杂乱的客厅 开始打拳 虎虎生风的八级拳 在他手中在线 晃榜撞天岛 跺脚震九周 一朝一世 拳风呼啸 威力惊人 逍遥俨然一位八级拳宗师一般 全是惊人 叮 宿主突破五夫镜 当前禁键 练皮漆 根据松鹤断体书上记载 练皮漆大成 皮若刚磨 柔而不破 这个层次大成 是能直接挡住小刀 匕首这些普通冷兵器的 逍遥再度掉出面板 宿主 逍遥 禁键 五夫镜练皮漆 血气值达到200 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级中品 五计 八级拳 黄级上品 物品 五 血气值 117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0点 585 评价 勉强踏上修行路的一只小菜鸡 劝你微微诺诺 低头做人捏 什么吧 有系统 逍遥吐槽了一句 接着他想起来了 自己还有一次十连抽的机会 系统 讲解一下抽奖系统 抽奖转盘分为青铜转盘 白银转盘 黄金转盘 钻石转盘 王者转盘 可从中抽取一切物品 目前仅对宿主开放青铜转盘 110点可获取一次抽奖机会 概率 50%概率抽到普通品质物品 30%概率抽到精良品质物品 10%概率抽到优秀品质物品 1%概率抽到卓越品质物品 0.1%概率抽到史诗品质物品 0.001%概率抽到超神品质物品 逍遥看了下 自己的松鹤断体术和八级拳 在系统的判定中 都能算是精良品质的物品 系统 普通品质物品 一般是什么东西 枪械 黄金 华夏壁之类 死 逍遥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这特么就是普通品质了 简直逆天 不过想了想 灵气复苏后这些东西 好像没什么急把用了 它倒也释然了 那比普通品质还要低的物品呢 不入流物品 比如宿主 认真点 餐巾纸 姨妈金 避孕套 飞机杯之类 6.系统 使用青铜十连抽 搓了搓脸 紧接着稳定心神逍遥开口道 如来佛祖 王母娘娘 玉皇大帝保佑 定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物品 某团外卖会员 满30-20优惠券一张 宿主可以吃一份美味的猪脚饭了面 定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物品 青蓝大学校花审视运 已使用 为清洗白色丝袜一双 千万不要用来泡水喝哦 定 恭喜宿主 获得普通品质物品 大下币1万元 让你吃上饭了 还不对系统爹爹感恩戴德 定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物品 杜蕾斯超伯特大好 避云套一盒 哎呀 你的尺寸行不行念 逍遥脸都黑了 爆出些什么垃圾啊 而且 这系统还真特娘的银杏化 骚话是真的多 定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竹锋布 遇到打不过的赶紧逃 别傻乎乎向前冲 定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江河山庄别墅移动 宿主终于有家可归了 可喜可贺 接着 又是一连串的废物 什么楼下兰州拉面店的带金券了 什么某个酷爱打篮球的中分背带裤少年 写真集了 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最后 定 恭喜宿主 获得优秀品质物品 百年诸果加三 逍遥的眼睛顿时亮了 第九章 实力飙升 成就炼肉器 前往皇冠酒吧 先不管其他奇奇怪怪的鸡毛玩意 最重要的两样东西 竹锋布和百年诸果 逍遥心念一动 百年诸果出现在他的手上 是一颗形似樱桃 鲜红如血 一箱无比浓郁的小果子 捏着还有点烫手 逍遥看了眼介绍 百年诸果 血气浓郁 最适合五夫进修为服用 一枚果子可增加一百血气值 三日后可服用第二枚 卧槽 逍遥心中狂颤 这特么爽爆了 这不意味着 这三枚果子吃掉 他的血气值能直接干到四百了 两百血气值 他就可以突破到炼肉期了 五夫进前四个等级 炼皮 炼肉 炼金 炼骨 每一级之间都相差一百的血气值 后面三个等级 炼水 炼血 炼脏 则是相差两百的血气值 逍遥这三颗猪果下去 能直接给他干到炼骨期去了 这个水准 在如今灵气尚未复苏的世界 他特么就是超人 一只手扛卡车 从十多米的地方跳下去 毫发无损 不犹豫 逍遥直接一口吃下一颗猪果 好甜 好好吃 可是 猪果下肚 顿时一股热流在身体之中狂窜 逍遥立马起身 摆出松鹤断体术的姿势 开始习练起来 片刻后 终于将猪果的能量全部吸收 逍遥大汗淋漓 衣服都被浸湿了 他脱下T恤 走进浴室 简单冲了得走 从镜子里看去 自己如今的身材真是匀称健壮到不行 是那种浑然天成的身材 完全没有丝毫后天塑造的痕迹 八块腹肌堪称艺术品的宫二头肌 而且因为从小都是在山上长大 风吹日晒 逍遥的肤色原本是偏黑的 可完成练皮后 他现在整个人都白了好几个亮度 那肤色白皙 滑润的程度 就连女人都要嫉妒 逍遥去厨房找了把菜刀 用力砍在自己的手臂上 没有破皮 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白痕 他再度握了握拳 肌肉中有一股强大的热流在窜动 达到练肉期 他的力量再度暴涨好几个层次 也有说肌肉密度强大到一定层次 能卡住子弹 我这肌肉的密度应该也差不多了 小口径的手枪已经无法对我造成致命伤了 不过还是会痛 所以得再小心点 逍遥隔空挥出一拳 有阵阵拳风呼啸 对了 我还有一门逐风布 逍遥心念一动 逐风布卷轴使用 刷 无数的招式步伐涌入大脑之中 好一门逐风布 有这门步伐我肉身都能夺子弹了 逍遥狂喜 逐风布不仅在长距离的赶路上 对他的速度有所加持 即使在小范围中的躲闪 包括再和敌人对战时的走位步伐 也包含在内 这虽然是一门黄极中品武技 但效果可以说十分的出众 非常适合他 人物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武夫净链肉7 血气值达到300可突破之下一境界 攻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武技 八极拳 黄极上品 逐风布 黄极中品 物品 白年猪果 白色丝袜 血针籍 血气值 217 男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0.585 评价 你好像很自豪 实际上 还是一只菜鸡 嘿 这傻逼系统急了急了 逍遥冷笑两声 他已经习惯了这个毒蛇骚化系统了 来到这么早 脾气差一点也是应该的 嗯 一万块 还有一栋别墅 真的不错 刚好逍遥这家被捣毁成这个样子 已经住不了人了 他可以搬去别墅 顺便也可以带常念寒母女跟他一起去 接下来 该去找孙王钱算账了 逍遥脸色逐渐冷了下来 骗人敢骗到他逍遥头上 非得让这家伙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睛不可 逍遥直接夺门而出 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直奔青蓝市的酒吧一条街 如今正值凌晨两三点十分 酒吧街的道路两旁 聚集着许多身材娇好 穿着暴露的美女 黑色皮衣 起臂小短裙 吊带丝袜 白白的大长腿 数不胜数 全都是刚刚嗨疲完 准备回家补教 当然 也少不了在街头亲热的小情侣 逍遥就看见了一个黄毛年轻人 倚着自己的宝贝鬼火 将手伸进了一旁那个看上去像女大学生的 青春妹子的短裙中 小伙子 我就送你到这了 我这一把年纪的 每次来酒吧街回去后 都要念两遍金刚经 真的遭不住啊 司机大爷看着迷乱的街头 一脸无奈地摇摇头 临走还说了句 这一代年轻人真开放啊 逍遥目不斜视 倒没有过多关注这些东西 他们现在玩得多嗨 等灵气复苏就有多惨 当然 逍遥不管这些 她不是圣母 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他人命运 逍遥直奔这条街中 装修最豪华 消费最高 规模最大的会员制酒吧 皇冠酒吧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孙王前名下的产业 这个酒吧只对会员开放 而加入会员的入门条件 便是缴纳30万的会费 所以 能进入这个酒吧的 非富即贵 门外 停着一堆的豪车 宝石节 马沙拉蒂之类的 BBA在其中都算是廉价的 逍遥直接朝着皇冠酒吧大门走去 先生 我们是会员制酒吧 只对会员开放 你有会员卡吗 有两个人高马大 戴着墨镜的保安拦住了他 我要见孙王前 孙老大 你是谁 你要见孙老大做什么 听到逍遥的话 两人顿时戒备了起来 哼 看你们的样子 孙王前今天是在这里了 我没有来错地方吧 逍遥冷笑 他本来是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来着皇冠酒吧的 毕竟孙王前产业众多 不一定会在酒吧 可能是在某个 KTV抱着公主唱歌 也可能是在豪华大酒店 搂着女明星睡觉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来对了 孙老大没时间见你 他今天再招待一位贵宾 而且 孙老大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都能见的 保安冷冷地说道 哼 一个流氓头子 逼格整这么大 他孙王前 真把自己当什么企业家了 一条狗穿上了西装 他还是狗 滚 逍遥冷喝一声 朝着前方走去 不准进去 两人伸手就要来 推散逍遥的肩膀 可他身躯一阵 哼 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 便被震飞了出去 狠狠跌倒在地上 两人一脸恐惧地 看着逍遥 这什么怪物 虎去一阵 自己两人就被先飞出去了 他们看着逍遥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之色 叮 恭喜宿主 镇压炼肉竞强者 血气值加二 零点加十 叮 恭喜宿主 镇压炼金七强者 血气值加二 零点加十 逍遥整理了一下衣衫 没有再看他们一眼 直接走进了酒吧之中 两人赶忙取出对讲机 全员警戒 全员警戒 有人闹事 第十章 迷乱的皇冠酒吧 人性的欲望之枯 随着逍遥进入皇冠酒吧 叮 前方魔窟 宿主即将遭遇大批强大魔修 警告 警告 宿主即将遭遇大批强大魔修 请速速逃离 不然宿主小命不保 你他妈傻站着大魔 你打得过人家 赶紧逃啊 操 没见过你这么喘的宿主 逍遥直接无视 傻逼系统发颠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习惯就好了 他左右张望 肉目便是一群嗨报的男男女女 伴随着的轰动的DJ在大厅 在舞池 在沙发上疯狂地扭动身躯 逍遥甚至看见了好几个青蓝氏赫赫有名的大老板 平日里头发高高梳起 不苟言笑的他们却在这皇冠酒吧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们对年轻的女孩上下其手拎着昂贵的洋酒 用腥臭的大嘴将酒叶灌输到女孩们的嘴里 也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女孩们痛苦地咳嗽着大老们爽快地大笑 玩嗨了就随手掏出厚厚的一叠大吓臂抛出去 钱就像柳絮一样在空中飘 四处都是 漂亮的女孩们惊呼着 尖叫着 丝毫不顾形象地朝着那些散落的纸张扑去 就像是争夺食物的恶狼 而这样的他们 在外界也可能是某些男人的女神 白月光 渴望而不可及的理想 逍遥在这酒吧中看到的 是一副纸醉精迷的景象 人之欲望无限膨胀的游戏 而孙王钱便是这场游戏的缔造者 沉迷欲望的男男女女都会是他敛财的工具 不论是夜场小姐 还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 孙王钱在哪 逍遥上前拉住一个拖着酒盘的俊朗侍者 他疑惑地看了逍遥一眼 但也没有多想 只是指了指 一众卡座最中心最豪华的那个卡座 孙老板在那里 逍遥放开他 直接大步朝着那个卡座走去 不好意思 先生 您要订卡座是需要燕姿的 马上有和外面装扮相像的保镖拦住了他 燕姿标准是多少 流动资金 一千万 那保镖竖起一根手指道 哦 逍遥咧嘴嘴一笑 没钱 不过 我还是要进去 那保镖的脸色顿时难看了下来 先生是要硬闯 你可知这里是谁的地盘 逍遥没有说话 只是指了指保镖腰间的对讲机 那个响了 保镖一正 赶忙拿起对讲机 卫围 什么有人闹事 被他闯进来了 保镖脸色顿时变了 要知道 能进这皇冠酒吧的 哪个不是青蓝氏赫赫有名的大楼 身价上千万的 都是保底 这要是被什么歹人闯进来 出了岔子 那问题可就大条了 召集所有兄弟 还有把监控给我调出来 对讲机那头 传了这样的声音 而等到带保镖放下对讲机时 逍遥早已不见了人影 完蛋了 这怎么着啊 保镖看着整排整排的卡座中 数不清的男女身影 纠缠在一起 在昏暗的霓虹灯照耀下 露出的大片肌肤 还有被DJ压下的瓷器笔腹的喘息声 面露苦涩 此时 逍遥静直朝着最中心的豪华卡座走去 他看见了沙发上坐着的几道人影 其中一个叼着雪茄 翘着二郎腿 裸露出毛发浓密胸膛的中年男人 就是孙王钱 他一左一右揽着两个衣着清凉的清纯女孩 两只手一刻都不曾停歇 叮 检测到宿主遭遇壮气镜五重模修 请宿主速速 用出吃奶的镜夺命狂奔 叮 请告 请告 宿主还不跑 等着被人剥皮抽筋吗 请告 请告 宿主不要做愚蠢的找死行为 继续无视 逍遥朝着那个豪华卡座走去 堂兄弟 怎么样 我这皇冠酒吧 还过得去吧 孙王钱一脸得意地 对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大汉说道 你看看 这些女人 企业高管 大学校花 人妻少妇 平日里在外面 哪个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女神 走到街上随便一个都能咽压四方 闪红一片屌丝男的眼睛 可在我这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想玩几个就玩几个 只要你身体跟得上 她指着周围那些衣着暴露 疯狂扭动如水蛇般妖肢的女人说道 看见没 我抽的这雪茄 一万块一只 我一天要抽十只 这就是一个白领 一年加班加点累死累活的工资 堂兄弟 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干 钱不是问题 你开个数字 说着 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支票 扔在水晶桌上 你随便填 年薪要多少 一千万 两千万 你随便填 美酒 豪车 别说 女人 只要你一句话 我都可以给你 我孙王前在青岸市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都不缺 唯独缺一个 能够贴身保护 我的高手保镖 你别看我现在的这支保镖队 看上去气势汹汹 实际上都是一群垃圾 前段时间还有人枪击老子 那子弹 诺 就从老子的脸上擦过去了 他激动地指着自己的左脸 唾沫星子横飞 要不是我躲得快 我这耳朵就飞了 事后那些保镖 我全给他们 送去青岸河底喂鱼了 一个个不知道干什么吃的 老子年薪一百万一个的养着 还不如养条狗 一群酒囊饭袋 说着 孙王前好像越来越愤怒 手上抓握的力气 也随之变大了几分 很痛吗 忍着 孙王前看到身边一个女人 露出痛苦的表情 微微瞇了瞇眼 忍住了 这个就是你的 他将一叠厚厚的钞票 塞进女人的胸口 忍不住 擦 孙王前随手从腰间掏出一把小刀 狠狠扎在了沙发上 你懂的 说着他再度用力 那女人疼得脸色发白 可依旧紧紧地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嘿嘿 看见了吧 唐兄弟 片刻后 他收回手 在我这 我跟你说 高兴是最重要的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还用考虑吗 跟着我干吧 唐兄弟 可他对面的那个壮汉 依旧保持沉默 只是默默地喝了一口酒 孙老板好雅兴啊 大晚上的 在这玩得这么嗨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道轻跳的声音传入耳畔 随后 一只手臂搭上了他的肩膀 孙王前抬头看去 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人 逍遥单手撑着孙王前的肩膀 翻身跃入卡座之中 那壮汉在看到逍遥的时候 露出吃惊之色 脸色微变 你是谁 孙王前眯着眼 打量着逍遥 确实是没见过的人 孙老板记得六哥吗 还有他的两个手下 一个机关头 一个刀疤 记得 小六是我手下优秀的员工 业务能力很不错 你指的是放高利贷的业务吗 可惜他们现在还在ICU里躺着呢 逍遥冷笑着 孙王前恶虎般的瞳孔中 绽放出一抹杀意 听你的意思 是你把他们两个 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小子 你打了我的人 现在又敢来找我 你勇气可佳啊 逍遥倾笑不语 我不仅把他们 送进了ICU 还把他们送去了牢里 这辈子是难出来了 接下来 我还想要送孙老板 去一个地方 你也想把我送进去 孙老板倒是聪明人 挺有自知之明的 不过在此之前 还得劳烦您先在 ICU躺上的一年半载了 碰 说着 逍遥猛然出手 他飞起一脚 直接踹在了孙王前的胸口 这一脚 他没有太用力 所以并不致命 只是也够孙王前 好好吃一壶了 主要是孙王前手下的保镖队 逍遥想和他们交手 刷些血气值和零点 所以游戏得一点一点玩 动 孙王前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 飞出了这个卡座 砸到了别人的卡座中 哄 巨大的声响 伴随着女人的尖叫 男人的惊呼 瞬间压过了DJ的声音 外围在巡查的保镖队 也立刻发现了 这里的不对劲 音乐暂停 给我开灯 随着保镖队长一声令下 DJ停下 整个大厅顿时安静了下来 紧随而来的闪耀的灯光 将一切阴霾给驱散 好多人急急忙忙地捂住衣服 坐在沙发的一角 就好像见不得光的老鼠 惊慌失措 第十一章 宿主神通广大 镇压魔道强者 捣毁魔窟 孙老板 众人惊讶地看见 孙王前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浑身都沾满了刺激性的酒液 头上还顶着一些水果 全都面露震惊之色 你们特么还在那傻站着做什么 人家都打到老子头上来了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把人放进来的 孙王前对着那一群保镖 破口大骂 给我打 打死了算我的 骂的 二十多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对我孙王前这样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众保安拎着铁棍 都朝着逍遥扑了过去 碰 逍遥抬脚踹飞了为首的保安 叮 宿主大发神威 击败练骨气魔羞 血气值加四 零点加二十 接着他摆出了八级拳的起手势 碰 拳风呼啸 拳出破空 逍遥大人如挂画 随着他接连出手 一群保镖就像飞人一样 全都倒飞了出去 砸翻了各种名贵的养酒 果盘 小吃 还有音响设备 叮 宿主实力强大 击败练肉七魔修成三 血气值加六 零点加三十 叮 宿主大发神威 击败练金七魔修成六 血气值加十八 零点加九零 叮 宿主霸气无双 击败练血七魔修成二 血气值加十二 零点加六零 人群中一阵阵的惊呼 人们四处逃窜 缩在了酒吧的一个角落 生怕殃及迟鱼 坐在卡座上的那个大汉 看见逍遥刚猛霸道的拳路 面露震惊之色 八级拳 他上次和我决斗的时候 竟然没有权力出手 没错 这个壮汉 就是先前在健身房被逍遥一拳干翻的唐蒙 他从沙发上豁然起身 一脸惊恐地看着逍遥 逍遥身躯晃动 在人群中游走 膀子挥舞间 就有人影被他扇飞出去 单脚一跺 便犹如惊雷乍响在耳畔 晃膀撞天岛 跺脚振九州 天啊 这是八级拳宗师 他还这么年轻 竟然就有这等实力 唐蒙眼中充斥着不可置信 玄机他无比庆幸 自己当初没有 和这位八级拳宗师结仇 反而留了一份善缘 同时也暗暗庆幸 没有加入孙王前的麾下 不然今天被挂墙上的 就是他了 通天掌 随着逍遥最后一掌 拍在一个保镖的下额处 鼓猎声传出 这保镖也倒在了地上 叮 宿主实力强大 击败炼赃七魔修 血气值加七 零点加三五 这一回的功夫 逍遥就收割了 接近一百的血气值 他看了看自己现在的面板 血气值竟然有恐怖的二百九十九 还差一点 他就能踏入下一个境界 炼金七了 零点也达到了九百九十五 还差五点 就能进行第二次十连抽 嘖嘖嘖 这孙王前可真是我的福星啊 逍遥甩了甩手掌 脸上浮现痛快的笑容 此时 孙王前看着他的精英保镖队 都被逍遥干翻了 脸色变得十分的难看 堂兄弟 请你出手击败这个小子 只要你击败他 我给你一千万 不 五千万 孙王前对着卡座上的唐猛吼道 逍遥的实力他已经看出来了 绝对是和唐猛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 解铃还虚系凌人 唐猛缓缓站起身 朝着逍遥走去 孙王前狂喜 好好好 唐兄弟 只要你今天击败了他 以后我们就是异性兄弟 我愿意把我的所有资产 都分你一半 孙王前朗生说道 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孙王前 这简直是颇天的大手笔啊 他名下所有资产合起来 少说有几十亿 这整个酒吧一条街都是他的 还有各种KTV 会所 一年的流水都有七八亿 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吞金兽 这唾手可得的财富 能让美女发颠 帅哥发狂 企业家发大病 他们无比羡慕地看着唐猛 可惜了自己没有这个实力 不然非得上去和逍遥杀上两招不可 然而 却见唐猛走到逍遥的身前 并未有任何要出手的迹象 反而一脸恭敬地对着逍遥拱手 唐猛见过前辈 不知前辈是八级宗师当面 是唐猛先前猛浪了 不该妄称前辈 看到唐猛这种低姿态 孙王前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唐兄弟 你在说什么胡话 唐猛并未搭理他 只是默默地站在逍遥的身边 唐猛 我草你妈的 孙王前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一个两个都以为老子好欺负是吧 练武得了不起啊 国术了不起是吧 我告诉你们 时代变了 现在是热武器的时代 他面容无比猙獰 反手从胸口掏出了一把银色的小手枪 功夫再高 也怕子弹 小子 你不该来 挑衅我孙王前的 给我去死吧 哈哈 碰 他发出狂笑声 猛然扣动了扳机 碰碰碰 一口气打空了五发子弹 震响声在大厅回荡 所有人都捂住耳朵尖叫起来 然而 令人惊恐的事情发生了 逍遥身形竟然宛如鬼魅般左右摇摆 所有的子弹都被他躲了过去 身后的显示屏上五个黑曲曲的子弹孔 无比清晰 卧 卧槽 肉身夺子弹 这特么是超人 卧槽 太尼玛 离谱了 他怎么还能肉身夺子弹的 他不是练武术的吗 这特么是修仙的吧 什么鬼 灵气要复苏了 修仙者下山了 此起彼伏的惊叫 显然这些有钱人平常也十分爱看小说 就连唐猛都目瞪口呆 八级拳以刚猛霸道著称 可没见过哪个八级拳宗师的身法 有逍遥这么好的啊 即使是很多国术宗师都不一定能肉身夺子弹 这逍遥到底有多厉害 只见他踩着竹锋布 身形宛如鬼魅般来到了孙王前的身前 更是掀起了一阵狂风 吹得孙王前睁不开眼睛 啪 逍遥握住了他的手腕 一用力 咔嚓 孙王前骨头被他直接捏碎 手枪 喜欢玩 逍遥从他手上抢过手枪微微用力 在逍遥的手中开始缓缓变形 孙王前面露无比骇然之色 你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他亮亮呛呛地随之后退 孙老板 说了送你上ICU我 绝对不会食言的 逍遥抬脚 直接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随后双手探出 通天掌断下额 贴衫靠碎胸骨 段子绝孙剿灭二弟 紧接着四肢进断 硬生生把孙王前打成了一个残废 只有气静 没有气出 叮 宿主神通广大 击败撞气五重魔道休者 捣毁魔窟 奖励吞石术 宝气要光盗 逍遥看了一下 这一门吞石术是黄极极品的功法 将人体作为熔炉 效果就是 能将吃下去的所有东西 转化为血气质 特别是各种肉类 蕴含丰富血气的食物 效果尤为惊人 而要光刀是一把宝气 虽然只是最低级的下瓶宝气 那也是宝气了 只有撞气进强者 才能发挥出宝气的威力 武器等级和功法相似 分为凡兵 宝气 灵气 法气 对应功法的天地玄黄 好好好 这趟不愧 这趟不愧 逍遥狂喜 笑容只都止不住 接着他叫唐猛报警 没一会 就有英俊潇洒的叔叔前来 将整个皇冠酒吧查封了 一个个大老板 都以剧重淫乱的罪名给押走了 大杀四方的逍遥 反而成了孤身入魔窟 扫黑除恶 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叔叔们还说过两天 要给他送一面锦旗过来 唐猛在一旁看的是目瞪口呆 大佬不愧是大佬 打了人后屁是没有 反而还能成为大英雄 值得学习 不像他 每次都会因为打架斗殴 被拉进去蹲几天 第十二章 我在俗世已经无敌了 不是 就你是壮气竞妖兽 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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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皇冠酒吧出来 唐猛一路紧跟着逍遥 逍遥的速度很快 他即使用尽了吃奶的力气 也追不上 前辈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啊 唐猛边跑边问着 逍遥突然一个止步 唐猛刹车不急 差点撞到他身上去 不收徒弟 不收小弟 不想加入什么势力 谢谢 根据逍遥前世 阅遍各种小说的经验来说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啊 唐猛脸色顿时垮下去了 逍遥暗道 果然 我就知道 你小子是缠我身子 不过 片刻后 唐猛又挠了脑脑袋 遗憾道 我也知道 前辈这种国术宗师 怎么可能轻易收徒 而且我天赋也不好 四十多岁 也就一个明镜 明镜 注意到唐猛话中之言 你是舞者 啊 算是吧 这个世界舞者很多 不多吧 毕竟练武是苦功夫 七八年的基础功 不从小 开始练男友成就 那 有没有那种进气外放 隔空杀人的高手 逍遥问道 如果现在就有这种高手存在 那他就得小心一点 不能这么瞎浪了 啊呀 可是却看见唐猛一脸的猛逼 前辈是都市龙王小说看多了吗 逍遥 那你说的明镜是 其实我们的国术 是老祖宗的智慧 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 到了现在 传承几乎已经断得差不多了 古代的时候 或许真的有前辈您说的那种人存在 但现在 根本不可能 像我这种的明镜 其实也就是一拳打出 空气炸响 这个境界在国术中叫做千金难买一声响 一个人打二三十个赤手空拳的普通人不成问题 但要是带着砍刀 那我还是跑路好了 再往上一层的就是暗镜了 这个境界的标志是隔山打牛 朝着人身上打便是全出 外皮骨骼无恙 内脏碎裂 就是暗镜 这已经是顶级的大高手了 寻常棍棒往身上招呼 基本上只能打出个轻种 再往上的华镜 是不是就能进气外放 隔空杀人了 逍遥眼睛发光地问道 唐猛一脸的汗颜 没怎么离谱 这个境界主要是能调控全身的力 分散聚合在任意一点 直到一语不能加 银虫不能落的境界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正常挥拳 力是分散的 而华镜宗师挥拳 全身的力都能挥聚成一点 可想而知 那力量有多可怕了吧 而且 华镜宗师的反应力 也远超常人 有些华镜宗师 也能躲过子弹 但像前辈这种 一次性躲过五颗子弹的 我从来没见过 再往上 逍遥一脸期待地看着唐猛 唐猛嘴角抽了抽 再往上就没了 啊 逍遥呆住了 就 没了 没了 华镜宗师 已经是最厉害的国术高手了 华镜宗师 能挡冷兵器吗 一般来说是不能的 不过华镜宗师的反应速度和身手 都极为矫健 所以 寻常冷兵器是砍不到他的 除非四五十号人一起拎着刀 往他身上招呼 唐猛解释道 国术在这个时代 已经彻底没落了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十多年前 好像还有传闻说 一位华镜宗师得罪了黑帮 被人家几十号小弟 用刀子捅死了 所以我们休息国术的大多数 都会选择去给富豪做贴身保镖 亦或者入武参军报效祖国 而华镜宗师那种高手 一般都会开个武馆 也算是开宗立派 将老祖宗的智慧延续下去了 唐猛说完 逍遥微微有些沉默 将全身的力汇聚于一点 这练气肉就能做到 而所谓明镜的一拳打出阴暴声 他血气值在五十的时候 就能做到了 而且这些华镜宗师 身体还不能挡刀子 综合来看 大概也就相当于练脾气的水准 也就是说 在灵气尚未复苏之前的俗世 人类能达到的极限战力 就是练脾气 卧槽 只要警惕着点热武器 我都能直接不吃牛肉了 嗯 猪肉也不吃 羊肉也不吃 逍遥突然有一种 从普通人 跃升到天下第一高手的落差感 前辈若还想知道 我们这圈子里 更深一层的隐秘 三日后可以来静明武馆 那天有一场 行义拳宗师 对决新晋昆拳宗师的对决 国术界会有不少同僚到场 前辈也可以来看看 说着 唐猛递给了逍遥 一张邀请函 宗师对决 逍遥眼睛一亮 修炼国术的在灵气复苏后 肯定比普通人境界要高 那他到时候 不是可以嘎嘎获取零点和血气值了 逍遥脸上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 放心 放心 我一定到 让那些国术宗师洗干净脖子 哦 不对 嗯 反正我肯定到场 逍遥笑着道 唐猛反而一脸古怪地看着他 怎么前辈一副要去踢场子的表情呢 是我的错觉吗 好 既然如此 晚辈就先告辞了 唐猛给逍遥做了个拱手礼 而后转身离去 逍遥走在路边 一直摸着脑袋 他现在的血气值还差一点 零点还差五点 就能突破境界 和再次十连抽了 这种感觉 就像你奋力征战了两个小时 已经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然后小姐姐说你的时间到了 然后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一样 真TM的难崩 偏偏大晚上的 街道上连个鬼影都没有 来个人让我镇压吧 逍遥捂着头皮大叫起来 系统 我镇压我自己有没有用的 宿主自杀就有用 真的吗 那我会怎么样 你会把我复活吗 逍遥面色一喜 会自动结绑 寻找下一个宿主 你妈 我没妈 你也没妈 六 这系统是真他娘的银杏化 逍遥目光左右张望 大半夜的路上也没个人影 就在这时 他看见沿街的马路上 一只黑毛的波斯猫 正踩着高傲的步伐 沿着白色虚线行走 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叮 检测到撞气近五重妖兽 黑影灵猫 宿主十分的危险 速速逃离 速速逃离 第十三章 偶遇命全境大高手 姑娘你跑啥 逍遥直接正在了原地 不是 这波斯猫也太牛逼了吧 特么的等级堪比孙王前 那个魔修了 这猫未来是吃了白虎肉了吗 仿佛是感觉到逍遥在看它 波斯猫撇过头 不懈地看了逍遥一眼 那眼神仿佛是在说小小人类 摩拜本大爷的英姿吧 逍遥顿时怒了 一只猫竟然这么嚣张 不行 非得把你镇压了不可 妖面 我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人 大威天龙 逍遥直接隔着马路 朝着那只波斯猫扑了过去 猫 那波斯猫吓得浑身汗毛倒数 拔腿就想跑 可被逍遥按在了身上 疯狂揉搓着波斯猫的毛发 妖面 我要你助我修行 叮 宿主神通广大 镇压撞气近五重妖兽 血气值加六零 零点加六百 呜呼 起飞 爽翻天 血气值被逍遥存着了 暂时没有用 好猫 你可真是一只好猫 哈哈 逍遥揉搓着波斯猫 对方发出不满的叫声 那个 你很喜欢猫吗 一道清脆的声音随之传来 逍遥抬起脑袋 只见一个穿着学生服的女孩 一脸惊讶地望着她 女孩穿着附近青兰大学的制服 显得身材极好 别问为什么大学有校服 因为我喜欢制服 一头极腰的乌黑长发自然垂下 肌肤白皙 七双赛雪 透露着淡淡的粉红 面容精致 穷鼻高挺 那宛如宝石的毛子中 此刻透露着一丝疑惑 叮 检测到命全境 一重强者 宿主欺负了人家的宠兽 请速速下跪 代替宠兽 成为她的奴隶 逍遥直接无视了傻逼系统 她也是一脸惊讶地 打量着这个女孩 命全境 这可是撞气境之上的境界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美丽女孩 在未来会成为一尊命全境 叮 宿主是否花费五百零点 查看对方信息 你妈 你这也太黑了吧 这世界最珍贵的就是信息 宿主你连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掌握信息差 就能比一般人走得更远 我怀疑你在 不过我 不过 我同意了 五百零点被划走 对方的人物面板 瞬间呈现在了逍遥的面前 人物 沈世韵 修为 命全境一重 功法 太清含乐诀 玄疾极几品 武技 太清剑诀 玄疾上品 空灵舞 玄疾中品 寒影福空掌 玄疾中品 长红剑诀 黄疾极品 物品 清光剑 玉灵罗 体质 先天灵体 人物介绍 灵气复苏 沈世韵先天灵体觉醒 一步破五夫 被远古仙门 太上青罗宫看中 收入门中 百日内突破撞起 成就命权 为仙门弟子 天之娇女 和宿主之间 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傻逼系统 总有一天放火把你烧了 最后还不忘 Diss我一下是吧 不过这个女还是真的厉害啊 一身的玄疾舞技 要知道 现在就连她都没有一门玄疾舞技 而且还是特殊体质 这种的 就是小说中说的那种 天之娇女 老天爷赏饭吃的类型吧 和逍遥这种 靠自己努力和毅力的三好青年 有着巨大的差距 等下 她叫沈世韵 清兰大学的校花 卧槽 自己家里 还有一条她穿过的丝袜呢 那个 沈世韵见眼前那个男人 蹲在地上一动不动 双眼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甚至眼睛还在发光 不由得心有戚戚 她有一种拔腿 就想要逃跑的冲动 可是 冠军 沈世韵的波斯猫 还在她的手里呢 沈世韵已经偷偷地 从上衣口袋中 摸出了一只手机 她已经做好报警的准备了 哦 逍遥突然回过神来 小姑娘 大晚上的 你在外面瞎跑不太好吧 现在已经是凌晨了 沈世韵竖起了手机 明晃晃的屏幕上赫然写着时间 4点30分 卧槽 我这直接在酒吧干了一个晚上 逍遥不禁惊呼出声 听到她的话 沈世韵的脸色再度白了一分 她不由得向后倒退一步 用守护住自己的身体 在酒吧 干 一晚上 这家伙 一定不是什么正经人 再结合她刚才的那眼神 这一定就是妈妈经常说的 酒吧附近出来捡尸的流氓 大坏人 刚好这条街和酒吧街也不远 也就一里地 沈世韵都快哭出来了 本来想着 凌晨外面没人 出来带猫散步 顺便还能发疯 竟然就遇到这种事情了 人身安全都要不保了 那个 你能不能满足 一个小小的要求 逍遥突然抱着猫起身 什么要求 让我摸一下你的脑袋 啊 这样啊 要不 你先把猫还给我 然后 在那个吧 沈世韵握住自己的手腕 咬着背齿说道 可是心里 却在疯狂地骂娘 完蛋了 我就知道 这人不是什么好家伙 上来就要 摸我的脑袋 等下说不定就让我去他家了 可我要是不同意 他一定会用暴力手段逼迫我的 妈妈说 流氓一般出门 都会带着凶器的 不行 先同意下来 等把冠军从魔爪之中救出来 我就逃 然后报警 叫警察叔叔 来收拾这家伙 沈世韵心中打着小算盘 还好 他今天穿着板鞋 而且自己有一双大长腿 而且还是学校的长跑冠军 跑起来 有些男的都追不上他 像这种整日流连酒吧 沉迷酒色 纵于过度的流氓 一定没他跑得快 好啊 逍遥欣然同意 这姑娘长得好看也就罢了 还喜欢助人为乐 真是一个好姑娘 等奖励到手 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他 嗯 就给他买一条新的白色丝袜好了 毕竟那一条已经被自己 嗨嗨 逍遥想着 将手上的波斯猫 递给了沈世韵 冠军轻声叫唤一声 扑到了沈世韵的怀中 沈世韵接过波斯猫 然后转身拔腿就跑 逍遥 喂 你跑啥呀 不是说好了 要给我摸头的吗 逍遥大喊 可沈世韵一听 跑得更加卖力了 他一边跑一边掏出手机 警察叔叔 我遇到了流氓 就在酒吧街隔壁的朱雀大盗 你们快派人来救我 逍遥 卧槽 我TM被当成流氓了 不是 我 你嘛 逍遥转念 站在沈世韵的角度一想 自己确实刚才的举动 看着确实不像是什么正经的好人 姑娘 等一下 你听我解释 逍遥撒丫子追上去 结果沈世韵埋头跑得更快了 不愧是先天灵体 这速度一般成年男性都追不上他 逍遥感叹道 可是他是一般的成年男性吗 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 就在逍遥要追上沈世韵的时候 子 一辆闪着灯的车子就停在了他的面前 然后上面上来了两个叔叔 刚刚捣毁了孙王前这个大毒瘤 现在也有小毒瘤送上门来了 青蓝室也不太平啊 一个寸头叔叔叹息着说道 然后他一抬头 看见了逍遥 第十四章 我就摸个头 狗系统非得说我镇压了命全境大高手 不是 兄弟 怎么是你啊 那叔叔一脸惊讶地望着逍遥 他用力地用手俯过脸庞 我们局里连夜给你赶制了 一面锦旗 本来还想给你送上门的 你这样 搞得我们很难做啊 那叔叔露出一脸极其无奈的神色 兄弟啊 你这种伸手有必要对着人家一个小姑娘耍流氓吗 另外一个叔叔也是这样开口 啊 逍遥一脸猛逼 不是 我怎么她了 只见此时那沈世韵切生生地折回来 就是她 她图谋不轨 沈世韵躲在两个叔叔的后面 一脸谨慎地看着逍遥 甚至还挥了挥小拳头 那意思就好像是在说有叔叔在 我不怕你 逍遥脸都黑了 妹子 你这是把我当成流氓了吧 逍遥俯着额头 不然嘞 在酒吧干了一晚上 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还想摸我的头 下一步是不是就想把我骗回家 然后欲行不轨了 我告诉你 我可是学过女子防身术的 沈世韵气呼呼地说道 我尼玛 逍遥差点抱粗口了 这女娃子 脑补能力是不是有点强了 还是说先天灵体的脑回路 都是这样的 不是 你们这怎么回事 此时 两位叔叔也发现了些不对劲 我 逍遥简简单单地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啊 原来是这样 寸头叔叔直接呆住了 另外一个也一脸哭笑不得 误会都是误会 小姑娘 她确实在酒吧干了一晚上 但是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她今天晚上把皇冠酒吧给倒了 把我们逮住了最大的流氓头子孙王潜 你是不知道 这孙王潜有多坏 她一边放高利贷 专门放给那种家庭困苦 却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然后在她们还不起钱的时候 逼良为娼 把她们骗到自己的酒吧 给那些富豪玩弄 逍遥这举动 可以说是拯救无数穷苦女孩 于水火之中 撑得上一具青蓝式的英雄 我们局里 还准备给她颁发锦旗列 叔叔的一番解释 直接让沈世运呆若目击 啊 她一脸歉意地看着逍遥 沈世运抱着冠军 从叔叔的背后走了出来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我不该叫你流氓的 我向你道歉 说着她像是一个乖乖女一样 朝着逍遥鞠躬 这么严重的事情 一句道歉就完事了 你知道 这对我的声誉 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吗 逍遥板着脸严肃道 啊 那你想怎么样 沈世运抬起头一脸 楚楚可怜地望着逍遥 除非 你给我 不行不行 妈妈说了 第一次要留给喜欢的人 她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嘎 逍遥顿时目瞪口呆 什么第一次 她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除了这个 其他我都可以答应你 你换一个条件吧 沈世运抱紧了冠军 小脑袋埋在波斯猫 一身浓密的毛发之中 呃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给我摸下头 你在想什么呀 逍遥解释 嗯 刷 沈世运白皙的脸蛋 瞬间涨得通红 比苹果都要红上几度 我我我我 她我了半天 一句话都说不出 摸头嘛 我知道啊 肯定是摸头啊 你以为我在想什么呀 哈哈 嗯 摸头 就是摸头 沈世运用力地点点头 那样子 好像是自己 在催眠自己 逍遥顿时觉得 这丫头挺有意思的 有点呆 有点污 还TM 俱能脑补 那么 你同意了 嗯 同意同意 你摸吧 说着 她闭上了眼睛 将脑袋凑到 逍遥的面前 好了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 那我们先走了 两个鼠鼠看 逍遥和沈世运之间的 氛围不错 就打算先行离去 辛苦了 逍遥汗手 两个鼠鼠上了车子 没一会 就消失在了街道的尽头 逍遥看着眼前 这个微微俯下身子 将脑袋凑到 自己面前的女孩 赶忙一开眼睛 刚才看到了 不该看的东西 好白 不是 好大 呗 她缓缓伸出一只手 按在了沈世运的脑袋上 叮 宿主神通广大 镇压命全境强者 奖励降龙十八掌 流星刀法 咕 逍遥的脸色顿时亮了 她打开系统背包 降龙十八掌 是旋即上品的掌法 而流星刀法 是旋即中品的刀法 刚好之前 她还得到了一门药光刀 非常之契合 卧槽 爽 这一下子 老子也是有旋即武器 傍身的强者了 逍遥嘴角都快翘天上去了 勾得合不拢嘴 那个 你摸好了吗 此时 沈世运开口道 逍遥手掌一直按在她的头上 那温热的气息传来 仿佛从天灵盖遍及了全身 逍遥感觉整个人都快升天了 脸色红得惊人 哦 好了 逍遥抬起了手掌 嗯 那个 这样就可以了吗 沈世运理了理 被逍遥柔乱的头发 歪着头问道 嗯 可以了 是吗 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呢 会不会太没有诚意了 沈世运笑着道 此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堵白 她抬起手表一看 已经早上六点钟了 这样吧 我请你吃饭吧 吃什么都可以 她说道 逍遥本来是想拒绝的 突然想到 自己好像还有一门吞食术 她的眼睛顿时亮了 真的吃什么都可以吗 当然 吃多少都可以 你敞开肚皮吃 那我就不客气了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那走吧 去哪呀 菜市场的早市 逍遥说道 十五分钟后 两人来到了青兰市最大的菜市场 六点钟 一座城市基本已经从沉睡中复苏 更别说象征着普通人生活和人间百态的菜市场 此时已经有很多大爷大妈在早市上挑挑拣拣 和小贩们狠狠杀家 路边也有热腾腾的早餐 新鲜出炉 唉 原来菜市场是这样的啊 我第一次来呢 沈世运东张西望一脸的好奇 你以前没来过菜市场吗 逍遥好奇地问道 从来没有呢 沈世运抱着慵懒的冠军 双眼闪闪发光 她看上去对什么东西都很感兴趣 是吗 看来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呢 逍遥看着女孩完美的身姿 双目微微眯起 喂喂喂 逍遥 这个是什么啊 这时 沈世运指着路边摊上 坑坑洼洼沾满泥土的土豆 对着逍遥问道 小女娃 要来一点土豆吗 都是早上新鲜摘的 你看泥土豆还是湿的 卖菜的大妈露出慈祥的笑容 土豆 这是土豆 天哪 可沈世运却露出一脸惊奇的模样 土豆是这样的吗 土豆不是一丝一丝细细的吗 逍遥 卖菜大妈 第十五章 你要能吃完这些 我生吃铁锅 啊 这是山竹 山竹不是一半一半白色的吗 唉 别咬 外壳不能吃 呸 好苦好色 这山竹真难吃 逍遥 逍遥 你看 那个像刺球的黄色水果好逗啊 还有人会买回去吃吗 咬一口个咬 那是榴莲 啊 不可能 我平常最喜欢吃榴莲了 榴莲不长这样 逍遥 她已经明白了 彻彻底底的明白了 这特么就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什么西瓜不是红的吗 石榴不是一粒一粒像红宝石一样吗 她就像那好奇宝宝 一路过来各种问题 一串接着一串 硬是把逍遥给整乌语了 直到逛完了大半的菜市场 沈氏运肚子发出咕咕声 她脸色一红 这才反应过来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们好像是来吃早餐的 大姐 你终于想起来了 琴把好像去掉 逍遥翻了个白眼 心中暗暗吐槽 逍遥你想吃些什么 她笑着对逍遥问道 跟我来吧 逍遥咧嘴一笑 终于问到最关键的地方了 在菜市场的角落 有一家牛羊肉馆 那里有着整个清兰市最正宗的牛杂汤和羊杂汤 每天凌晨四点多钟 店主就会起来 现杀现卖牛羊肉 现熬现炖大骨汤 主打的就是一个新鲜至极 肉类中蕴含着丰富的血气 可随着动物死亡之后 时间的流逝 血气也会变得越来越稀薄 一般来说 宰杀后三个小时内 动物体内的血气是最风盈的 所以 这家店的肉绝对是整个清兰市 血气含量最高 也是最完美符合逍遥需求的 你吃羊肉还是牛肉 逍遥转身对着沈士运问道 都吃 老板 一碗牛杂汤一碗羊杂汤 好嘞 马上来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光膀子的汉子 他在厨灶旁忙碌着 身边有着两口大铁锅 比人都要大 一口锅中熬着牛羊的骨头 沸腾的汤已经变成了奶白色 还有一口锅里有着现炖的大肉块 起起伏伏 翻滚着的肉块 看上去极其的诱人 逍遥和沈士运在店内找地方坐下来 你的胃口也不大吗 沈士运拖着腮帮子笑道 一人一碗 这也就是正常的水平嘛 他一个都能吃完 逍遥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那是给你叫的 接着他转头 老板 来十斤炖羊肉 十斤炖牛肉 在这里吃 啊 那老板都呆住了 你认真的吗 小兄弟 不是打包 是在这里吃 对 我食量大 吃得完 逍遥说道 小伙子 你可不要开我玩笑 这可是实打实的二十斤肉 别说你一个人 就算十个人都不一定吃得完 老板还是一脸的不相信 老板 你相信我 我的消化系统带发动机 一秒消化一斤肉 逍遥拍着胸脯保证道 老板直接一整个无语 肉我可以给你上 不过 要是吃出什么事 我自己负责 老板要我给你压一张生死状吗 不用了 没一会儿 羊杂汤和牛杂汤上来了 吃吧 逍遥将碗放在了沈世运的面前 你真的能吃二十斤肉吗 沈世运疑惑地问道 当然 可能还不够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天生的 吃不胖 那你真的好爽哦 沈世运喝了一口汤 嗯 好鲜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 怎么样 不错吧 现在现杀 怎么可能不好吃呢 片刻后 逍遥的肉上来了 老板用两个大铁盘装着 整整二十斤的食肉 即使煮完以后会缩水 但也有十多斤了 好了 好了 终于来了 逍遥戴上了手套 她将料汁淋在肉块上 直接抱起来 就大口啃咬起来 哼 笑死了 这年头的人 为了博眼球 什么哗众取宠的事情 都做得出 逍遥还没咬下第一口肉 就听见一旁有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侧过头一看 竟然试着戴眼镜 长相尖酸刻薄的年轻人 她领子上扣着话筒 手上拿着手机开着直播 面前的碗碟 大约有三四斤切好的牛羊肉 还有两碗面条 网红 美食主播 大胃王 逍遥眯了眯眼睛 这些名词浮现在脑海中 哼 小子你是童嗓吧 相机藏哪了 装神弄鬼 这二十斤肉 你今天要是能吃掉 我把老板的锅吃了 你这种无良主播 我见得多了 拍完视频后 剪辑一下 吞咽镜头全部剪掉 哼 为了博取流量 毫无下限 浪费粮食 那直播不屑地说道 关你屁事啊 逍遥咒没到 我就是能吃怎么了 哼哼 能吃 你要是能把这里的肉都吃完 今天你的单子我满了 此言当真 肯定 我的粉丝宝宝们 都是见证人 是吧 宝宝们 说着 她举起了手机 弹幕疯狂地刷屏 当然 我们都是见证人 实时直播 没有那么多弄虚作假 我也很怀疑 一个人真的能吃这么多吗 就是 这绝对是超越常人的食量 她要是能吃了 我把手机吞掉 弹幕上 很多人开始刷屏 我在网上也有20多万粉丝 他们都可以作证 她冷笑着 好 你说的是真的吧 不会骗我吧 我要是吃完了 你就真的要买单哦 这可是大几千块钱 你买得起吗 逍遥的眼中 闪过一抹未缩 看见她露出这表情 主播更是确定了 逍遥在虚张声势 她不由得信心大涨 小子 你再瞧不起谁 老子全网20多万粉丝 几千块钱算个屁 你要是真能吃完 我不仅帮你买单 在场所有人的单子 我都买了 我还把老板的锅吃了呢 她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 这样不好吧 废话怎么这么多 你到底敢不敢吃 主播冷笑着更为不屑 她已经99% 能确定逍遥是在骗人了 虚张声势罢了 她态度越是强硬 对方就越怂 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就等自己揭穿她的真面目 获得粉丝的喝彩了 说不定 她明天还能上个热点 揭穿假冒的大胃王 然后嘎嘎涨粉一波 紧接着就是打广告 直播带货变现 数钱数到手抽筋 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 成为人生导师 一想到这个 她就激动得全身发自 喂 你真的能吃吗 吃不下 你别硬来啊 伤到自己身体就不好了 大不了 我们向她认个怂 沈世运抬手 按住了逍遥 抓向那肉块的手 面带忧虑地说道 哼 美女 你何必维护 这种薄眼球的骗子 一个男人 可是要为自己 说出的话负责的 刚才是他自己说 能吃下的 现在又要反悔了吗 那主播面色难看 一脸羡慕极度恨 凭什么这臭小子 一脸穷酸样子 能被这种顶级大美女看中 不就是长得比自己 帅了一点吗 赶紧吃 废物小子 你还要一个女人 来为你出头 同位男同胞 我都觉得 你丢人现眼 主播骂道 他那些弹幕中的粉丝 也在疯狂刷屏 哎呀 我看他是怂了 骑虎难下了 想在美女面前装逼 结果被人吸了吧 嘎嘎嘎 纯小丑 人之常情 我要是身边有这种美女 坐着 我好歹也要装一下 男人啥都可以丢 面子不能丢 上面的哥哥 我今年68岁 家里三套房 八位数存款 七台超跑 你愿意用真操换面子吗 卧槽 68 这特么都能当我奶奶了 兄弟 你冷静点 楼上的你在狗叫什么 谁允许你这样 诋毁我的宝贝的 这是我亲爱的 嘴巴放干净点 亲爱的 我私了你了 我今年刚满18岁 身高188 身强力壮体育生哦 那么大 弹幕一向人才很多 不过绝大多数 都是在坐等看逍遥笑话的 逍遥伸出手 抓住了一大块牛肉 粗看 都有两三斤了 一口 两口地吃着 你们看着吧 我堵他这一块都吃不下 我也觉得 两三斤的食肉 这小身板 我真觉得它不行 终于轮到别人当西色来劫了 嘎嘎嘎 逍遥吞下肉块 体内的吞食术 自动运转 那些肉块一下肚 就马上被融化分解 化作许多的血气质 逍遥就看着自己的血气质 从三百五十九一直往上加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 三百六十二 他心中狂喜 吃饭就能变强的感觉 谁懂啊 可是他表面上 还得装出一脸艰难的表情 十分艰难地 一口接着一口咽下去 逍遥 实在不行你就别吃了吧 我看着都难受 你再这样吃得送你去医院了 沈世韵脸上带着忧虑 嘎嘎嘎嘎 小子 不行就服个书 想爹爹我认个错 你只要说爷爷 我错了 我是在吹牛逼 我向你道歉 我是小丑我就原谅你好了 然而 逍遥里都没理他 即使艰难 依旧一口一口一地吃着 感受着体内一直在长的血气质 逍遥心中狂喜不已 十斤羊肉下去 直接加了八点的血气质 接着他又开始吃牛肉 第十六章 你看着这八掌 他又大又圆 抽你脸上啪啪响 不是 这都十斤肉了吧 他怎么还能吃 卧槽 能吃十斤肉 这家伙有实力啊 是我们小看了他 看着吧 虽然有些实力 但是十斤肉 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你看他脸色 都开始发青了 他肯定要不行了 我赌他最多再吃一斤 弹幕有人这样说 主播抽了一张餐巾纸 将脸上的汗水擦去 没错 他已经到极限了 一定是在硬撑 没错 这小子最会虚张声势了 片刻后 石逍遥吃完了十斤牛肉 血气值加了八点 嗯 看样子 牛肉的血气 比羊肉更加的丰富 老板 再来二十斤牛肉 在这吃 逍遥一拍案板 大声说道 主播一个 猎蟹差点跌倒在地 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 自己好像被坑了 这小子是套路自己啊 扮猪吃老虎啊 这小子妈的 草 接着 老板再度端上来二十斤的牛肉 直播间的风向也变了 卧槽 本来以为是装逼 没想到是真牛逼 这十两佩服啊 这也太能吃了 这一顿吃我一个月了吧 妈的 最关键 是他还吃不胖啊 这么狂吃 他的身材还这么匀 卧槽 羡慕死了 确实 咋一看 这小哥哥 看上去还挺帅的 你看他唇红齿白 皮肤也白 比我都白 卧槽 他用的什么化妆品 这下有意思了 主播要汗流加倍了吧 轮到他变成小丑了 也不亏 主播要是真表演吃铁锅 他能吃下去 我就给他刷家年华 这辈子还没见过 有人能吃铁锅的 卧槽 楼上的你是真副哥啊 楼上的帅哥哥 我要是给你表演 吃蛋白质和水的混合物 你可以给我刷家年华吗 是吃我的吗 是啊 死了 六 六 六 眼看着二十斤牛肉 以肉眼可见的数量减少 沈世韵 也用像是在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盯着他 你是不是修仙者呀 扑 逍遥差点把肉吐出来 怎么可能 小说看多了吧 但是我觉得 只有这个能解释 你的食量了 你吃的这些 我两个月都吃不完 沈世韵说道 我是习武之人 吃多一点正常 多 一点 沈世韵翻了个白眼 骗鬼呢 二十斤肉逍遥狼吞虎咽 很快就消灭干净了 只是先前十斤肉 能给他提供八点血气值 现在二十斤肉 却只能给他提供十二点血气值 看来 同一种肉类 能吸收的血气值是有限的 逍遥抿了明嘴唇 嗯 没吃饱 老板 再给我来十斤牛肉 二十斤羊肉 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那主播直接整个人瘫倒在地了 我滴乖乖 半个小时候 嗯 你们一共吃了六十斤牛肉 五十斤羊肉 两碗汤 就算我送你们都好了 这样的话就是 六十乘六十 加上八十乘五十 嗯 一共七千六百块 付钱啊 傻站着干嘛 还有铁锅的钱 也一起付了吧 不然锅被你吃了 老板都要亏本了 逍遥推嗓的那主播说道 主播脸都绿了 嗯 还有在座的朋友们的钱 你也付了得了 就付个一万块好了 大主播 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那主播脸色发白 嘴上虽然说着 不难不难 可心里 已经被一千万匹草泥麻踩烂了 一万块 特么他两个月的工资了 操 付出去要喝西北风了 但是这么多粉丝 看着自己 又不能耍赖 只能含泪付钱 好了吧 好了吧 我可以走了吧 他说着 就朝着店外走去 甚至还想关直播 逍遥直接一步上前拦住了他 走鸡毛啊 走 你饭都没吃 给我吃 逍遥将一个跟他人一样大的铁锅 扔在了他的面前 我尼玛 主播脸色顿时变得非常的精彩 他凑近逍遥 压低声音 兄弟 给个面子 行不 日后好相见 相见你妈的 你是美女吗 不是美女我不爱看 想耍赖是吧 你的粉丝 可都是证人 我都吃了几十斤肉了 你吃个锅就不行了 我特忙 主播破口大骂 你还知道你吃的是肉 我特忙吃的是不锈钢啊 真吃不了啊 兄弟 你不要为难 我能行过 主播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你要怎么样 才能放过我兄弟 他问道 哼 那你把刚才说的那话 再说一遍吧 什么话 还用我教你 扑通 主播咬着牙 直接跪在了逍遥的面前 爷爷 我错了 我是在吹牛逼 我向你道歉 我是小丑 说着 还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笑死了 滚吧 逍遥挥挥手 这主播如萌大射地逃离 等他彻底逃出菜市场后 竟然意外发现 自己的粉丝数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完了 什么垃圾骗子 取关了 废物主播 被人打脸 你是真的垃圾 取关了 怂比 还直播 你去讨饭吧 取关了 一下子 他粉丝 缩水了二分之一 此时一个电话打来 喂 经XXX你说过 你会在三个月内涨粉 二十万的 你的粉丝呢 怎么掉完了 对赌协议 你说了 违约金十万块 记得付一下 扑通 他直接瘫倒在地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怎么就这么嘴硬呢 我这张臭嘴 我去招惹他干嘛呀 卧槽 他无比后悔地拍着自己的脸 一个接着一个耳光 不远处 有家长带着孩子走过去 孩子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妈妈 那个叔叔在干嘛 他是乞丐 我们快走 说着 母子俩匆匆离去 逍遥和沈世韵 离开菜市场 之后两人加了个好友 就分开了 逍遥盘算了一下 这些血肉 最后一共给他 提供了四十点左右的血气值 他现在的血气值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四百零一 这已经是练骨镜的领域了 嗯 牛羊肉的血气还是太少 要是有妖兽 给我吃的话 能提供的血气值会更多 不过也该满足了 吃饱喝足回家吧 逍遥摸着肚子感叹 这出门一趟收获极其丰厚 他现在急切地想要回家 盘点奖励 感受变强的快感 那种力量带来的自信和欲罢不能 第十七章 实力暴涨 蟒哭牦牛肉和青龙宝血 回到家中 嗯 乱糟糟的 也不能助人了 明天带念寒和长仪 去那别墅住吧 逍遥想起来 自己好像还有个 系统送的别墅来着 不住摆不住 放着浪费 系统 查看便满 宿主 逍遥 境界 五夫净链肉七 血气值达到三百可突破 至下一境界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级中品 五级 八级拳 黄级上品 竹锋布 黄级中品 物品 白年猪果 白色丝袜 血针级 血气值 401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零点 1095 评价 你急什么 小菜鸡永远是小菜鸡 你还想上天不成 系统 境界突破 刷 顿时 逍遥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热流 在洗涤自己的身躯 噼里啪啦 只见逍遥皮肤底下的经脉 竟然隐隐散发着一道道的白光 透明宛如预知般的经脉 纵横在身躯的四肢百骸 炼金期的标志 就是金如玉智 四球龙翻山越岭 盘卧身躯 逍遥的一身经脉 比普通人直接扩展了十倍 柔韧性也增强了不知道多少 他现在甚至能把身体扭曲成一个球 比那些印度的古鱼家大师厉害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这还没完 噼里啪啦 逍遥身体中的骨骼发出清脆的声响 仔细去听那身影似龙瓶 又似虎啸 淬炼骨骼 虎爆雷衣 骨如玉石 光泽透亮 就算把逍遥的骨头 直接抽出来 当作武器都堪比金刚石的印度了 我现在的身体 就算站着让车子撞都撞不死我 逍遥握了握拳 脸上闪过一抹自信 还有两门玄机的武技 赶紧使用 降龙十八掌 流星刀法 使用 逍遥低声说道 顿时 两门强大武技的领悟 全都涌入了逍遥的脑海 他神色一领 大手一挥 将系统背包中的药光刀取出 刷刷刷 在空中演练起流星刀法 流星刀法的要诀 就只有一点 快若流星 示若流星 每一刀都宛如流星降落般的速度 一闪而逝 每一刀又有流星降落般的惊人破坏力 毁灭一切 好恐怖 再搭配上药光刀 我感觉我现在的实力强得离谱 逍遥甚至有一种错觉 她能一刀 就将一座房子都给切开 随着她收起刀 开始演练降龙十八掌 这门武侠小说中 至阳至刚的功法绝学 随着她在室内开始挥动掌法 掌风呼啸 好似龙银阵阵震慑神 可惜了 五附近体内没有出现真气 无法发挥出降龙十八掌的真正威力 按照这门武技的描述 拥有真气后 使出降龙十八掌 真气会化作刚猛霸道的金龙 破空飞出 隔空杀敌 一掌出 百米之内威势滔天 那才是降龙十八掌的真正威力 就像乔风挥动掌法 真气化作金龙 萦绕在周身 山石崩裂 大地震动 那才是真正的强大 不过即使如此 这一门武技 对逍遥的增幅 也极度可怕了 如今的她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一句 俗世已无敌 很快了 等我达到撞气境 就可以发挥出 这门武技的真正力量了 逍遥握了握拳头 这才几天啊 她的实力 就飙升到这个程度 而距离灵气彻底复苏 还有一个年的时间 她有足够的时间 去提升自己的力量 直至不惧怕一切敌人 好了 接下来 来一场惊心动魄的十连抽吧 逍遥搓了搓手 太上老君 如来佛祖 王母娘娘 红军盗祖 盘古大神保佑我 十发入魂 给我抽 逍遥大喝一声 系统之中的青铜转盘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动起来 叮 恭喜宿主获得不入流品质物品 苍老师主演的资源大全套 包含从早期出道至今的所有资源 以自动存入宿主的网盘之中 请宿主注意身体 不要一击灵魂 非翼事件 叮 恭喜宿主获得不入流品质物品 知名背带裤男神 打篮球 全球限量手办一支 请宿主 借掉舔手办的习惯 叮 恭喜宿主 获得普通品质物品 和平排矿泉水一箱 来自未来世界的矿泉水 喝一口就能变成生化宝贝 请宿主好好享福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品质物品充气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炼脏七妖兽 蟒库猫牛血肉 三十斤 宿主吃慢点 别把自己噎死 逍遥眼睛一亮 在一堆废物之后 终于又出了有用的东西 这蟒库猫牛的血肉 蕴含的血气 绝对比普通的肉牛要多 转翻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卓越品质物品 青龙宝血异地 注意注意 境界低于炼脏七 不得服用 恐有暴体王的风险 哄 逍遥的眼睛 彻底红了 这可是青龙的宝血 青龙啊 传说中的圣兽啊 这种存在的异地宝血 这简直是通天大补药啊 自己是走了 狗屎运了 爆出这种神物 这一定是让我在五夫妻 打下无上基础的神药 然后突破智状气径 卧槽 系统 我爱死你了 我亲爱的crash 叮 不要套近乎 系统没有宿主这么废物的crash 你嘛 你是向日葵吧 给你点颜色 你就灿烂 好了 接下来先吃午饭吧 蟒哭牦牛的血肉 馋死卧槽 逍遥从系统中取出 蟒哭牦牛的三十斤血肉 系统还怪银杏化的 早就帮他把这血肉处理好了 烧都烧好了 用一个大铁盆装着 逍遥只顾着吃就好了 念涵和常阿姨肯定没吃饭 给他们送点去 说着逍遥切下了三斤肉 给他们送了过去 常念涵都高兴坏了 他家很难得才能吃一顿牛肉呢 就连肠母都面露亚裔之色 小肖 你这牛肉的肉质 真的非常好 比东营那边 A5级的神户和牛的口感都好 常怡笑着说道 逍遥眼睛微微咪了咪 A5级的神户和牛 这可不是一般人家吃得起的 而且 常怡那温润如水的性格 还有时而散发出 那不凡的气质 逍遥有理由相信 他们母女 一定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不过他也没多想 不管怎么样 他们对自己好是一定的 只要知道这点就够了 其他的不必在意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从常念寒家中回来 逍遥迫不及待地开始消灭 自己那一大盆的牛肉 一大口咬去 那肉质粉嫩到了极致 一点都不粗糙 也不塞牙 这肉就像果冻一样 几乎是入口即化 咬开胶脆的外壳 里面那充盈的汁水横流 香气充斥着整个屋子 好吃 舌头都香掉了 逍遥毫无形象地大口吃了起来 他身上的血气质 在蹭蹭蹭地往上飙升 没过一会儿 这三十斤肉都被他吃光了 逍遥的血气质 提升了整整五十点 抵得上半颗百年猪果了 这还只是五附近的妖兽的血肉 要是撞气劲的 那不更牛逼了 逍遥的眼中 闪过浓浓的期待 第十八章 黄毛在我家别墅开party 干他压的 对了 要是去荒郊野外找找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这种妖兽哦 毕竟系统是个蠢驴 狗大户 镇压人可以得奖励 镇压猫猫狗狗 也可以得奖励 那吃妖兽肉 应该也有用 逍遥的眼睛越来越亮 他好像找到了一个刷分数的好方法了 后天要去武馆 今天先去看看 别墅好了 思索着 逍遥敲响了常念寒家的大门 真的吗 逍遥哥哥 你真的有一座别墅 没有骗我吧 常念寒一脸怀疑地看着他 逍遥哥哥比他还穷 放学的时候 还偶尔要他请吃考尝 看着都不像 是有别墅的样子 真的 我不会骗你的 相信我 逍遥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逍遥哥哥 我都十六岁了 你不要揉我的脑袋了 会长不高的 常念寒鼓着腮帮子 气呼呼地说道 走吧 念寒 常怡 逍遥打了辆出租车 师傅 江河山庄 小潇 你那别墅在山河山庄 坐在后排的长母 惊讶地开口 是啊 逍遥随口回了一句 这 这是你的还是 长母脸上 闪过不可思议的神色 老头子留下来的遗产 前两天我回了一次山上 才发现 他那有山庄的房产证和房卡 署名也改成我的名字了 哈哈 逍遥随意扯了个皇子说道 嘖嘖嘖 江河山庄 这可是青岸市最昂贵的别墅区 小伙子 可是赚大了 司机师傅 一脸羡慕地说道 随着车子一路行驶 逐渐离开了市区 江河山庄 坐落在青岸市一个知名的度假区 整个度假区 只有九套别墅对外出售 能住在江河山庄的人 非富即贵 比如之前的孙王前 他就有一套江河山庄的别墅 编号是五号 而逍遥这一栋 编号是一号 一号山庄 楼王 对外售价二点八亿 唉 前面就不对外开放了 我的车子只能停在这里了 抱歉了 司机师傅对着逍遥说道 没事 小问题 逍遥笑着说道 接着他们三人朝着度假区走去 您好 先生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度假区的工作人员客气地迎上来 倒也没出现什么仗势欺人 狗仗人士 拦着不让他们进去的行为 我们要去江河山庄 几位是要进去拜访什么人吗 抱歉 这样的话是要预约的 而且 我们这边也要联系护主 争得他们的同意才能进去的 工作人员保持着笑容说道 不 我们是要回家 逍遥手上拿出房卡 一号别墅 先生 您是一号别墅的户主吗 十分抱歉 尊贵的先生 女士 欢迎你们回家 工作人员的态度一反常态 比起先前公事化的态度 这一刻姿态不知道低了多少 我这就为你们带路 逍遥三人 蹲着工作人员进入了度假区 然后工作人员开着专车 将他们送往一号别墅 先生 这就是一号别墅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工作人员和逍遥交换了联系方式 江河度假区会为这些别墅的主人 安排好一英俱全的管家 宝洁 厨师 园丁团体 完全不用互主操心 嗯 逍遥点点头 接着他就用了房卡 打开了别墅 门一开 一阵礼花 直接打到了他的脸上 动刺打刺 动刺打刺 别墅中轰动的 DJ不断传来狂野的音乐 闪烁的各色霓虹灯罩的人 眼睛难受 在价值几十万的昂贵沙发上 有穿着丝袜光着脚的女孩 在上面拎着酒壶 发疯似的蹦迪 地面上满地的瓜皮果壳 和食物零食的包装袋 茶几上也有许多的啤酒瓶 凌乱地倒在那 逍遥眉头一皱 脸色顿时变得很不好看 他冷着脸走进去打开了灯 明晃晃的大灯 一下盖过了闪烁的霓虹 操 哪个不长眼的开灯了 坐在主位的一个黄毛青年 破口大骂一句 你们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的房子里 逍遥目光一眯 质问道 啊 你说啥 沙发上的男男女女 目光落在了逍遥三人的身上 为首的那个黄毛 穿着个花衬衫 坦胸露乳地拎着酒壶 朝着逍遥走来 你说这房子是你的 不然嘞 呵呵 笑死个人 你看看 你穿的这穷酸样 全身上下合不到一百块 你跟我说 这房子会是你的 笑掉老子的大牙 黄毛喝了一口啤酒 不屑地道 这房子要是你的 我把这啤酒瓶吃了 沙发上的男男女女 都笑了起来 这时 一道惊讶的声音传来 咦 长念寒 你怎么在这 一个穿着热裤打扮的 青春靓丽的女孩 端着一杯橙汁 朝着他们走来 怎么 阿妙 你认识她 叫阿妙的女孩点了点头 认识 王哥 她是我的同学 张妙点点头 她家很有钱 怎么可能 长念寒在我们班 是出了名的穷 每次班上有集体聚会 她都不会去参加的 张妙痴笑着摇头 不以为意 长母听到她这话 脸上闪过自责的痛苦之色 妈 我没事的 常念寒捏了捏 自己母亲的手 呵呵 呵呵 原来是这样 穷逼的朋友 也是穷逼 笑死了 小子 装大尾八郎 装到你王哥面前来了 阿 还这房子是你的 就你这德行 一辈子公子 买得起这里的一张椅子布 黄毛用酒瓶指着逍遥 极其不屑 房子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 房卡都在这 逍遥举起了手上的房卡说道 房卡 哦 还真是房卡 哪里捡的 去 给我舅舅送去 他一把抽过逍遥手中的房卡 往后边一丢 一个小弟赶忙接过 小子 你可能不知道 我舅舅是这里的业务主管 他可是跟我说了 这间房子一直没有卖出去 你捡个房卡 就是主人了 啊 想带妹过来装逼 还装到你王爷脸上了 搞笑不 黄毛看着年岁不大 但是说话 那是真的个顶个的嚣张 滚吧 赶紧滚 趁爷爷 我今天心情不错 现在滚到我就不计较了 不然我就让我舅舅报警 就说 你偷我们的房卡 好歹让你进去蹲个几天 有点意思啊 年纪不大 嘴巴倒是挺臭 你爹妈是在粪坑把你生出来的吗 嘴里都长蛆了 逍遥露出冷笑 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 黄毛猛然回头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呀 他拎着酒瓶子 就要朝着逍遥的脑袋砸去 上一个跟我这样说话的人 现在还在ICU没有醒过来 逍遥随手一抓 黄毛手中的瓶子 就直接出现在逍遥的手上 框 他一酒瓶砸在了年轻人的脑袋上 顿时他被砸得头破血流 接着 逍遥直接探出手 捏住他的下额 吃 把碎裂的酒瓶直接塞进了他的嘴巴里 爹 恭喜宿主击败撞击净一重强者 血气值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啊 年轻人捂着嘴巴 一屁股坐在地上 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声 打他 啊 给我打他 你们给我上 他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大吼着 几个年轻人 赶紧捏起酒瓶 朝着逍遥冲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你敢打我 你走不出这个山庄 逍遥捏了捏骨头 正愁没人给我打 正愁境界提升的慢 这都是宋上门的经验值啊 瓶声无爱好 醉洗刷小怪 碰 逍遥一脚将一个年轻人 踹出十多米 直接踹得昏死了过去 接着 一巴掌将一个年轻人的脸皮 直接刮了下来 他宛如武神俯身 一步一人 不过短短两三秒地上 就躺着好几个生死不知的年轻人了 逍遥抽了张诗巾 擦去手上的血 叮 宿主击败炼脏 叮 宿主击败炼骨 叮 宿主击败 一下子 逍遥就收割了四十多点的血气值 逍遥哥哥 你受伤了 常念寒看见逍遥手上的血迹 担忧地说道 没事 这是他们的血 逍遥无所谓地说道 就在这时 外边一阵乱哄哄的声音传来 干什么 干什么 都在干什么 一个顶着啤酒肚 西装革里的中年人 带着一群保安冲了进来 第十九章 得罪了大人物 不 是得罪了一尊祖宗 救救 救我 他打我 好痛啊 救救 卧槽 司马 谁把你打成这样啊 大肚子赶忙朝着黄毛冲去 逍遥听到这个名字嘴角一抽 死马 死马 是真你马的形象 救救 就是他 这家伙 黄毛嘴巴痛得都合不拢 但他还是强忍疼痛 将事情添油加醋地 跟自己的舅舅讲了一遍 可见 他心里得有多恨逍遥了 什么 好好好 好胆量 来江河山庄打人 你够胆子 给我打 他二话不说 招呼保安动手 逍遥面露喜色 来得好 就喜欢上来 不多逼逼就动手的 不然他还要用嘴炮逼他们动手 多累啊 什么 你说逍遥为什么不先动手打人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新时代遵纪手法良好市民 只会自卫 可不会瞎打人的 碰 那保安拎着井棍冲上来 直接被逍遥一脚踹飞了出去 紧接着 噼噼啪啪 噼噼啪啪 三秒后 叮 恭喜宿主 叮 公 叮 血气值又加了三十多点 凑一凑 差不多快上五百了 你 你不要过来 你再来我可要报警了 大肚子看见逍遥朝着自己逼近 浑身肥肉颤抖个不止 两条螺圈腿 都随之颤抖起来了 我是自卫 你报警有个屁用 而且你能私闯民宅 我都没报警了 逍遥不屑地说道 你放屁 这别墅 怎么可能是你的 当当当 胖子的手机响了 喂 四胖子 忘记告诉你了 一号别墅 已经被一位神秘大佬买下了 你注意这点 这两天 他应该叫来了 我告诉你 这位大佬神秘着 我这边查不到一点他的信息 绝对不是一般人 你给我注意这点 用侍奉爹妈的态度 去服务人家听见没 手机那边传来江河度假区老总的声音 李总 迟 迟了 咦 已经得罪了 这四胖子浑身颤抖 带着哭嗓说道 就差害怕地 直接瘫倒在地上了 你说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宛如河东狮吼般的怒吼声 四胖子被吓得 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去 四胖子 你认真的 你咋下手这么快呢 你要卖别墅 能卖这么快我都得 把你供起来 你特么得罪人得罪这么快 那我就要把你的灵位供起来了 李总怒吼的声音传来 我跟你讲 你现在最好马上立刻 用尽一切手段取得这位大人物的原谅 四胖子吓坏了 可他还是哆嗦着嘴唇 想要辩解 李总 你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位大人物还没来 然后 我现在得罪的这位是 凑巧捡到了那位大人物掉的钥匙 然后来这边冒充的呢 你觉得呢 你脑瘫吧 你什么神仙罗解 你脑子里是长蛆了吧 变成化粪池了 可是 李总 他看上去就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呀 怎么看都不像大人物啊 这么年轻 电话对面的李总疑了 那这样 你把他照片传过来 我看看 哦 这就传 四胖子偷偷地拍了一张逍遥的照片 逍遥还一脸笑意地 给他比了一个手势 此时 江河度假区办公大楼 李总抚摸着下巴 难道真的搞错了 那位大人物 应该不至于是个小年轻吧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偶然的事情 他思索着 叮咚 手机响了 李总赶忙拿过手机 扫了一眼那照片 确实年轻啊 看见像大学生 他抚摸着下巴 不对啊 这照片怎么越看越熟悉 我想想 卧槽 下一秒 他直接从办公椅上滑了下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乖 是这个祖宗 他终于想起来了 这不是那天 一个人单枪匹马 干了孙王前皇冠酒吧的年轻人吗 那年轻人 简直就是武神在世 一脚能把人 踹出十多米远 肉身夺子弹 用手 把手枪捏变形 这都不是大人物了 这特么是祖宗 孙王前都被他废了 自己一个度假区的总经理 算个鸡毛胆子啊 要不是当初自己的手 还没来得及 身经妹妹的衣服里 怎么的 也要进去蹲一段时间了 哪有这么快放出来 他急匆匆地将电话回拨回去 好好好 四胖子 你好样的 怎么样 经理 是不是误会 我就知道 大人物怎么可能这么年轻 他看上去 就一穷酸小子 怎么可能是大人物 说着 四胖子的腰板 开始挺直 嗯 你确实没有得罪大人物 我就知道 经理我跟你说 我撕全甲在江河度假区 担任总经理这么多年 我看人的眼色 您绝对可以放心 我绝对不可能 你得罪的 他妈是我的祖宗啊 草 你的杂种 给我站在那不用动 你他妈 今天就算是把你那猪脑子磕烂了 也要得到这尊大人物的原谅 我现在过来收拾你 说着 李经理是连滚带爬的冲出办公室 朝着别墅区冲去 他那几乎从不锻炼 偶尔只是跟女秘书 做一些简单的跨越运动的身体 现在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冲向别墅区 四胖子几乎是懵懵懂懂的 听完了自己经理的这番话 他只知道 自己好不容易挺起来的腰板 这下子直接断掉了 扑通 他一下跪在了逍遥的面前 咦 逍遥 你也在这呢 就在这时 一阵惊喜的声音传来 逍遥转头看去 竟然是沈世玉 你怎么在这 逍遥疑惑地问道 我家就在这呀 隔壁的二号别墅 就是我家 你呢 你这是 沈世玉探头看见 屋内一片混乱的场景 哇 你们是这是黑帮互动吗 互动 互动啥 就是你砍我一下 我砍你一下的互动吗 电视剧你没看过吗 沈世玉笑道 逍遥嘴巴抽了抽 嗯 不是吗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嗯 其实是这样的 逍遥简单地把这件事讲了一下 啊 沈世玉转过头一脸愤怒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丝胖子 我记得你 去年你你姐姐姐夫好像还来找我爸谈过合作的 没想到你这人这么缓 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 叫他取消和你们的合作 还有你以后也不再是这里的员工了 沈世玉挥手道 你怎么这样牛逼 说开除就开除啊 逍遥好奇地问道 嗯啊 江河度假区是我家的产业之一啊 这九套别墅也是我家在卖的呀 沈世玉理所当然地说道 逍遥嘴角抽搐 我特么和你们这些妄恶的资本主义拼了 第二十章 隔空将撞弃三重天强者气吐血 丝胖子现在头已经刻在地上了 身躯颤抖个不停 就在这时 有一个西装革履 满头大汗的中年人急匆匆地冲进来 呼呼呼 李经理大口喘着气 他二话不说上来 就是飞起一脚踹在了丝胖子的身上 给你脸了是吧 谁叫你这样对待尊贵的护主先生呢 妈的 老子打死你 砰砰砰 李经理就像是在发泄一般 一脚一脚朝着丝胖子身上踹 丝胖子蜷缩在地上 动都不敢动一下 好了 李雷 别装了 沈世玉轻声说道 哎呀 沈大小姐 您怎么在这呀 您是 李雷转过身 露出哈巴狗一样的笑容 搓着双手一脸谦卑 逍遥是我的朋友 沈世玉吕过挂在额前的秀发 轻声说道 我知道 沈小姐 这次都是我的错 是我欲下不言 我的错 李雷一愣 旋即便是疯狂往自己的脸上抽巴掌 他心里直呼 乖乖和卧槽 这个祖宗 还认识沈世玉 这可是他大老板的千金小姐啊 而且 两个人男未婚 女未嫁 而且一个一表人才 一个清纯美丽 看上去沈世玉还对他维护得紧 这关系以后岂不是要改口叫姑爷了 死 还好得罪他的不是我 不然就得去找块砖头拍死自己了 李雷心脏匡匡急跳 庆幸之余又有劫后余生的那种心有余悸 该死的丝胖子 真的坑 草 想到这 他又一个空中旋风 回旋梯踹在了他的身上 好了 李雷 别打了 打出问题 你自己去坐牢啊 沈世玉错了错柳眉 这李雷他熟 虽然是度假区的经理 听上去牛逼哄哄 其实不过是这山庄九栋别墅的管家 平常见了护主 那是一个产妹 脊背基本是没有直起来的时候 简直是天生奴才圣体 竟然赶得罪萧先生 我看还不如打死的了 李雷恨恨地催了一声 丝胖子一阵颤抖 不敢说 他现在多说一句话 都是罪 吸一口空气 那都是罪大恶极 他也气 好一个外甥 专业坑舅舅的 你他妈不是叫王思玛吗 又不叫王思玛 怎么坑到老子头上来了 丝胖子心里 恨不得把这个小崽子抽筋扒皮 好了 你找人来清理一下 乱糟糟的都是垃圾 怎么住啊 逍遥嫌弃地甩了甩手 接着便对着长母等人开口 长阿姨 你和念涵先去楼上 选一个喜欢的房间吧 对对对 这位女士还有这位小姐 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号别墅 可是江河山庄的楼王 地上三层 地下两层 占地 李雷立刻谄媚地迎上去 二位若是喜欢安静点的房间 我个人建议是在三楼 三楼一共四个房间 坐北朝南 他跟着两人朝着楼上走去 沈诗运则是拿出了一个电话 喂 爸 那个王可奇 和斯科福父亲的儿子 得罪了我的朋友 嗯 很重要的朋友 好的 谢谢爸 沈诗运挂断了电话 逍遥 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 我们沈诗集团 会取消和他们王家的一切合作 怎么样 我厉害吧 他双手背在身后 笑盈盈地问道 厉害厉害 今天请你喝酒 逍遥笑着道 趴在地上的丝胖子 浑身一颤 完蛋了 这一下子 不仅自己完蛋了 就连姐夫姐姐一家都完蛋了 要知道沈诗集团在商业领域可是青蓝市的标杆啊 要是沈诗集团单方面终止和他们的合作 那么整个青蓝市敢和他们合作的企业也基本没有了 王家距离破产已经不远了 距离什么天桥打地铺的生活也不远了 叮铃铃铃铃铃 果然没过一会 黄毛的电话就响了 黄毛已经被逍遥打得在地上呻吟了 动都动不了 更别说去接电话了 那就只能靠他撕胖子去做这件事了 喂 草泥马的小畜生 你肯금到底干了什么狗事情 一接上电话 那头就传来了自己姐夫的咆哮声 不是 草我妈 我妈不是你的丈夫娘吗 撕胖子满头的黑线 姐夫 冷静点 是我 是我呀 四胖子轻声说道 曹尼 姐 哦 是阿人啊 司马呢 这个小畜生 你问问他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得罪了什么人 沈家突然要和我们解约了 老子一千万的资金压在上面 房子和车子都抵押了 曹曹曹曹 电话那头的声音听上去 就像是在发疯 王司马的父亲已经火急攻心了 姐夫 事情是 四胖子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 噗 吐血的声音传来 你们两个坑逼 我认你妈的 噗通 众物倒地的声音传来 接着电话直接砸在了地上 自动挂断了 喂 喂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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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胖子扯着喉咙喊了半声 不见回应 叮 恭喜宿主 将撞气进三重强者气吐血 血气值加40 零点加400 逍遥 不是我干嘛了 这就被吐血了 隔空施法了 逍遥一脸的猛逼 这特么就是人在家中坐 服从天上来 那这样的话 他还是很期待富二代多来惹他的 最好是那种打了小的来的老的 他就能一锅端了 这些富家子弟一个个都很有钱 灵气复苏之后 境界差不到哪里去的 好了 滚吧 滚吧 逍遥一脸厌烦的挥挥手 有几个还有行动能力的年轻人赶忙从装死中爬起来 低着头就往门外冲 垃圾带走 不然今天就留在这里吃晚饭吧 和他一样的套餐一份 逍遥指了只躺在地上抽出的黄毛 他满嘴都扎满了玻璃渣子 几个年轻人浑身一颤 赶忙折回身收拾起来 有个年轻人看见地上有液体 找不到餐巾纸 直接低下头舔了起来 那叫一个脉力 逍遥都看得一阵恶寒 好了吧 逍遥 事情解决了 有机会我来找你玩哦 沈世运背着手看了看 你家这装修就是比我家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选一号别墅 明明是自己家造的 沈世运看了看别墅的装修 嘟着嘴碎碎念 待他离开后 逍遥回了房间 算算时间 距离上一次的吃猪果 好像也过去三天了 他心念一动 从系统背包中取出了猪果 炼髓期 我来了 第21章 踏入炼髓 我真不是萝莉控 系统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五夫净链骨七 血气值达到600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五季 八极拳 黄极上品 竹锋布 黄极中品 流星刀法 玄极中品 降龙十八掌 玄极上品 物品 药光刀 下品宝器 百年诸果X2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血气值 五百四十九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四 零点 八百三十二 评价 够资格把小去掉了 撑得上一句菜坤 逍遥握紧了手中的猪骨 而后一口将其吞下 哄 一股恐怖的力量流淌在身体之中 在黑夜之中 逍遥的身躯竟然在发光 油内之外地散发出淡淡的光泽 哄哄哄 她浑身的肌肉都发出了阵阵白眼 强烈地刺骨疼痛传来 有点痛 这就是练水吗 逍遥的面色扭曲 她死死地握紧拳头 皮肤通红 就像一块刚出炉的烙铁 哄 随着身躯一阵轰鸣 她的境界成功达到了练水之境 这一境界的特征 便是水如拱液 这就是炼化水期吗 和前面四个境界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难怪要两百的血气值 太强了 灵气怎么还没复苏啊 我已经控制不住要征战强敌了 逍遥发出低声的吼叫 哪怕只是震吼 我就能隔着十米 将人的骨膜震碎 比起那百兽之王更甚百倍 这就是踏上修炼之路的力量吗 逍遥挥起一拳击打在空气中 轰隆隆 阵阵阴浪翻滚 最后轰击在墙壁上 一个浅浅的权硬出现 驱使风别可隔空杀敌 虽然没有小说里 写的静气外放这么夸张 但是我的实力 已经不弱于都市文中所谓的化镜宗师了 一旦到了撞气境 能够使用真气之后 我的实力还会提升 逍遥脸上浮现笑容 第一 发布系统主线任务 请宿主在七天内突破撞气境 任务成功 开启白银级抽奖转盘 白银十连抽机会一次 拔刀真意 灵元丹X3 任务失败 惩罚无 主线任务 七天突破撞气境 好好好 逍遥轻笑 他觉醒系统 至今也才七天罢了 七天之内突破撞气境 真的不算难 再锻炼一下松鹤断体术 后天就要去武馆了 化镜宗师 应该能为我提供不少的血气质吧 逍遥目光闪烁 眼中是浓浓的期待 等到灵气复苏之日 便是他大杀四方之时 那仙门中人 若想在人间胡来 还得问问 他逍遥同不同意 第二天 逍遥哪都没去 他在院子里练了一天的松鹤断体术 果然 黄极功法的潜力 在武附近 就已经到头了 逍遥思索 他练了一天 也才增长了十几点的血气质 聊胜于无霸了 不过 这门功法倒是不能浪费掉 我要是用不着 可以交给念涵 想了想 逍遥叫来了念涵 逍遥哥哥 你叫我来干什么 我还要做作业呢 常念涵疑惑地看着 穿着宽大练功套的逍遥 念涵 你想不想成为武林高手 逍遥问道 武林高手 真的吗 逍遥哥哥 你不会再骗我吧 常念涵露出狐疑的眼神 但又隐隐约约透露着期待 逍遥知道 小丫头平日里没啥爱好 就喜欢看书 还喜欢看那些武侠小说 对书中的那些 各快以江湖的大侠 崇拜至极 当然不可能骗你了 你看啊 逍遥缓缓抬起左脚 而后轻轻一踏 轰咖 轻石板被他一脚剁碎 而后逍遥再度施展出八级拳 隔空一拳挥出 呼 拳风呼啸而出 七八米之外的花丛中 鲜红玉滴的玫瑰花 被他一拳震了个粉碎 好厉害 这是真的吗 逍遥哥哥 你这真的不是魔术吧 常念涵惊喜地大叫起来 当然是真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 你想不想学 想 逍遥哥哥 你可以教我吗 当然 现在你跟着我的动作一起做 虽然一开始会很难 但是你一定要跟上 多做几遍就好了哦 逍遥摆起了松鹤段 提树的起手势 好的 好的 小丫头一脸惊喜 兴致勃勃地跟着逍遥的动作 刚开始确实很难 好几次差点跌倒在地 不过跟了几遍后 常念涵就能跟上了 小丫头资质不错啊 逍遥轻笑道 在系统的显示下 灵器复苏后 常念涵会达到五夫境巅峰 可那是他孤身一人 没有任何金钱和背景的情况下 凭借自己努力达到的境界 说明小丫头的天赋 必然是极好的 现在有了逍遥的教导 她未来的成就 只高不低 五夫境绝不是她的终点 壮气竟也不是 逍遥哥哥 我觉得 小夫有一股热气在窜 那是什么 好舒服啊 常念涵小脸通红 甚至身体扭捏 红唇微张 逍遥顿是觉得 头大起来了 念涵 别说话 别说话 逍遥想要阻止 可已经来不及了 啊 好舒服 完蛋了 逍遥轻抚额头 这下 自己跳进黄河也喜不清了 自己要变成喜欢小萝莉的萝莉控了 大变态 一事英明啊 果不其然 楼上传来长衣的喊声 念涵 小笑 你们在做什么 紧接着 逍遥 我来找你了 你在干嘛 我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叫声 好事不来 坏事成双 沈诗运也走进了逍遥的家中 而此时 长念涵小脸扑红 红到了耳根子 一身也是香汗淋漓 她逍遥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逍遥 你们在干嘛 果然一转头 就看见沈诗运气呼呼的身影 而长念涵 因为练功太累 也脱掉了外衣 里面只有一件白色的贴身小背心 细白的锁骨 在太阳底下泛着光泽 宛如大理石一般细腻 楼上的长母 也探出身向她投来怀疑的眼神 我尼玛 逍遥现在是欲酷无泪 第22章 静明武馆 行义拳宗师 vs昆拳宗师 所以都说了 我们刚才是在练功啊 你怎么不信啊 嗯嗯 我真不是罗利控 嗯嗯 你要相信我 我逍遥是正人君子 而且念涵才几岁啊 我再即可 也不可能对一个16岁的小丫头 做这种事情的 嗯嗯 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嗯 嗯嗯 你被N了 我也教你一次你就知道了 半个小时候 啊 好舒服 逍遥真的好舒服 再来一次 逍遥 沈世韵脸色飞红 她轻咬红唇 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随着身躯的晃动 完美的身姿若隐若现 实在是太 亮眼睛了 该死的 妖精 这是在诱惑谁啊 她可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呢 逍遥侧过头 能解释清楚就好了 逍遥 你该不会真的是什么 大隐隐于世的武林高手吧 沈世韵好奇地问道 真的 真的 逍遥哥哥可厉害了 她一脚就能把青石板地踩碎 长念函频频点头 眼中充满了崇拜之色 哇 逍遥你这么厉害啊 能不能表演我看看 沈世韵眼睛发亮 扑过来抓住了逍遥的手腕 不好意思 我的武术只杀人 不表演 逍遥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推开了她的手 妾 文明社会 你还想杀人 那你的武术 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展现了 沈世韵不以为意 逍遥笑而不语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等灵气复苏了 别说杀人了 我跑去东营那个国都 没人敢叽叽歪歪 不然直接遇见千里 顶她头上去 好了 吃饭了 天黑了 逍遥洗了把手 朝着里屋走去 嗯哼 还没尝过长衣的手艺 念寒我今天在你家蹭的饭啊 当然没问题了 诗韵姐姐 我妈妈的手艺可好了 两人手完手 看上去就像好姐妹一样 关系好极了 其实我还想尝尝逍遥的手艺 诗韵姐姐 我劝你打消这个不成熟的想法 为什么 看见常念寒 一脸严肃的表情 沈世韵不由地感到好奇 逍遥哥哥做的饭 威力比毒药都可怕 我拿去喂流浪狗 流浪狗闻了一口 就跑去垃圾桶翻吃的了 啊 笑死了 逍遥 你做的饭狗都嫌弃啊 逍遥 第二天 逍遥起来的一大早 她从别墅走出 度假区有司机开车 将她送到了青兰市 鼎鼎大名的静明武馆 静明武馆的老师傅 今年已经62岁了 可看上去 却像是一个中年人一样 头发茂密 天庭饱满 每一步都走得稳健有力 浑身上下 更是散发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息 她是青兰市武术协会的会长 也是出了名的行义拳宗师 早年曾经是大厦军方一位大人物的贴身保镖 在整个武术圈子里 都是名声显赫 一旦武术达到化镜宗师的高度 身体各项机能也会延迟衰老的速度 所以 一般的国术宗师 年岁都在100到120岁之间 最长寿的 要数三四年前 寿终正寝的那位太极拳宗师了 硬生生活了141岁 差点打破人类寿命极限 震惊世界 哎呀 今天是洛宗师绝坤拳宗师 这宗师间的对决 倒是好些年没见过了 是啊 上一次还是16-17年前吧 八卦掌宗师和洛宗师的那一战 半个国术圈的人都来了 那一场真的太惊艳了 就连洛宗师背后的那一位军方的大人物 都被惊动了 数不清的名流商谷到场 更有魔都 帝都的一些百年世家 场面堪称盛会啊 可惜 那一战结束后 没过多久 就有岗宗师宗师被黑帮拿刀捅死的新闻传出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一下子 我国术界名落山探 如今是一天比一天没落 而洛宗师也从军方那位大佬身边退了下来 来这青蓝市 开了一个武馆 现在国术界青皇不接 都靠我们这些老东西撑着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昆泉宗师 我倒是好奇得紧 是啊 要是能通过这一战 再度为我国术造势就好了 毕竟这几年 我那武馆真的是人才凋零 今年才收了三个入室弟子 我比你好不好哪里去 我才收了两个 一位白发的宗师叹气说道 两人是青蓝市隔壁家市和宁市的宗师 一位是永春全宗师 一位是通辈全宗师 都已经九十多的年纪了 可是因为门下弟子 再无一人能达到宗师之境 继承自己的位置 所以迟迟无法退下来安享晚年 年纪一把 还得每天交拳 多少年没冒出新进宗师了呀 这昆泉宗师听说还很年轻 才二十七八岁 好像叫什么成土神 这昆泉是他自创的拳法 便取了名字中土神二字 化作昆泉 二十七八岁 这也就是刚刚出师的年纪吧 真能到宗师 我真的有些怀疑 这昆泉宗师的含金亮了 而且还自创拳法 真的可靠吗 要知道 洛宗师的行义拳 那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民国时期 行义拳在整个华夏武术界 那都是鼎鼎大名的 这什么昆泉 能和行义拳比 不过也不能忽视天才的存在 历史上的弥宗拳宗师 或宗师 三十多岁的年纪 就已经是金门第一了 不知道多少宗师高手 败在他的手上 是啊 是啊 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际 不可小缺任何一人啊 几位宗师汉手 今日这静明武馆 也算是热闹至极 不仅有武术界的几位宗师 还有青蓝市知名的企业家 包括青蓝市的市长 书记 各种协会的会长 都有来捧场 爸爸 今天怎么这么多叔叔伯伯来这里啊 这武馆这么厉害吗 一辆奔驰商务车上 下来几个人意 为首的是穿着西装 面色刚毅 看上去气势逼人的中年人 他就是青蓝市最大的企业 价值几百亿的 沈市集团掌门人 沈弘义 而身旁跟着的 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沈家大小姐 沈诗玉 以及沈弘义的保镖 阿中 听说是一位退役士兵 曾在华夏最优秀的部队中服役 兵王中的兵王 当然了 今天是国术界的盛世 行义拳落宗师 对决新进的昆泉宗师 这可是大事情 也就是放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年代了 要放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 宗师对决 大半个华夏的名流商骨 都要赶来赴会 就连国家都要全力造势 摩都 帝都 深城 港市 航城那场面 我当年有幸 跟着你爷爷见过一面 那是真的惊人 有不少几百年传承的世家 都有人到场 沈红毅惊叹道 切 武术再厉害 不也还是怕子弹吗 那些宗师再厉害 能挡得住子弹 沈世运不以为意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国术才逐渐没落的 上个世纪 那些大人物 找贴身保镖 硬性要求 就是你必须是国术高手 一年的薪资 那都是五百万往上的 你说惊不惊人 不像现在 国术高手都沦落到开武馆了 富豪们找保镖 也从退伍士兵 亦或者国际的 大型安保公司招人了 不过洛宗师不一样 他当年是一位 军方大人物的贴身保镖 给人家挡过子弹的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来这里给他面子 一会进去了你多看 多听 多学 少说话 听见了吗 沈红毅严肃地说道 嗯 我知道了 爸爸 不过我那朋友 也会误说 他也是很厉害 脚就这么一塌 轻石板都被他震裂了 沈世运说道 这算什么 进去了你就长见识了 沈红毅挥了挥手笑道 小姐 一脚踏碎轻石板 不是男士 国书界不少人都能做到 阿忠也出声说道 是啊 诗运 和宗师比起来 你那朋友 也就是三脚猫功夫了 沈红毅挥挥手 不在意地道 上次你叫我解除 和王家夫妇的合作 就是因为他吧 沈红毅露出笑容 你这么在意他 是男朋友吗 爸你在胡说什么呀 沈世运娇称道 我的宝贝女儿 这青岚是你配谁配不上 你要喜欢就去追求 都说女追男阁层杀 我还真不信 哪个男人能挡住 我沈红毅女儿的魅力 不过 老爸丑话说在前头 我未来的女婿 绝对不能是一个 一无所有无能之辈 第23章 丁 宿主遭遇神海进抢者 哎呀 爸 我可没有喜欢的人 你不要乱点鸳鸯谱啊 沈世运推了自家老爹一把 而且 我要是真的喜欢一个人 才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 只是单纯的 喜欢他这个人而已 你们的世界太物质了 我不喜欢 沈世运摇头道 好好好 你说了算 我们先进去吧 沈红毅笑着 几人走入了静明武馆 一众商界大佬 赶忙上来寒暄 簇拥着沈红毅落座 而此刻 在车来车往的街头 有一个魁梧的壮汉正 翘首以盼 望眼欲穿 好像在等待什么人 喂 唐猛 你在等谁啊 有个尖嘴猴塞的中年人 用手肘捅了捅他 该不会 交女朋友了吧 你小子 不声不响的 可以啊 孙强猥琐地笑着 跟我说说呗 什么感觉 三十多年还不知道 女人是什么味道呢 孙强一脸的淫荡 甚至还舔了舔嘴唇 女你妈 我再等一位大人物 你知道个屁 大人物 有多大 唐猛 你我还不清楚 你能认识什么大人物 孙强一脸的怀疑 你该不会被人骗了吧 你这憨厚的模样 骗子最喜欢了 我告诉你 唐猛 你可得小心点 别被人骗去免北嘎腰子 不然你女人都玩不上 骗你吗 傻逼 我今天在等的是一位舞蹈宗师 你懂个屁 唐猛一巴掌 甩在孙强的头上 可孙强不仅不在意 更是瞪大了眼睛 舞蹈宗师 真的假的 你竟然认识这种大人物 死 这可不要太牛逼啊 那这位宗师 愿意收你做徒弟吗 唐猛一汉地摇摇头 那肯定是你没有天赋 我就不一样了 天赋一饼 等宗师来了 一定会收我为徒的 孙强咧嘴笑道 唐猛白了他一眼也不说话 就当他大白天做梦说梦话了 就在这时 一辆出租车缓缓驶来 在一众豪车之中 显得异常扎眼 唐猛视力很好 一眼就看见了出租车里的逍遥 来了 宗师来了 哪呢 在哪呢 孙强一击灵 胆忙伸长了脖子 四处张望 只见从出租车上 一个穿着白色T恤的年轻人 走了下来 萧宗师 唐猛一脸恭敬地迎上去 萧宗师 我来为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朋友 孙强 你好 我叫萧瑶 萧瑶面带笑容的汗手 你确定这是宗师 孙强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 这还不到二十岁吧 这特么是大学生吧 你叫他宗师 你别开我玩笑 孙强将唐猛拉到一旁说道 我有必要骗你吗 宗师是能拿来开玩笑的吗 我真不信 这么年轻的宗师 那昆泉宗师二十多岁 已经够离谱了 你这直接超级加倍了 他几岁 十九 二十 萧宗师今年十九岁 十九岁的宗师 是你脑子有病 还是我脑子有病 他在娘胎就开始练武了 他练什么拳呢 八级 不信不信 八级宗师 这种至阳至刚的拳法 要想成为宗师 体魄最起码得跟上码 不说榜大妖元 但绝对不可能像他这副瘦小的模样 走吧 唐猛 萧瑶淡淡地开口道 不信是正常的 要是他自己 他也不信 只是 他不需要解释什么 等他把这武馆的宗师全部镇压了 自然就有人信了 好的 好的 唐猛应声道 接着他看了眼孙强 你爱信不信 便带着萧瑶前往静明武馆 叮 检测到宿主 即将进入强大宗门 强者众多 请宿主谨言慎行 缩着脑袋做人 逍遥 我偏步 我就要重拳出击 唐猛带着逍遥 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坐下 磨 萧宗师 坐在主位的那个 就是这静明武馆的馆主 行一拳宗师 洛宗师 唐猛指着最中央位置 那个穿着练功服长相精悍的中年人说道 洛宗师今年都六十有二了 可看上去 却和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 一般无二 逍遥眯着眼睛 打量着洛宗师 那洛宗师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猛然转过头来 叮 撞气巅峰强者 关注宿主 宿主危险 危险 撞气巅峰 这家伙也不怎么样吗 难道是年纪大了 已经过了修炼最好的时候了吗 不过 撞气巅峰 是他见过仅次于沈世运的强者了 镇压这个强者 一定能给他带来不俗的血气值和零点 哇 那边几位是其他地方的宗师 他们分别是 唐猛一一介绍 习武之人六绝灵敏 很轻易就能感知到 他人的视线和目光 逍遥不加遮掩的打量目光 一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也因此触发了系统提示 叮 撞气五重天强者 关注宿主 宿主危险 危险 叮 撞气八重天强者 关注宿主 宿主危险 危险 叮 撞气六重天强者 关注宿主 宿主危险 危险 叮 叮 宿主被太多强者关注 状况紧急 宿主速速逃命 大多数都是撞气境 看样子 一般人撞气境就是天花板了 想要到命拳之境 还得是天赋一柄之人才可啊 逍遥妈撒着下巴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黑色练功服的年轻人男人 从场中走了出来 快看 萧宗师 他就是今天的挑战者 昆泉宗师 成土深 这昆泉 是他自创的拳法 取名字中土深二字 称为昆泉 唐蒙解释道 定 定 定 宿主遭遇神海静强者 宿主遭遇神海静强者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宿主遭遇神海静强者 神海静 逍遥的眼睛顿时睁大了 这可是命拳进之后的境界 神海静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难以想象 系统 能否查看面板 一千零点 滚 穷逼 你等着 到时候我拿零点砸死你 逍遥破口大骂 接着他又一脸火热地搓着手 这可是一尊神海静啊 比沈世韵还要厉害 自己要是把他镇压了 这奖励得有多爽啊 根本不敢想 就在这时 随着武馆中有人高声呼喊 成宗师已经到达 现在 昆泉成宗师对决型一拳 洛宗师正式开始 随着一声令下 洛宗师也缓缓站了起来 两人来到了武馆的正中间 第24章 我是来踢馆子的 能不能和我打一场 请 请 下一秒 成土神出招了 昆布 露出鸡脚 画昆首 止音拳 昆山 昆山靠 苏山六世 砰砰砰 两人在场中打得有来有回 好一个昆泉宗师 成土昆这门昆泉不简单啊 是啊 这一套拳法级攻防于一体 甚至加入了躲避和步伐 特别是是那昆山靠 有八级拳贴山靠的几分风采 博彩中长 好一个昆泉宗师 我国术界的星星 当真是厉害至极 几位宗主纷纷点头表示赞扬 成土深的拳法非常之厉害 出手凌厉速度极快 两人短时间都分不出胜负 好了 待我出手了 磕完嘴里的最后一颗瓜子后 逍遥缓缓起身 萧宗师 你这是 唐猛看见萧遥起身 并未朝着前方走去 心中顿时一领 这萧宗师 不会真的是来踢管子的吧 来来来 让一让 让一让 萧遥拨开人群 卧槽 谁啊 别推啊 操 谁摸我头 推就推 你别摸我头啊 哪个傻逼摸老子头 操 哪个傻逼摸我前面那个傻逼的头 害老子吃了一嘴头皮线 萧遥一路推开众人 还不忘一个个摸头摸过去 系统的触发 就是摸头 他现在已经爽翻天了 叮 恭喜宿主镇压状气静一重 血气点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叮 恭喜宿主镇压五附近巅峰 血气值加七 零点加三五 叮 恭喜宿主镇压状气静二重 血气值加三十 零点加三百 叮 恭喜宿主 逍遥一路走来 镇压了不知道多少的强者 血气值和零点都在嘎嘎网上雕声 穿过人群优让他收割了接近一百的血气值 壮气静 能给他提供的血气值简直是不要太多了 七百多血气值了 距离练血静也不远了 逍遥握了握拳头 那些血气值都被他存着 暂时没有动用 他终于挤到了最前排 好了 好了 不要打了 成土申一事强有力的鲲掌刚刚回出 逍遥便是窜了出去 你干嘛呀 成土申破口大骂 突然比武窜出来 你不要命了 我这一鲲掌威力惊人 一掌 能把你脑子都给打熬下去 此时 也有弟子上前来 要把逍遥拉下去 这位先生 现在是比武时候 请你不要捣乱 也有观众皱眉 哪家的弟子这么不懂事 宗师比试的时候来捣乱 丢人泄眼 这要是我家的孩子 非得把他裤子扒了抽一顿不可 宗师对决 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插手的 按照国书界的规矩 是要被逐出师门的 几位宗师都对逍遥指指点点 皱着眉十分的不满 逍遥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 坐在另外一侧的沈世运 看见逍遥也一脸的惊讶 你认识 沈红一问道 沈世运点点头 该不会就是住一号别墅的那个吧 嗯 这小子不太行 得到沈世运的肯定 沈红一脸的失望 本以为能住在他家一号别墅 怎么说 也是非富极贵之人 一个良好的家教 肯定是有的 再加上还会国术 他甚至怀疑 是哪个国术世家出来的 那要是和他沈家结合 那也算是强强联手了 可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这么不懂规矩 这要放在上个世纪 搅乱国术宗师对决 那是要被废掉武功的 世运 以后减少和他往来吧 沈红一轻声说道 爸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十大体 懂规矩 不管是在生意场 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你看他哪里有一点懂规矩的样子 也就两位宗师脾气好了 不然直接一掌将他镇压都没事 沈红一说道 逍遥 那他会不会出事啊 沈世运眼中有点担忧 爸 你帮帮他 再看吧 两位宗师宅心人后 他不见得会出事 沈红一摇摇头 而就在这时 逍遥说出了 让他们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一句话 两位 我是来踢管子的 能不能和我打一场 城土深 落宗师 其他宗师 剩下的人 嗯 还有上面坐着的几位伯伯 你们也是宗师吧 能下来和我打一场吗 在下逍遥 也是一位 用你们的话来说 也是个宗师吧 擅长八级拳 实话 全场实话 无语 全场无语 这小孩是不是和三鹿长大的 不是 他是八级拳宗师 那我就是八级拳创始人了 他要是宗师 我家那二十岁的娃 也是宗师 你家娃儿也是练武的吗 不是啊 他练枪法的 命重率很高 什么枪啊 这么厉害 人人都有一把的枪 一发入魂 已经好几个找上门来要打太废了 六 唐猛狠狠地拍了一下脑门 果然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唐猛 你这朋友 真的牛逼啊 他真以为自己是宗师了 哪怕他是宗师 他一个人要挑战这么多人 那不是胡闹吗 你 哎 唐猛摇摇头 他不想去和孙强解释什么 但是 这一次 他也并不看好逍遥 宗师之间 或许会因为各种因素 有实力上的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不会很大 一个宗师 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好几位宗师的 哎 萧宗师 你还是太鲁莽了 唐猛摇摇头 胡闹 简直是胡闹 世月 你这朋友 我真的没话说 他都不仅是不识大体了 简直是脑子有病 你以后再也不许和他来往了 挑战几位国术界的大家 他到底在想什么 会点武术 就以为自己真的是宗师了吗 简直是 不知所谓 沈宏义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他对逍遥的感官 一跌再跌 现在已经跌到了谷底 小姐 老爷说得不错 这逍遥实在是太灵不清自己了 国术宗师的实力 赤手空拳几十个人 完全不在话下 他一口气挑战好几个武道宗师 那难度更是飙升 能有这种实力的 在这个时代 从来没有出现过 要知道 乱拳打死老师傅 更别说一群老师傅了 赤手空拳 阿中也是如此告诫 哼 沈室运看着下方 嘴角带着笑容的逍遥 脸色变得有些忧虑 大傻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都变成笑柄了 你还笑 第二十五章 一个照面就飞出去了 哎呀 怎么了 几位宗师是 害怕我了吗 逍遥故意露出一个欠奏的皮笑 几位宗师老脸一抽 老子这是害怕 不小心把你打死了 小伙子 你既然练的是八级拳 那你的师父是谁 说出来 老夫可能认识 洛宗师淡淡地说道 我的师父就是我自己 无师自通说的就是我 哼 不知天高地厚 八级拳乃老祖宗留下来的传承 你没有人叫如何习得八级 该不会拿来学来的一点三角猫 就自诩八级拳了吧 有一个宗师 脸色难看的呵斥道 是不是三角猫 隔下来试试不就知道了 还是说你不敢了 逍遥二度挑衅 那宗师顿时勃然大怒 你说我不敢 你一名不见经传的矛头小子 也配跟我打 知道我是谁吗 老夫乃侠士螳螂拳宗师 我麾下弟子随意一人 你都是不敌 那宗师勃然大怒说道 他身边便立刻有弟子请命要上场 东西 你去吧 他招呼了一声 一个弟子走了出来 在下 狗东西 狗东西 好名字 但是你不行 为什么 你被我摸过头 我不跟你打 换个人 嗯 你没被摸过头 救你了 说着 逍遥指向了 螳螂拳宗师身边一个 国字脸中年男子 摸过头就没有奖励了 再打没好处 还浪费体力 不干 好家伙 这小子真会选人 一下就选到了大师兄 是啊 大师兄在在师父身边 习武多年 一身螳螂拳 可以说是收发自如 未来必能继承师父的一波 将螳螂拳发扬光大 几个弟子 七嘴八舌地说道 那大师兄 一脸严肃地走出来 对着逍遥拱了拱手 在下 爱坤 哎 爱坤 好名字 逍遥竖起一个大拇指 你来吧 爱坤二话不说 就朝着逍遥扑了过来 来势汹汹 然后 他就趴地上了 叮 恭喜宿主镇压撞气 竟一重强者 血气值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嗯 挺弱的 要不宗师你来 这时人群一阵哗然 他怎么这么强 爱坤都被他打败了 卧槽 他该不会真是宗师吧 刚才他打败爱坤的那一掌 好像是八级拳中的通天掌 死 真的是宗师 这么年轻的宗师 真的假的 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可不管怎么说 看着逍遥的目光 都带上了几分的好奇 闭嘴 这时 螳螂拳宗师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小子 连我弟子都被你击败了 那就让老夫来会会你 刷 宗师直接扑了过来 然后 动 飞了出去 叮 恭喜宿主 镇压炼谷七强者 血气值加四 零点加二十 这家伙是怎么炼成宗师的 太水了吧 逍遥无奈服额 可这一幕落在其他人的眼中 那可是不一样的了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他一招击败了螳螂拳宗师 我看见了 他刚才用的 就是八级拳中的贴山靠 一下子就把螳螂拳宗师给撞飞了 我的天 他真的是八级拳宗师啊 这么年轻的宗师 这也太厉害了吧 人群中满是惊叹之声 看向逍遥的目光 炽热异常 我去 唐蒙你说的是真的 你带来的这人 真的是宗师啊 孙强拉住了唐蒙的胳膊 一脸不敢置信地说道 我早就说了 他是宗师 你自己不相信而已 哎呀 唐蒙 你也不能怪我啊 毕竟我眼界短浅 没有见过十几岁的宗师嘛 一时口快得罪了宗师 你帮我向宗师道个歉呗 我知道错了 孙强哀求道 我不管这事 你自己去找宗师 唐蒙挥了挥手说道 而另外一边 爸 我就说吧 我这朋友很厉害的 你看他刚才一下就把他什么宗师状 飞了出去 你以后还敢再说他不行吗 沈士运得意地笑着 沈红一眉头紧皱 这次是我小居然了 我沈红一认了 这逍遥倒是厉害 这么年轻的宗师 不错 沈红一的态度陡然转变 就连阿中都露出钦佩的表情 八级圈宗师 我也是不敌 他能再和这个年纪 取得这个成就 属实惊人 听到沈红一认可了逍遥 沈士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爸 你也有看错的时候啊 哼 你爸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没有看错人的时候 你这丫头 说着 沈红一摇了摇头 不过 哪怕他是宗师 迫切想要证明自己 也不应该上来就挑战如此多的宗师吧 要知道 宗师之间实力差距甚小 他想要把其他的几位宗师 当成磨刀石 踩着他们上位 却反倒会把自己这把钢刀磨断 一脚踩空啊 沈红一摇头 而此时 几位宗师终于开始 重视起逍遥了 年轻人 你竟真是八级圈宗师 倒是我国数界后继有人 可你也不该如此自大 以一己之力 挑战我们几人 我们也不都是吃干饭的 有宗师摇头道 宗师们练武用的是嘴巴 几位宗师的脸色难看下来了 好小子 不过 锋芒毕露 刚过一折 我们几位就勉强摸摸你的气眼 几位宗师走了出来 再加上昆拳宗师 和行义拳宗师 总共有七人 永春拳 八卦掌 红拳 炮拳 行义拳 昆拳 魂元行义 太极拳 七大宗师 共同对战逍遥 好 七大宗师 对决八级拳宗师 这是可以载入 国书界史册的消息 太吓人了 我何得何能看到这种场面 宗师对决 这年轻人 哪来的自信 这是七位宗师 不是七位老油条 众人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 几位宗师动了 各种强大的拳法 朝着逍遥身上招呼过去 叮 恭喜宿主 神通广大 击败壮气 进武冲天强者 血气值加六零 零点加六百 叮 恭喜宿主 文武双拳 击败壮气 进六重天强者 血气值加七零 零点加七百 叮 恭喜宿主 实力强大 击败壮气 进八重天强者 血气值加九零 零点加九百 叮 恭喜 此刻逍遥 几乎已经是爽到了飞去 而场外的人 也爽到浑身发抖 因为几个照面的功夫 除了昆泉宗师 和洛宗师以外 其他宗师 都已经被逍遥一招 打得飞了出去 陷入昏迷 第二十六章 宿主神通广大 击败神海强者 磕要了 不是 生化人 玩抽象 花了多少钱 请你们来的 周围的人都猛逼了 这几个宗师 平常一个比一个厉害 什么一个人 打几十个弟子 一拳一个 什么打人如挂画 什么一拳杂穿青石板 今天怎么一个比一个脆 跟脆脆沙似的 被人一招打飞出去了 好 好强 就连国树天才 成土身都吓了一跳 逍遥方才出手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就这么几个瞬间 几位国树宗师 一人一下就被他震飞出去了 他的身体 到底是什么做的 洛宗师眯起了眼睛 刚才几位宗师出手的时候 他亲眼看见 有几机明明是落在了 逍遥的身上了 可是完全没有 对他造成一点的影响 完全造不成伤害 他这体魄 比青石板都要坚硬 好了好了 身体活动开了 让我们继续吧 逍遥甩了甩手 他看着成土身和洛宗师 眼睛发光 尤其是成土身 这是他最想要 镇压的一尊强者 一尊神海境强者 到底会给他 带来何等惊人的礼物呢 上 不要给他机会 洛宗师和成土身 对视了一眼 两人一牵一后 朝着逍遥包抄而去 坤掌 露出鸡脚 坤驾 苏珊六世 化坤手 坤山靠 苏珊六世 杀疯了 杀疯了 坤拳宗师只攻不守 这坤拳好生流畅 竟然隐隐透露出 一股行神合一的节奏感 没想到这坤拳 竟然如此变化多端 这坤拳宗师 属实厉害至极 落宗师也不弱 两人联手 这八级拳宗师 已经避无可避了 只见逍遥被两人 如潮水般的攻势 笼罩其中 降龙 十八掌 哄 一阵阴暴声传出 而后场内腾起一阵 震耳欲龙的龙银声 哄 两大宗师 直接被打飞了出去 成土深 落宗师 所有人 不是 你不是八级拳宗师 这龙银是什么情况 说 你到底是不是修真者假扮的 打拳打出龙银了 搁这打降龙十八掌是吧 我们都是武术 你花锋转变玄幻了 叮 恭喜宿主 神通广大 击败壮气境巅峰强者 血迹值加一百 零点加一千 叮 恭喜宿主 宿主法力无边 击败神海一重强者 奖励金刚不坏之身 赤消真灵气 果然 我就知道有好东西 逍遥咧嘴一笑 先不管啥东西 只要是好东西就行了 效果回去再看 承认承让 他笑着对目瞪口呆的众人拱手 下一秒 人群骚动了起来 刚才那声龙银是什么情况 不是我刚才看那八级拳宗师一掌拍出 空气都扭曲了 武术能力还到这种程度 不是 他是修真者吧 总不能是灵气要复苏了 修真者要出事了 你搁这做梦 就在众人 想要结交一番 这位实力强大的八级拳宗师 可逍遥人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喂 萧宗师 您去哪了呀 武馆现在已经彻底乱了 大家都想着 要和你见一面呢 唐蒙给逍遥打了的电话 电话那头非常的嘈杂 唐先生 我青海武馆 承邀萧先生去讨论武术 青海武馆算什么牛马 当然得我们宏图武馆优先 萧先生 年薪五千万 可有兴趣来给我做贴身保镖 萧先生 我丈夫在港市出差 你要给我做贴身保镖吗 我们可以贴身交流一下 逍遥听得头皮发麻 还好他溜得快 我已经走了 不要找我了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小伙子 前面就是鹿岭了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年轻人我劝你别一个人上山 最近听说这鹿岭 有野生动物出没 危险得很 司机将车子停在郊外 不远处有一座寂静的山岭 山岭之外还围着铁网 上面写着野生动物出没 危险 得字样 晓得的 谢谢师傅了 逍遥付了钱之后 走下了车子 还好青岸市还有这么一座荒山 没被开发商承包 逍遥笑了笑 翻身越过铁网 整个人直接冲入了鹿岭之中 先把实力提升上去好了 系统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五夫净链髓期 血气值达到600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攻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金刚不坏之身 玄极中品 武技 八极拳 黄极上品 竹锋布 黄极中品 流星刀法 玄极中品 降龙十八掌 玄极上品 物品 耀光刀 下品宝器 百年诸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血气值 1364 蓝星正常成年人的血气点为4 0.3872 突破 心面移动 逍遥直接突破 哄 他浑身的血气都在翻滚 好似沸腾的热水一样 烧红了他的满身皮肤 同时 五脏六腑好像有火焰在炙烤一般 无比灼热 吼 逍遥发出低吼声 一拳朝着空气中打去 碰 拳风震荡 不远处 一棵虚异人环保的大树 被他一拳砸断 目屑纷飞 成了 这就是五夫境巅峰 逍遥用力敲了敲自己的身体 哪怕是子弹都打不穿 接下来 就是你了 青龙宝雪 一滴金色的鲜血 悬浮在手中 撞气惊 老子来了 哼 逍遥一口吞下了青龙宝雪 啊 震天动地的龙吟之声 在山谷之中炸响 哼 逍遥的身躯 剧烈颤抖了起来 好痛 感觉快死了 卧槽 这死马系统 怎么不告诉我 这么痛呢 他那已经被淬炼完毕的身躯 竟然被这青龙宝雪 进行了第二次的淬炼 经脉宽度 扩展了整整十倍 一身的气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飙升 逍遥感觉自己 现在就是一个人形凶兽 一身的血气 甚至隐隐约约 能化作实质 当血气完全爆发出来 子弹都难以进他周身 行走间就宛如一个小太阳 那该是何等的恐怖 已经是人间武神般的存在了 好了 身体淬炼完毕了 直到那股疼痛感一点点减弱 逍遥知道他马上就要进击了 第二个境界 撞气境 第二十七章 突破撞气 人形导弹般的强大 青龙宝血的力量还没有用完 在宝血的作用下 逍遥感受到自己丹田之中 有一股气越来越壮大 定 检测到宿主即将晋升撞气境 真气自动转换为赤消真灵气 原本普通的真气 顿时变得无比壮大 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他周身爆发而出 一种真气 原来这赤消真灵气 是一种真气 逍遥狂喜 一种真气 不论在威力和特性上 都远远超过普通的真气 而这种真气 在命全境真气 转换成灵力的时候 威力也会飙升 从长久来看 这奖励算是极其惊人了 世俗之人和仙门弟子之间 最大的差距 从来都不是境界 而是各种功法武技 以及宝物 仙天的基础等等 而在逍遥这里 他的仙天基础 比仙门弟子还要扎实 毕竟仙门弟子 不可能拿青龙宝血 来淬炼身躯的吧 嘿嘿 灵气复苏 有点小期待呢 体内的赤霄真灵气 在扩大 随后流淌在经脉之中 贯通在四肢百骸 叮 恭喜宿主 静声撞气境 系统面板更新 叮 白银抽奖转盘开启 奖励发放 白银转盘十连抽机会 拔刀真意 临云丹 哄 逍遥从系统空间之中 掏出了药光刀 而后 赤 拔刀 恐怖的压力覆盖了前方 下一秒 一道恐怖的刀光破空而出 噼里啪啦 数十棵大树轰然倒塌 强 这是真的强 逍遥狂喜 这拔刀真意的特性 就是极致的锋利 极致的快 一刀出 万物皆能被劈开 抽刀断水 一刀横僵 再搭配上流星刀法 那威力是真的强大的离谱 叮 检测到青龙宝雪和降龙十八掌属性相似 降龙十八掌 进阶为降龙神掌 再度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逍遥看了一眼 原本旋即上品的降龙十八掌变成了地级下品 好好好 这个好 爱了爱了 降龙神掌 哄 逍遥大吼一声 一掌拍出 啊 震天动地的龙音声回荡在山岭之中 一道由真气凝聚而成的杖大神龙飞了出去 哄哄哄 前方百米范围所有的东西都被这一条神龙摧毁 简直就像是被导弹炸了一样 威力强大的离谱 太离谱了 我的乖乖 变成人形导弹了 逍遥张大了嘴巴 这要是在城市中来 这一掌不得打穿一座大楼 我看看 还有什么 哦对 金刚不坏之身 逍遥握紧了拳头 砰砰砰 她掌心的空气都传来了一阵阵阴暴之声 空间都微微扭曲起来 这金刚不坏之身一开 蓝火加特林都打不死我 逍遥咧子一笑 对了 白银抽奖 试试看 虚幻的白银转盘出现在眼中 臭 哗啦啦 转盘转动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品之物品 九十九朵玫瑰花 送给你的女神 你就是最棒的甜狗 叮 恭喜宿主 获得普通品之物品 华夏必一千万 宿主终于摆脱了穷逼的身份 可喜可贺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不入流物品 烧烤香料一套 加油 去摆摊吧 少年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黄级中品武器开山拳 垃圾武器没什么特色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血气单方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优秀品质物品 玄级中品身法 踏血无痕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优秀品质物品 夏瓶宝器 刘金追风靴 倒是没有爆出什么特别惊艳的东西 不过宝底倒是会高出许多 像什么血气单方和开山拳 对他来说的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目前 逍遥对于玄级以下的功法武器 他看都不看一眼 不过 这身法和宝器还是有用的 他将刘金追风靴给取了出来 而后穿上 这宝器自动幻化成了一双休闲的鞋子 感觉像是脚下生风了一般 踏血无痕 刷 逍遥脚踩虚空一瞬间 功夫竟然冲出去了两百多米 厉害 以后我也是古代大侠 有飞檐走壁的能力了 这一次不亏啊 逍遥笑得何不拢嘴 系统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撞气静一重 真气值达到二百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金刚不坏之身 玄极中品 武器 八极拳 黄极上品 逐风步 黄极中品 流星刀法 玄极中品 降龙神掌 地极下品 踏血无痕 玄极中品 开山拳 黄极中品 物品 药光刀 下品宝器 流星追风靴 下品宝器 凌元丹X3 烧烤调料 玫瑰花 血气单方 百年诸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真气值 110 0.3872 评价 走出新手村的小菜机 这血气值变成真气值了 那么 凌元丹的作用是 凌元丹 一颗为宿主提供30点真气值 三颗吃掉 更好能达到撞气静二重 心念一动 逍遥将凌元丹三颗一起吞下 哄 不 感受到体内的赤消真灵气壮大 它的实力再度提升一重 叮 系统提示 宿主已达到撞气静 从今往后 镇压五肤静强者不提供奖励 逍遥 傻逼系统 蚊子腿再小不也是肉 五肤静怎么拟了 这世界 难道不就是由千千万万的五肤静组成的吗 没有五肤静的衬托 怎么突出你撞气静的强大 简直是把吊无情的家伙 算了 不管了 找找看 有没有强大的凶兽 逍遥摇头晃脑的四处张望着 叮 检测到妖兽群 白月银狼 哦吼 想睡觉就来枕头了 不知何时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黑暗中 一对对绿色的眸子 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正愁一身实力无处发挥 小宝贝们 你爷爷 我来了 降龙神掌 哄 逍遥抬手指甲 一巴掌呼出 金色的神龙 照亮了夜幕 一堆的野狼 直接浑身汗毛到树 发出要死妈的尖叫声 大哥 你这是杀鸡用屠龙刀啊 我们只是普通野狼 你大可不必这么瞧得起我们的 普通一点就好 真气宝贵 你珍惜一点用啊 降龙神掌一出 这几十头野狼 全都被打成了渣渣 叮 宿主实力强大 击杀撞气 一重妖兽 白月银狼 真气值加一 叮 宿主实力强大 击杀撞气 二重妖兽 白月银狼 真气值加二 叮 这狗系统 这真气值加的是真手 而且零点也没了 逍遥破口大骂 他这一掌下去 宰了三十多头银狼 真气值就加了五十多点 不过这响龙神掌 威力也太抽象了 一掌下去 骨灰都扬了 本来还想找点 强大的妖兽烤了吃的 逍遥摇摇头 算了 狼肉也不好吃 希望更深处 有强大的妖兽给我宰吧 逍遥转头朝着山林的深处走去 第二十八章 宿主危险 遭遇命全境大妖 逍遥 熊肉好吃 爱吃 怎 怎么办 我 我也不知道啊 这里都没有信号 电话 也打不了 念寒 我们该不会 要死在这里了吧 都怪你们 卓越 苏星 都是你们要来这什么冒险 现在迷路了 还有狼 你说怎么办 别怕呀 柳家 我 我带了打火机 卓越带了木剑 对 对吧 名叫苏星的小伙子拿着手上的打火机 那是他们四人在黑夜中唯一的威光 有什么用啊 打火机 吓狗还有用 吓得着狼吗 还有你 卓越 带个木剑 你带个铁棒都比这有用 带把木剑 你是想要烧火吗 柳家怒声对着两人骂道 我 我可是 剑 剑尘 我的剑 就是 就是个屁 卓越你个重二病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做梦 你要是剑尘 就去把那头狼杀了呀 不 不太行 我的通天剑 此刻尚且在封印之中 不过 如果我能觉醒前世的 神经病 卓越你没救了 柳家都快哭出来了 他还有大好的年华没有享受 今天就要葬身狼妇了 念寒 怎么办 我们就要死了 我好怕呀 四人已经退到了墙角 苏星手中拿着一只蓝色的打火机 一点点的火光映照出四人恐惧的脸庞 在四人前方十多米的位置 有一条灰毛野狼正对着四人呲牙咧嘴 凶意毕露 完蛋了 完蛋了 我的打火机快要没火了 剑尘快上 把那头狼杀了 苏星看着打火机的火焰 一点点变得微弱下去 脸色无比的慌张 可恶 如果我能恢复前世的修为 解封啊 我的通天剑 卓越握紧了手中的木剑 身子颤抖个不停 众二病 卓越你还要保持这个设定到什么时候啊 柳家泪眼汪汪 我要是能活着出去 一定要和你这个众二病绝交 他扯着嗓子 就在这时 打火机的火灭了 苏星怎么也打不起来 完蛋了 打火机的火灭了 都怪你柳家 你叫这么大声干嘛 啊 你怎么好意思 怪我 要不是你带我来这里 会发生这种事情吗 完蛋了 要死了呀 啊 野狼发出一声怒吼 朝着四人扑了过来 逍遥哥哥教过我的 教过我的 就在野狼要扑到四人身上的那一瞬间 这个是 八级拳 通天 长 长念寒闭上了眼睛 一掌朝着狼的下额处拍去 碰 那野狼直接被他一掌拍飞了出去 在地上打了几个跟头 接着发出一声哀嚎 逃入一旁的密林中 啊 着了 这时 苏星举起了手中的打火机 三人一脸猛逼地看着长念寒 念寒 你也太厉害了 原来你会武术啊 刚才你一掌拍飞了一只狼啊 柳家一脸惊喜地紧紧抱住长念寒 将头埋在他那对出具规模的小笼包中 妈撒妈撒 厉害厉害 念寒你太厉害了 你比他们两个废物厉害多了 一个中二病 一个大蠢驴 柳家又哭又笑 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清醒 你们两个学学念寒 两个大男人一点都不靠谱 哼 柳家插腰不屑地说道 长念寒也有些猛逼 他自己什么时候有这么大的力气了 难道就因为之前和逍遥练的 那几个动作吗 这时 卓越倒是妈撒着下巴 念寒 你刚才用的那招 是八级拳中的通天掌吗 啊 我不知道啊 是我的一个凌家哥哥 教我防身的 我那哥哥很厉害的 他会武术 单脚一跺就能跺碎青石板 卓越的眼睛顿时亮了 果然 这俗世中存在着隐藏之身的强大力量 若非我失去了前世修为 也当在这茫茫人间 留下惊天动地的名号 通天见神之名 勇士 哀诱 卓越赶忙捂住了脑袋 有完没完 卓越你还要搬你那 设定到什么时候 柳家骂道 卓越摸摸脑袋不说话了 可惜 凡俗之辈并无法理解我之所思 柳家 常念寒 苏星 别吵了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不知道等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冒出来呢 而且 狼都是成群出没的 这头狼很可能是去找狼群的帮手了 我们赶紧走 常念寒说道 对对对 走走走 几人正要离开此处 就在这时 哄 一阵破风声传来 一道灰色的影子飞了过来 擦过几人狠狠砸在了树上 赫然是先前逃离的那头黑狼 此刻这黑狼的腰部被整个折断 砸在地上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大地震动 一个阴影从黑夜中走了出来 这个阴影无比巨大 粗略估计得有五米之高 好 棕熊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四人顿时背下的脸色发白 好 好大的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熊 苏星惊恐地说道 他牙齿都在打颤 五米高的熊 简直是前所未见 完蛋了 刚出狼窝又进虎口 这次我们一定就交代在这里了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啊 柳家被吓得鸭子坐摊在了地上 哇哇大哭 其他几个也好不到哪里去 萧 萧瑶哥哥 你在哪里 常念寒也满脸恐惧之色 这种庞然大物 真的不是他可以对付的 别说通天长 遁地拳都没用了 这一世失败了吗 一切只能留在下一世了 卓越的重二病已经病入膏肓了 他死也要把自己的设定贯彻始终 就在这时 啊呀 熊 熊肉好吃啊 熊肉不酸 这可比狼肉好吃多了 丁 警告 警告 宿主快跑 检测到命全境大腰 检测到命全境大腰 哦吼 还是只大腰 五米高的熊确实少见 看样子在野外的一些地方 一边已经开始逐渐开始了 这头熊未来的潜力 还是可以啊 嗯 值得我杀 逍遥举着手电筒 直接照在了棕熊的脸上 棕熊被灯光刺的难受 发出一声怒吼 注意力全都转移到了逍遥的身上 啊 还有人 不是 念寒 你咋在这 听到熟悉的声音 长念寒转过了头 逍遥哥哥 他面露惊喜之色 就在这时 棕熊怒吼一声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朝着逍遥冲来 念寒你这可不行啊 这么晚还不回家 长衣是要担心的呀 逍遥一只手插在兜里 一只手举着手电筒 教训道 小心 逍遥哥哥 他来了 帅哥 快躲开啊 熊来了 卧槽 小心啊 柳家和长念寒等人 都发出着急的叫声 第29章 反手一巴掌拍出金龙 你跟我说 要相信科学 碰 所以啊 念寒 逍遥哥哥是过来人 女孩子就应该早点回家 也不要乱跑 这荒郊野岭的 很危险的 喂 念寒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喂 念寒 而此刻 长念寒四人 已经目瞪口呆了 好 巨熊被逍遥一巴掌 顶住了脑袋 动弹不得 不由得感到休脑万分 老子五米高的巨熊 你一个不到两米的胳膊里 你竟然敢瞧不起我 巨熊无比震怒 他挥舞起蒲扇般的手掌 朝着逍遥挥来 死吧 愚蠢的人类 啊 烦死了 你可以闭嘴吗 逍遥掏了掏耳朵 反手一巴掌甩出 碰 黑熊被他一巴掌 甩飞出几十米远 长念寒 柳家 苏星 卓月 不是 你们到底谁才是黑熊啊 这次还是控制一点吧 想龙神掌就不用了 先把他肢解了吧 逍遥抬手一伸 刷 闪烁着金光的药光刀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药光刀一出现 直接照亮了周围数十米的空间 比中央电灯炮都要亮 流星刀法用来肢解的我 应该是第一人了吧 呵呵 小黑熊 你余有容焰 刷 下一秒 逍遥缓缓缓挥刀 拔刀真意 切 哄 璀璨的赤霄真灵气 化作刀光呼啸而出 吃吃吃 漫天的刀光撕裂了虚空 发出阵阵轰鸣之声 嗷 黑熊发出惨嚎 浑身上下数不清的鲜血 喷涌而出 下一秒 庞然大雾扑通一声 栽倒在了地上 四个人已经石化在原地了 念寒 你这哥哥 什么来头 是在拍电影吗 柳家呆若木鸡的开口 怎么可能是拍电影啊 血溅到我脸上的感觉 假不了的 苏星张大着嘴巴 擦去脸上的熊血 我也不知道 逍遥哥哥 难道不是练武术的吗 常念寒自己都傻了 但是 刚才那样 哪里像是练武术的 发光的刀 飞出十多米的刀光 这怎么看都玄幻的一批啊 刀客吗 实力真是惊人 待我修为恢复 有与我一战的资格 卓越抱住木剑 冷声地开口 可从他颤抖的手足以看出 他内心并不平静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一定是传说中的修仙者 我就说修仙者是存在的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收我为徒 我的剑圣之梦 已经触摸到曙光了 欲见成风来 触摸天地间 我得理想 哎呀 修仙者 我也要修仙啊 卓越的心中 发出激动的难以自意的咆哮 可表面上的神秘与冷傲 还是要继续保持着的 这是身为一个资深重二病的必修课 叮 恭喜宿主 斩杀命 全境大妖 真气值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啊 狗系统 逍遥已经无力吐槽了 不过他也有所感 如果按照系统的判定 现在的时间 应该是在灵气复苏一段时间之后 那么他未来所遇到的人和物 越来越强大 也是必然的 逍遥哥哥 你刚才刀光是什么 好厉害啊 常念寒一脸崇敬地望着逍遥 小眼睛发光 哥哥 哥哥 你好 我叫柳佳 是念寒的闺蜜 你真的好厉害啊 你是我见过最帅的男生 逍遥低下头 看见一个小姑娘 晃动着轩然大波 看着她的双眼 冒着小星星 这就是传说中的 细枝挂朔果吗 不是 这年头的女娃 都发育得这么好的吗 她转头又看了眼 常念寒 嗯 看来这个女娃是例外 哈哈 我叫逍遥 算是念寒的哥哥吧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大晚上的太不小心了 饿了吧 我给你们烤点熊肉吧 一个小时之后 好香 好吃 这熊肉 一点都不善 柳佳大口 大口吃着烤熊肉 看上去胃口大开的样子 营养都去了那里啊 这可真是 汹涌澎湃啊 念寒和她在一起 应该挺有压力的 逍遥摇摇头晒笑 常念寒注意到逍遥的目光 一脸吃味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逍遥哥哥大色鬼 不过没关系 念寒还小 还有希望 可是她不知道 所谓天赋一饼 那是在年轻时候 就已出路端倪的 你们快吃吧 等下吃完了我送你们出去 逍遥笑着道 她咬了一口熊肉 体内的吞食术发动 果然 对于她们 来说就是普通的熊肉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命全境的大妖 倒是要感谢这傻逼系统了 感受到面板上 疯狂加一的真气点 逍遥露出心满意足的神色 逍遥哥哥 你不跟我们一起出去吗 不急 我还得在这里先待一阵子 你们先出去吧 逍遥挥挥手说道 这可是个大宝藏啊 一晚上要是能多遇到 几只这玩意 它的等级提升速度 是嘎嘎快啊 好吧 不过 逍遥哥哥 你刚才那个到底是 不要多想 我们是新时代年轻人 要相信科学啊 逍遥随意地说道 好 一旁的草丛中 一头斑斓掉金白鹅 大老虎扑了过来 这个世界是科学的世界 不要相信那些 玄之右玄的东西 好好学习 报效祖国才是正事 说着 他抬手一巴掌 朝着侧面挥出 啊 一条金龙咆哮着冲了出去 金光再度照亮了夜幕 那老虎被一巴掌拍成了渣渣 几人麻木地点点头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大晚上的在这里生着火 吸引来了不知道多少的野兽 什么狼啊 柴啊 老虎啊 熊啊 已经来了好几轮了 刚开始 他们还被吓得一惊一炸 脸色发白 后来逍遥一边说着 要相信科学 拒绝迷信 然后一巴掌拍出一条金龙之后 他们就彻底麻木了 科学教你一巴掌拍出金龙的是吧 这是什么原理 书上可没教过呀 学校也不叫这个啊 你是哪个学校学来的 我们想转学过去呢 第三十章 收指有白虎血脉的老虎当宠物 逍遥将常念寒几人送出鹿岭 便再度伸入山岭之中 虽然还有一年才会灵气复苏 可在一些深山老林已经出现端倪 某种变化已经开始了 逍遥思索着 一头棕熊都能长到五米高 像做小山包一样 这已经能说明很多东西了 这个鹿岭还是比较大的 蔓延无际 贯穿了三座城市 野生动物不在少数 叮 警告 警告 检测到命全境大腰 请宿主快逃 系统的报警声响起 一道黄色的影子 从山林之中窜出 发出一声幕后 扑向逍遥 好家伙 这头老虎 是真够大的 逍遥面露惊讶之色 这老虎的个子 比起那些东北虎 都要大一件 哪怕是一些原始山林的老虎 都没有这么大吧 而且 这头老虎的眼中 竟然闪过一丝 人性化的智慧 果不其然 逍遥抬手 哄 降龙神掌拍出 震天动地的龙银声 照亮了一片黑夜 好 老虎发出一声 惊惧的叫声 转身朝着远处逃去 他的身上 竟然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白光 叮 检测到白虎血脉大腰 宿主危险 危险 白虎血脉 逍遥猛然收住了手 这头老虎 竟然反阻了 他的体内 蕴含一丝白虎血脉 就这样杀掉 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逍遥想了想 决定将这头 拥有白虎血脉的老虎 给收服了 而那老虎 眼见逍遥的降龙神掌 并未落下 转身就跑 不带丝毫的犹豫 你想逃哪去 逍遥施展踏雪无痕的轻弓 一下子就坐在了老虎的身上 给你两个选择 奋我为主 亦获这 死 刷 他手一招 要光刀出现在手中 抵住了老虎的脖子 那森寒的刀光刺的老虎 全身瑟瑟发抖 他发出一声乌液 最后乖乖地匍匐在地 很好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坐骑了 给你取个名字吧 逍遥想了想 你拥有白虎的血脉 我希望你以后 可以反组成神兽白虎 所以 就叫你白毛好了 不知道你是雌虎还是公虎 嘖嘖嘖 逍遥摇头晃脑 爹 恭喜宿主 收服具有白虎血脉的命权进大妖 真气值加二十 零点加二百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和白毛在鹿岭之中 展开了疯狂的杀戮 白毛负责巨怪 他负责秒杀 遇到强大的妖兽 就顿了吃了 一个夜晚 大半座鹿岭 被逍遥给扫荡了一遍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撞气近四重 真气值达到五百可突破之下一境界 攻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金刚不坏之身 玄极中品 武技 八极拳 黄极上品 竹锋布 黄极中品 流星刀法 玄极中品 降龙神掌 地极下品 踏雪无痕 玄极中品 开山拳 黄极中品 物品 药光刀 下品宝器 流星追风靴 下品宝器 林元丹 X3 烧烤调料 玫瑰花 血气单方 百年诸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真气值 437 零点 5324 评价 走出新手村两米半的小菜机 撞气近四重 这个修为已经很够用了 是时候出去了 逍遥带着白毛 离开陆岭 就在他们从角落出来的时候 逍遥遇到了一群鼠鼠 还有陆岭山脚下的居民 凑在一块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警官 就是这样 平常那陆岭虽然有野兽出没 但也算是安静 偶尔有狼叫我们也习惯了 可是昨天晚上太离谱了 狼叫 熊猴 野猪咆哮 老虎的叫声 最离谱的是 我们还听见了龙鹰 你说这陆岭里 是不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这位老伯 龙是不存在的事物 你是不是听错了 怎么可能 我们都听见了 而且 那龙鹰还不是只有一声 隔几分钟就有一声 跟发情了一样 叫个不停 是啊 是啊 而且 陆岭晚上有些时候 还会冒金光 我觉得 你们真的应该好好派人去查查 说不定这里面真有一条龙蛰伏着 那六十多岁的老伯 神神秘秘地说道 呃 老伯想象力挺丰富 平常小说没少看吧 警察数数一头的黑线 我跟你们讲 这种事情 国家要重点关注的 不然到时候 什么灵气复苏 什么山海经复苏 什么诡异复苏 什么我是将联 你们怎么办 来都来不及做准备 警察 逍遥听了一会 一阵汗言 有一种做坏事 被抓现行的羞耻感 感情是昨天 他在陆林岛的动静太大了 走走走 白毛赶紧走 他一拍老虎的屁股 老虎发出不满的嘀吼 旋即便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奔去 一人一虎 一路小心谨慎 终于回到了江河山庄 萧先生 您回来 江河山庄的迎兵 一脸笑意地迎上来 看见逍遥身边站着的 一脸慵懒的白毛 他脸色顿时一白 亮亮呛呛后退几步 差点一屁股栽倒在地 不用急 这是我的宠物很听话的 没有攻击性 逍遥笑着一巴掌 甩在了白毛的脑袋上 白毛布满的摇摇头 他用力朝着地上一躲 啪 青石板地砖 被他一脚剁得粉碎 那迎兵员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眼神好像在问逍遥 你哥这脚没有攻击性 逍遥脸色变得难看 好你个白毛 拆得场子 啪 逍遥一脚朝着老虎屁股踹去 白毛转身逃开 逍遥一脚落了空 地面被他一脚踩出一个大窟窿 迎兵员脸都绿了 确实没啥攻击力 但是对你来说 什么人啊 一脚踩碎青石板 难怪感受老虎做宠物 有钱人的爱好可以偏门 但不能邪门啊 萧先生 您确定您的宠物没有攻击性吗 要是伤到其他的住户 没事 回去我做个大铁笼 给他关起来 逍遥淡淡地说道 这 好 好吧 虽然他很怀疑 铁牢关不关得住这头老虎 可那老虎看他的眼神 已经不太对了 虽然他喜欢帮别人吃 但不喜欢自己喂老虎啊 赶忙让开一条路 逍遥带着白毛 趾高气昂地 走回了江河山庄 你小子 安静点 要是吓到念寒和长仪 晚上我就给你炖了 喝虎骨汤 逍遥威胁道 白毛一个机灵 顿时缩起了脑袋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总有一天 我要翻身做主人 第31章 劫匪的概率0% 魔道巨博的概率99% 天哪 逍遥哥哥 你怎么带了只老虎回来 看到逍遥带着白毛回来 常念寒和长仪 都一脸惊惧地 看着那头大老虎 啊 这个是 嗯 大猫变异的大猫 不是老虎 哈哈哈哈 逍遥疯狂地 给白毛识眼色 白毛心领神会 立刻缩起脑袋 做出温顺的表情 竟然奇怪地发出一声 喵 有这么大的猫吗 比东北虎都要大 逍遥哥哥 你可不要看我傻 就忽悠我 常念寒怀疑地说道 怎么可能忽悠你 这真的是猫 对了 他 他还吃草 是吧 白毛 去吃草 逍遥一脚踹上去 老虎一脸不满地跳到一旁 开始埋头吃草 第一次当虎当得这么憋屈 别人家老虎都是森林霸主 只吃肉 到自己这不仅要唯唯诺诺 还要吃草 他真的是 混得最惨的老虎了 可是他没办法啊 那人类一巴掌 能拍出一条金龙 那可是金龙 比自己这老虎厉害一百倍 他害怕啊 没见过这么腻天的人类 有些时候就该这样 该软的时候就要软 该硬的时候就要硬 不仅要硬 还得有指导黄龙的气势 至于现在 先软一下好了 真的是猫吗 逍遥哥哥 我可以摸一下吗 常念寒扑朔着大眼睛 好奇地问道 当然 白毛 给你寒姐摸一下 白毛乌叶一声 哒拉着脑袋 朝着常念寒走去 现在好了 不仅要被这残暴的人类欺负 还要被这种他一巴掌 就能拍死的小女娃摸头 啪 逍遥上去一巴掌 你什么态度 不情不愿的 还委屈你了是吧 给我笑 白毛的脸上出现了扭曲的笑容 我笑 我笑还不行吗 尊重一下虎拳啊 哇 真的好听话呀 妈妈你也来摸摸啊 常念寒对着常母说道 刚开始 常母还有点害怕 片刻后 两个人就一脸笑意地 动弄起白毛来 我去洗澡 你乖乖陪他们两个玩 不然 逍遥手中 一阵金光闪过 一 白毛被吓得汗毛倒树 一下子就趴在了地上 摸 随便摸 今天不把我摸吐鲁皮了 不算完 中午 逍遥睡了个回笼觉 别墅的门铃响起 原来是先前来过的两个叔叔 给他送来的锦旗 除此之外 萧先生 我们局长对你那厉害的身手 非常的敬佩 现在我们警方接到一个很关键的案子 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 寸头警察 一脸着急地看着手表 一边对着逍遥说道 啥子是枪 我们边走边说吧 两人邀请逍遥坐进警车之中 是这样的 萧先生 现在兰花路有一个幼儿园 被劫匪劫持了 一个班的小朋友 都被那劫匪劫持 他手上有枪 并且抓了许多的人质 我们想要请萧先生出手救人 你们不用狙击枪吗 那劫匪是有经验的 我们的他 躲在狙击盲区 贸然开枪 有99%的可能性 会伤害到人质 警察愁眉苦脸地说道 所以我们只能找特工队 伸手高超的警员潜入 想办法救下人质 制服劫匪 先前我们听说过 萧先生您的事迹 在皇冠酒吧 您曾经肉身夺子弹 所以我们想要请萧先生帮忙 那警员说道 他脸色有点局促 他害怕被逍遥拒绝 像逍遥这种人物 哪怕他拒绝 也是正常的事情 比较说句难听的 其他人的生死 与他合肝 哪怕逍遥不愿意 他也不能去勉强对方 随着车子在马路上行驶 逍遥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 寸头警察生怕下一秒 逍遥来一句掉头 我不去了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们 突然 逍遥说道 哎 打扰了 既然萧先生拒绝了 我们另想 嗯 你说什么 您答应了 寸头警察有一种 峰回路转的喜意 当然 不过 我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那劫匪 我要当场激变 逍遥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他想起了当年老头子 告诉过他的话 他之所以能把逍遥 捡回山下 那就是因为 逍遥是被人贩子拐卖的 所以 他从小对于人贩子 是恨到极致的 包括那种 把目的打到小孩子身上的家伙 就像这劫匪 你既然敢以小孩子作为要挟 那就别怪他逍遥心狠手辣了 这个我得请示一下上姐 寸头警察挂着蓝牙 不用请示了 只要他能救下人质 可以杀 局长说 萧先生可以下杀手 那事情就很简单了 逍遥随意地靠在座椅上 闭目养神 萧先生 你已经有计划了吗 还用计划吗 是啊 那可是劫匪 他手下 有包括老师在内 一个班的学生31人 而且他还有枪 那间教室四面封闭 只有几扇窗户 即使要潜入 也并不容易 老实说 我们的信心真的不是很足 还特意请来了 青岸市国术界的几位宗师高手 但 即使如此 失败概率也高达70% 一个不小心 劫匪就会杀害人质 寸头警察忧心地说道 我恨不得杀了那个劫匪 寸头警察死死地握紧了拳头 逍遥邪腻了他眼 你叫什么名字 郑刚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个被挟持的诱师 郑倩 是你的妹妹吧 逍遥指着被挟持者的名单说道 对 小倩是我的妹妹 她一直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也很重视那些孩子 而且我熟悉她的性子 实在到关键时候 小倩会牺牲自己和劫匪 同归于尽的 寸头警察死死握住拳头 可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守护了人民 却守护不了自己的妹妹 男儿有泪不清流 只是味道伤心处 寸头警察眼眶泛红 可依旧保持着刚毅的模样 兄弟 你是个英雄 放心吧 你妹妹我会救出来的 所有人都不会出事 死的只有那个劫匪 逍遥嘴角浮现一抹冷笑 而且她怀疑 这种无恶不作的劫匪 该不会是未来的某位魔都巨拨吧 这样的话 嘖嘖嘖 第32章 被一双筷子戳死的魔修兄弟 奖励阵域扶魔拳 青蓝市 清河国际幼儿园 方局长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还不行动 再晚一分钟 孩子们的危险就大一分 是啊 现在我们几个都到场了 你们特工队的队员 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可以潜入进去救人了 几位看上去颇为绝朔的老人 围着方局长 其中 那位洛宗师也在 甚至昆泉宗师成土申也在场 几位 我们还要再等一个人 等谁 我青蓝市的宗师高手都在这了 方局长 你还找了什么帮手吗 对 一位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 宗师皱起了眉头 很年轻吧 是年轻 二十出头的样子 胡闹 胡闹 方局长 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一个时髦头小子 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吧 你叫他来救人 宗师们一脸的难以置信 方局长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是你不能因为一个实力未知 还迟到的小子 将孩子们的治危险而不顾 那劫匪的精神状态不对 孩子们随时都有危险 你赶紧让我们 配合特工队去救人 十步以内 那劫匪哪怕拿枪 我也不拒 有一位宗师朗声说道 这 方局长也有些迟疑了 确实 几位宗师加上特工队 这阵容已经够豪华了 如果他们都救不了人 那逍遥来了 意义也不大 想到这里 方局长有些动摇了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麻烦几位宗师了 他对几人行了一个江湖里 好说 几人虎目一瞪 一股威严的气息显露出来 跃跃欲试 老夫生平最极恨这等匪斗 非给他的脑子开个口不可 一位铁沙掌宗师 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说道 特工队准备 随时准备潜入 方局长一声令下 一众特工队都做好了准备 朝着幼儿园包围过去 几位宗师也开始行动 上 特工队队长战术性挥手 几人俯下身子 将那间教室团团围住 程宗师 洛宗师 待会我们会将东边的窗户撬开 麻烦你们二人 以最快的速度潜入进去 制服歹徒 特工队长说道 幼儿园的教室很大 东边的那一扇窗户旁边 刚好摆着一台钢琴 歹徒背对钢琴 这是个有掩护的死角 没问题 有我的昆闪 十米之内 一秒即可 程土生汗手道 特工队长汗手 他挥了挥手 立马有特工队员以特殊道具 无声无息地将玻璃门撬开 而后缓缓取下 上 两人对视一眼 刷 程土生先行一跃而上 无声无息地翻越过了窗户 成功潜入室内 洛宗师随后 可就在这时 一把枪对准了程土生的脑袋 你们是听不懂人话吗 啊 非要逼老子杀人之事吧 碰 那人以枪柄狠狠砸在了程土生的脑袋上 鲜血顺着他的脑袋流下 程土生大怒 想要还击 你要是敢还手 我就杀这些小鬼 那歹徒恶狠狠地说道 滚出去 接着他面目猙獰地 对着洛宗师吼道 无奈洛宗师只能退下 那歹徒拿枪 抵住程土生的脑袋 老实点 你敢动一下 我就叫我哥杀一个人质 这时 程土生才惊恶地发现 歹徒有两人 而且 两人是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一人明面上挟持人质 还有一人暗地里防止警方潜入 他们被骗了 在教室中心的歹徒哥哥冷笑一声 伸出大手 从一旁又抓了一个小孩 他一只手锁住小孩的脖子 一只手用枪抵住正前的脑袋 我就知道 你们会耍花样 警察最鸡贼了 所以我特意留了一手 哼哼 歹徒哥哥眼中闪过笑意 撤 不要管我 快撤 程土生对着窗外的特工队大吼 走 特工队长脸色一变 他知道任务失败了 赶忙要带人离去 呦 走这么急 礼物都没收呢 歹徒弟弟冷笑一声 一只手拿枪抵住程土生的脑袋 另外一只手则是丢了个手榴弹出去 走 快走 哼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传出 特工队们一个个飞扑着躲闪出去 狼狈异常 包括几位宗师都被炸得灰头土脸 虽然没有什么伤亡 但他们这次的潜入行动也失败了 而且还损失了一位宗师 不仅激怒了歹徒 就连自己人都搭上了一个 再接下来 要潜入就难了 方菊长眉头紧锁 怎么办 难道真的只能放他们离开了吗 真是不甘心啊 就在此时 一辆轿车以极快的速度开来 一个飘移停在了不远处 方局长 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把肖先生请来了 寸头警察一脸着急地从车上下来 你 你们这是 他看见脸色难看的方菊长 还有灰头土脸的宗师和特工队员 顿时脸色一变 唉 潜入计划失败了 不仅如此 程土申宗师也被他们挟持了 这歹徒竟然是双胞胎 每次他们都是轮流作案 给我们警方留下只有一个人的错觉 我们被骗了 方局长狠狠地挥拳砸向车子 这 那孩子们 还有小倩没事吧 寸头警察脸色十分地不安 暂时没事 但是想要再次救人 风险和难度会变得更大了 而且再撩拨歹徒 我真的怕人质要出事 方局长摇头道 寸头警察面如土色 现场一片低迷的气氛 那 肖先生 已经没意义了 请肖先生回去吧 他帮不了我们了 方局长摇摇头 特工队员和几位宗师 都办不到的事情 再来一个逍遥 也没什么意义了 可是 要不让肖先生试试 寸头警察迟疑道 小伙子 别开玩笑了 我们几位宗师和特工队一起 都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毛头小子 能有什么用 就是 再撩拨歹徒 要是伤害了人质怎么办 事不过三 第二次机会 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绝对不能把这个宝贵的机会 让给一个毛头小子去尝试 宗师们也是纷纷开口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你们不行 不代表别人不行 紧接着 一个人影从车上走下来 几位宗师年老体衰 做不到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平淡地开口 你说谁年老体衰 小子 你是哪家的后辈 说话这么不知轻重 一点家教都没有 几位宗师勃然大怒 刚抬头想要看看 是何方小辈 敢放此等狂言 这一看 啊 直接待在了原地 好久不见了 几位 逍遥双手插兜 一脸平静地走来 萧 萧宗师 原来是萧宗师当面 原谅我们 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萧宗师 刚才几位老宗师 脖子伸得有多像长颈鹿 现在缩的 就有多像乌龟 看见逍遥来了 一个个都缩着脑袋做人了 呵呵 几位刚才不是这样说的呀 逍遥 皮笑若不笑地开口 误会 都是误会 呵呵 呵呵 宗师们善笑 就连骆宗师都十分恭敬地 朝着萧遥拱手 没想到方局长请来的人 竟然是萧宗师 骆宗师苦笑着说道 骆宗师和萧宗师认识 方局长疑惑地问道 骆宗师苦笑 何止是认识 方局长 你要是早说你请了萧宗师 我们就不来帮到忙了 有萧宗师在 要我们有何用啊 还白白浪费了一次救援的机会 啊 方局长呆住了 骆宗师简单地把逍遥 在静明武馆的座位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方局长倒吸一口凉气 周围的特工队员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逍遥 就连寸头警察都呆住了 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竟然这么厉害 本来想着 他能单挑孙王前的酒吧 伸手绝然不错 可这哪里是不错啊 这简直是逆天 一个人单挑七大宗师 全都一招秒杀 这是什么绝世高手 武神再试试吧 现在是什么情况 逍遥没有搭理几人 一脸震惊的表情 随意地说道 是 萧宗师 事情是这样 方局长简单把形式说了一遍 萧宗师 您看您需要些什么 我们全力配合你 对 没错 萧宗师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几个老头子 即使是刀山火海 都陪你去闯一遭 几位宗师也是表态 萧宗师 请您务必 要救救这些孩子 这可是几十个家庭的希望啊 骆宗师也是拱手道 要真有刀山火海 你们来了也没用 逍遥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几位宗师 顿时满脸羞愧之色 人我会救的 他眯着眼睛 对着教室张望 给 萧宗师 方局长递上一个望远镜 不用这个 这玩意还没我看得远 几百米的距离而已 方局长 几百米 而已 你认真的 萧遥稍微看了回 他淡淡开口 方局长 你这有筷子吗 筷子 方局长一愣 对 给我一只筷子 萧遥平静地道 这 萧宗师 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吧 你想吃什么 待今日试了 我亲自设验款待您 方局长皱眉道 谁跟你说我要吃饭的 这时候吃饭 不是脑子有病吗 我要筷子 是要救人的 萧遥一脸古怪地看着方局长 啊 救 救人 有有有 我马上叫人去取筷子 一个警员从车子上 取下了一双一次性的筷子 给 萧宗师 方局长将筷子递给萧遥 嗯 差不多是这个角度 萧遥掂量了一下筷子 自言自语道 呃 萧宗师 这是要做什么 吃筷子 真的能救人吗 有宗师疑惑地问道 总不能你想隔着几百米一筷子扔出去 穿墙 把人家捅死吧 这也太超玄幻了 什么人体 狙击枪设定 能啊 你们看好了 接着 逍遥目光一宁 碰 他单手一掷 滋 一声尖锐的暴鸣声传出 一道流光以肉眼难以企及的速度 爆射了出去 谁 谁开的枪 方局长见状破口大骂起来 要是惊扰了歹徒 伤到了人之后果 你们负责的了吗 好了 方局长 没人开枪 是我扔的筷子 逍遥淡淡地说道 快 筷子 方局长嘴角抽搐 不是 刚才那一下明明连空气都戳爆了 你跟我说是筷子 发 发生了什么 好 好像是肖宗师扔出去了一根筷子 这怎么可能 一根筷子能戳爆空气 刚才那声音你们都听到了吧 那是音报啊 宗师们都沸腾了 你就说 那是人能甩出的力度 那根筷子 恍若流星一般爆射而出 像戳破一张白纸般戳破了墙壁 而此时 在教室里的歹徒兄弟 还得意洋洋 哥 你这计划真顶 这几个警察肯定没招了 那是当然 就那群酒囊饭袋 老子随随便便都能玩死他们 把他们当猴耍 嘿 一想到那些警察愁眉苦脸的表情 我就想笑啊 歹徒兄弟对视着 哈哈大笑起来 成土生被绑在一旁 脸色难看至极 不过 哥 短时间那些警察 应该也不会行动了 你看这女幼师长得白白嫩嫩 要不 我们先爽一爽 这些日子一直在流亡 我都好久没尝过女人的味道了 歹徒弟弟 一脸贪婪地看着正欠白金的脸庞 和香软的娇躯 正欠察觉到对方的目光 浑身一颤 眼中闪过绝望之色 难道自己干净的身子 就要被这种畜生给玷污了吗 他甚至想要和两个歹徒同归于尽 你想完就完吧 注意点 歹徒哥哥点点头 自家弟弟什么德行 他是知道的 好嘞 歹徒弟弟狂喜 他一脸笑意地妈撒着手掌 朝着正欠走来 就在这时 一道流光破墙而入 什么东西 弟弟快闪开 歹徒哥哥脸色大变 他几乎出声 可还是太迟了 碰 那道流光 直接自歹徒弟弟的太阳穴穿过 而后狠狠地扎在了墙壁上 呃 哥 扑通 他的身躯直接栽倒在地 筷子 怎么可能是筷子 歹徒哥哥看见那个杀死自己弟弟的凶器 竟然是一根筷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该死的 一而再再而三撩搏老子 你们是真当 老子是病猫啊 歹徒哥哥拎起了枪 就要朝着一个小孩开枪 嗯 还有一下 嗯 这个角度刚刚好 走你 此时 逍遥已经拎起了第二根筷子 像投掷飞镖一般扔出 刷 音爆声再度响起 叮 恭喜宿主 斩杀命 全境巅峰 双子摩修 真气值 加一百 零点加一千 叮 恭喜宿主 斩杀命 全境巅峰 双子摩修 奖励玄机 极品五技 镇玉符摩拳 哦 逍遥歪嘴一笑 勾勒出一个耐克的弧度 第三十三章 猪二病小子 要拜我为师 系统说 他是未来建设 时间到回熟秒以前 眼见自己的弟弟 被一根筷子 动穿了脑袋 歹徒哥哥在惊怒之余 也被彻底点燃了怒火 他转身寻找掩体 接着便拎着枪 就要朝最近的一个小孩开枪 可就在他的手 即将要扣下扳机时 一股破风声传来 越来越近 他马上反应过来 心下大惊 正欲躲闪之际 可那风声已经静在耳旁 下一秒 破 第二根筷子 破空穿过了墙壁 从他的太阳穴穿了过去 狠狠地扎在了墙上 哐当 歹徒哥哥的手枪 砸落在地 整个人朝着地上倒去 在死前的最后一秒 他眼中充斥着无尽的迷茫 这到底是哪里来的一根筷子 为什么这么准 威力这么惊人 难道是自己兄弟坏事做尽 遭到了神灵的审判吗 好了 去救人吧 扔出两根筷子后 逍遥拍了拍手掌笑着道 啊 方局长一脸猛逼 萧宗师 您的意思是 嗯 那两个家伙 已经被我解决了 死 所有人都顿时 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 那两个歹徒躲的地方 都是视觉盲区 隔着墙壁 根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的位置 这也是狙击手 不敢随意开枪的原因 因为只会打草惊蛇 可逍遥呢 你这非人的投掷力也就算了 你是怎么算到他们的位置的 预判 超能力 透视眼 算命的 堪称逆天 可此事来不及多想 快快快 救人 方局长挥手命令 一众特工队赶忙朝着教室冲去 死 几位宗师站在两具尸体面前 一脸的惊恐 此二人都是被尖锐之物 贯穿了太阳穴而死 一击毙命 你们看那筷子 还插在墙壁上 这到底是何等惊人的控制力 据我所知 这两个歹徒都躲在墙后边吧 在双目不能食物的情况下 准确地隔着数百米 以筷子洞穿厚实的水泥墙 再将二人一击毙命 且伤口都在太阳穴 此等首段我只能说 天神下凡 宗师们纷纷对视 眼中是掩饰不了的极度震惊之色 萧宗师 这您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几位宗师一脸敬畏地看着逍遥 就这样 然后那样 然后休 然后碰 就好了 逍遥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回 几位宗师看得一愣一愣的 好了 既然事情解决了 要没事 我就先走了 逍遥对着方局长说道 嗯 多谢萧宗师此次出手了 萧宗师宅心人厚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实在是令人钦佩 别一口一个宗师了 你好歹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这样叫不别扭吧 干脆点 你叫我萧老弟 我叫你方哥得了 逍遥挥挥手 这 这可不行 要不你叫我方弟 我叫你萧老哥吧 逍遥 你的年纪都能当我爸了 你觉得合适吗 方局长甘大地挠了挠后挠勺 这时 寸头警察郑刚 也带着自己的妹妹郑倩 来到了萧遥的面前 连连向她道歉 萧遥摆摆手示意 没有什么 几位宗师 还想再向萧遥讨教 那洛宗师 更是一脸疑惑地问道 萧宗师 难道是修炼出了传说中的真切 什么真切 洛宗师 我们身在二十一世纪 那就要相信科学 不可整日倒过这些莫须有的东西 习武之人 不过是为了强身健体罢了 萧遥摆摆手 一脸义正词言 嗯 萧宗师教训的事 倒是我冒昧了 洛宗师拱手道 嗯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完 他腾空一跃 踏雪无痕身法使出 身形化作一道残影 划过半空 转瞬间就飞出了几百米远 没一会 就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洛宗师 这叫相信科学 你认真的 萧宗师真乃天人眼 洛宗师无比凯探 系统 查看面板 从幼儿园离去后 萧遥没有回家 他禁止去了青岸市的菜市场 宿主 逍遥 境界 撞气近五重 真气值达到五百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攻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品 金刚不坏之身 玄极中品 武技 八级拳 黄极上品 竹锋布 黄极中品 流星刀法 玄极中品 降龙神掌 地级下品 踏雪无痕 玄极中品 开山拳 黄极中品 阵域伏魔拳 玄极极品 物品 药光刀 下品宝器 流金追风靴 下品宝器 零元单X3 烧烤调料 玫瑰花 血气单方 百年珠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真气值 537 0.6324 评价 每突破一次就看一次面板 再看你 还是走出新手村两米半的小菜机 撞气五重了 看样子 距离命拳镜也不远了 逍遥轻笑 如果说撞气镜 依旧属于人类的范畴 那命拳 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了 撞气镜大圆满后 将体内的真气彻底压缩 最后化作一道拳眼 视为命拳 命拳之中 喷勃灵力 这是比真气等级还要高的一种力量 灵力演化万物 举手投足 如神灵般开山烈士 甚至可以短暂制空 那才是真正走上修行道路的境界 买点菜回去吧 晚上叫尝一做点好吃的 逍遥想着 在菜市场挑挑剪剪起来 定 检测到上古灵果 赤消龙眼果 就在逍遥路过一个水果摊时 系统突然出现了提示音 啊 逍遥一愣 目光旋即朝着那水果摊望去 最后停留在了一箱苹果之中 赤消龙眼果 认真的 他眯了眯眼睛 老板娘 这苹果怎么卖 逍遥捡起一个苹果问道 三块钱一斤 又脆又甜又多汁 保管好吃 胖胖的波浪头 老板娘笑着说道 好 这一箱我都要了 半个小时过去后 逍遥抱着一箱苹果 还有几袋子菜 喜滋滋地回到了别墅之中 客厅里 逍遥把所有的苹果捡出来 系统 这所有的都是赤消龙眼果 请宿主不要做梦 赤消龙眼果 乃是以赤龙宝血浇灌 吞吸天地精华的上古灵果 怎么可能有一箱 系统无语地道 哦 那就是只有一颗呗 逍遥摸了摸下吧 一个个吃过去好了 念寒 吃苹果不 刚好看见长念寒 背着书包回来 吃 长念寒甜甜一笑 逍遥顺手 将一颗苹果丢了过去 叮 检测到上古灵果 吃消龙眼果 逍遥一个猎浅 眼看长念寒 接过苹果擦了擦 就要往嘴里送去 他上去就是一个滑蝉 抢了过来 这个 呃 我舔过的 换一个给你吃 说着 将另外一个大苹果 塞到长念寒手中 啊 长念寒闹了个大红脸 逍遥倒是没有在意 他捧着那个苹果 如获至宝 咔嚓咔嚓 两口吃得一干二净 卧槽 这力量 真特么的热 一股恐怖的热气 在逍遥体内翻滚 他感受到体内的真气 竟然足足提升了十倍 我的静剑 撞气近七重 逍遥失声惊吼 一颗果子 能让他提升两个静剑 宿主 不要大惊小怪 赤消龙眼果的药力 不止于此 若不是系统动作快 你刚才就已经爆体亡了 剩下的药力 储存在宿主体内 待进入命全境后 会全部释放出来 对伟大的系统 顶礼膜拜吧 逍遥 不过这赤消龙眼果 确实强大 我感觉我以内的 赤消真灵气的威力 都暴涨了一大减 不对 赤消 难道说 逍遥目光一闪 这不是什么意外 这赤消龙眼果 确实能和赤消真灵气共鸣 二者为同类同源的灵力 逍遥哥哥 你在想什么 眼见逍遥的脸色 在一分钟变换了数次 还有不停地念念有词 常念寒眼中露出一疑惑之色 逍遥哥哥 难道又在修炼什么绝世武功了 没什么 对了 念寒啊 上回我教你的 那松鹤断体术 你还在练吗 嗯嗯 一直在练 逍遥哥哥那个武术 太厉害了吧 我感觉力气大了好多 常念寒 转动手臂 笑迎迎地道 前两天在柔道课上我一下子 把老师给放倒了 逍遥哥哥 你都不知道 当时他们看我的时候 那个表情 嘴巴张得就像能塞进去 十个鸡蛋一样 常念寒 手舞足蹈 夸张地说道 哼 那今天我再教你一套拳法怎么样 真的吗 常念寒脸色一喜 当然是真的 逍遥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走 去院子里 逍遥说道 对了 逍遥哥哥 今天我请了我的朋友们 来家里吃饭啊 没事 来嘛 挺好的 刚好我今天买了不少菜 是上回那几个朋友吗 嗯嗯嗯 对了 我还叫了师韵姐姐 师韵姐姐说上次 在那个武馆里逃得太快了 这次绝不让你这么轻易逃掉 嘻嘻嘻 你说师韵姐姐是不是喜欢你啊 逍遥哥哥 你在瞎说什么 没瞎说啊 你看啊 你们两个 男剧女量 逍遥姐姐家庭条件也好 逍遥哥哥你也不差 武术高手 你们两个很大啊 干脆快点结婚得了 常念寒掰着手指头数道 嘿 你个小丫头 瞎操心我的事情 逍遥竖起手指 轻轻敲在她的头上 哎呦 你又打我头 我都要被你打得长不高了 一米五蛮好的吗 南方小土豆 去了北方有人疼 哼 不理你了 逍遥哥哥太坏了 常念寒一甩马尾 扭过头 嘟起小嘴巴 做傲娇状 那我的拳法你要不要学了呀 要要要 逍遥哥哥快教我 常念寒脸色一变 直接扑了过来 晃动着逍遥的手臂 那你好好看 好好学啊 我教你的这一门拳法 叫做八级拳 听过八级拳吗 嗯嗯 那你看好了 我先给你打一遍啊 说着 逍遥一步踏出 碰 草地巨震 紧接着他一拳挥出 空气中传出一阵阴暴 逍遥手脚并用 很快打完了一套气势十足 杀伤力恐怖的八级拳 怎么样 能领会几分 看见常念寒眼睛 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 逍遥皱了皱眉 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这是 顿悟了 逍遥眼中 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小丫头天赋这么好 看他打一套拳法 就顿悟了 只见常念寒眼中的亮光 越来越胜 而后他自己缓缓地摆出了 八级拳的起手势 一拳一脚地演练起来 那场面颇有宗师之风范 这领悟力不得了啊 看样子 我是要培养出一尊女武神了 逍遥摸着下巴思索着 好事情 念寒强大了 也是好事情 接着他走到一旁 开始练习新得来的拳法 阵御扶摸拳 哄 逍遥双目微闭 而后浑身气势陡然一变 宛如一尊横眉怒目的金身罗汉 浑身一股霸道阳刚至极的气息 喷涌而出 似是眼前出现了一尊无形的大魔 他挥动拳印 要镇压大魔 逍遥 我们来了 这时 院子外边传来了沈诗运的声音 两男两女四道身影 走入院子 哄 几人刚刚踏入院子 就觉得一股恐怖的威压 笼罩住了自己 柳家最是不堪 直接扑通一声 鸭子坐在了地上 卓越和苏星死死地咬牙坚持着 面色都为之扭曲了起来 沈诗运扶住墙壁 大概因为是先天灵体的缘故 他受到的影响最小 可也是脸色被震慑得苍白不已 几人满脸 惊恐地盯着逍遥 只见逍遥身躯晃动 浑身上下四世 散发着无边的金光 宛如一尊绝代霸王出行 挥动的权益 四世要将自己等人的灵魂都给撕碎 这就是 我梦寐以求的力量 这就是我一直看看追寻的 卓越双眼死死地盯着逍遥的动作 心中发出怒吼 逍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沈诗运秀眉紧促 到了现在她 还能不明白吗 逍遥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国术高手 这恐怖的气势 绝不是普通的国术宗师 所能爆发出来的 难道 逍遥是修仙者 沈诗运被自己的这个猜测吓了一跳 可现在这个场面 除了修仙者 也没有其他东西解释得通了 毕竟 你见过那个国术宗师练拳的时候 拳益能笼罩一整座花园 让人难以呼吸 动弹不得的 从来没见过吧 逍遥 快住手 我们快喘不过气来了 沈诗运秀眉促警地呼喊出声 逍遥听到声音后 才停下拳法 你们来了 咦 你们这是怎么了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满身汗水 气喘吁吁的四人 还不是都怪你 沈诗运称怪地看了他一眼 逍遥哥哥 你刚才那个拳法到底是什么 实在是太厉害了吧 柳家用力拍着胸前的硕果 一晃一晃惊讶地说道 我新学的一门拳法 有名字吗 这门拳法 卓越问道 有 阵域伏魔拳 拳阵忧郁 罗汉伏魔 好霸道的拳法 卓越惊叹道 呃 小伙子你中二病有点严重了呀 请师父受徒儿一拜 收下徒儿 这时 卓越二话不说 竟然直接跪在了逍遥面前 呃 我是不收徒的 逍遥摆摆手说道 叮 宿主气势无双 绝世剑圣自主臣服 宿主是否收下剑圣徒弟 收 奖励天级下评武技通天剑绝 不收 奖励无 逍遥直接一整个呆住了 绝世剑圣 你说眼前这个天天想着 自己是剑圣的中二病小子 你认真的 没跟我开玩笑 不是 做梦都能成真 那我从现在开始做梦自己是天地 还来不来得及 第三十四章 徒儿 你且看为师这 一剑开天门 这个嘛 原则上我是不收徒弟的 但是原则是可以被更改的 逍遥抚摸着下巴 啊 逍遥哥哥 原则不是不容改变的吗 这时 常念寒从顿悟的状态中解除 刚刚走过来 就听见了逍遥这句话 他条件反射的反驳道 小丫头骗子 我说可以改变 就可以改变 你看你这同学 一脸诚心的表情 你觉得拒绝他合适吗 啊 你觉得合适吗 还是说你觉得逍遥哥哥 我是一个这么冷酷无情的人吗 我都说了一百遍了 我是好人 善良的好人 逍遥歪着头问道 略略略 常念寒吐了吐小香舌 他认识的逍遥哥哥 那可真不是什么善良的好人 记得去年的时候 还会抢他的口香糖吃来着的 动不动就欺负他 摸他头 害他一年过去了 还是一米五的身高 不过 有些话长念寒 只敢心里吐槽吐槽 不然他怕逍遥 又给他赤板利抱头 好了 起来吧 你这个徒弟 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了吧 逍遥拖起卓越的胳膊 叮 恭喜宿主 成功收徒未来见胜 奖励通天见绝 多谢师父 卓越狂喜 脸上充满着笑容和向往 逍遥不动声色 可心里也乐开了花 这特么未来的剑声 先给他忽悠瘸了 顺便再剪一门绝世的剑法 亏吗 不亏 赚翻了 而且 这徒弟既然能成为剑圣 那说明 他一定有超市的天赋 也不用管他 扔两本功法五技 给他自己练着就好了 自己刮个便宜师父的名头 嘿嘿 这样一盘算 自己血赚不亏 逍遥啊逍遥 能想出这个办法 你可实在是太极贼 哦不是 聪明了 嗯 既然说你做徒弟了 我也不会私藏 定然是全力教导你的 你先说说 你想学什么东西 卓越眼睛一亮 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剑 嗯 剑也算是为师擅长的术法之一吧 逍遥故作高深地点头道 那你还擅长些什么呀 逍遥 这时 沈世韵突然狡黠地眨眨眼问道 他今天就要想办法 把逍遥的牢底掏出来 剑 刀 券 掌 掌 我都行 不信 那你看好了 碰 逍遥反手朝着天空一掌拍出 好 一条真气化作的金龙冲了出去 啊 你来真的 沈世韵看得呆住了 反倒是常念喊几人 因为已经见过多次逍遥的降龙神掌 已经见怪不怪了 全你们已经看过了 再来是刀 刷 他大手一挥 要光宝刀出现在手上 吃 而后逍遥一刀破空辟出 哄 恐怖的刀芒标射 将远处一棵大树 从中间劈成了两半 最后是剑 逍遥看几人呆呆的表情 心中满意 要不是为了把这剑声忽悠瘸 他才懒得表演这些玩意呢 剑 剑 逍遥一想起来 自己特么的 好像没有剑啊 算了 不管了 没剑就没剑呗 大不了硬上得了 剑 来 他长喝一声 催动通天见绝 吃吃吃 瞬间 云层深处一道恐怖的光芒闪现 下一秒 一道剑光破空而来 宛如惊雷一般 从天而降 卧槽 真有剑 看着手上 这把无形长剑 逍遥都呆住了 这通天见绝 真不愧是天极武器 太特么的牛逼了 徒儿 你既然喜欢剑 那就看看 为师这一剑如何吧 逍遥手上握剑 轻微反转 而后 朝着天穷一剑斩出 你且看好 为师这一剑名曰 一剑开天门 吃 一道璀璨道 连逍遥都被亮到的剑光 贯穿了长空 风雷浩荡 剑光削削 这一剑 气势浩大 直入云霄 仿若真的能一剑破开天门 剑气化作狂风 呼啸着众人的发丝 下一秒 云层直接分散 被一道灵力的剑光 一分为二 当真是一剑开天门 卓越看着那被切开的云层 久久不能平静 好 好强的剑法 一剑开天门 好霸道的名字 终有一天 我也要一剑开天门 卓越死死地握紧了拳头 眼中充斥着无限的憧憬之色 逍遥嘴角抽了抽 这通天见绝 真不能瞎用 这天机武器 真不是盖的 特么就这么一剑 他浑身真气都被抽干了 现在腿都是软的 一个婴儿都带把自己推倒了 剩下几人看逍遥的眼神 也是越发地崇敬了 逍遥 你认真说 你到底是不是修仙的 沈世运问道 就是 逍遥哥哥 你告诉我们 不要再像上一次那样 说什么相信科学 然后一巴掌拍出一条金龙了 师尊 您今天都一键开天门了 您一定是传说中的修仙者吧 卓越也是这样问道 在后边的两个装饰品 苏星和柳佳 也瞪着好奇的眼睛 行吧 事到如今也不瞒你们了 我确实是修仙者 而且 再不久的将来 蓝星将会迎来灵气复苏 没错 随着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有些东西 逍遥已经不打算隐瞒了 之前是因为怕给自己惹来麻烦 毕竟那时候的自己 还不够强大 可到了现在 他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了 也没必要瞒着了 而且灵气复苏 仙门县世 对于维护世俗界秩序的华夏来说 这也是不利的 与其眼睁睁地看着仙门弟子出世 将华夏弄得乌烟瘴气 不如由他来和国家合谋 将仙门镇压 而且 有了国家的帮助 很多事情 他都能更加的方便去执行 做事情 也不用躲躲藏藏 束手束脚 最重要的是 那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很可能在未来 会成为更加强大的存在 他要是提前接触 然后镇压 嘖嘖嘖 这奖励 那不得拿到手软啊 所以 先把事情告诉沈世运 他们也不是一件错事 自从上回去陆林以后 逍遥就感觉到了 灵气已经从一些偏僻的地区 逐步复苏了 白毛就是被灵气改造的生物之一 而系统所显示的时间 很可能是灵气全面复苏的时间 照这么看来 天下大乱 也已经不远了 第三十五章 告知灵气复苏 着手突破命拳 灵气复苏 几人对视一眼 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 这是真的吗 逍遥哥哥 常念寒惊讶地说道 我怎么会骗你们呢 白毛 过来 逍遥转身招呼 刷 只见家中一头巨大的老虎冲出 纵身一跃 砸在了草坪之上 啊 老虎 柳家下的硕果乱颤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卓越和苏星的脸色也白了 逍遥 有老虎 沈世运更是害怕的 整个人像树懒一样 挂在逍遥的身上了 下来 大姐 你先下来 不下 我怕老虎 你把他赶走 沈世运把脑袋 埋在逍遥的脖子上 支吾着说道 他不会咬人 这是我养的宠物 你赶紧下来 逍遥满头的黑线 尊都假都 我骗你干什么 那好吧 沈世运不情不愿地 从逍遥身上下来 小脸红扑扑的 妾 坏蛋逍遥 竟然不吃这一套 常念寒看着嘟着嘴 一脸不开心的沈世运 小嘴微翘 逍遥哥哥是直男 软硬不吃 看样子 要想其他办法对付他 然而逍遥却是摸了摸鼻子 这妮子真丰满 差点压不住枪 白毛是我在陆岭遇到的 按理说 我们南方地区 应该不存在像他这么壮瘦的老虎吧 而且 白毛比起寻常的老虎 更加通人性 这一点 想必念寒也知道吧 而这就是灵气复苏所造成的影响 就像上回你们遇到的那头 五米多高的棕熊 也是被灵气影响发生一遍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灵气一旦复苏 动物会化作妖兽 植物也会成金怪 各种天才地宝 妖魔鬼怪都会冒出来 甚至还有远古先门的修仙者出世 未来的世界 你们可以想象吧 逍遥咧嘴轻笑 眼见几人满脸正步的模样 逍遥抿了抿唇 看样子 他们是被吓到了 那逍遥哥哥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 常念寒问道 我是在偶然之下 遇修仙者传梦 给我得知的 并且修习了无上术法 逍遥故作高深的样子 不过你们也不用太害怕 这灵气复苏 乃是大势所趋 所谓兵来降挡水来土掩 有我在 没意外 事已至此 便先吃饭吧 笑了笑 逍遥转身走进去别墅之中 饭后 逍遥将松鹤断体术 以及一门黄极拳法 传给了几人 只要好好练习 不须多识 他们的实力 便能比肩当时的宗师人物 逍遥 逍遥 我感觉 我们好像是要去拯救世界一样 沈世运握着拳头 一脸的激动 都说少年有梦 可少女亦然 当发现世界的秘密 犹然而生的责任感 便会背负在身上 那一刻 你会觉得 你是与众不同的 是上帝派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而这 逍遥称其为 中二病 师尊 您何时才会叫我剑术 临走之前 卓越抱着一把木剑 一脸渴求地望着逍遥 剑术 会有的 不过 在修剑之前 你得先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不然就凭你这脆弱如鸡的身躯 如何握得住剑 所以 先好好练习我给你的拳法 和松合断体术的 剑道讲究循序剑境 急不来 时机到了 我就传授你绝世剑法 一剑开天门 届时 你就是这人间绝世的剑上 逍遥忽悠道 绝世的剑上 卓越握紧了拳头 师尊您说的太有道理了 我要做绝世的剑上 他眼睛中有雄心壮志 有烈日浩阳 处处彰显着他的雄心壮志 忽悠成功 热血青年就是好骗 这下子我这通天剑绝 就拿得心安理得了 不然这要牛逼的剑法 拿着我 还真不太安心 逍遥摇摇头 回到了别墅之中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 很快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个月时间 逍遥没做啥事情 就是整天在马路牙子上瞎逛 专门找那种抢劫 小偷 还有飞车党 小混混 富二代的茶 找到了 就连人带老窝 一口气打上门去 全部端了 狠狠收割一波真气质 这导致最近一个月 青岚市警方空闲的 差点变成麻将馆了 逍遥的业绩 比所有警察夹起来都好 方局长那张老脸 笑得跟菊花似的 他青岚市这一个月的犯罪率 变成全省最低的了 上头狠狠地表扬了他 这一切都多亏了打击步伐 歼灭罪恶的逍遥 那简直是他的福星 他现在看见逍遥 就差跪下来 喊一声大哥了 今天听说 某个猖獗的飞车党 被人一窝端了 所有成员被捆成粽子 丢在了派出所门外 明天听说 某个富二代 因为在马路牙子上调戏女生 被人一顿胖揍 然后连带着他爸 他爷爷 他叔叔 他舅舅 他大表哥 三表姑全都因为偷税漏税进去了 后天又是哪个流亡的杀人犯 被一脚踹进了ICU 反正青兰市警察局是空出鸟来了 逍遥也开心啊 他就成天瞎晃悠 那真气值提升 倒也是快速 查看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撞气近九重 真气值达到 一千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功法 松鹤断体术 黄级中品 金刚不坏之身 玄级中品 五级 八级拳 黄级上品 竹锋布 黄级中品 流星刀法 玄级中品 降龙神掌 地级下品 踏雪无痕 玄级中品 开山拳 黄级中品 阵域伏魔拳 玄级极品 通天剑绝 天级下品 物品 药光刀 下品宝器 流金追风靴 下品宝器 林园丹X3 烧烤调料 玫瑰花 血气单方 百年诸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真气值 999 10243 评价 恭喜你 升级了 走出新手村 两米半乘二的大彩机 撞气巅峰了 照这个节奏 距离命全境就不远了 逍遥摸了摸下巴 叮 发布系统主线任务 请在三天之内 突破命拳 成功 奖励太阳真火火种 地级中品5G 大日焚天印 地级下品剑绝 清廉剑歌 逍遥的眼睛眯起来了 这奖励 实在是太丰富了 好东西不怕多 突破之前先照例来一发抽奖 逍遥轻笑 他已经积攒了一万多零点 白银抽奖五百零点一次 他可以来得二十连抽 第三十六章 突破命全境 常念寒的绅士 系统 十连抽 给我干 逍遥一声令下 啪啦啪啦 银色的转盘虚影 出现在他的眼前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撞气一重妖兽 钢脚零露血肉 五十斤 多吧 多就对了 撑死你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金刚铁剑一饼 除了硬 没啥特点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黄极中品剑法 三才剑决 没啥特殊的剑决 威力上课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精良品质物品 黄极上品拳法 昆拳 根据某种具有神性特征的 舞蹈演画而来的拳法 配上背带裤和中分 以及篮球 威力翻倍 已经九样东西了 都是些对我没用的东西 不过要是给念含他们 倒是还合适 逍遥摸了摸脸颊 难道自己的运气 到此结束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史诗集物品 神级功法 刀剑天精 左手刀 右手剑 刀剑阵势 万神辟邑 逍遥 神级功法 这是比天级功法等级 还要高的神级功法 刀剑天精 这名字听着就牛逼 无虎起飞 逍遥脸上浮现狂喜之色 还剩下五千点 先留着等着抽别的 逍遥摸了摸脸颊 思索着 刀剑天精使用 逍遥心念一动 哄 顿时无数的洪流 涌入到她的脑海之中 好似在聆听大道之音 声震怀语 逍遥猛然睁开眼睛 她的双瞳中 有黑色的刀和银色的剑 在绽放神光 逍遥端坐 宝箱庄严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一股股玄傲的波动流动 剑 秀 她虚空点出一指 一道惊人的剑光 暴射而出 刀 刷 她再度探出手 要光刀落入手中 是 恐怖的刀芒 卷起百草千堆血 好恐怖的刀剑天精 一刀一剑下 我甚至能切开一艘航母 逍遥面露震惊之色 这就是神级功法的恐怖程度 直接将她的攻击力 提升了一个层次 好 接下来 突破命拳 逍遥咧嘴一笑 随着她运转刀剑天精 面板上那999的真气值 不知何时 也变成了1000 逍遥彻底陷入了沉睡之中 将真气压缩凝聚成命拳 是需要时间的 而这个时间是很漫长的 所以 逍遥这一闭关 就闭关了整整三天 花园里面 蝴蝶 蜻蜓 蚂蚁 各种昆虫 都停留在她的身上 三天一动不动 逍遥的衣物上 甚至有了一层薄薄的浅灰 逍遥哥哥没事吧 常念涵和沈世韵 一脸担忧地看着逍遥 应该没事吧 逍遥肯定又在修炼 什么厉害的功法了 沈世韵笑道 嗯 我相信逍遥哥哥是最厉害的 常念涵用力点头 就在这时 别墅之外 应该就是这里吧 没想到那对卑贱的母女 竟然能住在这么好的地上 是被哪个大款包养了吗 别墅外面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人 和一个白色西装 金丝眼镜的年轻人 从一辆昂贵的裤里南上下来 郑伟 去敲门 中年人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好的 爸 滴滴滴 别墅的门铃响起来了 谁啊 常母正在厨房做饭 她擦干手上的水渍 前去开门 咔嚓 大门打开 两张熟悉的脸庞 落在她的眼中 是 你们 常母的脸色彻底变了 她的眼中 接连闪过愤怒 不甘 以及害怕 是我们 常玉梅 没想到你 竟然带着自己的女儿住别墅 是在这青蓝石榜上 哪个大款来啊 年轻人冷笑着质问道 伟正 怎么说话的 再怎么说她 都是你的大伯母 中年人淡淡地呵斥道 语气中 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 妾 什么大伯母 不过是一个好运的婢女罢了 苏伟正不屑地撇撇嘴 你们来这里想要干嘛 我们母女应该早就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长母语气不善地说道 长玉梅 你说没关系 就没关系 那剑种体内流的 怎么说 也是我苏家的血 我们来带她回苏家 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苏伟正嬉笑着 想想也七八年过去了 不知道当年的那个穷酸丫头 现在长得怎么样 不好看可不行啊 说着 她就要往别墅里面挤 唉 你们不能进去 长母想要阻拦 却是被年轻人一把推开 这就是你的代客之道吗 客人来了 就打算把人晾在门外 中年人苏新瑞淡淡地质问道 你们算是什么客人 当年是你们 把我和念寒赶出苏家的 现在又来找我们做什么 还怕羞辱我们 羞辱得不够惨吗 长玉梅冷声说道 当年 她本是青岚市隔壁家市 最大的豪门苏家的一个婢女 在某个夜晚 被苏家大少爷酒醉后侵犯 怀了长念寒 苏家因为怕家丑外扬 便让苏家大少爷娶了她 做一个妾室 她作为苏家大少爷的妾室 在苏家生活了五六年 这五六年 她不仅要被苏大少 名媒正娶的夫人欺辱 还忍受着苏家嫡妻的白眼 就连家族的下人都瞧不上她 后来 苏大少的正牌妻子 生下了一个孩子 她便也失去了作用 两人就被苏家随意地丢出家门 压根不管他们母女俩死活了 母女俩在青岚市生活了七八年 本以为这辈子和苏家 不会再有任何的瓜葛 没想到 如今他们却是 又找上门来了 长玉梅 我也不怕告诉你 最近苏家 要和魔都的一个大家族合作 怜姻冲喜 可苏家第三代中的女子 大多都已经有了婚配 想来想去 唯一剩下的 好像就是你家的那个了 所以 家族打算 把你们接回去 让你们享受荣华富贵 然后 你的女儿会 嫁入魔都大家族 当然 明媒正娶是不可能的 但跟你一样的妾室 还是有希望的 苏星瑞得意地说道 这是家族给你的恩赐 长玉梅 你的女儿呢 出来让我们见见 第37章 命全境三重 真 我不吃牛肉 念含是不会见你们的 你们走吧 我长玉梅 因为当年的一念之差 让孩子和我 受了半辈子的委屈 我绝不会让她 再走上我的老路 长玉梅瘦弱的身躯 挡在了两人的身前 我绝对不会 把我的女儿 再度送进魔库 因为自己的经历 所以她知道 那些名门豪族中的 隐隐狗狗 外人看来 或许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实际上 一个妾室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一旦失去丈夫的宠爱 你的人生就彻底毁了 下人和保姆都瞧不起你 更有甚者 或许完腻了以后 直接赏赐给自己的手下了 这跟养了一个动物 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比动物过得很惨 最起码 动物不会无缘无故挨打 而你 一旦丈夫明媚正娶的夫人 看你不爽 你的生活就要遭殃了 所以 长玉梅绝对不会再把自己的女儿 送到这种地方去 说什么也不行 你说不行就不行嘛 你算什么东西 苏正伟上前一把将她推开 那小贱人在哪里 快叫她出来 老子今天就要把她带回苏家 几人在房子里搜寻起来 叮叮当当 各种东西砸了一地 住手 你们住手 别墅中的动静 瞬间就引起了花园中 长念涵和沈世韵的注意 妈 你们是谁 长念涵看到倒在地上的母亲 急忙冲上前去 将她扶起来 她一脸怒火地瞪着苏正伟父子 哟 你就是那个小贱种 长得倒是不错 嘖嘖嘖 倒是便宜了魔度的那个傻子大少了 苏正伟抚摸着下巴 看着眼前青春靓丽 活力无限的少女 舔了舔嘴唇 这种还有点青涵的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你们是谁 长念涵满脸愤怒地瞪着他们 诗运姐姐 报警 好 沈诗运说着 就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哟 这里还有一个大美人 嘖嘖嘖 这个好 我喜欢 这双大长腿 我可以舔一年 苏正伟舔了舔嘴唇 眼中闪过一抹惊艳之色 这比她玩的那些什么笑花 细花可好看太多了 特别是 那双包裹着白色丝袜的圆润长腿 让她一下子就立起来了 太戳心脾了 袜子 都能泡水喝的几年 看见苏正伟猥琐的目光 沈诗运感到无比的厌恶 这种眼神 她在大学那些男人身上见得多了 恶心得要死 她在手机上拨打了110 小妞 你还敢报警 先跟苏哥哥 我玩一下 苏正伟朝着沈诗运扑来 啪 沈诗运目光一眯 抬腿就是一记撩阴脚 这几日 她和常念寒在一起锻炼松鹤断体术 如今的戾气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两三个大汉都打不过她 更别说苏正伟这个纵欲过度的公子哥了 哦 这一脚 瞬间鸡飞蛋打 黑的黄的 红的流了一地 苏正伟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那一瞬间 他清晰地听见了淡碎的声音 噗通 整个人一下子栽倒在了地上 口吐白沫 顺身抽搐 正伟 贱人 苏新瑞看见自己的宝贝儿子 倒在地上 勃然大怒 这一脚下去 不是直接把自己儿子宝贵的传宗接代的宝贝废掉了 你这该死的贱人 王叔 出手 把这女的给我抓了 苏新瑞冷冷地说道 门外 一个苍老的人影闪身进入了别墅之中 三爷 老者恭恭敬敬地对着苏新瑞拱手 身为苏家的三爷 他出门在外 怎么可能没有人保护呢 这老者就是他的贴身保镖 国术界的一位宗师 给我把这女的废了 他敢废我儿子 我就把他卖到缅甸去做妓女 苏新瑞恶狠狠地说道 好的 三爷 老者眉眼低顺 双手自然下垂 蒲扇般的手掌上有厚厚的老茧 这种事情 他做得多了 也算是习惯了 啪 老者宛如暴龙一般 就朝着沈诗运冲了过来 沈诗运脸色顿时就白了 虽然他现在的身手有所提升 可本质上 依旧只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子 就在那老者的巴掌 将要落下之时 轰隆隆 别墅突然开始疯狂地震动起来 苏新瑞一个 猎且差点一屁股坐地上去 而那宗师也被晃得七昏八素 常念寒将自己的母亲扶起来 和沈诗运对视了一眼 逍遥哥哥突破成功了 轰隆隆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天空顿时一阵电闪雷鸣 坐在花园中的逍遥 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股通神般的气势 自他身上爆发而出 这股恐怖的气息 直接冲上了天穷 冲散了云层 逍遥周身灵气激荡 宛如狂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他一呼一息间 白色的气流自鼻孔中涌出在空气中翻滚 化作白雾 遮蔽了整座花园 数不清的花草树木 在这白色雾气的滋养下 疯狂生长 逍遥体内潜藏着的赤消龙岩果 剩下的药力全都被激发了出来 在丹田处 一个灵力构成的漩涡中 越发多的灵力喷涌而出 那就是他的命拳 而此时在这个命拳的旁边 还有两个命拳也在缓缓成型 这就是赤消龙岩果的药力吗 竟然一口气 让我突破到命拳三重天 逍遥面露惊讶之色 叮 恭喜宿主 成功突破命拳净 系统热物完成 叮 恭喜宿主 突破命拳净 人物面板更新 叮 恭喜宿主 突破命拳净 系统奖励发放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太阳真火火种 D级中屏5G 大日焚天印 D级下屏5G清廉剑歌 系统 查看人物面板 宿主 逍遥 境界 命拳净三重 灵力值达到400可突破至下一境界 攻法 松鹤断体术 黄极中屏 金刚不坏之身 旋即中屏 刀剑天经 神级下屏 5G 八级拳 黄极上屏 竹锋布 黄极中屏 流星刀法 旋即中屏 响龙十八掌 旋即上屏 踏雪无痕 旋即中屏 开山拳 黄极中屏 镇玉伏魔拳 旋即极 通天剑爵 天级下屏 青莲剑歌 地级下屏 大日焚天印 地级中屏 物品 太阳真火火种 药光刀 下屏宝器 流星追风靴 下屏宝器 灵元丹X3 烧烤调料 玫瑰花 血气单方 百年猪果X1 白色丝袜 篮球少年手办 写真集 灵力值 300 0.5243 评价 登堂入室的修真翘楚 鸟枪换大炮 呵呵 逍遥捏了下拳头 缓缓冒出一句话 我不吃牛肉 第38章 上门自首 我杀人了 杀三个 嗯 逍遥皱了皱眉 别墅中的动静他 自然也有所知晓 毕竟 虽然他在突破 但意识 还是处于清醒之中的 呵呵 念寒老家人找上门来了 有意思 去看看吧 他起身震去身上的灰尘 朝着念寒家中走去 啊 停下来了 呼 我还以为地震了 吓死老子了 苏星锐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王叔 继续动手 不要停 好 王叔目光一领 竖起手掌狠狠朝着沈世韵再度拍去 身为铁杀掌宗师 他这一巴掌连石头都能拍碎 哄 一声脆响传来 王叔直接被震得倒飞了出去 整只手掌从手腕处弯曲成一个极其诡异的弧度 就像老朽的枯枝 骨头已经彻底折断 全靠皮肉 还连接着手臂 不至于让手掌分离 王叔握住手腕处 脸色无比的苍白 额头上遍布冷汗 他看着突然出现在沈世韵面前的人影 眼中闪过浓浓的恐惧 你 是谁 他艰难地质问道 啪 逍遥看都没看他一眼 隔空一巴掌甩出 一道灵气竟赫然将王叔的身体抽碎 消失在原地 叮 恭喜宿主 斩杀命全境一冲高手 零点加一百 灵力值加五 这一幕将所有人都吓傻了 特别是苏星锐 更是身躯一颤 就像是见鬼了一样 随手一巴掌 就把一个大活人 从半空中抹去了 这是人是鬼 逍遥哥哥 你突破成功了吗 嗯 逍遥伸出手摸了摸 长念寒的脑袋 接着他看到长衣额头上有磕伤 眉头一皱 轻轻伸出手指 隔空一点 灵气涌动 长衣脑袋上的伤口 瞬间便是治愈了 顿时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笑 笑 你这是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逍遥 无比吃惊 说来话长 长衣 你就当作是修仙者手段好了 逍遥笑道 笑 笑你成为修仙者了吗 长衣无比震惊 是的 谁 什么修仙者 小子 说你这到底是什么魔术 你蛇什么诡计 可那苏星锐 却是决然不能相信 在唯物主义的光芒下 生活了几十年的他 绝对不相信 这些所谓的怪力乱神 他一口咬定 逍遥是在变魔术 装神弄鬼 哼 无知者无罪 也罢 就让你见识见识吧 逍遥无奈地摇摇头 只见他竖起两根手指 清廉剑哥 呼呼呼 逍遥周身滚滚狂风浮现 只见一朵翠绿色的莲花盛开 莲花周围 遍布着一道道细小的剑气 其锋锐程度 即使只是直视 便能刺瞎人的眼睛 去 逍遥屈指一弹 刷刷刷 无数细小的剑气飞出 吃吃吃 挤到剑光一闪而过 只见苏星锐的双手双脚 全都被砍了下来 他被削成了人棍 倒在地上 发出恐惧的嚎叫声 好痛 好痛啊 现在信了吧 逍遥笑着问道 信了 信了 哎呀 好痛 疼死我了 他疯狂点头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发出惨叫 嗯 既然信了 那就去死吧 逍遥挥了挥手 碰 苏星锐的身躯 直接炸成了粉碎 现在 逍遥击杀武夫和壮气劲的 已经没有好处了 沈世运等人 倒吸一口凉气 小 小潇 你这是 杀 杀人了 常依害怕地说道 没事的 常依 不过是些蝼蚁罢了 况且 他们做恶多端 我不杀他们 他们迟走 也不得擅重 说着 顺手把一旁 已经碎了蛋的苏正伟 也给一巴掌拍死了 接着逍遥挥了挥手 呼呼呼 狂风在别墅中转动 顷刻间就将别墅 整理得一干二净 就连破碎的花瓶 都被他以灵气 给重新修补好了 看得沈世运他们目瞪口呆 太厉害了 逍遥哥哥我也要修宪 我也是 我也是 逍遥我也想修宪 沈世运也一脸兴奋 好好 回头我再传授 你们些别的功法 逍遥笑着道 这时 沈世运有点扭捏地 攥着自己的裙子 有没有那种 进展快一点的功法呀 他脸色红的 仿佛能滴出血来 一对碧蓝色的美目中 更是透露出一股妖魅 什么进展快一点的 逍遥条件反射地问道 就是 就是双修什么的 啊 逍遥一脸汗颜 这妮子竟然打直球 越来越大胆了 可以哦 到时候 我带你练一下 逍遥说道 啊 沈世运长大了嘴巴 尊都假都 长衣 你们先在家里待着 我去一趟警察局 吃过午饭后 逍遥说道 啊 没事吧 你去警察局做什么 三人一脸的不解 灵气复苏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要跟官方说一下 还有苏家的事情 不介意的话 长衣 你们明天和我去一趟苏家吧 有事情 我帮你们一起解决掉如何 真的吗 自然是真的 我不会骗你们的 逍遥笑着说道 好 吃过饭后 逍遥就直奔警察局而去 他拨通了寸头警察正刚的电话 喂 郑兄弟 萧兄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正刚拿着电话从局子里出来 是又抓了哪个违法犯罪的人来了吗 是啊 谁 我 郑刚 萧兄弟 这话可不幸乱讲的呀 没乱讲 我杀人了 杀了三个 逍遥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认真的 认真的 没跟我开玩笑 没 郑刚的脸色变了 你先进来吧 我找一下方局长 郑刚眉头紧促着说道 第39章 告知真相 前往军部 萧兄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看着坐在眼前好争以侠 不慌不忙喝着茶的逍遥 方局长心里慌得一批 你要说逍遥杀人了吗 你看看 哪个杀人犯是像他一样 悠哉悠哉喝着茶的 可你要是说他没杀人 他自己都承认了 杀了三个人 而且 警方也去他家调查取证了 这件事情 确实是真的 所以 方局长现在很难办 虽然说你逍遥帮助警方 处理了大大小小许多的事件 劳苦功高 可你杀人了 这在华夏就是天大的红线 即使你功劳再大 触及了这个红线 那也是应该依法处理的 所以 方局长现在是左右为难 可反观逍遥 好像似乎并不在乎 方局长 我虽然杀了人 但是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那苏星锐手下有多条命案 他在商场上的那些竞争对手 全都被他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害死 而那苏正明 曾经诱导侵犯过数十名的少女 其中还有未成年 而且事后 甚至将那些不肯接受他封口费的家庭 全都杀害 而那王一山 作为苏正明的大手 打死过许多讨债的无辜工人 可以说 这三个人 全都有取死之道 逍遥平静地喝了一口茶说道 我知道 我虽然知道 可是肖兄弟啊 即使他们该死 那也应该有法律来惩罚他们 你也不能动私刑啊 方局长皱眉道 我知道 所以我今天来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方局长 逍遥翘起了二郎腿 什么事情 方局长反问道 这是一件关乎华夏 乃至于整个蓝星存亡的事情 方局长 你的等级可能还差了一些 我要求和军部大人物亲自对话 逍遥冷静地说道 这么严重 方局长倒吸一口凉气 那 这 我知道你做不了决定 所以 方局长 你可以把我跟你说的话 转达给上面 看一下上面的反应 逍遥继续说道 好 你说 方局长点点头 眼见逍遥的目光变得凝重 他也随之面色凝重起来 只见逍遥略微凑近了一点方局长 而后淡淡地开口 灵气 要复苏了 方局长 我再说一遍 蓝星灵气要复苏了 届时 动物化妖 植物成精 甚至还有远古仙门出世 整个蓝星都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而身为东方大国的华夏 自然是首当其冲 逍遥认真地说道 肖兄弟 你没再和我开玩 可下一秒 他说不出话来了 只见逍遥的手指上 一簇火苗突然升起 而后他轻轻一点 火苗覆盖了整个手铐 眨眼间 手铐就化作了一地的飞灰 我没有必要跟你开玩笑 我逍遥也不是闲得没事干要和你开玩笑的 若方局长不幸 我还可以展露手段 比如 只见逍遥单手结印 一方火焰大印在他的手中转动 一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经地方局长连连后退 这间审讯室仿佛都要被这灼热的火焰给燃烧了 方局长的脸色彻底变了 他彻底不淡定了 他害怕地站起身 连连后退 此乃我之神通 命运大日焚天印 仅我手中这一方寸小印 便可将半座青蓝浆给彻底蒸发 逍遥淡淡道 不知 方局长是否相信 逍遥邪逆着他问道 向 相信 萧兄弟 萧现实 还请收了神通 方局长擦着额头 那小印实在是太热了 逍遥拖着他 就像拖着一颗小太阳一样 快将它烤成人干了 那么 方局长是否可以联系上面了 灵气复苏 事关蓝星所有生灵 这事情可耽误不得 好好好 我这就联系上面 方局长连连点头 接下来半个小时 方局长一连打了十几个电话 层层往上报 他讲得口干舌燥 最后终于将事情确定下来了 因为事关重大 所以军部方面立刻准备接见萧遥 十五分钟后 警察局外 军部直升机到了 这位就是萧兄弟了吧 我是华夏南方军部 沈红腾 直升飞机上 下来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 看上去有点眼熟 萧遥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请吧 萧兄弟 他对着萧遥说道 萧遥点点头 走上了直升机 因为要前往南方军部的大本营 所以方局长并没有那个资格 被邀请的也只有逍遥一个人罢了 直升机在空气中行驶 今天的天气不太好啊 风很大 导致气流非常的不平稳 直升机驾驶员皱着眉头说道 还有多久能到达南方军部 沈红腾问道 正常情况下还有半个小时 可因为这个天气 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小时以上的 驾驶员老师回答道 太慢了 不知何时 萧遥出现在了沈红腾的身边 要不这样吧 沈副官 你给我指一个方向 我们先去军部 这位兄弟再慢慢开始升机过来吧 萧遥说道 啊 沈红腾一呆 就这样说定了 下一秒 萧遥竟然拉住他 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了下去 沈红腾脸都白了 他特么没带上降落伞啊 这下子完蛋了 要摔成肉饼了 冷静一点 沈副官 萧遥说道 只见他浑身灵气滚滚而起 虽然命全境并不能飞行 可凭借磅礴的灵气 萧遥想要短暂制空 甚至在高空用轻弓飞一段路 还是不难的 哄 萧遥浑身一震 轻弓踏雪无痕施展而出 呼呼呼 周围的狂风掠过耳边 他拉着沈红腾 直接消失在远方 沈副官 那个方向 那边 接下来呢 这边 OK 呼呼呼 萧遥带着一个人 在天空中击齿 沈红腾都骂了 萧遥这是真一天啊 全程就看见他在几棵树上 踩了几片叶子借力过 虽然不算是玉空飞行 也差得不远了 来之前 他还对所谓的修仙和灵气复苏 抱有疑问 没想到 这竟然是真的 叮 宿主神通广大 沈海静一重强者 对宿主顶礼膜拜 零点加一千 灵力直加五灵 逍遥双眼瞇了瞇 果然 军部就是牛逼 一个副官都是沈海静 现在有些期待 见到军部那些真正的大佬了 第四十章 仙门复苏之说 大佬们的恐惧 老吴 你说 这修仙和灵气复苏 是真的吗 不好说啊 我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也确实存在很多科学 无法解释的东西 唉 要是灵气真的复苏 又是一场大麻烦 不管怎么样 保护好这个国家和人民 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南方军部 几个老者聚在一起 他们都是军部的大人物 在华夏属于那种跺一跺脚 都能震动一方的大人物 不过 这么久过去了 红腾怎么还没把人带回来 有个耐不住性子的老者 皱着眉头 年纪一把了 冷静点不好吗 差这么点时间吗 天气预报说 他们有大风和暴雨 可能是这个影响了直升机的速度吧 再等等 为首的一个老者 看上去白发苍苍 却又显得异常绝朔精神 他就是这南方军部的总司令 陈昂生 陈昂生一发话 其他人就都不说话了 耐心地在这里等待起来 就在这时 天边一个人影 越来越逼近 那是什么 有人抬起头指着天空说的 那是 就连陈昂生都眯起了眼睛 这好像是两个人 人 老人们都震惊了 人在天上 近了近了 真的是人 我去 老夫这辈子见的事情多了 还没见过在天上飞的人 有老人死死揪住自己的胡子 震惊异常 保护手掌 这时 随着那两道人影 越来越靠近 有士兵们拎着枪齐齐 将老人们包围起来 竖起步枪 对准了半空中而来的人影 不要冲动 我红腾 陈昂生竖起手 士兵们的枪全都放了下去 红腾回来了 那个年轻人 就是逍遥吧 真是让老夫大吃一惊啊 陈昂生面露惊讶 逍遥这刚刚到来 就像他们落了一手狠的呀 呼呼呼 狂风呼啸 逍遥拎着沈红腾 施展轻功而来 最后翻身一跃 稳稳砸落在地面 大地上 两个深深的脚印凹陷了进去 逍遥脸色平静地 将沈红腾放下 少年出英雄啊 这真的是少年英雄 让老头子 我长见识了呀 陈昂生抚摸着手掌 带着人朝着逍遥靠近 这位是 逍遥眯了眯眼睛 来 逍遥兄弟 我来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南方军区的总司令 陈昂生 陈老爷子 原来是陈司令 见过陈司令 一听眼前这位老人 竟然是南方军区的司令 逍遥不由地肃然起敬 生在五星红旗下面 就是有这些人在默默复出 才有他们安然无恙的生活 小友客气了 本来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对小友所说抱有怀疑 没想到 小友就给我们落了这么一手 厉害厉害 陈昂生看着逍遥 面露火热 以逍遥现在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那简直就是人间神灵 堪称人形合武 逍遥这种力量 即使是 将他派去某个国家 对那个国家的首脑进行斩首 都没有一点难度 他能坐镇华夏 那就是华夏最大的安全保障 而且对于即将到来的灵气复苏 逍遥也必然掌握着重大的消息 甚至有可能掌握着其他的资源 足以让华夏走在所有国家的前方 所以 对于逍遥 他们肯定是要交好 拉拢的 要不是自己年纪有点大 陈昂生恨不得 现在就和逍遥结拜为异性兄弟 我这不算什么 陈老过奖了 事不宜迟 那我就把灵气复苏事宜 向各位说明一下吧 逍遥说道 他向来不是一个 喜欢客套寒暄浪费时间的人 刚好几位老人也是如此 逍遥小友这边请 在军部会议室内 要是有外人在此 一定会震惊得不轻 因为几位明镇华夏的大佬们 竟然都准备好了纸笔 就像小学生一样 乖乖地坐在位置上 聆听上手一个年轻人讲话 他们很多 可都是出现在电视上的人物 而且 就连华夏帝都的那位 都发起了视频通话 灵气复苏的时间 大概会在十个月后 公元2025年的8月4日 这一日 是灵气在全球范围之内 彻底复苏 可是 据我观测 实际上 灵气现在已经慢慢地 在一些偏远的山区 原始森林 海洋之中开始复苏了 这段时间 我曾经在青岸市的一座荒山中 遇到过许多体型异常的动物 足以证明 灵气已经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悄然而至了 逍遥认真地说道 一旦灵气复苏 全球的生物 都会在灵气的滋养下发生异变 这时 有一位老者举起了手 我有一问 逍遥小友 这生物的变异 是否有一个固定的范畴 是否有成长的极限 很遗憾 没有明确的范畴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中强大的 血脉会发生反阻 朝着上古神兽的方向反阻 其中强大的 或许拥有开山主海的强大神力 就像小说和电视中的一样 逍遥凝重地说道 几位大佬的脸色 瞬间变了 要是这些生物出现 那可真是人类的灾难 陈昂生皱眉道 除此之外 还会有远古先门现实 逍遥再度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远古先门 这是什么 有大佬面露不解 诸位可以理解 在数万年上古以前的蓝星 是有修炼文明的存在的 强大者飞天遁地 抬手摘星辰 拿日月 可因为某个原因 蓝星的灵气消失 那些强大的人物 就从蓝星上消失了 可是在消失之前 他们留下了传承 而那传承 就是远古先门 远古先门中存在着 一大批的修仙者 也是凡人理解的 所谓的先人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弱于我 甚至比我还要强大的实力 一旦这些拥有 强大实力的远古先门复苏 你猜 这一批入室的修仙者 是否会服从于国家的管理 顿时 几位大佬的脸色 变得难堪异常 飞天遁地 摘星辰 拿日月 他们无法想象 上古时代的蓝星 到底经历过什么 可是说到逍遥的实力 他们可是略知一二的 如果即将出世的 是一批逍遥这样的怪物 那事情的恐怖程度 简直难以控制 甚至就来整个世界 都要被颠覆 第41章 警告 宿主误入强大修仙宗门 咧嘴一笑 杀上去 那 那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是好 几位大佬看上去 都有些心神不稳 一想到一堆 飞天遁地的人物 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 他们就几倍发了 三点 第一 全兵不武 逍遥竖起了手指 修炼的第一个境界 五夫境淬炼人体皮 肉 筋 骨 髓 血 脏 只要有相应的功法和药材 不需要灵气 也能完成淬炼 所以我个人提议 先在华夏四大军部 开始普及修仙 当然 修炼功法和武技 还有单方我都会提供 力求在灵气复苏之后 大夏能走在所有国家的前面 逍遥认真地道 几位大佬 都是纷纷点头 就冲逍遥肯拿出珍贵的功法和武技这一点 他们就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 第二点 撤侨 我华夏血脉 岂可流连于他国 万众一心 种植成城 才能将难关渡过 一个月后 从全球范围内开始撤侨 逍遥说道 可是 突然撤侨 其他国家方面不好处理啊 有大佬面露担忧 老孙 都什么时候了 灵气复苏 华夏自己 都面临大危机了 你还在这里担忧其他国家怎么想 陈昂生皱着眉头问道 孙老友担忧是正常的 这件事情 我会解决的 逍遥淡淡地笑了笑 若是哪个国家对撤侨有意见 我会亲自去他们的国家走一走 找他们国家的高层 好好聊一聊的 毕竟我向来习惯以利夫人 逍遥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逍遥逍遥好魄力 陈昂生高兴地大笑起来 他自然知道逍遥所说的 以利夫人是什么意思 还有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 我希望华夏官方内 给我绝对的权利 乱世应当要用重点 为了应对灵气复苏 我要镇压一切不果 不服者杀 不从者杀 不尊者杀 逍遥的目光顿时变得冷利 接下来 各路牛鬼蛇神都会冒出来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一一寝室 当以雷霆手段镇压 所以希望华夏官方能放权给我 请务必相信我逍遥 不会做出不利于国家的举措 逍遥认真地说道 几位大佬陷入的沉默 关于你的这个请求 我允许了 只见视频那头的声音传出 接下来 我任命你为华夏灵气复苏计划总指挥官 手握声杀大拳 先斩后奏 东南西北四大战区 都会全力地配合你的计划 华夏的希望就交给你了 萧萧友 务必 不要让我们失望 高居帝都的那位老人 缓缓说道 萧遥神色一领 放心吧 这人间有我作证 乱不了 几位大佬面面相去 眼中都是透露着震惊之色 他们真的没有想到 帝都那位竟然敢这样放权 四大战区 全都有一个年轻人执掌 这是何等的殊荣 放在古代 那就真正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死 一个极极无名的小子 竟然一下子就站在了 比他们所有人都要高的位置 简直是难以想象 多谢援手 萧遥定然不会让华夏失望 萧遥轻笑道 最后 萧遥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陈首长 不知能否召集南方军区的所有精锐士兵 和我来一场决斗战呢 萧遥咧嘴一笑 这才是他来南方军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为大夏最精锐的士兵 一定不缺少强大的人物 只要将他们统统镇压了 萧遥仿佛看见了数不清的灵点和灵力值 在朝着他挥手 啊 几位大佬面面相去 他们不知道 萧遥为什么会提出这种要求 毕竟你都这腰牛逼了 一个满级大佬 有必要和一群新手村的新兵担子交手 虽然不知道肖指挥官要做什么 但是 自然是没问题的 老孙 紧急通知 立刻让所有的士兵到训练场上集合 我不管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即使是在拉巴巴 也让他们把巴巴家段赶过来 陈昂生立声说道 是 那位孙老做了一个标准的敬礼动作 便迈着大步朝着会议室外走去 没一会 等到逍遥他们全都来到训练场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了一堆数不清的士兵了 爹 警告 警告 警告宿主 检测到宿主极其危险 宿主出现在 有附数为神海境强者的宗门 请宿主快逃 请宿主快逃 逍遥不动声色 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果不其然 在外界极其少见的神海境强者 在这里竟然有附数 爽翻了 不愧是大下的士兵 真的不缺天赋一兵者啊 那群士兵 站着极其标准的军资 神色肃木 只是看着主席台上的目光 透露着一丝的不解 原本平日里只有几位大佬 在上面的主席台 此刻为什么会多了一个 看上去比他们还要小的年轻人 战士们面面相去 十分的疑惑 一个小年轻 凭什么和几位军区大佬 站在一个位置 嗨嗨 各位战士 上午好 陈昂生拿起话筒 大声说道 手掌好 战士们纷纷问好 今天叫你们来这里 不为别的事情啊 其实就是肖先生 要来挑战我们南方军区的 所有战士啊 陈昂生瞥了一眼 站在旁边面带笑意的逍遥 大声说道 什么 这话一出 下面的战士们 立刻骚动起来了 肖先生 就是那个年轻人 他要挑战我们所有人 不是 挑战我们所有人 他是吃了假药了 就他那细胳膊细腿的 我一个能打十个 像他这种的我一个 能打一百个 毫不夸张地说 我一巴掌下去 都能轮晕两个 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啊 手掌哥 这跟我们开玩笑呢 下方的士兵们 络绎不绝地讨论起来 看着逍遥的眼中 充满了不屑 主要逍遥的身材 看上去实在是太单薄了 而且裸露在外的 皮肤白的发光 比女人都白 在以古铜色为美的军队里 逍遥这种肤色 是最让人看不起的 简直就是软弱无力的象征 一群经历 各种严苛训练的 华夏战士 真的不至于 把一个小年轻放在眼里 这就和一只蚂蚁 指着一堆大象说 我要挑战你们 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十二章 降龙神掌出 见我如见人间武神 好了 各位战士 想必你们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是非常的震惊 不过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的首长 并没有跟你们开玩笑 我确实是要一个人 挑战你们所有人 不是你们想象的轮流上阵 而是你们在场 陈首长 现在在场的有多少人 逍遥笑着问道 一共962人 陈昂生如实回答 没错 就是你们在场的 这962人一起上 我要一个人挑战你们全部 不仅如此 我还要在一分钟内 把你们所有人全部放倒 逍遥咧嘴一笑道 顿时 现场一片寂静 鸦雀无声 战士们全都一脸猛逼 这人都不是吃假药了 简直就是神经病 就算他们是900多个小婴儿 也不可能被人 在一分钟内被打败啊 一分钟 你踩900多只蚂蚁 都够呛了 哪个精神病院 跑出来的是吧 你是 你以为你是哥哥吗 我们看一眼就会爆炸 靠近一点 舅舅会融化 就是 太搞笑了 你以为你是修仙者吗 一掌飞龙在天 镇压我们所有人 小说看多了是吧 唉 真没想到 首长叫我们过来 就是为了这种事情 实在是浪费时间啊 我已经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士兵们一脸都无语 有着时间在这里听神经病讲大话 不如回去多睡一会叫来的舒服呢 而几位大佬都是面带笑意 刚才他们见到了逍遥从空中飞来的手段 可不曾真正见识过他真正的实力 所以 此刻也十分的好奇 一尊当时无敌的修仙者 到底会展露出 何等惊天动地的恐怖伪力呢 自然也是好奇的景了 只见逍遥向前两步 而后腾空一跃 从四五米高的主席台上一跃而下 哟 倒是有点实力 不过四五米的高度 这也就基础吧 确实 我们人均都能从八九米的高度跳下来 陈霄更是能直接从十几米的高度跳下来 那才是真的厉害 毕竟是能力大赛的冠军嘛 陈霄可是我们南方军区的兵王 我估计陈霄一个人 都能把这个小子秒杀了吧 是吧 陈霄 战士们都围着一个穿着背心 看上去十分精壮的年轻人 他就是陈霄 南方军区的兵王 不论是格斗 还是耐力 还是负重跑步 异或者枪法 全都是这南方军区的第一 属于是精英中的精英 兵王中的兵王 三招之内 我就能放倒他 陈霄看着逍遥 咧嘴一笑道 不愧是陈霄 厉害啊 战士们拍着他的肩膀大笑道 逍遥目光瞇了瞇 叮 检测到神海境巅峰强者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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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海境巅峰强者 对宿主产生敌意 请宿主 快快向他下跪磕头认错 逍遥 好一个神海境巅峰 我就喜欢迎那儿上 你叫陈霄是吧 逍遥指着眼前 这个年轻人问道 是我 他们都说 你很厉害 那就你先来和我 PK一场 逍遥随意地勾勾手 自然可以 不过要是把你打伤了 我可不负责的呀 陈霄说道 毕竟这年轻人 是几位首长带来的 要是是某位大人物的孙子 因此既恨上他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用你负责 你尽管出手 能被你碰到一下 算我输 逍遥挥挥手随意地道 啊 陈霄嘴角抽搐 这小子 怎么这么装逼 这么装逼 你妈知道吗 真的想给他两个大嘴巴子尝尝 陈霄摆出格斗的姿势 跃跃欲试 然后上去就是一个左正灯 接着 啪啪 两个大嘴巴子声音响起 陈霄整个人就倒飞了出去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做什么 他脑袋一阵猛逼 刚才他就是这样冲上去 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全程甚至都不超过一秒钟 这个年轻人到底做了什么 卧槽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们看清楚了吗 清楚个龟龟啊 我眼睛一花 就听见啪啪两声 然后陈霄就飞出去了 他那速度都出现残隐了吧 这是人能达到的速度 他该不会是哪里冒出来的怪物吧 士兵们面面相去 眼中充满了震惊 和不敢置信之色 逍遥倒是面色如常 不以为意 好了 你们里面最厉害的陈霄 已经被我打败了 接下来轮到你们了 一个一个上太麻烦 一起吧 一锅端比较轻松 逍遥揉了一下拳头 妈的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 就是 打败陈霄就因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陈霄一个人再厉害 也有极限 他要挑战我们九百多号人 他当自己是超人啊 兄弟们 上 给他一点厉害瞧瞧 一人给他一巴掌 为陈霄报仇 哈哈 说得好 把他抽成歪嘴龙王 我想要抽他裤裆 妈的 兄弟 癖好可以冷门 不能邪门 士兵们瞎起哄 接着一伙人一起蜂拥而上 说是九百多人 可实际上冲上来的 也就四十多号人 可即使如此 在这蓝星上 也不是任何一个人能打倒的了 我都说了 叫你们一起上 才四十多个 没意思啊 逍遥摇了摇头 他缓缓探出一只手 九百多双眼睛 都给我睁大了看好了 我是怎么一招 把你们所有人全都镇压的 哄 说着逍遥一掌拍出 降龙神掌 哄 震天动地的龙吼声响彻 命拳镜打出的降龙神掌的威力 完全不是撞气镜可以比拟的 一尊完全有灵力凝聚的 石杖神龙 冲销而起 金色的身躯上 一阵阵恐怖的灵力激荡 神龙在虚空之中翻滚 活灵活现 极其神意 就连身上的每一片龙铃 都能看得真真切切 啊 神龙威压的龙吟 震动了整个南方军区 这神龙一出现 恐怖的威压顿时弥漫全场 九百多好士兵一个照面 就被神龙的威压 震得趴在了地面 动弹不得 他们抬起头 看向那宛如神灵般傲力的身影 只见金色神龙环绕着逍遥 将他衬托得宛如一尊人间武神 第四十三章 首歌军取奖励 突破命拳八重 全是滔天 直指家事苏甲 定 恭喜宿主 镇压神海境巅峰强者 奖励千年玄遇果 定 恭喜宿主 镇压神海境一重强者 零点加一千 灵力直加五零 定 恭喜宿主 镇压命拳巅峰强者 零点加三百 灵力直加三十 定 恭喜宿主 此起笔伏的声音响起 没一会功夫 逍遥的灵力直就加了整整五百点 他的境界直接达到恐怖的命拳进八重了 死 这突破也太容易了吧 逍遥倒吸一口凉气 定 提醒宿主 撞气 命拳 神海 都是体内灵力的累积和蜕变 这三个境界 静静会比较快 是自然的 系统难得出言提示道 原来如此 逍遥咧嘴一笑 快好啊 达达快 后面的后面再说 前面先冲上去 呼呼呼 金龙在逍遥周身遨游 他身躯立于原地 一股恐怖的灵力 在不断地震荡 逍遥整个人被金龙包裹 好像浑身都在发光 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 几位军部大佬 看着那栩栩如生咆哮苍穹的金龙 满脸震惊之色 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那条金龙 哪怕是导弹的威力 也远远不及 他们终于对逍遥所说的 灵气复苏后的世界 有所概念了 人形合武 到处都是人形合武 那得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世界 大佬们面面相去 一定要死死抓住逍遥 这位当时第一的修仙者 华夏想要在新的时代 遥遥领先 只能依靠逍遥了 也不要隐藏了 既然要嗅肌肉 那就在这里突破吧 灵力值 给我全部堆下去 逍遥一声令吓 哄 他丹田中的三个命拳 全眼之中 数不清的灵力 喷涌而出 肉眼可见的 有另外五个灵力漩涡在转动 而后缓缓成形 哄 逍遥浑身一股恐怖的气息 冲销而起 阵的在场所有人 都疯狂剧烈地颤抖 命全境 八重天 哈哈哈哈 逍遥仰天长笑 声势若惊雷 在南方军区的基地乍响 士兵们被狂雷般的声音 炸得东倒西歪 大佬们一个个都扶着椅子 望着 被灵气拖着悬浮在空中的身影 满脸震惊 沧海一声震风雷 简直是堪比神灵般的存在啊 随着八大命拳震动 逍遥只觉得 四肢百骸中 流淌着无穷无尽的灵力 那些灵力如臂之使 他感觉自己强大的难以想象 命全境都已经这么强大了 真是难以想象后面的境界 越来越期待灵气复苏了 还有远古先门 你们一定想不到 当时 有我逍遥坐镇吧 握了握拳头 逍遥自信满满地将气息收敛 从半空中落下 如何 诸位首长 这就是我所能展现出的力量 他笑着 对几位军部大佬说道 啪啪啪 几人全都笑意盎然地鼓起手掌 真是大开眼界 太强了 我差点以为 是在面对一尊神灵啊 孙姓老者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说道 萧指挥官 他们也都能拥有你的这种力量吗 陈昂生出言问道 不 我是特别的 在灵气未曾复苏的当时 他们不可能拥有 我这种层次的力量 可是他们可以拥有五夫镜的力量 只要根据我的功法和药方淬炼身体 凭借他们的天赋 都能达到五夫之镜 逍遥说道 几位大佬 面露遗憾之色 玄疾却又是问道 那五夫之镜 又有何等力量呢 五夫之镜 淬炼肉身 直至皮如钢膜 肉如铁石 筋若囚龙 骨如玉石 水似拱液 血化沸水 五脏六腑无露真身 身躯动辄便有虎豹雷鹰 此为肉身大成 便是五夫之巅峰境界 到达这个境界 人体一可无视子弹 举手投足间数十万斤距离 即使是一辆高速行驶的卡车 都能以肉身借助 堪比绿巨人 逍遥铿锵有力地说道 死 大佬们全都倒吸一口凉气 仅仅只是第一境界的五夫之镜 便是恐怖如斯 如果全民不武 华夏人人都能变成超级战士 到时候 灯塔和樱花两个雕毛 赶对华夏指手画脚 直接超级战士屏 推到他们老家去 待到来年九月八 马踏东京赏樱花 几位大佬想想 都是浑身颤抖 之后 逍遥将松鹤断体术 还有八级拳 开山拳 还有一切自己用不着的 皇级功法五级 都留在了军部 顺便还留下了脆体液的单方 这些都是 他抽奖时抽到的无用之物 自然 他也成功从军部 获得了自己想要的 还有在俗世中 处决一切的权利 而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诚挚家世的苏家 之后 军方用直升飞机 将逍遥送回了家中 便热火朝天地 在四大军区 进行实验性不武 一个月后 便会开始撤侨 还有全民不武的准备 逍遥哥哥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沈世运 还有常念寒 以及长母此刻 早已在门前等待逍遥良久 没事了 一切都解决了 逍遥笑着说道 真的吗 逍遥哥哥 你靠什么解决的 常念寒 还是有点担忧 你逍遥哥哥可是修仙者 没有什么是我解决不了的 走吧 回去了 我给你们些好东西 几人进入别墅之中 逍遥将百年诸国取出 一分为二 分别给了常念寒 和沈世运服下 将他们的修为 推入了恋脾气 而常母 因为并没有修仙的意向 便是拒绝了 两女成功突破境界后 皮肤变得更加的白皙 姿色更上一层楼 因此更是高兴了很久 在席间 常母也将当年的事情 告诉了逍遥 和她了解的大差不差 原来如此 常依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明天我带念寒去一趟家事 去家事做什么 提到家事 常母的脸色有些变了 不为其他 就为你和念寒 当年的事出口气 你带我逍遥如亲子 念寒是我为哥哥 你们的事 就是我的事 我逍遥的亲人 绝不可受气 谁辱 谁死 逍遥的眼中 爆发出浓浓的杀意 这 小肖 那苏家在家事全是滔天 黑白两道通吃 更是有军方背景 千叶而动全身 我们斗不过他们的 常依知道 你现在厉害 可是 常母依旧有些迟疑 无妨 常依 你如今还是对我不够了解 只要是华夏境内 就没有我得罪不起的人 区区一个苏家 算得了什么 你们就当陪我去旅游散散心吧 苏家 我自会让他们 付出惨痛的代价 此刻 逍遥化身歪嘴龙王 镇压一切不服 第四十四章 家事 邮轮 晚宴 舞台准备就绪 主角粉末登场 家事 苏家 苏家大少爷苏胜睿皱着眉 一个接一个电话的拨打出去 怎么三弟一直不接电话 还有政委 也不接电话 魔独唐少叫来了呀 苏胜睿在原地左右打转 急得团团转 对了 少爷去哪了 这时 他拉着一个婢女问道 大少爷和二少爷 好像包下了一个邮轮 婢女轻声回答 这两个不务正业的家伙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玩 苏胜睿掏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爸 怎么了 电话那头的动静颇为吵闹 有男男女女的尖叫 还有音乐的震动 苏胜睿皱起了眉头 魔独唐少 明天就要到达我苏家了 你跟你弟弟在外面鬼混 可电话那头 苏正丽丝毫不在意 爸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们年轻人有自己的圈子 我包的这艘邮轮 就是为魔独唐少准备的 明天他会和我们一起 出公海的 年轻人玩得开一点 苏胜睿一想 说的也有道理 这样啊 那你好好招待唐少 不要亏待了人家 放心吧 我一定把唐少招待的 流连忘返不想回去 对了 爸 你那边有钱吗 咋了 就是邮轮的尾款 我回头叫马叔 往你卡里打一百万 谢谢爸 苏正丽笑着挂断了电话 接着奏远 接着吴 电话那头 苏正丽兴奋的叫声传来 唉 苏胜睿摇摇头 拜家子 时间回到一天前 你们要去家事 沈世运听到逍遥他们 要去家事旅游 眼睛不由的一亮 那就刚刚好 当当当当 你们看这是什么 说着他掏出一张豪华的擎铁 这是 逍遥看着那擎铁 眉头一皱 嘿嘿 豪华大游轮的擎铁 逍遥你有所不知 柳家是家事人 听说明天苏家大少苏正丽 和苏家二少苏正红 包下了一艘大游艇 家事大家族的那些少爷小姐 全都受到了邀请 这是家家给我的 嘻嘻嘻 逍遥 要跟本小姐一起去吗 沈世运笑着问道 逍遥想了想 苏家 那不是刚刚好 先去收点利息回来好了 可以啊 我跟你一起去 逍遥笑着说道 第二天 他们就坐着沈家的专车 前往家事 游轮是下午正式开始活动的 我们还可以在酒店睡几个小时 沈世运在车子上 晃动着裹着白色丝袜的大长腿 小笑 阿姨年纪大了 那什么游轮你和念寒 还有试运去吧 我就在酒店等你们 常依说道 好的常依 明天我亲自带你上门去苏家 逍遥笑着说道 你们要去苏家 对啊 去苏家送礼物 你要去吗 逍遥笑着发问道 好啊好啊 沈世运笑得很开心 丝毫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傍晚 逍遥和沈世运 还有常念寒打了辆车 朝着家事的嘉宁码头而去 嘉宁码头连通太平洋的一条支流 确实是和容纳大型游轮 哇塞 常念寒看着眼前横沉着的巨大游轮 面露惊叹之色 怎么样 壮观吧 这艘游轮市值三点多个亿哦 沈世运笑着说道 逍遥倒是没什么表情 他只是在想着 这艘游轮能扛着他几记的降龙神掌 念寒 逍遥姐 游轮的甲板上 逍遥看见了身穿比基尼泳装的柳家 他身后竟然还跟着自己的徒弟卓越 不过另外一个叫苏星的 好像没来 问了一下 好像是生病了 柳家一脸兴奋地朝着他们这边跑来 念寒 你这个闺蜜素质有待加强 这时 逍遥悠悠地说道 啊 为啥呀 常念寒一脸天真的问道 他不讲武德 代求撞人 逍遥摸着鼻子说道 此刻 随着那一对巨大的硕果 一晃一晃 周遭的男同胞们 鼻血差点喷出来 常念寒也不由得红了脸 逍遥哥哥 你这是耍流氓 不由得又回身捏了捏自己的 太小了 用力几都没用 常念寒都快哭出来了 明明是一个年纪的孩子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你说他富吗 他一贫如洗 你说他穷吗 他有一整座飞机场 啊 逍遥哥哥也来了 逍遥哥哥好 柳家笑着对逍遥挥手 上下开始晃动起来 师父 你也来了 我已经突破炼肉镜了 卓越看见逍遥在此 一脸恭敬地向他问好 逍遥一看 好家伙 还真突破了 这就是未来的剑圣嘛 真可谓是天赋一柄了 靠自己修炼速度 都嘎嘎快 不错 有我当年十分之一的水平 继续努力 好的师父 我会为仙道 付诸我的一切 休闲路漫漫 有师父您在 无道不过 卓越就像握着木剑 打了鸡血一样 两只鼻孔里冒白烟 逍遥一头黑线 活宝 等他未来真的成了剑圣 再来看现在的黑历史 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呦 柳大小剑 这时 两道年轻精壮的身影 朝着他们走来 两人长相相似 且都各自揽着一个身材丰满的 比基尼大美女 苏正丽和苏正红 看着柳家的轩然大波 鼻血差点流出来 没记错的话 这妮子也就和自己 那间妹妹一个年纪吧 怎么包容性这么恐怖的 晚宴就要开始了 还不进去吗 两人问道 我在等我的朋友 柳家指了指一旁的人说道 两人顺势侧目 再看到长年寒的一瞬间 呆住了 他们拿起前两天 自己三弟发来的照片 看了又看 卧槽 剑碧妹妹自己送上门来了 第四十五章 弟 什么店 弟什么 不认识 把他丢进海里喂鲨鱼吧 眼见眼前这两人 以怪异的目光看着自己 常念寒眉头一皱 两人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将手机藏在身后 苏正丽对自己的弟弟 比了一个眼神 苏正红点点头 就拿着手机走到一旁 想要打电话 可这一幕 却是又如何能逃过 逍遥的目光 他自然知道 二人想要向自家的长辈 通风报信了 啪 逍遥伸手拦住了苏正红 然后抢过了他的手机 啪擦 一下直接扔到了海里 苏正红 大脑突然短路了几秒钟 紧接着 他就直接炸了 妈的 你谁啊 你抢老子的手机 柳小姐 你看看 你请来的人 什么素质 不行 这口气 老子忍不了 操 忍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苏正红脸色难看 忍不住就别人了 快来打我啊 逍遥咧嘴一笑 露出欠揍的表情 他可是专程来挑事的 要是你苏家两位公子 和和气气的 他说不定还真伸手 不打笑脸人 但是你们要是动手 哼哼 降龙神长伺候 就是不知道你的头 和我的龙哪个更硬了 嘿 瞧我这暴脾气 就没见过你这么欠揍的 刷 说着 苏正红就要挥拳 痛扁逍遥 没有技巧 全是蛮力 最纯粹的流氓打架 拳头往脑袋上呼 碰 逍遥抬起一只脚 将他踹飞十多米 系统提示音没有响起 说明这个废物不配 苏正红捂着肚子 在甲板上抽搐 看见没 我这是自卫啊 逍遥撇了撇嘴说道 自卫 我自卫你妈的老母猪 苏正红气的浑身发抖 这有伦特吗 是他们两兄弟包下来的 在自己的地盘 还被人揍了 叔叔忍不了 沈氏也忍不了 保安 保安 给我来人 给我打死他 他直接招呼保安上场 一个个拎着棍子的保安 冲上了甲板 逍遥靠在栏杆上抽了支烟 吞云吐雾 一脸平静 徒弟 给你三十秒 给我全收拾了 我考验一下你的实力 逍遥说道 是 师父 卓越文声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跳了出来 今日 我卓越代师征战天下 想要与我示意战 掀过我这一关 通天剑 出鞘 刷 卓越直接抽出了 手中的木剑 逍遥 中二病的话 过了那个年纪就好了 先忍一下吧 啪啪 还别说 卓越打起自创的剑法 还真有宗师那位了 难怪是未来的剑胜 卧槽 他这瞎打的剑招 该不会就是以后的通天剑绝吧 这时 逍遥突然想到 他领取的那奖励 通天剑绝 好像就是卓越自创的剑招 忙生 我好像发生了滑点 几个来回 卓越就把一群保安打趴在了地上 他可是练肉镜 肉如铁石 打一群保安 不是手到擒来 跟杀昆一样简单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来找事的是吧 苏正丽皱着眉头质问道 不然嘞 你以为我是来玩的 装什么啊 你不就是想要打电话叫你家族的人 来把念含抓走吗 你肚子里那点东西 我不清清楚楚 逍遥咧嘴不屑一笑 苏正丽眉头皱起 目光沉下 你知道 那我三叔和三弟 哦 死了 还有个宗师 一起被我宰了 有事吗 逍遥摸了摸鼻子 随口说道 刷 顿时 两人的脸色变了 你敢杀我的苏家的人 两人歇斯底里的吼道 不能杀 只允许你苏家杀别人 不允许别人杀你苏家的人 什么道理 逍遥一脸的不屑 我苏家有那个资本 你敢杀我苏家的人 你衡量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那个资本吧 苏正丽大怒 嘿 你还有理了 啪 逍遥上去就是一个巴掌 也不妨告诉你们 我这次来家事 就是为念含解决你苏家的麻烦呢 今天听说你们在这开银啪 我特意过来 先找点麻烦 嘿嘿嘿 没 想 到 爸 逍遥伸手用力地甩着苏正丽的脸颊 你完了 得罪了我苏家 你绝对会完蛋的 没有人就得了你 苏正丽死死地盯着逍遥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欺负她过 长这么大 就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哦吼 我好怕哦 碰 逍遥反手一巴掌 将她抽飞了出去 别怪我不给你机会 有什么手段你 尽管用出来 但凡耸一下 我就认输 逍遥不屑地说道 好好好 是你自己找死 是你自己说的 苏正丽面露争鸣 去 把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枪拿过来 苏正丽对着一旁的保安吩咐道 是 少爷 那保安强忍疼痛站起来 朝着邮轮里面跑去 不知何时 邮轮已经缓缓开始在海面上行驶 而且已经开了不短的距离了 前面就是公海 我就算是在那里杀了你 都没人敢说些什么 小子 你完蛋了 苏正丽和爬回来的苏正红 一脸猙獰的瞪着逍遥 今天的风甚是喧嚣 逍遥看了看远方的海面 随口说道 此时 甲板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大多数都是家事社会的上流阶层人物 其中甚至还有南方军区大人物的子嗣在里面 他们还和苏家交好 苏兄弟 遇到什么事了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一个盯着大肚子的胖子击到了两人的身旁问道 就是这逼 把我们竟然敢对我们动手 而且他还杀了我的三叔和三弟 苏正心指着逍遥说道 陈兄弟 等回到岸上 你可一定要派人把他抓起来 小问题 陈胖子大手一挥 竟然还敢杀人 狗胆包天 我这就通知我大哥 叫他带领军部士兵 在岸上堵他 一上岸 就把他压到大牢里面 择日死刑 陈胖子一脸的霸道 周围一些大家族的千金小姐 看着他霸气的姿势 双眼发光 陈胖子得意极了 他浑身的肥肉 一抖一抖的 看上去就像投猪 他掏出手机 就拨打了一个号码 喂 陈肖大哥 对 我现在在邮轮上 我们这里出现一个杀人犯 你赶紧带士兵过来 将他抓起来 是个暴力分子 你们最好带枪过来 陈胖子大声说道 这时 逍遥走到了他的身前 一把夺过了他的手机 唉 你干嘛 还我手机 陈胖子脸色难看 逍遥轻轻举起手 陈胖子一米六出头的身高 怎么也触摸不到手机 喂 陈肖 这是你弟弟 电话那头 原本准备叫上几个兄弟的陈肖 突然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卧槽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您是 昨天才刚刚把你打趴下 现在就不认识我了 死 陈肖倒吸一口凉气 冷汗直接爬到了脊背上 家人吗 谁懂啊 我已经汗流加倍了 嗯 怎么不说话 陈肖 这是你弟弟 逍遥皱眉再度问了一遍 啊 没有 我不认识他 他根本不是我的表弟 指挥官 你看他哪里得罪你了 只要得罪你的 就是叛国论处 我听说 你们现在在公海 要不你把他丢下去喂鲨鱼好了 陈胖子 绿豆眼眨巴眨巴眨 不是 开什么玩笑 你真是我表哥 确定不是被人夺射了 第四十六章 什么 游轮要沉默了 无所谓 我会出手 直接手托游轮 默 手机给你 说完 逍遥把手机递还给了陈胖子 你说 是你自己跳下去 还是我把你的双腿打断扔下去 逍遥问道 别 不劳烦你动手了 我自己来 陈胖子脸色难看 他哪里不知道自己惹到惹不起的人了 就连自己那个军区兵王的老哥都得罪不起 扑通 他那肥瘦的身躯朝着栏杆冲去 等一下 陈兄弟 苏正丽连忙出声阻拦 不要说了 没有意义的 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死定了 陈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 直接跳进了海里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有人去拿枪了 我们还有救啊 苏正丽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说道 可惜陈胖子 已经在海里愉快地跟鲨鱼做游戏了 他听不见苏正丽的话 等陈胖子跳下大海没一会儿 保安就拿着枪回来了 苏正丽一脸狂喜地 从保安手中夺过枪 一枪在手 天下我有 看样子 小子你也有些实力 就连陈胖子他们家 都得罪不起你 可惜 我苏家可不是他们家可以比的 死吧 砰砰砰 苏正丽一口气 打出了一梭子的子弹 甲板上其他人都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生怕看见逍遥被打成筛子的血腥一幕 反倒是常念寒等人一脸的平静 特别是卓越 他甚至看着那把枪 眼睛发光 不知道我的剑能不能切开子弹 苏正丽感到疑惑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冷静 莫不是以为我拎着的是玩具枪 可下一秒 他就是知道是为什么了 不仅是苏正丽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几颗子弹 停留在逍遥的面前 一动不动 逍遥随意地抬起一只手指 轻轻一点 子弹就变成了积粉 那样子 就跟掐碎旺仔小馒头一样 简单随意轻松地不得了 苏正丽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剑 剑鬼了 卧槽 这真的是剑鬼了 妈的 苍天在上 我一定是在做梦啊 苏正丽害怕得直接失禁 尿骚味弥漫 黄色液体横流 好了 给你机会施展手段了 你这子弹不够大 你看看我的 应该这样 只见逍遥摊开一只手掌 灵力在他的手上凝聚 化作一个篮球般巨大的光球 你看 这才够大 以后按照我这个标准 螺旋丸大小 哄 说着 他轻轻一推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人群尖叫着四散开来 这么大的光球 你是专业手挫原子弹的是吧 哄 甲板被恐怖的灵力光团 直接轰炸了 苏正丽被这一招轰得渣渣 都留不下一点 就剩一个苏正红 满脸恐惧地 看着自己哥哥原本趴着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一个大洞了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刷 逍遥屈指一划 笨蛋徒弟 教你一招清廉剑割 啪叉 绿色的小剑飞出 拖着苏正红的脑袋就回来了 怎么样 帅吧 太帅了 师父教我 卓越满脸的渴望 这就是他想要学习的剑术 千里之外 取笛手机 想学试吧 看你表现 没问题 表现杠杠的 师父你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卓越拍着胸脯保证道 叫你吃食你也去 嗯 那味道不太好吃 逍遥 此时 巨大的邮轮竟然开始倾泻了 邮轮上的公子小姐 一个个害怕地尖叫起来 邮轮进水了 现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下沉 原来刚才逍遥那一个灵力光团 直接把这游轮给打漏水了 妈的 不小心玩过头了 逍遥无奈地摸了摸鼻子 逍遥哥哥 怎么办 我们要葬身大海了吗 常念寒抓住逍遥的手问道 虽然逍遥是强大的修仙者 但是游轮漏水了 他总不能堵上去的吧 修仙者又不是维修工 小问题 看我的 只见逍遥一步踏出 刷 他裹挟着恐怖的力量 落到了大海之上 而后 逍遥一只手贴着游轮 给我起 哄 恐怖的力量 自逍遥体内复苏 大海翻起漫天的波涛 逍遥仰天长啸 宛如一尊神灵在复苏 那游轮竟然被他硬生生 以滔天的距离给顶了起来 啊 游轮在飘 起来了 起来了 那个人把游轮顶起来了 太厉害了吧 他是修仙者吗 他好强 好能顶 太有力了 我想给他生孩子 慢点慢点 车咕噜 冲我脸上来了 只见逍遥竟然硬生生 将一艘游轮给顶了起来 而后随着他发力 逍遥盯着游轮 朝着陆地走去 爹 恭喜宿主 震慑命全境强者 果然这游轮上 也有几个命全境的强者 虽然数量不多 不过 也给他提供了一部分的灵力值 可以了 命拳九冲 突破 哄 逍遥仰天长啸 体内第九个拳眼 逐渐浮现 恐怖的灵力 搅动大海 他拖着游轮 朝岸上走去 第四十七章 游轮沉 儿子没 游轮没事 儿子还在 游轮没事 儿子记 你说什么 丽儿他们的游轮要沉默了 无缘无故 怎么会沉默的 苏家家主 一脸猛逼地 对着手机那头大吼 好像是被人打 打穿了 电话那头害怕的声音传出 你看我像是傻子吗 苏家主额头上两条黑线 游轮被人打穿 大哥 这是正正经经 价值几个亿的游轮 不是轮船玩具 你就算是背带侠来了 都打不穿 真的 家主 现在家新市好多家族 都收到了自己家孩子的电话 游轮被人用螺旋丸打穿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响起 不是 你是玩上瘾了是吧 你觉得我看着很像傻子吗 苏胜瑞咬牙切齿地开口 哦 家主 风向有变 现在说的是 游轮被人拖起来了 那人拖着游轮 正朝着岸边赶过去 苏胜瑞 码头很多人啊 警察都到了 家主 你要来看看吗 看你老母 你被开除了 啊 家主 为什么开除我 实话实说 也有错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 直接猛逼了 脑瘫 把我当傻子耍 什么螺旋丸 人拖游轮 你咋不告诉我 灵气复苏呢 小说呢 一天到晚想的什么困吧 等一下是不是要告诉我 有人丁一声牵到系统了 傻逼玩意 苏胜瑞随手将手机丢到沙发上 老马 被车 我倒要去看看 哪个傻逼在瞎传留言 一辆麦巴赫 从苏家缓缓驶出 哇 人真这么多 什么情况啊 汪局长 苏胜瑞挺着肚难 挤开堵住码头的人群 走到警察局局长汪大龙的身边 啊 是苏老板啊 苏老板 出事了 汪局长拿着一个望远镜 对着海面上张望 有人用螺旋丸打穿了一艘邮轮 邮轮要沉下去了 不过听说那人又重新把邮轮拖起来了 汪局长笑道 汪局长 你看我像傻子吗 不像啊 苏家长英明神武 怎么会像傻子呢 那你在这里跟我讲鬼话 汪局长 你怎么样 也是家事的警察局长 我们家事的排面 你说话得经过大脑的 不能跟诗境一样 说来就来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儿子在邮轮上啊 邮轮要是要沉没了我的儿子 岂不是很危险 我儿子和我侄子 要是出事了 苏胜瑞尚且在絮絮叨叨 汪局长却高兴地举起了望远镜 来了 来了 邮轮回来了 嗯 真来了 苏胜瑞一把夺过望远镜 还真来了 看样子是没事啊 邮轮被人打穿 一定是有人恶作剧啊 随着一艘巨大的邮轮 越来越靠岸 码头的人群 都开始骚动起来了 儿子 你没事吧 女儿啊 吓死妈了 亲爱的 你可不能出事啊 不然我们的孩子可怎么办啊 你要真出事 我就只能勉为其难 和你老公在一起了 可是我又放不下你妈 我也不能和你男朋友的妈分手 所以 你千万不要出事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随着邮轮越来越近 有人好像终于看清楚了 卧槽 邮轮下面 好像有个人影 你妈 这邮轮是悬空的 卧槽 真有人拖着邮轮来了 这人是超人吗 修仙者 咔嚓咔嚓 闪光灯咔咔闪 手机还有相机都拍爆了 逍遥拖着邮轮 将一切看在眼里 她没有多说什么 灵气复苏是迟早的事情 早点让普罗大众知道 也不至于是一件坏事情 哄 她浑身灵气激荡 九大命拳高速转动起来 最后大海翻滚 她身形暴射而来 邮轮的速度一下子快了起来 哄 最后成功停靠在岸边 到了 到了 快快快 那位拖邮轮的猛男去哪了 找找看 那位超人大哥去哪了 我一定要抓到超人大哥的独家专访 记者们到处搜寻着 可逍遥的人影已经消失了 此时 邮轮上的那些公子哥小姐 缓缓下来 一个个心有余悸 亲属们接连冲上去 寻找自家的人影 喂 我儿子和侄子呢 在人群中 到处找不到自己儿子和侄子的苏胜瑞 拉住一个女人问道 苏家主啊 那女人看到苏胜瑞微微一惊 您的儿子和侄子 呃 死了 苏胜瑞只觉得脑袋嗡嗡的 死了 怎么死的 谁敢杀我苏家的人 就是因为杀了你苏家的人 邮轮才被螺旋丸炸穿的 啊 苏胜瑞顿时只觉得 CPU差点被烧掉了 最后那女人解释了半天 她才明误过来 那个脱邮轮的人 竟然就是杀了她儿子的凶手 苏胜瑞浑身一击灵 老马 走了 回家 好的 老爷 不过 老爷 两位少爷被人杀害 我们不报仇了吗 老马疑惑地问道 报仇 报仇个规规 没听见人家能拖邮轮啊 你打得过她 可是 老爷 现代社会 我们不用硬碰硬的 可以智取吗 智取 好主意 等一下回去 把你妈送去施展色诱术 给她昆巴上下毒 呃 老爷这不好吧 我妈都87了 那送你女儿吧 呃 我女儿有艾滋 操 你个废物 滚 好的老爷 而此刻 被众人苦苦寻找的逍遥 已经带着常念寒 和沈世韵等人 从游轮上脱身了 中途柳家 跟着自己的爸妈回去了 卓越则是听见逍遥要去找查 便是一定要跟着她 于是 两男两女几人 一起打了个车 前往苏家 这里就是苏家了 卓越 上去敲门 逍遥说道 好的 师尊 说着 卓越上去 就要伸手敲门 你干嘛 逍遥脸一沉问道 敲门啊 我们是来找查的 谁叫你这样敲门的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我教你 学着点 碰 逍遥上去 一脚将一门揣出了十多米远 卓越看得目瞪口呆 飞出去的大铁门 瞬间下的院子里 正在修剪枝条的园丁小姐 发出了激叫 也把苏家所有人都吸引了过来 此刻 苏家老三嘎嘎了 苏家老大在回来的路上 苏家只有一个老二作证 什么人 第四十八章 权就是权 握权就是握权 出权有力就是权力 苏家老二苏力锐冲了出来 嗨嗨 没事 就是来告诉你们一下 我是来找查的 逍遥挥了挥手 找查 敢来我苏家找查 不想活了 苏老二大手一挥 小说必备跑龙套保安团 就一窝蜂冲了上来 惯例啊 啪 逍遥一道灵气 甩出 干飞了一群保安 果然 没啥潜力 他遗憾地摇摇头 这年头 等级是越来越难生了 以后找查 要专门找狠一点的对象了 逍遥摇摇头 厉害吧 我强迫 现在说找查你还信不 逍遥对着苏老二 咧嘴一笑 你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苏老二面路恐惧逍遥这大手一挥 十几个保安直接飞了 然后成功领便当退场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 就在此时 一辆麦巴赫 搜一下就冲了进来 咦 这门去哪了 苏胜瑞夹着公文包 从车上跳下来 算了 不管了 不管了 大事 老二天大的事情 他朝着苏利瑞冲去 怎么了 大哥 你不是去接阿力赫阿红了吗 苏利瑞一脸的古怪 别提了 大哥 阿力赫阿红死了 什么 谁干的 敢杀我苏家人不想活了吗 苏利瑞勃然大怒 大哥 到底是谁 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也不知道 那人能守错罗旋丸 啊 苏利瑞眨巴着眼睛 大哥 要我说 不应该冲动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那人还能拖着轮船在海面上走 大哥 要不重新生一个 苏胜瑞投以鄙视的眼神 呵呵呵 苏利瑞摸着额头不说话 耸包 那大哥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重新生一个 苏利瑞 好了 你们两个聊完了吗 这时 逍遥拍拍手说道 你是谁 苏胜瑞眯着眼将目光投来 大哥 他是找茬的 你不知道他可 可嚣张了是吧 刚好我也很嚣张 刚好憋了一肚子气 想找个人发泄一下 小子你的运气很差 你撞老子枪口上来了 苏胜瑞解开了西装的扣子 大手一挥 就从旁边的地上拎起了一只铁棒 现在谁都敢来我苏家找事情是吧 我苏家在家世纵横了这么多年 你是不知道 我的厉害了 他拎着铁棒 摇头晃脑的就朝着逍遥走去 不是 大哥 我说的是他可厉害 苏利瑞捂着额头 自己大哥太冲动了 而此时 苏胜瑞已经走到了逍遥的面前 举起了棒子 老子今天这一棒下来 不得给你脑袋开个瓢 说着 他就要朝着逍遥的脑袋砸过去 你儿子死了 我杀的 苏胜瑞 没错 游轮也是我抬的 怎么样 你要给我开瓢吗 逍遥双手插兜 站在原地一脸的笑意 我 我 我 爱的魔力转圈圈 想你想到心花怒放 苏胜瑞突然举着棍子 原地转了两圈 然后转身就走 哎呀 二弟啊 有客人来了你 也不跟我说一下 好好接待一下嘛 他摸着嘴巴 一脸的尴尬 所谓有鹏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他不动声色地丢掉了手上的铁棒 好了 别耍宝了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逍遥随意探出了手 将苏胜瑞旁边地上的那根铁棒吸了过来 而后灵力转动 铁棒被压缩成一个小铁球 然后逍遥随手一点 小铁球就融化了 你的儿子 侄子 还有三弟 都被人宰了 为什么宰呢 因为他们要我妹妹嫁人 给人当小三 给你介绍一下我妹妹 常念寒 哦对 她好像是你的亲生女儿 说着 逍遥把常念寒推了出去 懂了吗 你苏家不长眼色 在我面前跳 所以我现在要来 把你苏家端了 大致就是 把你和你二弟干掉 然后把你家的家产全部捐了 然后苏家解散 有罪的坐牢 没罪的滚蛋 比较轻松啊 我时间宝贵 放心 不痛不痒 眼睛一睁一闭就结束了 逍遥随意地说道 可苏胜瑞兄弟 却嘴角抽搐 好一个比较轻松 你是把我苏家当玩具完了是吧 阁下 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华下有律法存在 容不得阁下如此肆无忌惮 苏胜瑞终于认真地开口了 哦 我也知道啊 可是 你苏家的屁股底下 真的干净吗 你们干的那些够当 要是放到台面上来讲 死一百次也够了吧 逍遥说道 阁下你有证据吗 我不需要证据 凭什么 就凭我拳头大 逍遥探出一只手 而后隔空一掌拍出 一条金色的神龙暴射而出 直入天穷 环绕在逍遥周身 他浑身灵气激荡 在苏家的大院中 掀起了阵阵狂风 拳就是拳 卧拳就是卧拳 出拳有力 便是拳力 以拳欺人 就是以拳压人 你不服 憋着 我说你苏家要完蛋 你苏家就要完蛋 天王老子来了 都得给爷弟根烟 逍遥点了根烟 霸气侧漏 一旁的沈氏运 常念寒和卓越 都两眼发光 太帅了 这特么就是真男人 在绝对的拳头面前 什么拳力人脉 金钱都是狗屁 全都靠边斩 降龙审长一出 你苏家 再牛逼谁敢来救你 苏胜瑞两兄弟 脸色发白 吓得浑身发抖 这怎么玩 我们玩游戏 是在规则里玩 你直接砸了游戏机上来 真人快打 这怎么玩 游戏结束了 不对 还有机会 苏胜瑞的目光挪动 他看向了常念寒 女儿啊 舅舅爹啊 是爹错了 求你原谅爹 以后爹 一定会对你好好的 求你原谅爹这一次吧 苏胜瑞直接将目光 转移到常念寒身上 念寒 你说吧 要不要杀他 逍遥皱了皱眉 到底是常念寒的父亲 他还是有决定权的 逍遥哥哥 再怎么样他 都是我的父亲 苏胜瑞疯狂点头 没错 乖女儿 我是你的父亲 逍遥皱眉 你的意思是 所以 你赶紧把他送走吧 这老灯恶心死我了 还想卖女儿 去死吧 你去卖屁股吧 苏胜瑞 我是谁 我在哪 第49章 降龙神掌 青莲剑哥 大日焚天意 请选择你要的嫁妆 女儿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啊 我是你爹啊 苏胜瑞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常念寒 你还知道 你是我爹 不知道的以为 你是哪个一红院的老宝呢 隔空把我就给卖了 我呸 别以为我是那种 美脑子傻白甜 白富美 我虽然小 但我抽起人可狠了 常念寒 撸起袖子 挥舞着小拳头 一旁的沈氏玉眯着眼 思索着 傻白甜 白富美 没脑子 好像有一种在骂我的错觉 你你你 你女 你这个逆女 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射你妈自以外里 苏胜瑞捂着胸口 气都差点喘不过来 你说什么 这话一出 常念寒就像点着的炸药 瞬间就爆炸了 你敢骂我妈 逍遥哥哥 我能不能抽这个老灯 随便抽 抽死算国家的 逍遥吸了口香烟 为名除害 我是好人 不用谢 好 常念寒直接大步朝着苏胜瑞走去 苏胜瑞一看 好啊 天助我也啊 逍遥站在原地抽烟 一点动作都没有 要是自己能把这小丫头抓了 作为人质 说不定真有机会逃出去 他朝着自己的弟弟苏丽瑞抛了个眼神 对方马上了解 好你个小贱人 就你这土豆一样的身高 还敢跟我斗 苏胜瑞站起来 反手就要一巴掌抽出 苏胜瑞也是绕到了常念寒的背后 准备随时出手 将他锁了 然而 常念寒眼珠子咕噜转了一圈 喷喷 前后两脚撩阴腿飞出 要知道他 可是吃过百年诸果 正是踏入五夫行列的 这两脚下去 那是指鹰飞蛋打 两个大男人 直接被他踹得淡随人生天 趴在地上抽搐不止 我叫你骂我妈 踢死你个老灯 我现在看你 用什么东西折 谁管都给你折了 啪啪 常念寒还不解气 还狠狠地朝着倒地的两人 踢了两脚 逍遥看得嘴角抽搐 这丫头看着小 人是真暴力 她该不会真培养出一尊女武神出来吧 好了 念寒 不要打了 再打就把他们打死了 逍遥将常念寒叫了回来 毕竟是你名义上的爹 真打死了影响不好 这种残忍的事情 让我来吧 逍遥拍了拍常念寒的肩膀 逍遥哥哥 你真是好人 常念寒感动极了 沈世运在一旁猛逼树上猛逼过 好了 准备送你们上路了 逍遥大手一抓 青色的剑气在他指尖旋转着 去 刷 剑气飙射而出 此时 门外一辆库里男冲了进来 本少来了 苏老板 我老婆在哪 车上跳下来一个看着 就顽固至极的年轻人 他就是所谓的魔都大少 魔都刘家的少爷 吃 一道剑气划过 一颗鲜血飞射而出 剑射在了刘大少的脸上 这是什么 番茄酱 他伸出手 摸了一点舔了舔 不好吃 像在喝险 摇摇头 正想要说话 咕噜噜 一颗人头 滚到了他的面前 卧槽 刘大少脸色顿时绿了 苏 苏老板 他一抬头 看见逍遥手上 正掐着一道青绿色的剑气 小脑顿时萎缩了 你们是在拍电影吗 我 我可能 那个 走错了 嗯 再见 再见 说着 他悄咪咪的 就想要退回库里南车上去 是 逍遥一道剑气标射而出 库里南被切成了数百块的碎片 刘大少下的腿一软 直接扑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裤子一秒湿润 我乖 不不不 你没有走错 你就是那位魔独大少吗 是来取念含的吧 逍遥这时笑眯眯的开口 魔独大少像看着魔鬼一样满脸惊慌失措 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 是 是 的吧 也不是 这就是常念含 我妹妹 你要娶的人就是她 嗯 这边陪嫁的嫁妆我也是准备了三样 你可以看看 选一种还是全部都要 神 什么嫁妆 刘大少看着院子脸色扭曲 这一幕简直是太抽象了 不远处两具无头尸体 血流满地 她面前就两个脑袋 然后血泊中两个少年两个少女 站着一脸笑意的要和她谈嫁妆 这一幕未免也太过于诡异了 我给你看看啊 这第一剑嫁妆 就是我这降龙神掌 哄 逍遥抬手一掌 一尊巨大的灵力汇聚而成的金龙 嘶吼着在天空遨游 一巴掌下来 你就变成鸡粉了 感受不到疼痛 第二剑 就是我手上的这道清廉剑气 一剑就能切下你的脑袋 很快的 你绝对感受不到疼痛 第三剑 就是我这大日焚天意 一缕太阳真火 转瞬间能将你烧成黑炭 身为新时代青年 我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给你准备的都是无痛嫁妆 你选一个吧 逍遥笑眯眯的说道 刘大少嘴角抽搐 被吓得头顶都要冒白烟了 你这嫁妆 是帮我寄放在阎罗王那里 要亲自去取的是吧 那个 我不取了可以吗 其实想了想你妹妹国色天香 配我还是有点浪费的 呵呵 她值得更好的 我不配 不配 刘大少挪动着身子后退 她腿已经被吓软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要退婚了 你叫我妹妹以后怎么见人 不行 这三个嫁妆你必须三选一 逍遥眉头一竖 冷声说道 刘大少一个哆嗦 差点哭出来 老天爷 要知道这回来家事是这种情况 打死我都不来 我 我能不能打个电话问下我爸啊 可以可以 顺便帮你爸也选一个吧 我爸不娶啊 没事 我送他的 我替我爸谢谢你 没事 都是亲家 应该的 哎 要不我亲自送去你家吧 刘大少瞬间被吓出了 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送去我家 你想送我全家 去见阎王爷你就直说 想杀人 你还这么冠冕堂皇 你有本事就一巴掌下来 我保证一秒之内死给你看 刘大少心脏都跳到嗓子眼了 他缓缓拨通了自己老爸的电话 在这种富二代眼中 遇事不绝就找爹 爹绝对有办法 第五十章 非要我去摩多 那我怎么好意思拒绝 爹 我 怎么样啊 见到了没啊 哎 儿子 不是你爹说你 这苏家虽然在家是不错 但和我魔都刘家比起来 也就那样 那苏老灯 一定要把他的女儿送上门 就是为了攀上我们刘家 这艘大船 你知道不 你小子 别被人两句话迷魂脑袋了 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等接回来呢 你就先玩两天 玩腻了你就再给你递玩两天 也算是跟苏老灯有个交代了 我们大不了 把家事的生意分给他们苏家一点 量他也不敢跟老子狗叫 还不等刘大少说话 电话那头 他爹这个老灯就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眼看着逍遥的脸色越来越冷 刘大少妈了 爹 这是你自己要往枪管上撞的 我给你打电话 是让你给我谈判一下的 没叫你挑衅人家 还玩人家 等一下你自己儿子 要给人家玩死了 刘大少和刘家被一抬头 逍遥已经站在了他的面前 啪 一把夺过手机 喂 老灯 你儿子要升天了 你要来陪他吗 你是谁 我再跟我儿子说话 把电话还给我儿子 所以我说了 我要把你儿子宰了 你要不要陪他 你说什么 你是谁 这时 远在电话那头的刘家家主 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叫苏老灯接电话 哦 苏老灯已经死了 你儿子也马上就要去陪他了 逍遥摸了摸鼻子随意道 妈的 你特么敢杀我儿子 你知道我是谁不 老子是刘家 好牛逼 我好怕 所以你儿子马上就要死了 你要过来吗 买一送一 你敢 嘿 我这人最受不得挑衅 我都不吃牛肉了 你还敢挑衅我 就喜欢你这样的 开视频 逍遥挂断电话 打开聊天软件 给备注老灯的家伙 播了一个视频通话 视频一开 秒接 然后对面那张老脸 就开始喷了 就你要杀我儿子是吧 毛头小子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愣头亲的家伙 我见识多了 你今天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 整个华夏 都没你的活路 你不怕死 我就不信 你的亲人也不怕死 你敢动我儿子 你的亲人朋友 也死定了 我把他们剁成肉酱 送黄浦浆喂鱼 我就看你怕不怕 一旁的刘大哨 看着自己老爹 竭尽所能的威胁 雪都差点吐来了 第一次觉得 自家老灯这么废物的 反向谈判 你这不光 自己在鬼门关来回横跳 还要带上我 这不靠谱的老灯 早知道就不应该给你打电话 会讲就多讲点 逍遥脸色见了 他承认了 他有点小火气 你要说他不讲武德也罢 赖皮也罢 反正他就是那种 讲不过就动手的人 种吗 你不服气 嘿嘿 你打得过我不 你看啊 这脑袋他又大又圆 逍遥抚摸着刘大哨的脑袋 刘大哨突然觉得 一股寒气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那一瞬间 阎王爷好像在对他招手 然后 我就这么一捏 你瞧怎么的 嘿 他炸了 碰 下一秒 一个脑袋轰然炸裂 你看 像烟花一样 好不好看 逍遥对着手机 那头的老脸 咧嘴一笑 对面的老脸都气歪了 我尼玛 你敢杀我儿子 杀都杀了 你能怎么的 好好好 狗东西 你好大的胆子 你叫什么名字 给我报上名来 逍遥 种吗 你不服气 逍遥是吧 老子要把你全家剁碎了 扔进黄浦江喂鱼 有本事 你来魔都 老子的地盘天王老子 都得给我跪下 真叫我来魔都 真 不后悔 后悔是你儿子 嘿嘿 我从过来没见过这么找死的要求 这可是 你叫我来的呀 那我真来了 你特别赶紧来 我已经迫不及待 要弄死你了 好好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客气的 正愁怎么继续说个零点 这不 魔都的好兄弟 就发来邀请函了 魔都这种大城市 一定高手如云 这下子 可以好好玩个爽了 行 我马上来 就喜欢你这种客气的 逍遥咧嘴一笑 挂断了电话 他给陈骁拨了的电话 喂 给我准备一下直升机 我要去下魔都 魔都 指挥官 是魔都有人得罪你了吗 以后别叫指挥官了 叫我肖先生好了 你说的对魔都 有个叫刘家的 得罪我了 哦 我找几个兄弟开坦克 去把刘家炸了 您看可以吗 逍遥 不是 你说炸就炸 没有律法的吗 啊 那您要怎么处理 放着我亲自过去炸 对了 你先给我调查一下刘家 我想想看 嗯 罪名 就是 就是我怀疑 他们勾结境外组织 泄露华夏机密信息 好的 我马上请示上头 OK 速度 然后直升机赶紧给我派来 放心 然后逍遥就挂断电话了 逍遥我们真的要去魔都吗 常念涵和沈世韵一脸好奇地看着他 当然要去 人家这么热情邀请我 我怎么能不去呢 好耶 魔都可是国际大都市 我都没去玩过 我也要去 沈世韵高兴地举起两只手 没问题 念涵 你给常阿姨打个电话 就说苏家的事情解决了 我们打算去魔都玩两天 他是想继续待在家室度假 还是想回青岚市 我派人送他回去 好的 逍遥哥哥 常念涵点点头 片刻后 我妈说要在家室玩玩 还让我们在魔都玩得开心 OK 半个小时之后 一架直升机出现在苏家的上空 陈潇从直升机上下来 潇先生 查到了 您料事如神 魔都刘家确实勾结了境外组织 他们向小日子和灯塔 出卖了华夏的机密信息 嗯 还真出卖了 这下好 灭起来就更加没有罪恶感了 好好好 走吧 去魔都 有人邀请我去做客了 而此时 魔都刘家主越想越气 越想越火 小崽种 敢杀我儿子 我非得弄死你 不行 我要找人搞死你 他想了想 那逍遥这么嚣张 说不定背后有人 于是他给几个平时几个 开银趴关系不错的家主 都打了电话 要一起弄死逍遥 第五十一章 刘家庄园 准备充足 准备把逍遥放烟花了 军部直升机的速度很快 转眼间就到了魔都郊外 逍遥他们下飞机的时候 还看到一个光头男 在户外开直播 研究生 研究生出来之后 你的月薪绝对不低于两个大不了 如果低于你来找我 我给你补 我给你补个蛋 天天找我补 我凭什么 别天天烦我了 研究生怎么可能看我直播 你给我刷一千万 我也不可能叫你一声点 做人有骨气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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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人挺幽默啊 逍遥看了眼 对着陈骁说道 嗯 对 确实挺幽默 陈骁老师回答 他们上了一辆军区 早就备好的越野车 朝着魔都市中心开去 中途 逍遥打开刘大少的手机 拨了个电话 老邓 你逍遥爷爷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你给我等着 说着 逍遥还拍了一张 不远处东方明珠的照片传过去 此时魔都刘家 刘元看着手机中高大的东方明珠 气得狠狠将手上的饭碗 扣在了桌上 啊 你个小崽子杀老子的儿子 还敢来找老子 啊 来人 几位家主都倒霉 他叫来管家问道 老元 来了 来了 别催我们了 几个人影陆续从屋外进来 哟 正在吃饭呢 嗯 来人 加几副碗筷 刘元一脸预期地点点头 几位家主在饭桌上坐下 家主 鸡汤来了 放哪里 有保姆端着砂锅走进来 放我这 我爱喝鸡汤 一位家主举手 喜欢多喝点 两年半的小母鸡 可鲜了 刘元说着 给他盛了一碗鸡汤 这次叫几位来 其实也没啥事情 就一个小鳖三 杀了我儿子 然后现在威胁老子 要来我家干我 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那小子挺有本事的 拳脚功夫相当精湛 那窝里一下子把我儿子脑袋捏爆炸了 想着说 让几位帮忙一下 出点关系 还有人卖啥的 找些人弄他 刘元说道 小事情 刘家主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一个小鳖三 伸手厉害算什么 他有枪厉害 俗话说得好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外枪 又快又准 刚好我最近喜欢打猎 偷偷搞了几把猎枪 我这就让人给你送过来 给你的保安团装备上 一人一把 那小子赶来头 给他冲爆炸 一个家主大手一挥说道 对 马家主说的没错 伸手厉害 管个屁用 十多年前 什么国术宗师 还不是被人用刀子砍死了 乱拳打死老师傅 我家有一支 国际顶级的保镖护卫队 以前是从中东战场 退下来的 我现在就叫他们 过来保护刘家主 又有人大手一挥 豪爽至极 我这边也能出一支 特种保镖 人数堆都能堆死他 我那有一批 新训练的藏狗犬 一个个凶猛的狠 堪比野狼 等下给刘家主拉过来 我那有一批 削铁如泥的钢刀 用刀子 一人一刀 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除非 他会金刚不坏之身 就是 小问题 刘家主一个小鳖三 怕什么 一支特种部队来了 都不用怕 伸手好 他还能飞龙在天 一巴掌拍出一条龙吗 要真是这样 我连夜跳黄浦江逃命去了 几人完全不在意 好 这次事件 要是能解决 几位公司上市的事情 我给你们办了 我跟樱花国山口组的人很熟 可以直接让他们 给你们在那边上市 听了几人的话 刘远想了想 觉得也确实有道理 自己先前倒是有些失态了 一个人再厉害 也是有极限的 他总不能上天吧 心中的忧虑 倒也算是放下来了 那就有劳刘家主了 多谢刘家主 公司的上市就交给你了 山口组那边也麻烦刘家主了 几人大笑着说道 好说好说 来来来 喝鸡汤 喝鸡汤 半个小时之后 那些家主所承诺的特级保镖团 猎枪 精致大砍刀 也全都送到了刘家别墅 乌鸦鸦的一片人 将别墅围的水泄不通 一只苍蝇 都别想飞进去 几位家主就陪着刘元 大刀金马地坐在别墅里 一脸胜券在握地 等着逍遥到来 等那小子来了 我非得把他剁成肉泥 然后就拿来为郑家主的藏鸥 刘元恶狠狠地说道 哈哈 那这样的话 一个人可不太够 郑家主笑着说道 那我就把他全家都给剁了 为藏鸥 他的亲朋好友也一起 这样就够了 哈哈哈哈 几人大笑起来 在桌上推杯换盏地喝起茅台 好酒 爽快 就在此时 一辆车子缓缓驶来 停在了刘家别墅不远的位置 肖先生 这刘家家主 曾经协助过灯塔国的间谍 获取华夏机密信息 从中赚了十个亿的美元 同时 他跟樱花国的黑道组织 山口组 关系非常好 每年都要给山口组 上贡几个亿的华夏币 在山口组的帮助下 甚至从事过多次的人口交易贩卖 还有人体器官的行当 这次帝都方面 为了帮助肖先生调查刘家 几乎启动了大半的国家机器 没想到这一查 竟然如此劣迹斑斑 陈霄看着手上的资料 显得异常的愤慨 帝都那边的意思是 想让肖先生把刘家 还有和刘家有 利益纠葛的家族 还有山口组在魔都的分布全都 陈霄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帝都倒是懂我的意思 放心 不要他们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逍遥冷笑一声 他带着常念寒三人 还有陈霄朝着刘家别墅走去 哟 这刘家主准备的倒是通透 这么多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哥斯拉来找他了 看着将别墅围得水泄不通的保镖大队 逍遥笑道 师父 让我上 我去干死他们 卓越握着木剑 跃跃欲试 上个德 你现在是炼肉 不是炼铁 人家拿着猎枪 几管子绷过来 把你打成烟花 逍遥一拍他的脑袋 所以说年轻人就是鲁莽 当初他在练肉镜的时候 可是狗的一批的 实力强大了 才不吃牛肉 这叫什么 猥琐发育 别浪 什么 你说浪了的浪怎么办 放烟花 第五十二章 一朝大日焚天印 蒸发半个庄园 见证物种多样性 莫 这杂种来了 看到这笔崽子我就想上去弄死他 杀老子的儿子 真的是操蛋 刘云从监控里 看见了逍遥几人的身影 不过刘家主 他旁边那几个女的倒是挺不错的 特别是那个白丝的 不知道泡水喝是什么味道的 我倒是喜欢他的腿 要不这样 等一下把他抓了 丝袜给你泡水 我舔他的腿好了 好主意 好兄弟一起搞一起搞 两位家主也不顾其他人鄙视的眼神 一拍即合 此时 逍遥刚刚靠近别墅 刷刷刷 一排四五十个外国壮汉保镖 就盯上了他 拿起双管猎枪齐刷刷对准了逍遥 这一下下去 他就要放烟花了 嘿嘿嘿 几位家主凑在监控面前狂笑 叫他们注意点 别伤着我的美人 放心吧 你的美人我也喜欢 不会伤着的 家主们凑在一起笑得非常之灿烂 外边 陈骁凑到了逍遥的耳畔 萧先生 这些保镖大多数都是国际上的雇佣兵 还有中东战场的那些恶鬼 以及一些国外的安保公司 反正不是什么好玩意 逍遥咧嘴一笑 你这是什么话 我可是新时代的良好市民 爱好和平 别把我当成什么杀人魔 对不起 萧先生 陈骁老实道歉 只是 你这个和平我是真的不敢恭维 好了 我宣布 现在游戏开始 逍遥走到了保镖们的境前 一脸笑意地张开双手 发射 保镖队长收到了来自别墅内的命令 大手一挥 砰砰砰 无数把双管猎枪齐蹦射新火 这双管猎枪的威力 哪怕是一头熊都能被一枪放倒 打在人身上 那威力简直就是人体烟花漫天飞 停 逍遥屈指一点 灵气瞬间裹挟住了所有的子弹 而后他单手握拳 哄 所有的子弹都被恐怖的灵力挤压成碎末 啊 别墅中那几位一脸笑意 等着看逍遥被干死的家主们 全都直接待在了原地 你妈 这么抽象 魔术师 不是 你是认真的 好了 其实有一句口号 一直想喊一次了 逍遥轻笑 看着那些保镖 一脸见了鬼一样的表情 他异常高兴 渔民们 感受不吃牛肉的恐怖吧 I am atomic 哄 逍遥手捏法绝 大日焚天意 太阳真火冲销而起 在白晋的天空 化作一方大印 漫天火焰 将周围的空气都给点着了 这座别墅的温度顿时飙升 恐怖的火焰辐射一方 宛如高悬长空的一颗太阳 那些保镖看着这堪比神迹的一幕 人都傻了 而此时别墅中看着直播的几位家主 也一个个哑灭叠住了 卧槽 什么鬼 不是 刘家主 你叫我们对付的是什么变态 操 刘家主 你是惹上神仙了是吧 妈的 这是人 刘家主 你是真的坑啊 你自己死还不够 还想要拉上我们 妈的 不知道我现在出去卖他屁股 能不能活下来 逍遥看着阵型打乱的保镖队 咧嘴一笑 去 哄 大日焚天印猛然落下 太阳真火在大地上翻滚 一个照面 几十号拿枪的保镖 顿时化作了飞灰 更别说那些什么所谓的拎着刀子的 还有什么大藏偶 那更惨 出场手绣的机会都没有 就化作了飞灰 就连刘家的别墅 都被一口气烧掉了一半 楼顶都给烧干净了 几位家主全都露天了 叮 恭喜宿主斩杀命全境强者 叮 恭喜宿主斩杀命全境妖兽 系统想个不停 好了 系统我知道你要发布 让我突破神海境的任务了 不要发布了 直接给我 我现在就突破 逍遥不懈的摆摆手 小样 我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 叮 发布任务 请宿主覆灭眼前的魔道家族 刘家 及其半属家族 任务 成功奖励三杀绝刀 地级上品 狂硬刀 中品灵器 极尽突破之法 九大命全 化作唯一命全 开辟万丈神海 你偏偏要跟我反着干 你这系统逆反心理 是真的强 是真的银杏化 是真的脑残 逍遥无语了 就是不顺着他的意思来 主打闹声反骨 一点不尊重他这个宿主的 不过 奖励还是一样的干就完事了 先把刘家办了 然后就可以突破神海了 哈哈 逍遥咧嘴一笑 带着几人 踏上焦黑的土地 朝着刘家别墅中走去 刘家主 我来做客了 说到做到 我不跟你玩虚的 而此时 别墅中的刘家主 已经瑟瑟发抖了 真没想到 得罪的不是个人 是个祖宗人 真的不讲武德 凡剑有凡剑的玩法的 兄弟 你这超纲啊 完完全全的降维打击 一看到逍遥走进别墅 另外几位家主对视一眼 直接将刘家主按在了地上 不许动 刘元小儿 你个为非作歹的家伙 今天 我们叫卫明除害 几人压着刘元 一脸肃目 转头看见逍遥走来 立马露出谄媚的表情 您就是肖先生吧 刘元这小儿 实在是畜生至极 我们几人在他身边 埋伏许久 今天终于找机会 将他拿下 还请肖先生处置 他们将刘元 压到了逍遥的面前 肖先生 离远点 杂种身上的气息 会污染您圣洁的光辉 肖先生 这够狗东西 竟然敢直视您那神言 我把他眼睛挖掉 肖先生 这杂种竟然敢呼吸 用他那呼出的 悲贱的二氧化碳恶心肖先生 我马上让他停止呼吸 几个平日里高高在上 身价数十亿的几个家主 现在全跟田狗一样 在逍遥面前 对他前赴后继 卑微到了极致 沈诗运和长面寒 嘴角疯狂抽动 不愧是大人物 真是能屈能伸 今天也算是见证了 物种的多样性了 就连刘元 都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前一秒还 刘兄弟长刘兄弟短的 下一秒就变成杂种和狗东西了 真特么的精通变脸啊 第53章 突破神海 点话众人 山口祖的末日将至 逍遥咧嘞嘞一笑 火宝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可惜招待我的是刘老登 不是你们 你们可以滚蛋了 是是是 几人一听 逍遥叫他们滚蛋 狂喜 一个个如萌大射 就要朝着门外走去 我说 叫你们滚去阎王大连 傻乱 说吧 逍遥屈指一弹 青色的剑气飙射而出 刷刷刷 瞬间 地上多了几坨肉片 就跟你家涮火锅的羊肉卷一样 整整齐齐一坨一坨 陈霄 派人去把他们的家给我端了 是 萧先生 那这几家人的财产 怎么处理 打到您的账户上吗 陈霄问道 我要那东西干嘛 灵气都要复苏了 钱有个屁用 拿着这些钱 去把华夏那些山区 荒山野岭的人 都接到城市里来吧 顺便从国外收购点药材什么的 都要用到的 灵气复苏 是从荒野山区开始的 他们是最危险的一批人 我猜现在说不定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 已经有动物成精了 逍遥目光闪烁着说道 是 萧先生为国为民 大义 陈霄无比恭敬地鞠躬 好了 别拍马屁了 我这人很简单 只要不得罪我就好说 逍遥挥挥手 陈霄就去办自己的事情了 刘元此刻趴在地上 一脸绝望地看着逍遥 我认灾 没有想到 一直和我博弈的 不是一个凡人 而是一尊神灵 我刘元认灾 哼哼 博弈 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 就你也能配 和我博弈 我逍遥的对手 从来不在这世俗界 管你是跨国总裁 还是国际巨星 亦或者国家高官 在我看来都不过二 再怎么有钱有权 那都是凡人 权都大才是硬道理 心情好了陪你玩玩 心情不好 你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逍遥点了跟中南海 一脸不屑 哼哼 你是赢家 你说了算 但是我相信 国家不会让人这样肆无忌惮的 你再厉害 能厉害过原子弹吗 你杀人如马 祸害良民 动辄灭门 你会遭报应的 刘元愤怒地说道 吓我 你以为上面是吃素的 平常不在你留家 浪费太多的精力罢了 上面但凡要全力去查 什么事情查不出 你和灯塔间谍的那些破事 还有山口组的破事 你以为逃得了 不瞒你说 等下我顺便去把山口组 在魔都的分部也给端了 哪天心情不好 去小日子 把他们的富士山 搬到东京铁塔上面去 然后把晋国鬼策 做成小日子的人头塔 逍遥将烟蒂 按在刘元的眉心 烫出一个硬痕 刘元疼得咬牙切齿 我不信你有这个实力 你爱心不信 反正 你是看不见了 好了 我宣布 游戏结束 老灯 上路了 阎王爷等你摆席 等一下 这时 刘元大吼一声 等你妈 说着 逍遥抬手一巴掌拍出 刘元直接被他拍成了粉碎 你们在这稍等片刻 我要突破了 杀掉刘元后 逍遥转身跟着常念喊几人说道 旋即便是盘膝坐在地上 保存着的那些灵力值 直接被他全部加上去了 叮 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已经发放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地级上品武技 三杀绝刀 中品灵气狂引刀 命拳极尽破镜之法 轰隆隆 随着逍遥一呼一息 这一片别墅庄园 都开始疯狂颤抖起来 那气息实在是太可怕了 宛如九级大地震一般 天色大变 狂风四起 逍遥仅仅是呼吸 就能引起滔天的狂风 神海境 这个境界体内 灵力磅礴如海 抬手便能翻江倒海 更是遨游天地 踏空而行 天地之大 哪里都可取得 已经是极其强大的境界了 在这一境界 就连核弹都炸不死逍遥 毕竟他也不是傻子 核弹来了会飞 不会站在原地硬扛 真是神异 萧先生突破的动静 简直就宛如自然灾害一般 我从来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一个人能以一己之力 对抗着天地自然 那是何等强大的伪力 处理完事宜的陈骁 回来看见 萧瑶突破 惊天动地般的动静 不由得满脸的静佩和羡慕 只是 这天地灵气尚未复苏 萧先生所要突破的灵气 到底来自于哪里 他想也不会想到 萧瑶的灵气 都会由系统提供给他 萧瑶哥哥又强大了 上一次在家里突破动静 都没有这么大的 常念寒和沈世韵对视一眼 是啊 我要是能像萧瑶一样 这么厉害就好了 沈世韵咬着薄唇 他想到了萧瑶上回提到的双修之法 不行 这次回去了 非得和他狠狠 双修才行 萧瑶体内的九个命拳 缓缓合一 最后化作一个黑洞般的巨型命拳 成功了 唯一命拳 这是命拳极尽 接下来 神海 我来了 哄 命拳再度疯狂扩张 系统中树不清的灵力 无止境地供应给萧瑶 他的气息再度暴涨一截 翻滚的大海 在萧瑶的丹田之中成形 万丈神海 堪称万中无一的等级 太强了 感觉用不完的灵力 萧瑶睁开双眼 从掏出了那一枚 镇压陈萧得到的千年悬育果 千年悬育果 无条件突破一个等级 一口吞下 刷 神海再度翻滚 又扩张了万丈 两万丈滔天神海 萧瑶的修为 已经成功达到神海二重天了 他完成了突破 终于睁开了眼睛 看着几人的目光 萧瑶想了想 隔空朝着几人一点 几人顿时大惊 轰隆隆 数不清的灵力 自萧瑶的身躯之中 迸发而出 竟然将长念寒 沈诗韵 还有陈萧的身体内外 进行了一次洗经伐髓 将他们的修为 全都推到了五福巅峰之境 其中 长念寒和沈诗韵 更是直接突破了撞气境 而这对于萧瑶来说 消耗的力量 仅仅只是神海中的一滴水罢了 几人顿时狂喜 多谢萧先生 以后陈萧为萧先生马首试瞻 陈萧更是激动地 半跪在萧瑶的面前 不用你马首试瞻 接下来给我指一个方向 我要去把山口 阻在魔都的分布灭了 萧瑶说道 是 师父 我的呢 我的去哪了 这时 卓越可怜巴巴地看向萧瑶 你 萧瑶瞥了他一眼 你是未来的剑圣 要自己努力 相信自己的天赋 不要走捷径 不劳而获是可耻的 说罢 就化作一道流光 一飞冲天 只有卓越 一脸振奋地站在原地 师父说的没错 我是未来的剑圣 绝不能拔苗助长 我有天赋 我要努力 卓越宛如打了鸡血一般 可怜的孩子 被忽悠瘸了 第五十四章 杀人要用对称分割 山口组灭绝 魔都山口组分布 昨天刘桑又给我们送来了 一亿的华下臂 真是大大滴冤大头 我滴非常喜欢电 刘桑人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他的女儿 尤其不错 跟我们大脚 盆击帝国的那些启蒙老师 有的一比了 真的这么滴不错吗 当然 我们上回七个人和他战斗 简直是狐狸精附体 死 如此神异 一定要好好地见识一下 讨伐这头狐狸精 山口组三个首领 聚在一间大别墅中 悠哉悠哉地喝着老酒 当初总部把他们三个派来 华下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非常不愿意的 没想到 来了之后就不想回去了 这里真滴爽啊 爽得都要螺旋升天了 具体怎么爽 请参考樱花国出品的动作大片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刘桑说他有几个朋友 想要让我们山口组 帮忙让他们的公司 在大脚盆击帝国上市 这个好说 一人一个一滴滑下臂 外加他们的女儿就好了 全阳桑 你滴怎么这么滴喜欢别人的女儿 说到这个 那全阳桑深深地叹了口气 当初在山口组 为了上位 我让我滴女儿 睡遍了族里的高层 这才为我争取来这个机会 提到这个 我心里就痛啊 全阳桑一脸的遗憾 如今有机会 他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去 把别人的女儿睡回来 死 全阳桑 你可真是畜生 不像我 这种事情 都是让我的老婆出场地 全阳 我孙子桑 你 这时 另外一个首领 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我都是 让我老母亲出场地 全阳 我孙子 站在门口 听了半天的逍遥 一头黑线 小日子玩的是真尼玛的变态 刷 他大手一招 泛着黑光的银灰长刀 出现在手中 这就是灵气的威力吗 果然只有神海静 才能发挥出灵气的全部神威 这一刀下去 能切开一座大楼 要不 先拿着脚盆机的别墅是尸首 逍遥灵机一动 哄 一股恐怖的灵力 自他周身挣腾起来 一眉飘动 这一刻 逍遥宛如复苏的人间神明 就连天象都为之变动 咦 这是要下雨了吗 听见窗外隆隆作响的天空 我孙子皱起了眉头 别管了 下雨不很正常 打雷 都不用怕 喝酒就是了 总不能把我们这座别墅给劈了吧 也是 继续喝 华夏的酒是真的不错 不像我们那的清酒 喝着没啥意思 毕竟是文化底蕴丰厚的大国嘛 要是是我们大脚盆机帝国的就好了 你的意思 懂了懂了 哄 一道惊雷落下 就在此时 逍遥一刀划出 三杀绝刀 惊天动地的刀芒破空而出 十丈刀芒横跟天地间 朝着前方的大别墅砸下 一个照面 别墅便宛如纸壶 一般开始疯狂坍塌 什么鬼 地震了 尼玛 全阳军 快看外面 啊这 月牙天冲 卧槽 玩犊子了 刷 一阵惊天动地的刀芒 划过别墅 将其从中间硬生生地给切开了 这刀芒从酒柱的中间飞过 擦着三人的脑袋划过 冲向远方 就连大地都被这一刀给撕裂开了 不错 还是比较对称的 果然 还是对称是最美的 逍遥站在门外比划了一阵 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扛着刀走进了别墅 你 你是 是 一阵刀芒划过 一条黑线从额头一直延伸到胯下 一道人影瞬间被逍遥切成了两半 对称的艺术 完美 逍遥打了的响指 另外两人直接吓妈了 光之巨人 法王艾斯 拿着刀的 肯定是死神啊 刚才他那一招叫 月牙天冲你没看见吗 全阳和我孙子 缩在一旁瑟瑟发抖 哟 杂碎们 这里是山口祖吗 逍遥咧嘴问道 全阳和我孙子对视一眼 此人来此 必然是冲着杀人来的 绝对不能承认 不然自己也要被对称分割了 不是爹 不是爹 这里不是山口祖 没错 我们滴是华夏人 大大滴良明 逍遥点点头 嗯 你们的语气 倒是挺有大左样 哈哈 天生滴如此 没错 天生滴如此 两人输了一口气 想着这华夏人果然愚蠢 估计光顾着修仙了 脑子没发育完成 不过 你们那牌匾上写的山口祖 是怎么回事 当我是傻子吗 这时 逍遥指着他们头顶的那块牌匾 上面写的山口祖 嗯 这 两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还有 华夏真长不出你们两个畜生样 我 全阳想要开口说话 吃 一道刀器飙过 对称分割 鲜血剑的一旁的我孙子 满脸都是 啊 他发出沙哑的尖叫 还想骗我 把我当傻子 我再问一次 这里到底是不是山口祖 是 这里就是山口祖 是 弟 不要杀我弟 做尽中日友好往来 我们可以做朋友弟 我孙子颤抖着声音说话 做尼玛的好朋友 当狗都嫌弃 是山口祖就对了 我杀的就是你们山口祖 刷 逍遥再度标射出一刀 将我孙子给砍死了 牛马 他吐了一口口水 转身准备离去 就在这时 我孙子的尸体上电话响了 逍遥上前去接了个电话 鸡里呱啦 哇啦吸啦 哇打吸死啦死啦 讲人话 你是谁 我孙子军呢 我是你爹 你到底是谁 我孙子军在哪里 叫他接电话 死了 什么 怎么死的 我杀的 闭个胆 你敢杀我们山口祖的人 别狗叫了 有屁块放 你敢杀我山口祖的人 你完了 给我报上名来 我叫欧刀桑 欧刀桑 唉 乖儿子 巴嘎 你滴死啦死啦爹 死啦你老母亲 傻逼 逍遥直接挂断了电话 他扛着三杀绝刀走出了别墅 嗯 再来一刀吧 想了想 逍遥横着一刀斩出 吃 别墅 别墅瞬间被斩的七零八落 看上去就像被一个从天而降的十字架给镇压了 喂 山口祖三个首领已经宰了 叫人来这边清理一下 逍遥撇撇嘴打了个电话 好的 多谢萧先生 小问题 逍遥摇了摇头 化作一道流光冲销而起 第55章 陆域金丹镜魔道巨拨 系统叫我逃命 逍遥狂血 离开山口祖的别墅后 逍遥走在魔渡的大街上 唉 修为越来越高 提升越来越难了 真是狗娘养的系统 这时 叮 检测到金丹镜五重魔道巨拨 绝世强者 不可立敌 请宿主快跑 魔道巨拨 金丹 我滴乖乖 爱了爱了 傻逼宿主 你在发什么疯 快跑啊 金丹镜一个屁 都能崩死你 操 傻逼宿主 你还在朝人家靠近 胡逆了直说 你再这样我就换宿主了 喂 魔道巨拨 一口口水 都能吐死你 赶紧跑啊 嗯 系统 你想要我跑 你得告诉我 哪个是魔道巨拨吧 不然我都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跑 逍遥摸着脑袋说道 定 定 定 魔道巨拨已标示 请宿主快跑 快跑 只见不远处的公交站牌处 一个提着手提袋的老奶奶 身边还有一个黑衣黑裤 带着鸭舌帽的中年 落腮胡男子 在逍遥的目光中 他头上顶着一个 大大的红色感叹号 那感叹号 简直比姨妈血都红 这时公交车驶来 两人走上了公交车 好的 谢谢系统 逍遥点点头 然后朝着那公交车冲去 不用谢 只要宿主知道系统的良苦用心 喂 你特么跑反了 傻逼宿主 你特么跑反了 你头生反骨式吧 迟早得换宿主 逍遥无视了系统的歇斯底里 一百多米的速度 一眨眼就到了 抢在车门关闭的那一刻 上了公交车 公交车关上了门 缓缓开走 妈妈 我刚才看见一个叔叔 他休一下子 就从这里到了那里 不远处的便利商店 有个四五岁的小孩 吸溜着棒棒糖 对着身边低头玩手机的母亲说道 孩子 乖 你看错了 没有看错 妈妈 我真的没有看错 那叔叔是超人 他真的很快 那母亲无奈地蹲下身子 抚摸着自己孩子的脸 孩子 终于轮到 你当智障了吗 乖 孩子 即使 你是智障妈妈 也依然爱你 孩子 要是逍遥在此 不得竖起大拇指 来一句好伟大的母爱 此刻 上了公交车的逍遥 目光始终跟着那个落腮湖中年人 果然 泱泱滑下 天才被出 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你未来会取得何等成就 逍遥摇摇头 这中年人一看就是个记忆高明的爬手 公交车只是行驶了三站 他就已经收割了四五个钱包了 堪称钱包收割机 而这样社会底层的喽啰 未来却是能成为金丹镜的魔道巨拨 那可是金丹 动辄毁天灭地 要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存在 只能感叹 世事无常 大肠包小肠 逍遥摇摇头 不再多想 他周身凌厉晃荡 挤开人流 谁啊 别挤老子 哎呦 你干嘛哈哈呦 啊 谁的棍子捅到我了 好舒服 别动 再挤我孩子要出来了 公交车的后排 那扒手专心致志地 盯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的跨栏 他在银行门口的时候 就一直跟着这个老奶奶了 亲眼看见 这老奶奶取出了十万元的现金 而这十万元 很快就是他的了 有了这十万元 今天晚上又可以上钟了 俗话说 爱意随中起 钟指意难平 如今这世道扒手 是越来越难混了 而且竞争激烈 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上钟了 也不知道那个妹子 有没有忘记他 今天晚上 非得冲个几十个小时的钟 让自己成为 那妹子心目中最亮的一颗心 然后 给喜欢的美女主播 刷几个嘉年华 不管怎么说 自己也是个榜一大哥了不是吗 最后嘛 刘二世快去沙县 吃一顿美滋滋的鸭腿饭 完美 爬手想想 都得给自己狠狠点个赞 他伸出自己的鬼影迷宗手 七拐八绕地 最后伸进了老奶奶的胯包中去 四下摸索 很容易就已经摸到那厚厚的马内了 而此刻 老奶奶一副神情哀愁的样子 脸上浓浓的阴云散之不去 自己老伴得了绝症 即使拿出这几年省吃减用的十万元 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 可是 再怎么难都要治病的 即使以后要住天桥 捡垃圾桶的剩饭剩菜 他也要救自己的老伴 两人相依半生 早已是对方的唯一 万一自己的老伴死了 他也不想活了 拿到了 爬手心中一喜 缓缓将手收回 就在这时 啪 一声脆响 白皙的手掌 落在了他的手腕上 兄弟 什么东西这么棒 我看你脸色变换了十几次 一副高三潮的样子 爬手抬起头 看见一个年轻人 正笑眯眯地望着他 小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说着 另外一只手 从身旁的裤腰带里 掏出一把小刀 抵住了逍遥的腹部 想多管闲事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脊俩 小心我给你开个口子 白镜红戳 他在逍遥耳畔威胁道 逍遥轻笑 目光环视一周 车子里有不少人 已经发现了这一幕 但都是默默地盯着自己的手机 不闻不问 而余光却是不断地朝着这边打量 我很硬的 兄弟 你这刀子 说不定戳不破我的身体 笑死了 你当你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吗 爬手冷笑一声不懈地问道 唉 你怎么知道的 逍遥咧怎一笑 你是预言家 刀了 刀你没刀 不知死活的玩意 爬手眼中闪过一抹狠色 刷 手上猛然用力朝着逍遥的腹部扎去 哐当一声 刀子断了 嗯 爬手看着手上的刀子人 直接待在了原地 我懂了 小子你身上加了当板了吧 好你个故弄玄虚的家伙 这回老子给你破个像 刷 他挥动断刀 朝着逍遥的脸上滑去 然而 逍遥只是保持笑容 目光微微一瞪 爬手伸出的手腕 竟然在半途中猛的一个回旋 刷 一下子扎进了自己的眼窝子 啊 爬手发出痛苦的叫声 而且还没完 他那只手就像着魔了一样 还在眼窝子里面狠狠地转了一圈 然后往外一拉 好家伙 拉出来一颗眼珠子 啊 八手痛得脸色扭曲 没错 又变成了你手机里第一个表情包的样子 第五十六章 宿主神威盖世 镇压金丹魔道巨波 系统秒变舔狗 叮 宿主牛逼 宿主强大 宿主屌的一批 宿主简直要上天与太阳肩并肩 发光发热 叮 恭喜宿主 镇压金丹五重天魔道巨波 奖励上品灵器 降龙镇妖旗 地级中品武技 金红玉剑术 极品灵丹 太清玉叶大环丹 叮 宿主让系统佩服至极 五体投地 敬佩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又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额外奖励一套中品灵器 八步浮屠剑 逍遥的眼睛又霜若灼亮了 不错 傻逼系统今天又干了一次人事 就喜欢这种的 宿主 你太牛逼了 你简直让系统 让我 闭嘴 好的 尊敬的宿主大人 逍遥 不是这系统今天转性了 从毒蛇吧 又变成舔狗了 难道是我的王霸之气 震慑出系统了 逍遥挠挠头 没有多想 喂 兄弟 你没事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你瞧瞧 哎呦喂 把眼珠子都拎出来了 太血腥了 兄弟 逍遥一副夸张的表情 扒手又痛又气 你家不小心 能把自己眼珠子抠出来啊 这是不小心 能解决的事情吗 这是见鬼了 扒手痛苦的尖叫 彻底在车厢里 吸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 而此刻那老奶奶 也反应了过来 一脸惊慌地捂住了自己的胯栏 想必也是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哎呦 小伙子 谢谢你啊 他拉着逍遥的手说道 小问题 奶奶你还是保护好自己的包吧 不要发呆了 逍遥说道 哎 不是我发呆 主要是我家那个老头子 哎 老奶奶脸色顿时就苦涩了起来 哎 人间各有各的苦 逍遥摇摇头 老奶奶 这个丹药回去给病人服下吧 我是中医世家 这个丹药是我家祖传的 说着不由分说 就塞到了老奶奶的手上 众生皆苦 特别是这个社会的一些弱势群体 对于他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能帮就帮一下吧 但若是老奶奶不相信他 没有将这个丹药给病人服下 他也不会怎么样 萍水相逢 能帮的已经帮了 他不是圣母 天下人都有天下人的命数 老奶奶遇到他是命数 可因为不相信 他使得自己老伴错过了救命的机会 也是一种命数 仅此而已 喂 有没有人能报警下 这是个小偷 报警把他抓了 逍遥对着周围的乘客说道 啊 痛死我了 谁 谁敢报警 你们要是敢报警 我记你们一辈子 等我出来了 我一定要弄死你们 搞得你们不得安宁 那扒手疼得满头大汉 额头轻轻抱起 却又是不甘示弱的怒吼 只能说 不愧是未来的魔道巨拨 是真的能忍痛 而听到了扒手的威胁 一车子的人 竟然一个个都害怕地低下头 挽起了手机 唉 逍遥叹了口气 他蹲下身子 在扒手的身上摸索 翻出了七八个钱包 啊 那是我的钱包 我的钱包竟然被他偷了 我的钱包里 有一枚金戒指 我的钱包里 有一张银行卡 里面存着十几万呢 看到那几个钱包 顿时有一些人出声 然后挤开人群 来到逍遥的面前 伸出手 谢谢 谢谢 这是我的钱包 逍遥淡淡地瞥了他们一眼 然后反手把钱包丢到了窗外 唉 那是我的钱包 你怎么给丢窗外去了 就是 你还我们的钱包 把钱还我 我那钱包是LV的 名牌 几人顿时一个个尖叫起来 对着逍遥歇斯底里 你们说是你们的 就是你们的 我还说这是风吹进来的呢 逍遥撇撇嘴随意道 我特么 这就是我的钱包 小年轻年 秀 一道剑气 划过了他的脸颊 逍遥竖起一根手指 上面有熊熊烈火在燃烧 顿时 车厢内的温度都高了起来 你什么 嗯 你刚才是要说什么 那人打了个哆嗦 顿时吓尿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我嘴巴有点痒 动一下而已 他歪了下嘴巴 接着将其死死捂住 那你们呢 你们的钱包 不要了 那不是我的钱包 我没有钱包 我想起来了 我的钱包是水货 不是LV 我今天好像没带钱包 几人一个个看着逍遥的手指 瑟瑟发抖 妈的 前几天就有新闻在传说 是有人扛着船在海上走 今天特么就遇到这种牛逼哄哄的人了 什么运气啊 出门踩到狗屎了 逍遥冷笑 他一把抓起那个瞎了一只眼睛的扒手 既然这样 那就拜拜了 下一秒就从车窗直接跳了下去 一下子就没影了 车厢内一片寂静 无人敢多说一句话 直到片刻后 确定人走得差不多了 才有人开口 妈的 会法术了不起 有原子弹牛逼 下次别让老子见到你 不然非给你一个大逼斗 随着他的开口 其他人一个个不愤起来 都想开口 刷 一道剑气 从窗外飞了进来 直接一剑斩下了 那说话之人的手 鲜血漫天 接着又将他的嘴巴给串了起来 车厢瞬间安静了下来 等到车子停靠在路旁 一群人双脚发软地下车 再回想却发现自己 已经记不清那个人的面容了 而带着爬手离开的逍遥 在半途一巴掌 将爬手拍成了碎渣渣 未来的魔道巨拨 自然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 是十分必要的 宿主英明神武 神通广大 太厉害了 系统又开始拍马屁 这算什么 我连单边境的强者都能镇压 逍遥不懈地撇撇嘴 尊都假都 不信 不信 逍遥眼珠子咕噜一转 你给我一个单边境强者的位置 我去镇压给你看 第57章 修仙者心态 神海四重 北方军区的单边强者 第一 一位宿主标识出单边境强者方向 一幅缩小的华夏地图 呈现在逍遥的面前 逍遥放大再放大 原来是在北境 北方军区的驻扎地 有数了 逍遥咧嘴一笑 这系统也挺好忽悠的 不过也侧面证明了 系统的智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不然他这算盘打的算盘珠子 都变成从系统脑袋上呼过去的子弹了 怎么可能察觉不到 不过再去之前 先突破一下境界吧 逍遥一步踏出 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冲入长空 他要找个安静的地方突破 魔都哪里最安静呢 当然是东方明珠的顶端了 刷 逍遥在便利店买了一壶小酒 再搞了两个小菜 这就是男人的快乐 休闲的同时不能忘了快乐 他脚踏虚空 身形一闪便是出现在了东方明珠旁 哇哇哇 好高 好高 站在东方明珠上往下看 也太爽了 东方明珠塔中 有穿着时尚的魔都女孩 在对着云端拍摄打卡 站在这都有一种一览重山小的感觉了 真不知道站在东方明珠顶端 是什么感觉 真想去看看 那女孩惊叹地说道 脸上充满着向往 哎 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能上到东方明珠的顶端 一不小心摔下来 就变成肉泥了 就是就是 不要做梦了 除非你会飞 像小说里一样 休一下就上去了 他两个闺蜜打去道 我也知道了 开个玩笑而已 快过来给我拍照片 茄子 他背对着玻璃 摆出一个可爱的姿势 嗯 就在这时 那个举着相机拍照片的闺蜜 像见鬼了一样 抬起了脑袋 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看见 外面有个人影闪过去了 啊 这里是几百米的高空 怎么可能有人影 你不要开玩笑啊 就是 你肯定是看错了吧 没有 好像真的是个人影 他还拎着酒瓶 啊 喂喂 你是昨天晚上 跟男朋友玩的太害 颅内高三潮 现在产生幻觉了吧 要死了你 拿我开黄枪 哎呦 是不是吗 你男朋友厉不厉害 给我试试 滚 三个女孩子开始打闹起来 此时 逍遥已经来到了东方明珠塔的顶端 她喝了一口白酒 看着下面闪烁的霓虹灯 那些建筑渺小的宛如一个个模型 人更是一个个比蚂蚁还要小 和平的景象还能维持多久呢 灵气一旦复苏 整个蓝星都会大变 凡人终究是凡人 太弱小了 寿缘短暂 力量孱弱 简直就是妈咯 在突破到神海境后 逍遥的寿缘已经暴涨到足足有五百年 而在达到金丹后 她更是能活一千年 获得强大力量后 她的心态也在逐步发生改变 会变得越来越冷漠 得罪她的人毫不留情 手起刀落 血腥的杀戮 在未来的蓝星会变成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逍遥掏出太清玉叶大环丹 太清玉叶大环丹 极品灵丹 取自太清山巅 千年灵犬 浮以数百种天才地宝炼制而成 蕴含极其浓厚的灵力 逍遥打开丹河 一股浓郁的异乡传出 丹药流淌着光泽 仅仅只是吸一口 就能感受到体内的灵力在快速运转 逍遥一口吞下了丹药 哄 滔天的灵力在体内炸开 神海再度翻滚 漫天的波浪拍打而起 硬生生再度扩张两万丈 四万丈神海 逍遥的修为达到了神海四重 实力比之先前再度暴涨 下一步便是金丹进了 金丹人物在那些个远古仙门 都是大人物级的强者了 深如昊日 精深俯瞰世界 逍遥喝干了瓶子里的酒 现在修仙不努力 以后万魂藩礼做兄弟啊 逍遥摇摇头 路还长 仍需努力 接着他身形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边 直入北方 北方军区 雪满人间三千里 火树银花 银庄素果 逍遥跟着系统的标识 很快就来到了北京军区之外 一道人影从天而降 正在值班的北京战士 被吓了一跳 逍遥瞥了一眼 五夫进第一期 炼肉七 看样子 四大军区已经开始普及武道了 而且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了 还算不错 挨指何人 助手的战士们 面露惊恐地看着逍遥 这家伙 刚才 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吧 自己应该是没有眼花 他们纷纷戒备地 举起手中的枪 眼中虽有害怕 却依旧不曾退却分喉 是我 逍遥淡淡开口 滑下总指挥官 逍遥 说着亮出身份牌 爹 门禁机器一扫 瞬间给逍遥开门了 见过总指挥官 两人一脸震惊地 对着逍遥鞠躬 辛苦了 逍遥点点头 隔空一指 一道灵力飞出 波波 两位战士体内传出脆响 两人进击到了炼肉七 多谢总指挥官 两人脸色瞬间通红 一脸激动 逍遥一步 踏入北方军区之中 朝着系统标识的地方走去 萧策此刻正在办公室中批改文件 他在北方军区的身份 正如同陈昂生在南方军区的地位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今年才只有四十岁 正值中年 骁勇善战 北方军区的战士们都调侃说 萧策这种人物 要是出现在小说里 那就妥妥的是北京战神 女儿老婆住狗窝 一个电话 十万战士赶来的那种人物 每次听到这种话 他都只是苦笑的摇摇头 他哪来的女儿和老婆 他的妻女早就死在了一场意外中 而他却是在三个月后 才得知的这个消息 没了女儿和孩子 失去了牵挂的肖册 更是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北方军区 对于战士们的调侃 他也就笑笑 什么北京战神 哪来这么大的权力啊 还一声令下 十万战士赶到 战士驻守边防 岂是说动就能动的 赶来一人给你一个巴掌差不多 一天天就你逼时多 这边战士才刚刚赶到 事情解决了 回去屁股都没做热 你又一声令下了 是个人都得给你两个巴掌 工作了半天 肖册难得起身 走到办公桌前锻炼一下 一回头 只见一个年轻人 就坐在他的位置上了 第五十八章 五地震魔法身 遇见千里斩外敌 你是谁 肖册眉头一皱 神出鬼没的 他这房间是从内部反锁的 这年轻人是什么时候跑来的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萧首长 不认识我吗 我叫萧遥 你 你是 萧策猛然瞪大了眼睛 总指挥长 萧遥汉首 是我 知道是萧遥后萧策 也就是释然了 早就听闻 华夏多了一位总指挥长 是由帝都那位亲自设立 地位更是在他们四大军区之上 那位总指挥长孤身入南方军区 仅仅一个小时 南方军区上下对其都是五体投地 更是传下了断体之术 脆体药方 以及传世武学 每次他和陈昂生聊天的时候 提到那位总指挥长 陈昂生都是 极其惊叹地说一句 天上神龙般的存在 人间哪得几回文 这让萧策对于这总指挥长也是 好奇的景 不曾想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了 既然是总指挥长 有这种手段 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听说这位总指挥长乃是神通广大的修仙人物 嘖嘖嘖 他倒是没见过什么修仙人物 不知道有多厉害 有何但厉害吗 有机会 要是能开开眼就好了 不知总指挥长到来 所谓何事 萧策小心地问道 难道上头又派发了什么任务了 倒是没有什么大事 我看萧首长也曾修习了我的白鹤断体术 如今境界已达五夫第四期 练谷期 近战倒是颇为的快速 逍遥看着萧策头顶上的那个红色标识 轻笑道 不知萧首长有没有兴趣 要和我搭把手 萧瑶问道 可以吗 刚好我近日里有些许疑惑 还望总指挥长指教 好说 来吧 萧首长 萧策将手臂上的衣袖撸上去 露出健壮的胳膊 他甩了甩手 摆出开山拳的起手姿势 总指挥长小心了 我来了 叮 检测到单变境三重强者 即将以无上攻伐权术 镇压宿主 叮 宿主要不你 还是认个耸求他收你做徒弟吧 认你老母 可以是可以 但是我没有老母 滚 好嘞 系统噤声 此刻萧策挥舞着拳头 朝着逍遥砸来 啪 啪啪 很快呀 上来就是这样那样 然后再这样 萧策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接连后退十多步 撞在了墙上 叮 恭喜宿主 神威盖世 先法滔天 堪称绝世鬼才 镇压丹变境三重强者 系统对宿主感到鼎领膜拜 奖励极品灵丹 天宝无极万化丹 额外奖励金身道法 五帝镇魔法身 在修为达到金丹镜后 可以通过体内金丹演化出绝世法身 法身一念便可镇压天地 法身不入五级平级等级之中 可任意一尊法身 最次都堪比天级五级 那是上古修仙者摘星逐月 比肩耗日的资本 五帝镇魔法身 可凝聚青帝木黄身 赤帝火黄身 白帝金黄身 玄帝水黄身 黄帝土黄身 五帝大城 可画五帝华盖 凝聚大五行帝者金身 逍遥的眼睛一亮 系统已经在为他金丹镜做准备了 好系统 爱了爱了 以后每天少骂他一句傻逼吧 系统知道了 一定会感激涕零的 总指挥长实力 肖策佩服 当自己儿子的年轻人 肖策那是心服口服 肖瑶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是他远远都比不上的 他已经全力出手了 可在肖瑶面前 依旧像是个弱小的妈咯 而且刚才的几次交手 肖瑶更是轻易地纠正了他的不足 要不是身份上不允许他 都想求肖瑶收他为徒了 肖首长客气了 肖瑶摇摇头 各取所需罢了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 我就走了 肖瑶走到窗口刚想离去 肖策桌子上的电话 再度想了起来 肖首长 又探查到一批雇佣兵 非法进入华夏境内 大约有三十多人 我知道了 点兵 马上出动 地毯是搜查 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家伙 进入华夏领地 我华夏乃是雇佣兵的境地 这群老鼠简直是狗胆包天 肖天策勃然大怒 他批上军大衣 总指挥长 事情有急 我就暂时失陪了 说着就要朝着外边走去 等一下 肖瑶抬手制止了他 我随你一起去看看吧 这 好 两人一起朝着军区的训练场走去 此刻 北方军区一支支训练有素的战士队伍 已经集结完毕 肖瑶扫了一眼 这些军人气血雄魂 体魄雄剑 一个个全在练皮和练肉骑 以他们的水平来说 全员想要达到五副巅峰 不是一件难事 该死的雇佣兵 天天想着 进入我华夏领地 简直是找死不知死活 给我查 出动无人机 地毯是搜查 一个都不能放过他们 肖策脸色难看 这些雇佣兵 你要说他们强大 那还真的不强大 唯一的问题 就是一个都像老鼠一样 极其能躲 每次他们搜寻 这些雇佣兵都要找好久 既浪费时间 也是浪费心力 是 首长 士兵们恭敬敬礼 一个个都准备上越野车 等等 太麻烦了 既然是几只蝼蚁 那我就顺手解决了吧 逍遥随意地道 士兵们疑惑的目光 落在逍遥的身上 这 总指挥长 这些雇佣兵善于隐藏 您要是想要一个人 肖策面露难色 无妨 我置身在此 不出一步 千里之外便可取下他们的手机 逍遥轻笑 死 顿时 下方的战士们倒吸一口凉气 眼神变得越来越怀疑 隔着眼小说呢 之前听说 南方军区有一个家伙 要一个人单挑整个军区所有战士 这已经够离谱了 虽然不知道 后续发生了什么 但反正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又来一个 要千里之外取敌手级的 小说看多了 玩抽象吗 都不信 逍遥看见他们疑惑的目光 咧嘴一笑 我也不信 不过 事实就是如此 只见逍遥手捏剑绝 八步浮屠剑 臭 吃吃吃 八把黑金相见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零剑 自逍遥背后冲天起 在虚空中四处飞舞 阵阵白狠舞动 一阵阵的剑鸣 响彻天地间 那些战士 一下子都看呆了 就连肖册 都一脸惊讶 人间剑仙啊 这就是修仙者的手段 惊鸿玉剑术 去 叶削手捏剑指 八步浮屠零剑 便是化作长虹 转瞬间 消失在天地间 那速度 比起他们军区最快的战斗机 都要快了 不知道多少 第59章 东风快剑 使命必达 送货上门 一剑斋头 死 这是神仙手段吗 首长这是请来了一尊神仙吗 玉剑术啊 这可是小说中的玉剑术 千里之外取敌手机啊 恐怖 太恐怖了 军部战士们 一个个都七嘴八舌的 好了 萧首长 接下来你只要等着收人头就可以了 逍遥轻笑一声 此时 华夏北方边境处 前面就是华夏领土 北方军区的那些家伙 一定会地毯式的搜寻 车子停在这里吧 几十道穿着迷彩服的人影 从车子上下来 翻过前面那座山 就是城市 一旦到了城市里面 北方军区的那些家伙 想要找到我们就难了 走 小心点 小命都是自己的 给我在裤腰带上别紧了 这比你的弹都要重要 一群鹤枪实弹的雇佣兵 一头扎进了山林之中 借着白雪和树木的隐藏色 他们有很大的机会 躲过直升机的勘查 和北方军区的搜寻 这次 他们是有备而来 奇怪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直升机 以前北方军区那些家伙的直升机 早就阴魂不散地在天上飞了 雇佣兵的老大 一脸疑惑地开口 他曾经尝试着 潜入华夏整整三次 可每次都失败了 但是好运的 是他每次都能活下来 所以 他算是经验极其的丰富了 对于北方军区惯用的方式 也一清二楚 剩下就是见招拆招了 可是今天北方军区却是一反常态 不仅没有派出直升机 甚至一个人影都没有 他们根本不用潜伏吗 直接大摇大摆走进去不就好了 不太对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觉得 这是华夏人的诡计 雇佣兵首领 抚摸着下巴 为何我感觉好像 一直有一双眼睛 在暗处盯着我呢 他摸着鼻子 一脸的不解和疑惑 就在这时 刷 一道流光划过虚空 紧接着便是一阵清脆的剑鸣声 回荡在虚空之中 不好 飞机 趴下 几人瞬间躲得严严实实 和周围的环境 彻底融合一体 可是并没有飞机的动静 老大 刚才那声音不太对吧 飞机不是这个声音 嗖一声就飞过去了 简直就像 就像什么 雇佣兵老大问道 白帝圣剑 遇见跟着我 啪 雇佣兵老大 一巴掌甩到他的脑袋上 以后少刷短视频 好多 雇佣兵老大 哼哼唧唧 还遇见呢 你真以为华夏遍地是修仙者 真以为华夏的鼠山有剑仙 那里 现在已经变成风景名胜区了 华夏有些人的传说 已经驱昧了 这世界根本没有神仙 我们要相信科学的力量 手中的枪 才是我们最厉害的武器懂吗 当然 还有你下面的枪 前段时间 华夏不是很流行的说话 纳摩加特林菩萨 六根清净平游弹 一秒3600转 功德无量度识人吗 就连菩萨都要用加特林 可见热武器的厉害了 什么修仙者就是个屁 他要是敢出现 我把他对成筛子 雇佣兵老大不屑地说道 嗯 老大你说得对 但是为什么老大 你对华夏的知识懂这么多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不愧是老大 佩服至极 那小弟缓缓竖起一根大拇指 然后 咻 一道见光 直接将他的脑袋 从脖子上摘了下来 那略微上调的嘴唇 包括脸部的表情 还依旧凝固着 什么鬼 雇佣兵老大 被吓了一大跳 胆忙举起手上的AK 对准了空中 剩余的雇佣兵 都一个个惊慌失措 老 老大 这时 有人颤抖着声音开口 老大 我们被包围了 被包围 什么包围 被剑包围了 雇佣兵老大 吃吃吃 八部浮屠剑 宛如游龙遨游在天地之间 一剑出 势必串起一颗人头 大大大 大大大 雇佣兵们恐惧地 用手中的枪朝着半空扫动 可那些子弹 未曾碰到飞舞的零件 就全部被弹飞了出去 啊 我不干了 华夏真有剑线 老大你坑我们 一个雇佣兵 害怕地 把枪砸在了地上 转身就逃 有你老母的剑线 操 雇佣兵老大人都骂了 那雇佣兵才跑出末几步 就被一把剑摘下了头颅 八部浮屠剑 在虚空中横行 所过之处 必有一颗脑袋落下 那场面堪称恐怖 妈的 到底是谁在搞鬼 老子只相信科学 雇佣兵老大 脸色苍白地 看着天空中飞舞的八柄剑 不知何时 三十多名雇佣兵活着的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操 妈的 华夏真有仙人 不是吧 他神情显得有些惊慌 华夏要是有仙人 那西方肯定有神灵 奥丁 宙斯 上帝保佑我 刷 一把零剑划过 雇佣兵老大都没反应过来 就把他的一条手臂摘下来了 哈 西方的神打不过华夏的剑线 他痛苦的面容都随之扭曲 饶了我 华夏的仙人 饶了我 他满脸恐惧地跪在地上 朝着远方疯狂地磕头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该侮辱华夏剑线的 此刻 远在北方军区的逍遥 轻笑一声 惊慌欲剑术的威力果然 不错 不出家门 就能把死神送人家家里去 东风快剑 使命必达 送货上门 一剑摘头 摘 最后一剑 将那个雇佣兵老大的脑袋摘下后 逍遥捏动手印 八部浮屠剑开始返回 而萧策等人 就这样看着逍遥 在那里挥动剑纸 直到一声清脆的剑鸣传来 他们才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第六十章 上一秒 做人不能这么残忍 下一秒 化身活颜望 只见远处的天穷 一把飞剑破空而来 划过长空 在虚空中留下一道白色的长痕 而在那一柄飞剑之后 还跟着七把飞剑 和领头飞剑不同的是 后面的七把飞剑 每一把都串着四五颗人头 一颗颗人头 表情全都凝固 透露着惊恐 和不敢置信的神色 更有几颗鼻涕和眼泪 在脸上都沾成了一坨 看上去恶心到了极致 死 这些家伙 是那些境外雇佣兵 卧槽 一二三四五 一共三十三颗人头 一个不少 全部歼面 你们看最前面的那颗 头 那不是我们军区通缉榜上的人物吗 这家伙曾经三次 想要入境华夏 在歼灭作战中 都被他逃掉了 这回竟然也被杀了 牛逼 简直是小母牛踩电线 牛逼带闪电 这位大佬 是我华夏剑线吗 太帅了 千里乘风去 一点头颅血 这简直是老子的梦啊 我天天做梦梦见 自己变成了剑线 要是能拜他为师就好了 你不是天天梦移吗 你在瞎说什么大实话 刷刷刷 八柄飞剑 载着人头归来 在半空中绕了一圈 最后三十三颗人头 齐齐地叠加在一起 逍遥手捏法绝 八部浮屠剑 消失在他的背后 如何 萧首长 这种方法 是不是比较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更加节省时间 逍遥笑着问道 萧策连连点头 确实节省 可问题是 我们特么不会啊 节省个规规 好了 既然事情已经做完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各位也要努力修行啊 为了以后不要在忘魂藩中称兄道弟 逍遥咧嘴一笑 郑宇离去 等一下 萧先生 北京辽阔 我派人直升机送你一程吧 不用了 直升机太慢了 刷 逍遥一步踏出 一柄飞剑破空而至 他脚踩飞剑 直入天穷 转瞬间消失在无尽云层之中 原地只留下一声轻笑 我这个人向来喜欢环保的出行方式 萧策 全体战士 环保是真环保 可惜我们真的学不来 逍遥盘坐在飞剑上 手一张 一颗灵丹出现 这是天宝无极万化丹 和太清玉叶大环丹 是一个品种的 这种灵丹 都是大量加入 蕴含丰富灵力的天地灵财炼制而成 蕴含极其丰富的灵力 简单点说 这一枚丹药 要是丢到青蓝江里面 整条江都会变成灵液 所有的鱼类动物都会发生净化 而喝了江水的凡人 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踏入五附近 夺天地造化之灵物 一颗即可改变一座城 逍遥张开嘴 一口将这天宝无极造化丹吞下 轰动 丹田震动 神海扩张 六万丈神海城 修为直入神海六重天 勉勉强强 逍遥咧嘴一笑 此刻他已经遇见自北境 再度回到了魔都 他给常念寒等人 打了一个电话 喂 你们在哪里 啊 逍遥哥哥 你事情做完了吗 嗯 早就做完了 还去北京走了一趟 哇塞 北方啊 我也想去 听说 那里有冰雪事件 有机会的 你们现在在哪里 哦 我和诗运姐姐 在东方明珠附近的国金中心 你们可真是富婆 嘿嘿 诗运姐姐问你 想不想被富婆包养 逍遥 包养算了 双修可以接受 刷 飞剑划过天空 朝着商场飞去 嗨 兄弟 你好 慢点开 逍遥看见旁边有一架大客机 笑着对机长敬了个礼 机长转头看了眼 对他比了一个OK的手势 刷 逍遥的飞剑一下子超过了飞机 这时机长猛的一个机灵 不对 我现在是在天上开飞机吧 他怎么跟我打招呼的 难道是见鬼了不成 逍遥在商场中转了一圈 最后在一家珠宝店门口感应到两女 只是两人好像被人给纠缠了 美女们 怎么自己一个人逛啊 孤不孤独 记不寂寞呀 要不要我陪你们啊 一个浮夸的红毛 带着两个小弟骚包般的说道 你瞎呀 我们明明两个人 在应该好好读书的年纪 你偏偏要去放牛 常念寒怒对道 跟着逍遥跟久了 他也像是打开了某种开关一样 性格越来越火辣 活脱脱的一颗小辣椒 呦 美女性格还挺烈的 我就喜欢你这种烈的 骚包男毫不介意 反而满脸的笑意 你们喜欢珠宝吗 我可以送你们哦 我家就是做珠宝生意的 这家珠宝店是我家开的 我叫孙卓阳 加个好友 回托我们深入交流一下怎么样 说着拿着手机递过来 啪 常念寒一脚把他的手机踢飞 你去跟你妈深入交流吧 看你爸有没有意见 诗运姐姐 我们走 说着就拉着沈诗运两人 将要离去 妈的 给脸不要脸了 两个婊子 孙卓阳的脸色变得难看 你们两个给我去把他们抓了 孙卓阳对着身边两个小弟吩咐道 平日里这种事情 他也没招呼自己 这两个小弟少做 大多数情况都是他吃肉 吃饱喝足了 小弟们吃他剩下的 所以对这种事情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是 孙少 两人阴狠一笑 转身就朝着常念寒他们追去 一群蝼蚁 真是不知死活 姑奶奶 我现在可是修仙大高手 看我把你们打得断子绝孙 看见朝着自己冲来的两人 常念寒一脸笑意 挥舞着拳头 跃跃欲试 这时 一只大手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轻轻摸了摸 女孩子家家的 淑女一点 不要学我说话 逍遥黑着脸出现 他一过来就听见常念寒 一口一个蝼蚁 一口一个不知死活 还自称姑奶奶 感情先前不该学的 全被他学去了 逍遥哥哥 看见逍遥出现 常念寒一喜 接着又苦着脸了 逍遥出现 意味着他又不能出手了 逍遥哥哥 你让开 这几个家伙 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梁家姑娘 我今天非得把他们打个段子 绝孙不可 用你教我的八级拳 送他们 去见他们的太奶 在地下 还能和我那死鬼老东西喝两杯 常念寒面露不甘 挥舞着小拳头 一脸的嫉恶如仇 好了 女孩子家家的 做事情 怎么这么残忍 你跟我好好学学不行吗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好市民 逍遥叫一道 接着他对着挥挥手 像驱赶苍蝇一样 轻松血液 扑通 两个人突然就倒在了地上 逍遥哥哥 你这是做了什么 常念寒和沈世韵 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好奇地问道 只是把他们的生机抹去了 沈世韵 常念寒 我要是叫残忍 你叫什么 活颜旺 第61章 富少跟我说 他家三代从商 可我打的 就是三代从商 你们对我兄弟做了什么 那孙卓阳 看见自己的两个兄弟 突然倒在地上 脸色变得难看 跑过来质问道 啥都没做 他们就倒了 我碰 都没碰到过他们 逍遥随意地挥挥手说道 你放屁 我不信 安心不信 逍遥摊了摊手 奶奶的 你肯定 身上带了什么毒钥匙吧 给我搜身 我倒要看看 你做了什么 孙卓阳眼珠子咕噜转悠 要是自己能有这种毒药 撒一下 就能把人迷晕 以后做事情 就方便多了 轻轻松松吃到肉 搜你妈 滚 逍遥脸色一冷说道 你叫我滚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老子孙家大少爷 知道我孙家有多牛逼不 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那你给我听好了 孙卓阳抹了一把红毛脑袋 我孙家公司市值几百个亿 这商场入住的十三家珠宝店 有三家是我孙家的 就连这座商场 我孙家都有股份 你们是魔都人吗 只要我孙家一句话 就能让你们全家一秒失业破产 男的当乞丐 女的去会所卖身 孙卓阳傲然地说道 牛逼牛逼 你这么敷衍的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感觉阁下像个人 什么人 西斯莱杰 西斯莱杰是 你敢骂我小丑 孙卓阳猛然反应过来 答对了 可惜没讲 你吞么的 他额头抱起青筋 小子 我告诉你 现在我不想跟你多说一句废话 你现在马上把我的两个朋友 送去医院 然后把你身边那两个女的 给我玩两天 不然我弄死你信不信 天涯海角都弄死你 凭什么 就凭我家有钱 有钱 那我还有拳呢 拳 你的拳有老子的大 我说的是这个拳 逍遥竖起一个拳头 呵呵 孙卓阳冷笑 如今是动脑子的时代 空有蛮力的 都是傻子 你一个人在厉害 你打得过十个人 一百个人 打得过戴刀的 拿枪的 打得过狙击枪 加特林 轰炸机 打得过核弹 老子家三代从商 家财万贯 我一句话 随随便便找几十个人 把你打死 孙卓阳轻蔑地看着逍遥 感情是一个傻子 拿着个拳头威胁他 不行了 他这辈子没见过 这么逗逼的傻子 你以为你是叶问啊 还是霍原甲啊 就算是都没有 逍遥咧嘴一笑 忘记告诉你了 我的拳 专打你的三代从商 他一步上前 拎着孙卓阳的衣领 对着常念喊几人说道 你们再次等候片刻 不要走远 刷 两人顿时消失在商场内 再回过神来 孙卓阳惊恐地发现自己 已经身处万丈高空 啊 卧槽 这里是哪里 他脸皮子都被快狂风呼呼呼的耳光扇下来了 东方明珠的塔顶 逍遥淡淡地说道 你不是说想看看我的拳吗 现在我给你机会 希望不要把胆子吓破了 旋即 逍遥目光微微眯起 一拳朝着虚空中砸去 震欲伏摸拳 动 震天动地的一道树杖之大的黑色拳光破空冲出 刚猛霸道的拳翼 瞬间将这一片空间笼罩 那一刹那 虚空好似有魔神咆哮 罗汉怒目 全出涂魔 惊雷撕裂长空的阵响声在高空响起 我了个去 孙卓阳腿一软 差点从塔顶滑下去 我这拳怎么样 打你三代从商够不够本 逍遥晃了晃拳头 孙卓阳两腿颤抖 胯下湿润 三代从商 我家特么就是从太太太爷爷 开始从商都不够你一拳打的 我也不是什么不人道的家伙 这样吧 你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叫过来我问问他 好好好 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 孙卓阳连连点头 赶忙给自己老爹拨了一个电话 爹 你快来 你儿子我要完蛋了 快来救我 你是不是又调戏哪个女人 搞出问题来了 你个废物儿子 老爹都告诉过你了 做事情要滴水不漏 谨慎一点 能用钱摆平的 就给我用钱摆平 电话那头 传来叹息声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来 孙玲摇摇头 自己就这一个儿子 只能宠 往死离宠 不 我在东方明珠塔顶上 你看我像傻子吗 真的吧 我真的在东方明珠塔顶上 我是飞上去的 你咋不说你在地府呢 已经半只脚踏入进去了 孙卓阳脸色苍白的 小心翼翼看了逍遥一眼 叫他在国金中 新三楼等 逍遥说道 好好 孙卓阳汉手 罢你在国金中 新三楼等 就在我们家的珠宝店门口 这还差不多 小崽子 还在东方明珠塔顶上 没事拿你爹开涮 你要能上东方明珠 你老爹 我得在珠穆朗玛峰顶上 跳迪斯科了 电话挂掉 逍遥拎着孙卓阳 重新回到商场之中 半个小时后 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人到场 背后跟着的 都是商场的一些经理之类的 前呼后拥 气势十足 吸引了不少周围人的目光 儿子 你怎么了 看到自己儿子贪坐在地 胯下湿润 一副惊慌未定的表情 你儿子说他家三代从商 家财万贯 屌的一批 我要看看有多屌 就让他把你叫来了 逍遥淡淡地说道 爸 他 可孙卓阳化才刚出口 就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嘴巴 竟然被封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了 逍遥瞥了他一眼 怎么能让你开口提醒你爸 这样 自己怎么把他们家给端了 然后送父子俩去见阎王爷呢 这种家族 随便叫陈骁一查 十个罪名中八个 自己这都是为民除害 以后成仙了不得给自己家功德 到时候 功德金伦身上碑 一路火花带闪电 第六十二章 看着这个再说一遍 富少老爹 我还有机会吗 多屌 那你现在看到了 这是商场总经理 这是商场保安队长 这是商场 只要我一来 人家一个个都得前呼后拥地跟过来 你跟我说什么叫吊 我告诉你 这就是吊 就是牛逼 年轻人 我好好教教你 这世界上人分三等 有钱 有权 还有 有钱又有权 我就是最高等的 至于你 哼哼 屁都不是 孙玲冷笑一声 周围几个穿着西服的家伙 全都点头哈腰复合城市 唯有孙卓阳 只觉得一阵寒气 从脚底板冲上了天灵盖 爹啊 我的好带爹 你敢跟着祖宗这样讲话 你不知道他一拳下来 商场都得他调欧 孙卓阳疯狂给自己的老爹实眼色 他现在都已经汗流加倍 泪流满面了 可是他老爹就像瞎了一样 什么都看不见 依旧自顾自地装逼着 原来如此 这么厉害啊 我好怕哦 所以 你要不看着这个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再说一百遍都没问题 小子你 可他话还没说完 只见周围空间激荡 逍遥缓缓摊开手掌 一朵青色的莲花 随之绽放绽放 灵力的剑气 瞬间呼啸在周围 商场的地板 墙壁 一道道剑痕随之浮现 那股剑意 笼罩了在场的几人 剑气宛如狂风般 在耳边呼啸 孙琳腿一下子就抹了 你你你你 他脸色煞白 顿时就像结巴了一样 说不出话来 突然 他想起来了 就在这两天 包括魔都刘家在内的几个家族 包括樱花国最大的黑帮 山口组筑魔都分布 好像都因为某种神秘原因 被一锅端了 他们这个圈子里有传言 是一位拥有恐怖能量的大人物 那个人物 哪怕连国家都要拉拢他 听说那个人物 掌握着超凡手段 堪比传说中的修仙者 初听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也就是一笑了之 可如今看来 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个人真的存在 而且就在他面前 这是什么感觉 就像你在大街上走着 刷着新闻说 最近有杀人犯流窜 你不以为意 一笑了之 然后不小心撞到的路人 一看 你马 那家伙就是个杀人犯 杀人犯一脸凝笑地看着你 你撞到老子了 你想怎么死 直接雅灭蝶 重开了 扑通 孙灵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 现在我解释 还有机会吗 你说呢 逍遥轻笑一声 解开了孙卓阳的封印 恭喜你们父子 喜提和阎罗王喝茶的机会一次 两人顿时面如土色 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孙灵举起手 说你妈说 我不想听 阎罗王会听 碰 一声乍响 孙灵顿时变成了血物 他的有话要说 无非就是那些什么 我错了 我愿意臣服于你 给你当狗之类的废话 没啥鸟用 想要当他逍遥的狗 一般的是不够资格的 怎么的 也要有个什么金丹 丹变的潜力吧 或者说什么神兽血脉 什么战体 灵体 黄体得有吧 什么 你啥都没有 地府出门左拐 接着 逍遥将目光转到孙卓阳身上 我没话要说 没话要说就去死 碰 孙卓阳也炸死了 接着 逍遥大手一挥 千丝万缕的灵气 钻到在场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将这一段记忆 直接抹去了 修仙者手段 主打一个怎么方便怎么来 事后 他再给陈骁打了个电话 将孙家一锅端了 一查 劣迹斑斑 直接结束 此事以极快的速度 再度传出去 魔睹几个上流家族 全都瑟瑟发抖 你妈 到底是谁 这才几天啊 干没好几个家族了 简直是家族克星 吓得我要都掉了 什么药 金枪不倒小药丸 最近叫家里的灾种少出门 低着头做人 把头低裤当里去 肯定是 惹到不该惹的人了 我还是搬家吧 魔都带不下去了 我看看啊 嗯 南方有个叫清安市的地方 山清水秀 风景秀丽 我就搬去那边好了 那边肯定安全 一时之间 魔都的几个家族 全都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一不小心 惹到了什么大人物 直接嘎嘎了 而此时 逍遥他们已经离开了魔都 中途把长母街上 回到了清安市 奇怪 感觉忘记了什么东西来着 逍遥摸着脑袋 一脸疑惑 魔都 某间酒店 哄 一声噼里啪啦的脆响传出 床榻上的一个少年 突然睁开了眼睛 好 我终于突破到练髓镜了 师父你说的没错 修仙就应该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得来 我可是要成为剑胜的男人 根基不稳怎么行 卓越深吸一口气 握了握拳头 满脸的振奋 我感觉我现在一拳 能打死十个泰森 不行 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父 卓越从床上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拿起电话 喂 师父 我已经突破到练髓期了 我感觉自己的实力变得好强 哦 突破了 嗯 挺好 逍遥躺在别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 对 所以 师父你在哪 我们一起吃个饭 然后明天就回青岸市吧 辛苦你们一直等着我了 哦 我在家里的别墅 哦 那你现在出 嗯 卓越突然眨巴着眼睛 事情不太对劲啊 师父 你们已经回去了 昨天就回去了 卓越 啊 我想起来了 我就说之前好像有什么东西拉下了 原来是把你拉下了 逍遥一拍额头说道 你自己坐高铁回来吧 然后电话挂断 卓越顿时泪流满面 师父啊 我这个徒弟是你冲话费送的吗 第六十三章 顺风顺水的樱花国的女杀手 山田星子 可怜的卓越连夜订了高铁票回去 半路上还遇到一个拖着超重行李箱的女孩子 她本着健身要助人为乐的好品德 帮那女生扛了一路的行李箱 结果那女生不仅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反而告诉她不加威信 卓越一怒之下 直接把行李箱从楼梯上拎了回去 结果那女生因此错过了高铁 卓越高兴坏了 师父 我来了 师父 我已经突破到炼水期了 青岸市江河山庄的别墅 翻越千山万水 终于回来的卓越一脸兴奋地向自己的师父邀功 逍遥吃了一颗葡萄 徒弟啊 区区炼水期 你不用太激动 你知道在修仙界有哪几个境界吗 当然 师父您说过的 有武夫 壮气 命拳 神还等 卓越如数家真的说道 错 大错特错 徒弟 你还是没明白啊 纵观古来修仙者 总共就只存在三个境界 哪三个 卓越瞪大了眼睛 蝼蚁 道友 前辈 卓越 你现在的境界 见谁都得喊前辈 而我现在的境界 谁见了我都要喊前辈 所以 你还要努力 不可自满啊 莫 为了考验 你道心是否坚定 刚好帮维侍院子里的杂草清理一下 逍遥慵懒地吩咐道 是 师父 我道心坚韧 不可破 不过是清理杂草 请尽管交给我 卓越兴冲冲地 直接从窗户翻了出去 唉 年轻人 不走正道 逍遥摇摇头 另外一边 樱花国山口组 因为驻扎华夏的山口组分部 被覆灭 再加上山口组老大 日川钢板接到的那一通威胁电话 导致如今的山口组上下 都弥漫着一股肃杀的氛围 日川钢板脱了很多关系 终于也算是找出了那个凶手 锁定了到底是谁在电话里 想要当他爹 山田星子君 这一次就由忍者世家 出身的你去华夏 将这个侮辱我山口组 杀害我山口组组员的杂种 给暗杀了 明白吗 日川钢板找来了山口组的第一美女 同时间第一杀手 将她派往华夏 暗杀逍遥 身穿白色小衬衫 加包臀裙加黑色丝袜 加十厘米高跟鞋 并且戴着眼镜 打扮得非常让人眼熟的山田星子 果断接下了这个任务 这几年 她借助自己的美貌 为山口组暗杀了不知道多少敌人 没有人不被她的美貌所诱惑 而她最擅长的技巧 就是下面藏毒 放心吧 日川钢 由我出手 那叫逍遥的华夏人 必死无疑 山田星子红润的嘴唇 勾起一抹笑意 就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物 都拒绝不了她的魅力 更别说华夏的一个年轻小子了 山田星子连夜坐飞机赶往华夏 此刻 逍遥也接到了陈骁的电话 萧先生 我们发现樱花国的山口组 在调查您的信息 是否需要出手拦截 拦截 为什么要拦截 把我的信息放给他们 逍遥淡淡地说道 这 会不会有危险 陈骁有些迟疑 有个毛线的危险 我说萧子啊 你跟了我这么些天 还不明白我这个人的脾气吗 他山口组一旦知道 是我灭了他们的魔都分布 你觉得 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不会 他们可能会想办法 来暗杀萧先生您 这很危险 萧先生 那不就对了吗 只要他们来了 我不就有借口过去了吗 一来一往 说不定哪天樱花国 就变成樱花赏了 死 陈骁倒吸一口凉气 眨巴着眼睛 萧先生 这一记怎么说呢 有敌深入 简直是惊为天人 他就算是十辈子都想不明白啊 好了 懂了就快做吧 对了 顺便替我发布一则信息 就说 我的别墅要找个女仆 嗯 标准就要那种白色小衬衫 加包囤裙加黑丝 还有十厘米高跟鞋 再戴上眼镜的妹子 懂了吧 明白 萧先生 挂断电话 萧瑶无奈地摇了摇头 真是如此不可较也 智商 还需要再度提升一下 这时 常念寒走了过来 萧瑶哥哥 想不到你是这种人 你到底是招女仆 还是暖床丫鬟 我已经全部告诉 师韵姐姐了 常念寒愤愤地说道 哦 然后呢 这是他的简历 逍遥 此时 连夜赶到魔都 然后又转高铁 前往青岸市的山田新子 却已经在思考 要用什么方法接近逍遥了 路上偶遇 这方法太老套了 不太行 蹲在路灯旁边 装作女高中生 然后被捡回家 好像也不太行 根据资料上说的 那逍遥不像是 那么热心肠的人 看来只能从他身边的人 下手了呀 我看看 常念寒 高中生 沈世韵 大学生 妾 两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姑娘 大不了把她们绑了 简简单单 山田新子一脸不屑 两个柔柔弱弱小女娃 有什么本事 以她身经百战的实力 一个能打她们十个 可她不知道 两人早就得到逍遥的点话 成为了撞气竞高手 一巴掌下来 能把她打回樱花国去 咦 这是 江河山庄一号别墅招女仆 要求白色小衬衫 加包囤裙 加黑色丝袜 加十厘米高跟鞋 还要戴眼镜 年龄控制在26岁 山田新子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穿着打扮 你这干脆抱我 身份证得了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 华夏有句老话 叫十时物 呸 叫得来全部费功夫 真是想睡觉 老天爷就给我送枕头 我山田新子的运气 真的很不错 好 这女仆的位置 我要定了 山田新子一脸的笑意 只要能接近逍遥 她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半 毕竟 没有哪个男人 能挡住她的魅力 第二天 搭扮得骚里骚气的山田新子 带着自己的伪造的简历 去了江河山庄 本来想着这么好的条件 会经历一番激烈的竞争 没想到 仅仅半个小时 她就收到了主人家的通知 自己被录用了 果然 我山田新子 是得老天爷眷顾的 这次的人必不可能失败 第六十四章 你说的 能让眼睛上翻的刺激 是搜魂 女杀手的崩溃 简单换上女仆装后 山田新子拎着一把扫把 在客厅里扫着那已经被逍遥 以法术清理的一干二净的地砖 她的目光 一直盯着躺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逍遥身上 一刻也不曾转移 这就是那个 将山口祖分不倒毁的家伙吗 好年轻 她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拎了一把加特林过去吗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就逍遥 这看上去沉弱的身体 是怎么把山口祖给干费的 算了 不管了 作为忍者 完成命令是第一药物 接下来 我只要想办法 把她骗到床上去就好了 山田新子心中暗想 不知道这个男人 比起我以往暗杀的男人来怎么样 长多了老油条 也会想试试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山田新子一向的习惯 在杀人之前 他都想要先爽一爽 毕竟 这也不是男人的特权 不过可惜了 逍遥不会读心术 不然非得上去给她一个巴掌 去你妈的棒棒堂 老子的是沙威棒 喂 那个谁 你过来 把茶几收拾一下 这时 逍遥突然招呼道 山田小子眼睛一亮 好机会啊 好的呢 主人 他娇滴滴地说道 拿着抹布 就走到了茶几的边上 弯下腰 翘起臀 衬衫扣子解三颗 开始慢慢地擦起茶几 主人 您这边也有垃圾 我帮你捡走 他将身体倾斜 靠近逍遥 故意将领口拉低 暴露在逍遥的眼中 时不时还来上一些肢体接触 小样 这还不被老娘迷死啊 山田新子冷笑 果不其然 不过几分钟后 逍遥缓缓起身 伸了个懒腰 你来我房间一下 我有些事情 要和你谈谈 说着 转身朝着楼上走去 山田新子闻言 心中一喜 哼 男人 我就知道 好爹 主人 他一甩秀发 踏着妖魅的步伐 跟上了逍遥的脚步 来到房间 山田新子紧随其后 将门关上 接着逍遥将窗帘关上 大白天就这样 不太好吧 主人 山田新子 嘴上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已经很实在地 开始脱衣服了 相间半裸 只是逍遥一脸淡定地 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点了根烟 谁派你来这里的 啊 主人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山田新子眨巴着眼睛 算了 想也知道 你是不会说了 对了 你想不想体验点 刺激到翻白眼的那种 逍遥问道 啊 主人你好变态哦 不过 我觉得可以接受哦 而且我也会竖剪刀手 他吐了吐舌头说道 心里却暗自付费 这家伙看着年轻 玩得这么变态 可以接受就好 我就怕你接受不了 逍遥笑了笑 走到他的身边 只要是主人的命令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他朝着逍遥 抛了个媚眼 嗯 真乖 逍遥将手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喵喵 山田新子故作可爱的 在逍遥的手掌上蹭了蹭 甚至发出一声声抓心的猫叫声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爹 主人 山田新子伸出手刚想去解逍遥的衣服 只见逍遥目光一领 一股让他脊背发寒的气息随之散发出来 山田新子顿时感觉如坠冰窖 搜魂 嗡 紧接着逍遥的眼中有一道道的紫光闪过 无数的记忆涌入脑海 没错 他施展的就是修仙界中的无敌神术 堪称测谎仪的搜魂大法 啊 山田新子顿时感觉脑袋仿佛有一个搅拌机在疯狂搅动 疼得他整个人都开始抽搐起来 眼睛上翻就像触电了一样哆嗦个不停 人 你说 眼睛 上翻 是这个 上翻 山田新子哆嗦着说道 咦 还能说话 看样子是搜得不够用力 加大力度 逍遥直接加大了搜魂的力度 啊 山田新子痛苦地直接在原地跳起了迪斯科 别说眼睛上翻了 舌头都吐出来了 啪 搜完魂后 逍遥随手将他丢在了地上 樱花国山口组的女杀手 山田新子 有点意思 逍遥轻笑着坐在沙发了 而刚刚被搜完魂的山田新子竟然意外地没有变成傻子 他浑身虚脱 满身大汗 就像是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素质倒是不错 被我搜完魂了 还没有变成傻子 也罢 告诉你也无妨 想必你也很好奇 我是如何覆灭魔都山口组分布的吧 今天倒是可以让你好好开开眼界 哄 逍遥一步踏出 一股恐怖的气息在房间中席卷 他整个人直接悬浮在半空中 实质化的灵力在周身流淌 我就是依靠这股力量覆灭山口组的 现在你知道了吧 逍遥咧嘴一笑 可他目光落在山田新子的眼中 宛如魔鬼 这个男人是怪物 跑 他面露恐惧之色 深呼吸一口气 稍微恢复了一些体力 强撑着站起身 朝着门口冲去 啪哒 打开房门 刚好发现常念函和沈世韵两人 正聚精会神地趴在房门上偷听 一下子三人同时被吓了一跳 山田新子一咬牙 脸上露出狠色 直接从裙子底下抽出一把匕首 他一步上前 将两人的脖子给锁住 接着 匕首对准了二人的脖子 你不要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们两个 要是不想他们两个死 你就放我走 山田新子目光凌厉地看着逍遥 这家伙是个怪物 一定要回去报告组长 华夏竟然出现了这种怪物一样的男人 太危险了 随便你捞 你想杀就杀了 逍遥摊了摊手掌 一脸都无所谓 逍遥哥哥 你也太狠心了吧 竟然将我们两个置危险于不顾 常念函眨扎着大眼睛露出脚下的笑容 对对对 逍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可是你的女人 我都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 都三个月了 沈世韵看见常念函对她实眼色 瞬间反应过来 大喊着说道 我迷马 裤子都没脱 就三个月了 我隔空输出事吧 逍遥满头的黑线 可山田新子可不这么想 一听沈世韵给逍遥怀了三个月的孩子 那这不就是大大的好人质 有她在手逍遥不得投鼠忌器 她死死地抓住沈世韵 你到底放不放我走 不然他们两个 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 全都活不下去了 逍遥一脸无所谓 哦 山田新子都气炸了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先杀一个人 给你看看 说着 她拎起匕首 就朝着常念寒的脖子上扎去 就分量来说 肯定是沈世韵重很多 所以 先杀常念寒几天 然而 咔 匕首扎在常念寒的脖子上 竟然直接 断了 不 不对 甚至匕首都没有扎到常念寒 被一股无形的气体 卡在了半空 然后就直接断了 切 没意思 逍遥哥哥一点都不上当 我不玩了 常念寒无聊的摇摇头 哗然 他周身真气一荡 碰 山田新子 直接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震飞了出去 接着便是 狠狠地砸在了墙上 摔得七昏八速 山田新子 摸了摸冒精心的脑袋 心态崩了 人妈了 身体累了 头快炸了 这华夏 怎么一个女高中生 都这要牛逼了 第65章 女杀手 竟然是生化母铁 前往樱花国 那就先杀这个 山田新子 朝着沈世运扑过去 为什么 朝我扑过来啊 我看着很弱吗 沈世运不甘心地大叫起来 动 一拳挥出 碰 山田新子 顿时化作流星 砸穿了一堵墙 从楼上 直接跌到了院子里面 逍遥和常念寒 一脸无语地看着她 世运姐姐真是的 下手没轻没重 墙都被你打坏了 就是 强打坏 可是要赔偿的 逍遥认可地点点头 沈世运扭捏地捏着裙脚 娇羞地低下脑袋 可是 我没有钱 肉肠可以吗 逍遥 完了 自己那无敌的魅力 把一个傻白甜 变成硬生生女流氓了 果然 人太优秀了 也是很辛苦的 男孩子出门在外 还是要保护好 自己为妙 从楼上飞下去的山田新子 大口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常念含那随随便便的一拳 差点把她打死 感觉浑身的肋骨断了好几根了 好在她也算是身经百战 身体素质比较不错 不然这一拳下来 大概率要小命不保了 跑 赶紧跑 不能再停留了 这地方 简直是一窝的怪物 山田新子脸色苍白 不仅是因为受伤的 更是因为被吓到了 她强撑着身子 从地上爬起来 接着朝着门外逃去 一边逃跑身上的伤口 一边流出鲜血 一股血腥味在花园里弥漫 于是 正趴在角落的小窝里 睡觉的某个身影 顿时醒了过来 好 一道震耳欲聋的虎吼传出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阴影 覆盖了山田新子的身躯 是老虎 顿时山田新子三魂气魄 飘了一半 你妈的 谁家好人院子里养老虎的 别人家养只猫了 狗了 来客人了 还能摇摇尾巴 再不计养只鸡 还能打打篮球 你特么养只老虎 客人来了喂老虎吗 而且 这老虎怎么这么大 比东北虎都大一件 碰 白毛挥起蒲扇般的手掌 一巴掌下去 山田小子再度飞了出去 他大脑一片混乱 都不知道 自己一天到底飞了多少次了 感觉要变成篮球了 白毛 这家伙 不嫌弃的话给你吃吧 逍遥从别墅中走出来 听到这话的山田新子 三魂七魄 再度散了一半 可是白毛靠近他 凑上前闻了闻摇摇头 什么 你说他很臭 逍遥皱眉 仔细看向山田新子 好家伙 艾滋 炮战 没毒 灵病 你他妈是一样没少的 忍者这么尽职尽责的吗 战斗不带雨伞的 逍遥目瞪口呆 以前网上 看什么疯狂宝贝的 那算个屁 这妥妥的生化母体 在你身边啊 难怪连白毛都嫌弃 唉 可怜 太可怜了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山田新子 眼睛顿时一亮 萧遥哥哥 你想干嘛 他在可怜 也是樱花国派来的杀手 你怎么能饶了他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啊 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 那我就杀了你吧 嗯 念寒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啊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说啊 常念寒赶忙捂住嘴巴 果然 萧遥哥哥的活颜忘属性 一直没变 说了这么多 我都累了 送你上路吧 啪 萧遥随手一道灵气 长进拍出 等一下 你别等了 一个两个都想等 拖延什么时间 反派死于话多知道不 我不跟你逼逼 碰 山田新子顿时炸的 只剩下一个脑袋 萧遥掏出电话 陈萧 樱花国的女杀手来了 啊 没事吧 萧先生 废话 我要是有事 还能站在这和你打电话 你过来一趟把她的脑袋带走 然后顺道给樱花国送过去 就说 他们派忍者暗杀华夏高层人物 嗯 问题十分严重 要他们赔偿 就以后改名樱花省吧 嗯 萧先生 我觉得樱花国是不会同意 您这个要求的 陈萧说道 我也觉得他们不会同意的 嗯 那你还 我就是故意的 你就这么说 他们不给我就亲自过去 嗯 好的 萧先生 您实在是厉害 小问题 逍遥挂断了电话 两个小时后 萧先生 樱花国回信了 他们简直是太嚣张了 他们怎么了 逍遥好奇地问道 他们说您假酒喝多了 萧遥 好好好 敢骂他萧 不吃牛肉 遥 这樱花国真是活你了 挂断了电话 好了 念寒你和施育们先在家里待着 我去樱花国玩两天 他对两人招呼道 好的 萧遥哥哥 常念寒说道 刷 萧遥一瞬间飞入天穷 唉 好羡慕萧 会飞 天天可以 这里玩哪里玩 沈世韵看着明镜如洗的天空叹息道 没办法呀 灵气没有复苏 我们也修炼不了啊 常念寒说道 所以我才打算另则他路 什么路 和逍遥双修 这样进展肯定很快 决定了 等他这次回来我就要和他双修 此时 飞行在海洋上空的逍遥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阿帖 到底是谁这么挂念我啊 算了 不管了 也是到樱花国了 逍遥身形一闪 直接降落在樱花国东京 半路上他随手将一个二流子黄毛 拖到了小巷子里 推没 你这家伙 那黄毛看逍遥掌的年轻稚嫩 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挥拳就要上去 啪 逍遥一巴掌抽的他 原地身体翻滚三周 然后一巴掌按在了他的脑袋上 搜魂 启动 一阵阵信息涌入脑海之中 OK 日语会了 山口组的位置也知道了 今天山口组的组长日川钢板 好像要在银座的一家 非常高档的夜店 验清某位樱花国内阁的大臣 嗯 钢门墙 这家伙的名字 有点耳熟啊 逍遥抚摸着下巴 啊 他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回应华夏方面 说他假酒喝多的一个樱花大臣 就叫钢门墙 好好好 真的是一网打尽啊 逍遥咧嘴一笑 刷 身影化作一道流光直奔银座 第66章 当不吃牛肉的男人降临樱花国 嘎嘎乱沙 银座的某间高档夜店 山口组的上层都在场 其中 两个穿着西服的男人坐在沙发的最中间 他们每个人都搂着穿着清凉 浓装艳抹的女招带 手还在乱摸 哎呀 钢门桑 我敬你一杯 这次可多谢了钢门桑 为我山口组出头了 日川钢板举起酒杯 对着那个中年男子客气地说道 接着将酒一饮而尽 好说 好说 日川桑 每年你们山口组给我的好东西都不少 你的女儿更是非常之棒 我和我儿子都很满意 所以 这种小事 我肯定会帮你完成的 钢门抢笑着挥挥手说道 确实 我女儿确实很棒 日川钢板认可地点点头 只是可惜了我山口组的精英女人者了 没想到 那个该死的华夏人竟然这么厉害 连他都被杀了 日川钢板遗憾地摇摇头 哼 那华夏人实在是太嚣张了 简直是不知所谓 杀了我樱花国的人 竟然还扬言要我樱花国赔偿 什么樱花国改成他华夏的樱花省 简直是在做梦 说到这个 钢门墙好像非常的愤怒 他一连喝了三口酒 我直接一口回绝 这家伙绝对是假酒喝多了 一天到晚做梦 我没有找他赔偿都不错了 毕竟那个女人者 我也没享用过 真是可惜了 钢门墙醉熏熏地说道 他揽着日川钢板两人 就好像兄弟一般 日川丧 以后只要你马内到位 然后女人到位 你的事情我轻轻松松可以帮你搞定 不过 过段十日的首相选举 就要麻烦你了 钢门墙拍着日川钢板的肩膀说道 放心吧 钢门仨 我山口组 肯定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只是 我现在很愤怒 那个华夏人 我是真的很想杀了他 这不简单 回头我给你在暗网上发布一下 杀他那不是轻轻松松 钢门墙不屑地说道 我们日川钢门组合 那就是天下无敌 谁来了都要完蛋 神党杀神 佛祖灭佛 钢门墙在空中 刷刷挥舞着手掌笑道 顿时在场的山口组人员 全都大笑了起来 接下来 两人和山口组的几个高层都喝高了 就准备各自带着女招待 去玩别的花样了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突然出现在席间 哦 就你叫钢门墙是吧 还说我假酒喝多了 哗啦啦 逍遥拎起桌子上的人头 马就倒了他一身 瞬间 把他教得轻轻醒醒 巴卡亚努 你滴到底是滴谁 他起身指着逍遥大骂道 我是你祖宗 啪 逍遥上去就一个巴掌 钢门墙直接被他扇飞了出去 混账 你竟然敢打钢门丧 保护钢门丧 干掉他 周围那些小弟立马抽出刀子 朝着逍遥杀去 青莲剑哥 刷刷刷 剑气挥舞 顿时断之鲜血横飞 你 你到底是谁 看着逍遥 萧遥仅仅只是站着 周身就有一道道的剑气挥舞 日穿钢板 直接吓妈了 你不是之前还派女杀手来杀我吗 现在不还说 要再暗网悬赏我 你这就不认识了 萧遥轻笑着问道 你你你你 是你 日穿钢板瞪大了眼睛 没错 就是我 不知死活的东西 萧遥手一挥 刷刷刷 四道剑气标射而出 顿时将他的四肢 扎在了墙上 嗯 接下来要扎哪里呢 萧遥周身的剑气震荡着 他咧嘴露出魔鬼般的笑容 此时 那钢门墙满头是写的 从地上爬起来 你爹 撕拉撕拉滴 敢杀我 你完了 还不快快放开日川居 我已经通知自卫队了 你就等着被乱枪扫死吧 钢门墙愤怒地说道 妈的 你特么逼话是真的多 就冲你说 我是喝假酒的 你今天就活不了 刷 萧遥一挥手 四道剑气 也将他定在了墙壁上 自卫队 我倒是要看看 这自卫队有多厉害 萧遥一脸镇定地 在沙发上坐下 喂 你 过来 倒酒 他指着山口组的 一个高层说道 那人颤颤巍巍地 拿着酒杯过来 动作这么慢 刷 剑气一闪 头掉下来了 第二个 你过来 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上来 可是手在颤抖 酒洒到外面了 服务太差 刷 头又掉下来了 你 过来 萧遥指着第三个 那人不仅速度很快 而且倒酒很稳 萧遥眯了眯眼睛 一口将酒喝下 那人见了 顿时舒了一口气 这下子 终于能活下来了 倒的酒这么难喝 刷 剑气一闪 那人的表情 顿时凝固在了脸上 然后头掉下来了 不是 酒难喝 你怪我 我特么倒酒的 你去找酿酒的人啊 这是他脑海中 闪过到底最后的一个念头 一个半小时之后 鹤枪实弹的自卫队 终于冲入了夜店之中 来得真慢 是不是一个个都在自卫啊 萧遥翘起二郎腿 轻轻喝了一口酒 一脸随意 他的面前是三排人影 全都端着枪对着他 为首的自卫队队长 立声地对着逍遥说道 我宣布 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赶紧将肛门大臣放了 逍遥闻言轻笑一声 他放下酒杯 接着缓缓站起身 张开双手 满脸的笑意 我宣布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自卫队长 哪家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你挟持肛门大臣 到底要做什么 只要你放了他们 我们可以让你离开 自卫队长说道 然而 逍遥笑得却是很灿烂 他眉头一挑 只见背后两道剑光闪过 像人偶一样 被钉在墙壁上的钢门 墙和日川钢板的脑袋 顿时被一股剑气切下来 自卫队长直接猛逼了 他特忙 敢杀人质 开枪 射杀他 他手一挥 嘟嘟嘟 接连几十把枪的子弹 不要钱一般地喷出 一道道火蛇 将昏暗的夜店照得无比明亮 此时夜店的其他人 早就逃的踪影都见不着了 这里已经化为战场 第六十七章 获得了功德之力 这是何等有趣的事情 大大大 大大大 火蛇喷涌 逍遥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他甚至连灵力保护罩都没有张开 可那些子弹打在他脸上 竟然发出了金铁碰撞的当当声 自卫队长惊呆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些子弹下去 绿巨人都要被打成筛子 可对这家伙 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难道他是铁座的吗 逍遥那挂着笑意的脸庞 在自卫队长眼中 变得越来越像噩梦 让他浑身发寒 如坠冰窖 你爹 到底是什么人 他恐惧地问道 逍遥目光一转 我爹 是棒子人 棒子人 自卫队长瞪大了眼睛 棒子竟然出现这种怪物了 那还了得 必须上报啊 报告 报告 银座出现棒子国派来的间谍 太过强大 请求坦克支援 他赶忙向上级通知 间谍 棒子这么大胆 来了多少人 连你们都不是对手吗 这是派出一个间谍组织了 是一个人 十一个人 不是十一个人 而是一个人 二十一个人 妈的 我都告诉你了 就一个人了 你爹 大大地巴嘎 斯拉斯拉地 你要真是十一 二十一个人 我还相信你 派个支援给你 你跟我说一个人 你帮我当傻子吗 滚 对面直接开始口喷脏话 自卫队长都骂了 完全不相信他的话啊 也对 他们出动了三十多个自卫队 三十多把枪 你说打不过一个人 说出去都没有人性 可这人就是铜皮铁骨啊 好了 你们打了这么久 子弹快打完了吧 轮到我了 逍遥咧嘴叶消 清廉剑哥 去 刷刷刷 破空的剑气到处飞舞 一眨眼 就像玩水果忍者一样 快刀斩乱麻 在场的自卫队成员 被杀得干干净净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起 最后只剩下自卫队长一个人 这时 电话那头听到一阵阵尖叫声 终于感觉到不对劲了 真这么厉害 好 我马上派人来支援你们 自卫队长泪牛满面 都死光了 你现在 来支援个毛线衣呢 好了 只剩下你一个了 看样子 你是找了救援吗 那你就没用了 刷 逍遥一箭飞出 将自卫队长的脑袋砍了下来 这时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修为竟然突破了 突破到了深海七冲天 咦 系统 为什么我修为竟然突破了 好像我杀的人里面 也没几个高手吧 叮 宿主斩杀邪修 获得大量功德之力 修为自主突破 系统回应道 嗯 功德之力 好家伙 那我不得找个机会 来这里凝聚个功德金轮 逍遥的眼睛一亮 此时 银座这家夜店震耳欲聋的枪声 彻底传出去了 甚至还有大批的自卫队和坦克车 朝着这个方向开来 在银座玩耍的富豪 还有开店的老板们 全都一脸惊恐地 拖家带口离开了这条街 听说了吗 是恐怖袭击 自卫队都死了好多 已经派坦克过来了 这是什么灯塔国的阴谋吧 死 连坦克都来了 这恐怖袭击 有多恐怖 算了 我今天还是不在营作玩了 回去找我老婆的妹妹玩吧 那我去找我老婆的妈妈好了 要不一起 好主意 走走走 一起搞 一起搞 眼见着自卫队和三台坦克 涌入街区 看热闹的人 全都拿出了手机在拍照 然而 下一秒 哄 一个巨大的东西 就飞了出来 啊 快躲开 坦克飞出来了 那坦克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一下子好几个路人惨遭打击 吃 一道剑光落下 坦克直接发生了大爆炸 路人们顿时被吓得四处逃窜 坦克都被打飞了 来的是绿巨人吗 我感觉是小型格斯拉 太离谱了 啊呀 赶紧跑 坦克又来了 又见到两座坦克 直接飞了出来 紧紧接着剑光闪烁 两台坦克在半空中就被切开了 爆炸后滚滚星火四射 樱花国的民众都吓妈了 这下子是真的要聚众吃袭了 开枪 快开枪 怪物 这是披着人皮的怪物 自卫队们看着剑气随意一扫 就将一排人斩杀的逍遥 一个个浑身发抖 好弱呀 只有这么弱吗 真是没意思啊 阵欲扶摸拳 哄 逍遥一步踏出 猛然握拳 而后 哄 漆黑的拳光冲出 神威惊天动地 有大魔俯首怒吼 罗汉怒目震摸 哄 自卫队的所有人都被这一拳打成了渣渣 不仅如此 这整条街的建筑都被逍遥打穿了 从街头一拳打穿到街尾 轰隆隆 在剧烈的轰动之后 这才勉强算是安静了下来 下一瞬间便是万籁俱寂 逍遥摇摇头 身形一飞冲天 此时 樱花果首相釜底 叮铃铃 叮铃铃 接连的电话铃声响起 首相一脸急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干什么吃的 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一群废物 一个人 一个人出动了一百名自卫队员 三台坦克竟然打不过人家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怪物 来的是外星人吧 实在不行 你就把银座所有人都给我驱散 发射导弹炸了那脸 我告诉你们 绝对不能让那个家伙活着离开 不然我们大脚盆击帝国 要成为国际上的笑饼的 樱花果首相 唾沫星子乱喷 对着电话那头怒吼着 妈的 一群废物 他挂断电话 一脸扭曲地转过身 卧槽 顿时吓了一大跳 只见自己的位置上赫然坐了一个人 你是谁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护卫 护卫 逍遥轻轻挑眉 别叫了 护卫已经被我杀死了 接下来 我要你去帮我做一件事 不然 下一个死的 就是你 逍遥抬手 一道剑光顿时抵在了首相的眉心 他浑身一颤 额头一滴冷汗 缓缓落下 别杀我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事情 只要你别杀我 我什么都愿意做 他哀求着说道 很简单 我要你亲手去炸了晋骨鬼策 逍遥轻笑道 没错 这世界上 还有什么是比这还有意思的 樱花国的首相 亲自把晋骨鬼策给炸了 这是何等有趣的事情啊 第六十八章 火烧鬼策 黄金抽奖系统开启 这个 那个 吃 一道剑气 划过他的脸颊 三 二 我同意 樱花首相直接举起双手 对于他来说 小命最为要紧 其他的都可以抛弃 半个小时以后 一辆商务汽车驶入鬼策 嗨 您辛苦了 看守鬼策的保安立马对着樱花首相鞠躬 樱花首相挥了挥手 示意他闭嘴 然后直接将车子开了进去 他车子的后备箱装了十箱五升装的汽油 因为是晚上 鬼策一个人都没有 他将汽油拎下来 然后到的到处都是 整个鬼策都染上了一层汽油 看上去恶心至极 最后 他打开打火机 一缕火苗窜起 啪哒 打火机落下 一道道火焰自大地上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攀升到建筑上去 哄 顿时 冲天的火焰燃烧而起 无尽的热浪翻滚着 滚滚白烟直冲云霄 夜幕的天空的赤色照得透亮 灼热的烛火将一切的罪恶彻底吞噬 樱花首相做完这些事后 马不停蹄地朝着鬼策外套去 生怕自己被火焰所波及 此时 逍遥翘无声息地来到了一个保安的身边 单手按在他的脑袋上 空魂 进去 把那家伙给宰了 逍遥给他下达了命令 那保安呆至地点点头 接着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踢着枪面无表情地踏进鬼策之中 紧接而来的是树生响彻云霄的枪声 有意思 逍遥咧嘴 他正准备离去 却看见远方许多的车辆朝着这边行驶而来 这可不太好啊 要是火焰被你们熄灭了 我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逍遥一步踏出 身形凌空 嗡 他手中一道青色的莲花缓缓绽放 无数的剑气自莲花之上涌动 搅乱风云 震 逍遥屈指一弹 十八道剑气破空冲出 在鬼策周围化作一道剑阵 剑气城墙随之浮现 将其彻底震住 外面的人只要一靠近 就会被扫动的剑气斩杀 没有一人能阻止这场滔天大火 樱花国的高层们 只能眼睁睁看着鬼策 被橘红色的火焰吞噬 化为灰烬 彻底燃烧殆尽 喳喳都留不下一个 玩得差不多了 回去吧 逍遥摸了摸下巴 一飞冲天 朝着华夏的方向飞去 第二天 国际上震动 樱花国首相竟然被爆 放火烧了鬼策 然后因为来不及 逃生死在了火势之中 华夏举国欢庆 网上就这件事 讨论得无比热络 一时之间 盖过了先前大火的家事 邮轮事件 回到别墅的逍遥 接到了陈霄打来的电话 萧先生 鬼策被烧了 你知道吗 知道 我刚刚从樱花回来 逍遥随意地答道 死 难道说是萧先生 你干的 当然 我这次去樱花 烧了鬼策 杀了百来的自卫队成员 横推了银座的一条街 拆了三台坦克 最后把这件事 都嫁祸给棒子国人了 逍遥随意地说道 死 陈霄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萧先生大意啊 难怪樱花国方面 公然向棒子国宣布 要他们交出凶手 原来是萧先生的大手笔 陈霄惊叹道 现在樱花国和棒子国 快炒翻了 感觉都要打起来了 真是狗咬狗啊 太解气了 上面的几位大人物 都高兴坏了 陈首长更是因此笑得 合不拢嘴 陈霄语气说不出的轻快 可见这件事情 是有多么的大快人心 妈 别大惊小怪 现在只是开胃小菜 等灵气复苏了 我都想直接去隔壁 祭连万魂翻了 在那边杀人 竟然加功德之力 逍遥笑着说道 那 到时候 务必带上我 我也想加功德 那你得好好提升实力了 距离灵气复苏 还有九个多月 努力提升自己吧 是 陈霄挂断了电话 出了这口气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抓紧时间 突破到金丹镜了 我可是迫不及待 想要见识到 五帝大魔法神的威力了 逍遥喃喃自语 久违的来抽个奖吧 系统 我还有多少零点 叮 宿主目前拥有 58955零点 可解锁黄金抽奖转盘 解锁 叮 解锁成功 黄金抽奖转盘 五万零点抽取一次 别废话 赶紧抽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卓越品质物品 地级中品音波5技 苍龙银 一生龙银振还语 使用钱请捂住耳朵 别把自己振龙 不然女朋友都找不到 废话以后给我去掉 逍遥淡淡地说道 你说去掉就去掉 那我不给你了 逍遥 你要是这样跟我说话的话 那我得考虑 以后要不要越级战斗了 马上去掉 呵呵 系统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优秀品质物品 玄机中品5技 弹指神通 没啥用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卓越品质物品 五千年自身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史诗品质物品 炼鱼黑龙蛋 炼鱼黑龙 只要成年 就能拥有 元神静修为 卧槽 好宠物 爱了爱了 逍遥目光一亮 这不比 那傻逼白毛要好 以后出场骑一条黑龙 这可真有气势 以后 我就是骑龙勇士了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卓越品质物品 地级上品身法 腾龙九影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卓越品质物品 金丹静修为傀儡 哦 又是两个好东西 不错不错 之后报了一些精良 优秀品质的东西 都没啥大用 逍遥将之前用不着的东西 都整理了一下 打算送给身边的人 叮 恭喜宿主 获得史诗品质物品 大二日金丹 大二日金丹 由一颗太阳凝聚而成的金丹 为超神级品质金丹 众所周知 金丹净化深海为金丹 凝聚的金丹品质纷繁 灵 地 天 神 神品金丹 就已经有人先制资 而超神级金丹 那是绝世的古圣之之 赚妈了 系统都在为我铺路 这是一条龙服务吧 逍遥惊讶的喃喃自语 系统 融合了大日金丹 我就能登临金丹镜 理论上是如此 而且大日金丹 乃绝世强大的金丹 和宿主的赤销真灵力 也十分契合 可以发挥出120%的战力 可宿主在五附近 以青龙宝血脆体 命拳竞凝聚 唯一命拳 神海竞有望打破极限 化作十丈神海凝聚金丹 再加上大日金丹 宿主或许可以拥有两枚金丹 系统解释道 好了 你不用解释了 这一听就是主角的路 不走就亏死了 逍遥摆手说道 第69章 时间流逝 突破金丹 命拳大腰来袭 时间如流水 转瞬即逝 很快 八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逍遥的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神海近巅峰 凝聚了十万里神海 而随着灵气复苏的时间 逐渐逼近 一些偏远地区 更是时常发生动乱 一下子说 有藤万吃人 一口一个人 接着又听说 有人看见 十米长的老鹰在天上飞 竟然以老虎为食 那爪子比刀都锋利 更有人听说 动物园有一匹狼出逃 这匹 狼长得比黑熊都大 身上的银色狼毛 像根根道刺竖起 一巴掌就能拍死一只老虎 更有传闻说 看见一只三米高的鸡 在山巅打拳 拳出更是有 阵阵阴暴之声传出 那些看他打拳的人 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竟然当场拜这只鸡为师 而城市之中 这段时日的空气 也变得非常的清新 曾经一些常见的雾霾了 阎晨天气 全都消失不见 天天都是晴空万里 更是有许多平日里 罹患各种疾病 比如呼吸道疾病 比如癌症的病人 竟然意外地康复了 更是有年轻人睡了一觉 突然力量大增 大白天和女朋友 做运动的时候 直接将女朋友的盆骨 给震一位了 反正各种怪事 此起彼伏的发生 在蓝星的各处都在发生 念寒 天地灵气已经开始复苏 虽然还没到灵气喷涌的境地 但空气中 已经存在稀薄的灵气 你们可以开始好好修炼 精进修为了 逍遥将常念寒 沈世韵 还有卓越几人叫来 距离灵气复苏 还有不到两个月 时间紧迫 我的要求 就是你们在灵气彻底复苏之前 将修为提升到命全境 不要跟我说做不到 在这么多资源的堆积下 你们要是做不到 以后就不要再跟在我身边了 逍遥吩咐道 这八个月 她在蓝星到处游走 镇压了不少强大的存在 积累了零点 并且也进行了多次的抽奖 获得了非常多的灵丹 天才地宝 功法 武技 兵器 用不着的 就全部留给他们了 别看逍遥现在的修为 只有神海九中天 可她身上所拥有的资源 堪比一座远古传承 若不是为了凝练金丹 她的修为 或许早就得到了恐怖的飙升 师父 你说这些 为什么这么像是 卓越皱着眉头 像什么 我不敢说 我怕你打我 说 我保证不打你 好 嗯 我感觉 师父你 是不是要嘎了 然后在这里吩咐后事呢 师父 如果你真的要嘎了 我会继承你的所有传承 然后 碰 逍遥脸色黑得像探一样 她一脚就把卓越踹飞了十多米 卓越顿时摔了个狗啃泥 要不是 她牙齿够硬 估计已经磕得差不多了 师父 你不是说不打我的吗 卓越揉着屁股说道 说了不打你 没说不提你啊 逍遥撇撇嘴 你 师父 你不讲武德 卓越脸都绿了 太黑了 我修仙的 又不是修武的 逍遥撇撇嘴 心里暗自赋飞 这个大逆不道的逆途 盼着她死 然后想要继承她的系统是吧 我接下来一段时日 打算闭关 突破金丹镜 有事情 你们自己解决就好了 反正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应该没什么人是你们的对手了 逍遥挥挥手说道 放心 师父 若有人来犯 我定叫她食死无生 以我手中之剑为 碰 哎呦 卓越又飞了出去 你快闭嘴吧 逍遥无语地说道 回到房间以后 逍遥开始闭关 待这次出关以后 也是时候开始全民不武 让华夏人民 通过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淬炼身躯了 逍遥想着 接着 她摇摇头 双目紧闭 突破开始了 首先 将十万丈神海 压缩为一滴水珠 哄 逍遥头顶恐怖的气息再复苏 若不是她早就在这房间施加了阵法 这股气势 或许直接就将天花板给掀飞了 哄隆咚 逍遥体内的波澜神海 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疯狂压缩 九万 八万 七万 三千 两千 一百 三十 一丈 还不够 继续 逍遥紧咬牙关 再度全力施围 成 终于 一颗众弱万钧的水滴 出现在她的神海之中 神海画丹 给我画 大日金丹 给我现 嗡 一颗赤红色的金丹 出现在逍遥的丹田之中 在大日金丹的牵引之下 那一滴水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收缩 接着 一阵阵连衣波涛开始泛起 已经初步具备了金丹雏形 逍遥的这一次突破耗时许久 整整一十五天 不见她出关 出事了 出事了 距离灵气彻底复苏 还有一个月的时候 陈霄赶到了逍遥的别墅之中 萧先生 出事了呀 我师父正在闭关 卓越拦住了陈霄说道 啊 那萧先生何时才能出关啊 不知道 反正师父已经闭关了整整半个月了 陈先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卓越问道 哎 还有半个月 这可该如何是好啊 太平洋海底 我们检测到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朝着华夏逼近 经过天眼系统的反馈 发现 这竟然是一尊形似蛟龙的怪物啊 陈霄说道 蛟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今灵气还未彻底复苏 即使动物进化 也不可能进化出蛟龙这种级别的怪物 卓越摇头道 身为逍遥的徒弟 他对于修仙界的一些东西 并不算陌生 十年为莽 百年成然 千年化蛟 如果真是蛟 这最起码是一尊金丹镜的恐怖大妖 如今灵气复苏初期 怎么可能有金丹镜的大妖出现 太离谱了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蛟龙 但这尊怪物的力量 非常的可怕 我们检测 他的力量波动 达到了命全境的水准 陈霄再度说道 命全境 卓越再度皱眉 虽然不至于有蛟这么强大 可命全境可真的已经不算弱了 最起码 现在的他们 远远不是命全境存在的对手 我们思来想去 也只能求出萧先生出手了 陈霄着急地说道 这尊怪物 一旦登临岸上 那么整个华夏 都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 因为 当时无人可以对抗一尊命全境级别的妖兽 第七十章 缺根筋的卓越 逍遥出关 大到金丹城 卓先生 您看这该如何是好 陈霄问道 哼 既有妖孽祸乱华夏 身为华夏修仙者 未来的人族见圣 我义不容辞 当人不让 呛 卓越拔出了手中的木剑 难道说 卓先生 您要出手斩杀你蛟龙吗 陈霄的眼睛猛得一亮 我势必要 去请我师父出手 陈霄 直接被呛成了黑人问号脸 看见陈霄一脸猛逼的表情 卓越尴尬地挠了脑脑袋 实际上 我才只有壮七经四重的修为 你叫我去打那只在山上 娇人拳法的鸡还行 你要叫我去打太平洋里游泳的娇 那你还不如 还不如什么 直接开袭 陈霄 啊 对了 师父闭关之前说过 他留下了金丹镜的傀儡 有那尊傀儡出手 一只胶 我直接把他的金抽出来做腰带 卓越眼睛一亮 陈霄眼睛也一亮 四只眼睛像电灯泡一样 发光对视 我记得那个傀儡 好像放在仓库里 陈先生 我们去找一找 说着 卓越朝着花园后面的仓库冲去 在杂乱的仓库翻箱倒柜 好不容易找到了满身尘土的傀儡 这傀儡穿着骨袍 一副修道中人的模样 一看就很不一般 既然是这么强大的傀儡 为何萧先生会放在仓库中呢 陈霄好奇地问道 这时 卓越摸了摸脑袋 哦 我想起来了 催动这傀儡 需要大量的灵力 师父说 还不如他自己上去一巴掌来的轻松 所以就丢在这里了 呃 那我们怎么催动他 呃 对啊 那我们怎么催动他 要不用傀儡去砸那头蛟龙 我有力跋山吸气盖世之姿 陈霄一拍额头 骂了 彻底骂了 记得萧先生曾经说过他这个徒弟 修仙天赋异禀 他还很很羡慕我 现在已经完全羡慕不起来了 只能祈祷萧先生出关了 陈霄无语地说道 啊 陈先生 我还有一个办法 我不太想听 你再听我一次吧 我保证这个方法有用 卓越说道 呃 那你说吧 我再听一遍 嗯 我是这样想的 那不是一尊蛟龙妖兽吗 俗话说 自古以来便是龙争虎斗 不妨我带着白毛前去镇压他 师父曾经说过 白毛是凡族的妖兽 体内有神兽白虎的血脉 一旦激发出来 必能让那妖龙大半而归 刷 缩在角落里睡觉的白毛 听到这话刷 一下子就立起脑袋来了 他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猛逼 怎么霍水就引到我身上来了 还有 你这家伙是真的缺德啊 我一头撞气劲的妖兽 你让我去打命 全劲的妖龙 你想拿我骨灰半饭就直说 好 好好 白毛呲牙咧嘴地 对着卓越叫了起来 卓越脸不红心不跳地看着陈霄 陈先生 我的这个提议如何 陈霄嘴角抽动 你提议得很好 下次不要再提议了 就在此时 别墅上空的白云开始翻滚 天色瞬间就暗淡了下来 漫天的黑云开始弥漫 一道道金色的雷霆 在云层之中若隐若现 道道惊雷撕裂长空 隆隆之声响彻耳畔 打雷了 发生什么事了 两人同时抬头看向天空 轰隆 一道雷霆随之弱落下 击打在庭院中 卧槽 难道我是天赋 就连老天爷都感到嫉妒 所以 降下雷电镇压我了 卓越惊讶道 陈霄淡淡瞥了他一眼 默默一开 老天爷应该是为自己 创造出这种奇葩而感到丢脸 于是打算把他天道毁灭了 此刻 别墅之中 一股气息复苏了 这股气息 是萧先生出关了吗 陈霄惊讶地说道 可就在这时 一道水桶般的巨型惊雷 猛地朝着别墅披露 记了 别墅要炸了 两人脸都下绿了 刷 此时一道身影 竟然从别墅中 直接腾空而起 镇欲伏摸拳 哄 逍遥仰天长笑 罗汉怒目 全阵幽明 一声恐怖的炸响 那拳光和惊雷碰撞在一起 哄 漫天惊雷被逍遥一拳打散 呵呵 我凝聚当世无双的金丹 惹来了天怒吗 有意思 有意思 云层深处 恐怖的雷霆再度积蓄 下一秒 一道天柱般的雷霆落下 撕裂了虚空 好似雷龙怒笑 将整座别墅 都给覆盖了进去 有意思 五帝阵魔法身 赤蝶 火黄身 嗡 逍遥背后 一尊巨型的法身拔地而起 法身顶天立地 浑身赤红 燃烧着道道的太阳真火 就连周围的空气 都被灼浪扭曲了 远远望去 宛如一尊神话传说中的火神 而那火神灰拳 拳光如焦阳般赤剩 一拳 火柱喷发而出 将惊雷彻底吞没 而后赤色火焰 涌入天穷深处 云层退散 雨过天晴 天空上一个 无比巨大的窟窿浮现 久久不能愈合 更是有数不尽的火流星 从天而降 逍遥大手一挥 遮天水墓 将所有火流星拦了下来 天结 不好意思 我不归你管 逍遥眼眸开河间 有火海沸腾 滚滚冲销 灼烧天穷 没有人知道 他此次觉醒的金丹是什么 他以十万丈神海打破极限 觉醒的金丹 被系统命名为大岛金丹 足以容纳金木水火土光案 风雷九大属性 而这大日金丹 不过仅仅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接下来的逍遥 在金丹境 每提升一个境界 就能再度凝练一颗金丹 久近久金丹 再加上大道金丹 不敢想象 他突破丹变境 那是何等的恐怖 莫要说当事 就连那些影视的仙门 也绝对找不出 第二个如逍遥这般的人物 刷 逍遥一步 从天空之上落下 事情我已经听说了 有妖兽来犯 滑下是吧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 逍遥平静地说道 一尊命全境的蛟龙 对他而言辟都不是 师父 我觉得 卓越刚想开口 刷 逍遥抬起手指一点 封住了卓越的嘴巴 你不要觉得了 废话太多 罚你三天不能说话 卓越指着自己的嘴巴 疯狂摇头 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逍遥无奈 如今他修为已入金丹 如何看不出 自己这弟子的超市之姿 剑体 剑骨 剑心 三剑合一 俗称剑人 呸 剑尚 在未来最差 也能达到原神之境 可惜上天 给你打开一扇门 就会为你关一扇窗 不过卓越还是算运气的 有的人窗被关上了 门也顺便被带上了 比如那个因为生病 然后惨遭退场的年轻人 那才是真的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了 第七十一章 仙门中出逃的绊交 恐怖的实力 俯瞰世俗界 陈骁 理论上来说 如今灵气尚未彻底复苏 就算进化再快 正常情况下 也不可能出现命全境的妖兽 更别说是一条蛟龙了 此事颇有蹊跷 我跟你走一趟 况且 逍遥手中出现了一颗黑色的 布满金色符纹的蛋 若真是蛟龙 便以气血脉 温养我手中的龙蛋 好 那肖先生 我们这就为您准备直升 陈骁话都没讲完 逍遥直接拎着他 一飞冲天 那玩意 还没我家蜗牛跑得快 做得没意思 我现在比较想齐的就是龙 秀 一道璀璨流光 宛如流星般 划破青蓝式的天空 此时 太平洋 轰隆隆 大海的波涛翻滚 一台台直升机 正在大海上空盘旋着 在深海的底部 肉眼可见的一尊 白米有余的阴影 在蜿蜒移动着 报告 报告 目标开始移动 目标开始移动 直升机上的驾驶员 紧紧跟随着那巨大的阴影 而在岸边 不仅配备了五艘战舰 还有鹤枪实弹的军人 全力以赴 昂首挺胸 这尊大妖的实力非常的恐怖 绝对不能让他上岸 一旦上岸 一座城都可能被他彻底摧毁 如今逍遥正在闭关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出关 不能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别人身上 身为华夏的战士 军人 他们有义务保护华夏的安危 和这大妖抗争到底 人类虽生来孱弱 可人类永不延弃 目标距离上岸 还有一万米 九千米 八千米 那大妖在深海之中 海底的水压太大了 热武器的攻击很难打伤他 所以 只能等他露出水面的那一刻 以雷霆之势 全力将他击杀 甚至只要能把他打跑 都是好的 要是能把他打到隔壁樱花国 去那就好上家好了 南方军区 陈昂生等几位大佬 死死地盯着大屏幕 很快 他们就能见识到 逍遥所言的修仙存在的 惊人破坏力了 不知道笔之现代 热武器如何 而此时 海底的巨型生物游动着 那是一尊浑身覆盖着 湛蓝的鳞片的龙手蛇身的怪物 一枚枚鳞片 泛着森冷的光泽 每一片都是宛如刀片般锋利 冷芒刺目 到了命全境 他早已滋生灵志 他本是仙门之中 一个叫做灵元宗的护宗神兽 因为最近仙门之中 有强者感悟天象 大感未来天地将要大变 灭绝已久的灵气即将复苏 将再度恢复远古时代 黄金盛世的辉煌 于是各大仙门 都在选拔优秀弟子入室 寻求机缘 传教 不道 收纳信徒和弟子 仙门之中的大能者 更是在谋划着 如何在大争之事中谋得先机 脱离凡人范畴 成就先知到位 一时之间 无人顾及到了他 竟在偶然之下 从自封的小世界中逃了出来 逃出来后 他更是发现 当时竟然存在着如此多的 宛如蝼蚁般的弱小生灵 此乃滔天大仙缘啊 若能将此事的所有生灵吞灭 他将彻底完成蜕变 成为一尊真正的蛟龙 有机会一窥那金丹大盗 甚至能一越过龙门 化作真龙 那就不是一般的恐怖了 一尊真龙 即使在大能无数的仙门之中 都属于顶尖的强者 他灵元宗 在一众仙门之中 不过是区区中品仙门 门内最强者 也不过是一位神海罢了 在此之上 甚至还有上品仙门 超品仙门 乃至于圣地 差距何其之大 他若是能化骄 哪怕是加入圣地 都是有机会的 毕竟一尊蛟龙的潜力 那是何等的恐怖 若能有幸度过天节化龙 那可真是圣地圣主级的人物了 一个小小的灵元宗 当他的早餐还差不多 至于如何吃掉 弱小如龙一般的人类 呵呵 一点难度都没有 就他脑袋上盘旋的那些大鸟 还有前方的一些奇怪的铁块 他一尾巴就能抽了 世俗的人类 当真是弱小的可怜 五千米 三千米 目标上升 通报持续不断地传来 一千米 五百米 目标浮出水面 陈昂生捏住麦克风 沉声开口 全剑 拳击听令 攻击 绝对绝对不能让他登陆陆地 轰 无尽波澜的大海 红波猛然翻滚起来 而后朝着两旁散去 一尊庞然大雾 自深海之中涌出海面 目标出现 攻击 天空上盘旋的直升机 还有在岸边待命的战舰 同一时间按动了攻击的按钮 大大大 无数的子弹 朝着蛟龙倾泻而去 战舰之上 导弹喷射着火焰破空冲出 朝着蛟龙的脑袋 轰击而去 而水面之下 更是有一颗颗鱼雷喷射冲出 好 蛟龙灯笼般的大眼之中 闪过一抹不屑之色 就这些糖豆一样的东西 也想伤到他 就算站着让你们打 也打不穿他的灵甲 好 他张开血盆大口 浑身震蓝色的灵力覆盖 大海就是他的主场 在大海中 他无拘命权境内的任何修仙者 无尽大海都在为他助阵 哄 六七道水柱猛然冲销而起 朝着半空飞射而来的导弹 撞击而去 哄 半空中 导弹全都被拦截了下来 而那些鱼雷和子弹 轰击在他的身上 更是被灵力和甲咒轻松抵挡 好 好 好 蛟龙发出愉悦的吼声 太弱了 当时的人类太弱了 他这种命全境 在仙门的小世界中 出了灵源宗 就要微微懦懦 缩着脑袋做人 生怕被什么强者 直接给抓走吃了 或者当做起 可来到这世俗界 他就是王 就是神 就是不吃牛肉的无敌大妖 无人能敌 陈昂生等人的脸色 变得无比难看 这只是一尊命全境的妖兽罢了 可他们几乎动用了 除了核武器外的全部手段 竟然伤不到他死毫 修仙者 就真的这么恐怖吗 而这只是命全 后面还有神海 金丹 丹变等等境界啊 人类该何去何从 和指挥师压抑的氛围不同 此时的蛟龙无比的欣喜 人类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弱 这些东西 甚至都伤不到他 蛟龙顿时无比膨胀起来 连最后一丝的忌惮 也彻底抛弃掉了 他的身躯 猛然冲出水面 而后 巨大的胶尾在空中甩过 宛如一把巨型利刃 带着万军巨力 撕裂了空气 朝着半空中的直升机扫去 啊 危险 危险 快闪开 驾驶员调转机身 想要躲闪 可终究是慢了一筹 螺旋桨被直接抽烂 这台直升机在半空中冒着黑气 摇摇晃晃 而后朝着水面上坠去 好 击落直升机 蛟龙发出狂喜的叫声 就在此时 远处天边一道流光 朝着此地破空而来 第72章 半交 金丹巨拨 可真懂尊敬人 打我竟然放了技能 哭死 嗯 逍遥赶到海岸边 只见不远处 一台直升机冒着黑烟 朝着海面坠落 他眉头一皱 抬手点出 嗡 一道灵力保护罩 包裹住了那一台直升机 而后裹挟着他 缓缓落在岸边 那驾驶员一脸猛逼的左右张望 看着保护住自己的赤红色保护罩 面露惊讶之色 报 报告首长 我平安无事 驾驶员惊魂未定地说道 首长 逍遥先生 已经赶到现场 陈潇也赶忙通知陈郎生等人 指挥室中 听到陈潇这声音的陈郎生 顿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终于来了 逍遥终于来了 接着他又不由地开始紧张起来 之前逍遥来军区的时候 说过他的境界 也只不过是命权之境 可这妖兽的境界也是命权 按照逍遥的说法 同境界 妖兽要比修士强大 那么逍遥到底是否打得过 这尊恐怖的蛟龙呢 这是个问题啊 他的心又不由地揪起来了 可是陈昂生不知道 逍遥和他们这些平民玩家 是不一样的 和课金玩家也不一样 他是直接带外挂的 简称挂逼 咦 真的是一尊蛟龙 不对 是半骄 还未完成蜕变成蛟龙 原来如此 他是想吞噬人类 以大量的人类血气 助他完成生命层次上的蜕变 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逍遥冷笑 叮 检测到单变境恐怖妖兽 宿主目前有两个选择 一 逃命 二 跪下成为这尊妖兽的人宠 高呼三声拜见主人 逍遥 不是命权 怎么会变成单变 啊 原来如此 或许这家伙吞噬了大量人类 未来确实可以完成蜕变 这样看来 倒是一尊不错的妖兽 将其血脉提炼 滋养我龙蛋 这猎鱼黑龙 也是时候该出事了 逍遥轻轻咳嗽了一下 系统 你对我尊敬一点 我可以镇压这尊妖兽给你看看 第一 宿主遭遇单变境废物妖兽 宿主目前有两个选择 一 一巴掌将其祭天 二 抽出龙巾做成皮带 请英明神武 神通广大 实力超群 天资无双的宿主 做出选择 逍遥咧嘴一笑 懂得拍马屁的系统 才是好系统 要有奉献精神 才能提升自己的业绩 没看见有些小说里面 系统为了巴结宿主 直接你人化现身了吗 所以说 时代变了 宿主唯唯诺诺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要翻身骑马做主人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 出手将这废物镇压了吧 逍遥轻笑一声 他随手将陈霄抛在陆地上 而后一步踏出 朝着半交走去 报告首长 有人踏空飞行 朝着那蛟龙逼近了 直升机上 有驾驶员一脸猛逼地 看着这一幕 不用管 那是我军方的强者 四大军区总指挥长 逍遥 萧先生 你们撤回来 接下来萧先生接管战场 他将出手以仙法扶妖 指挥室中 陈昂生的声音传出 驾驶员们满脸惊讶 心中更是掀起万丈波涛 仙法扶妖 这可是传说中的手段 这位萧先生 当真有如此之能力 那岂不是陆地仙人了 萧先生 拜托你了 一定要击败这尊妖兽啊 陈昂生祈祷 此时 逍遥和半交已经开始对峙 倒是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一尊 你这样的存在 当时不存在命全境的妖兽 净化应当还没到 如此变态的程度 你这家伙 是仙门之中逃出来的吧 那半交以星红的大眼 瞪着逍遥 踏空而行 此人竟然可以踏空而行 要知道 即使是命全境 也只能在空中短暂停滞 此人竟然可以踏空而行 这是神海境啊 世俗界竟然存在 神海境的强者 他们林渊宗的最强者 也不过如此啊 半交心生退役 他已经想开溜了 呵呵 想跑 那可不行 我的坐骑还需要你的血脉来滋养吗 只见逍遥缓缓伸出一只手 朝朝晃晃法如链 焚天主还长腹肩 大日 焚天印 嗡 恐怖的火焰直接以逍遥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去 在灼热的火焰之下 海洋的温度都仿佛在一瞬间升高了 只见逍遥一只手附在身后 一只手托着一枚燃烧着火焰的小印 好似一顿燕中针线 而那焚天主海的气息 便是从那一方小印上传出 既被我遇到 那就助我修行吧 去 逍遥屈指一弹 焚天印飞出 那一瞬间 半交只觉得汗毛倒数 太恐怖了 这家伙的实力 简直是太恐怖了 当年 他见过灵渊宗主 那一尊神海竟出手 气势比起逍遥 差得不止一星半点 这不是一尊神海 他是神海之上 金丹巨拨 哪怕在强者云集的仙门之中 金丹也当得上一具大能者了 法身顶天立地 寿元千载 金丹不灭 更可断织重生 残驱复苏 打他这种小卡拉米 也就一个巴掌的事 这尊金丹巨拨 也太瞧得起他了 打他还要放技能的 我谢谢你的尊重 顺便把我火化掉 骨灰也不要留了是吧 半饭的资格都没了 第73章 来自灯塔国的阴阳怪器 把半交送去灯塔国好了 快看 那头蛟龙 我怎么感觉他在害怕 直升机上的驾驶员 一脸惊讶地看着 那尊海面上的庞然大物 原本气势腾腾的半交 在看见逍遥后 那股傲慢的姿态 顿时变得卑躬屈膝 喉咙中更是发出 一阵一阵的乌液声 那星红的大眼中 也没有凶煞之气和杀意 反而充满了卑微和畏惧 这是 难道说这蛟龙在畏惧萧先生 死 萧先生的境界 必然又有了突破 不然不至于让这头蛟龙 如此惧怕他 萧先生 简直是天人之姿啊 陈昂生敬畏地说道 虚空中 逍遥傲然而立 他如何看不出 这半交已经在向他求饶了 可是求饶又如何 区区一只半交 即使给他当做棋 他都嫌弃 哪有他那一尊 纯血的炼鱼黑龙来的好玩 聂处 你可以祈祷 下辈子的运气好一些 说吧 逍遥大手一招 空中的焚天印缓缓落下 哗啦啦 大海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沸腾起来 海水剧烈翻滚 大海化作一口巨大的铁锅 滚滚沸腾 浓浓的白色蒸汽中 数不清的鱼虾被活生生地烫死在海中 浮出海面 哇 哇 师父你在煮火锅吗 卓越在海岸边 捡了一只煮的通红的大波龙 狠狠咬了一口 好吃 师父多煮点 他一脸振奋地挥舞着手机 那声音是手机中发出的机械音 这家伙为了发表意见 是真的不嫌麻烦 逍遥一脸嫌弃地 瞥了他一眼 单手点出 啪 啪 卓越的双手和双脚 都被他锁在了一起 卓越顿时变成一个人装 一脸猛逼地站在海边 出去了 不要说认识我 逍遥淡淡地道 坟天印再度落下 半焦发出痛苦的吼叫声 那刀枪不入 就连导弹也轰不开的一身鳞片 在灼热的高温中开始裂开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 半焦的鳞片脱落 身躯也融化 他痛苦地扭动着身子 发出一阵阵的哀嚎 好 萧先生神武 萧先生无敌 指挥室中 陈昂生几人 惊喜地差点相互拥抱亲吻 此时 一个跨国电话传来 嗯 这个时候 是谁呢 陈昂生接通了跨国电话 来电的家伙 竟然是灯塔国的海军司令 丹林斯 嗨 亲爱的陈 听说你们华夏 遭遇了一只very大的怪物袭击 危在旦夕哦 哟哟哟 真是可怜啊 亲爱的陈 堂堂东方大国 泱泱华夏 竟然连一只大怪物都解决不了 需不需要伟大的灯塔国 提供支援呢 我们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 最强大的武器 即使是金刚 科尔特巨蜥这种巨型生物 我们无敌的灯塔科技 也毫不畏惧 打这样一头小怪物 用你们华夏的话说 那就是有手就行 陈昂生的脸色黑下来了 丹林斯 你想要说什么 哎呦呦 亲爱的陈 我听你的口气 怎么有点不高兴呢 没关系的 对付不了就直说 硬撑着没意思的 大家都是朋友嘛 遇到问题 我们肯定会出手相助的 只要你向我们求救 我们伟大的灯塔国 肯定会出动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 帮助弱小 击败怪物的哦 丹林斯阴阳怪气地说道 陈昂生额头青筋爆起 隔着电话他都知道 对面那个黄毛老灯 现在是个什么表情 抱歉 不需要 哎呦 陈 你怎么生气了 不要逞强哦 如果真的需要 随时说哦 毕竟同在兰星村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我们灯塔国 一点都不介意帮扶弗弱小哦 毕竟 我们是指引世界前进的灯塔嘛 丹林斯更是在弱小那个词上 加重了语气 把陈昂生气的七窍冒烟 差点变成蒸汽机 他气呼呼地挂掉了电话 这丹林斯 哪里有一点要帮他的意思 完全就是 在这里落井下石 阴阳怪气 他们打的什么算盘 他还不清楚吗 不就是巴布的华夏 在这针蛟龙的袭击下 损失惨重 然后灯塔国 在最后关头出手解决问题 不仅让华夏欠下了人情 还在世界各国的面前 狠狠赚了面子 这狗日的丹林斯 就应该把他脑袋 塞他妈屁眼里面去 冷静点 陈首长 一道声音 传入陈昂生的耳畔 这是 萧先生 萧先生 你 陈昂生一脸震惊 逍遥远在太平洋 竟然能将声音 直接传到这里 你开的是公共频道吧 我在驾驶员的通话器中 听到的 现在大家看上去 都非常的愤怒啊 逍遥环顾四周 不管是驾驶员 还是岸边的战士 脸色都极其难看 恨不得把灯塔国给干死 所以 我突然有一个好玩的想法 逍遥咧嘴一笑 什么想法 把这尊蛟龙 扔到灯塔国玩玩 死 先生大财啊 萧先生这个方法 我只能说 敬为天人 陈昂生倒吸一口凉气 他怎么没想到呢 灯塔国不是号称 自己的科技蓝星第一吗 那就让他们自己 去对付这头蛟龙好了 哼 小意思 逍遥目光一鸣 大手探出 且 一只无比巨大的手掌 自天穷之上落下 覆盖了海面 就像整片天空都压下来了 大片的阴影 使得天色瞬间暗了下来 那巨大的手掌 将半胶给捞了起来 身形百米的半胶 在那手掌中小的 就像是一只泥丘 完全没有反抗的勇气和力量 只能瑟瑟发抖 去 逍遥单手一挥 那大手猛的一用力 接着便是 将半胶朝着远方抛去 砰 蛟龙直接化作一颗炮弹 甚至呼啸着 都炸出了阵阵音爆声 一圈接着一圈的白烟炸开 直直地朝着灯塔国报尸而去 而此时的灯塔国海军司令 丹林斯正坐在 海上舰队的指挥室中 翘着二郎腿 抱着金发闭眼 前突后翘的美女秘书 一脸悠闲地喝着咖啡 等待着来自华夏方面的球员 第74章 天降大妖 崩溃的灯塔国海军司令 丹林斯 哎呀 今天的天气真好啊 阳光明媚 就像我的心情一样 华夏遭遇大怪物的袭击 真是让我激动开心 他的大手 在美女秘书的翘臀上揉搓着 等华夏坚持不住 城市破坏的七七八八 然后死个几十几百万的人 我们就出发 伟大的灯塔国 新系华夏安危 出手帮助华夏解除危机 为全世界和平 再度贡献出一份力量 真是相当的不错 他冷笑着 脑海中已经开始畅想 各种美好画面了 可是 司令 要是华夏独自解决了那头怪物 该怎么办呢 女秘书娇声问道 独自解决 华夏即使能独自解决 损失也会非常重大 只要能打击华夏 对我们来说都算是好事 毕竟 谁让他们的运气这么不好 那头怪物会朝着华夏去 不朝着我们伟大的灯塔来呢 嘎嘎嘎嘎 哦耶 丹林斯将脑袋 埋在金发女秘书那江耀 将衬衫领子冲开的双峰中 只有这样巨大的山峰 才有征服的快感 翻山越岭 探索草原 这难道不是男人的最爱吗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风声呼啸着逼近 即使坐在战舰之中 丹林斯也听到了 那宛如恶鬼咆哮的狂风 紧接着 一搜搜战舰都在狂风之中 开始晃动起来 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战舰群 Fuck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丹林斯气呼呼地拎起麦克风 向全舰怒吼 他刚才可正要翻山越岭来着的 司令 发 发现目标 麦克风那头传来了惊恐的叫声 发现什么目标了 发现你母亲出轨了 是 是 是怪物啊 司令 啥 你母亲出轨怪物 哄 此时 一声巨响传来 丹林斯透过防弹玻璃 看见深海之中 一条寒光凛冽的巨大尾巴 宛如巨斧一样 腾空而起 而后猛然朝着一艘战舰劈了下来 紧随而来的震耳欲聋的怒吼 好 好好好 哇 丹林斯猛逼了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出现了 司令 出现了 什么出现了 原本应该出现在华夏的那尊怪物 现在出现在我们舰队群的中心了 三号战舰请求支援 啊 哄 半交仅仅只是一击 便将一艘巨大的战舰打得四分五裂 轻松的就好像是在拆玩具一般 四号战舰请求支援 五号请求支援 六号 啊 fuck you mother 哄 哄 哄 太恐怖了 那尊怪物的战力简直是太恐怖了 落在舰队群中 简直就是嘎嘎乱杀 此时的半交无比的愤怒 骂得个贵贵 那尊金丹巨布我对付不了 你们这些小卡拉米 我还对付不了 既然那个地方有金丹巨布坐镇 我大不了绕路德了 我看你们这些黄毛也挺带感的 看着就嘎崩萃 尝尝口味先 他直接开启了乱杀模式 攻击 给我攻击 啊 攻击 丹林斯气急败坏地拎着麦克风怒骂 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在华夏的那尊怪物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灯塔国 难道传说是真的 华夏人都会先数 那为什么不直接一招先数将他们灯塔国秒了 这种怪物也太恐怖了 除了核武器 谁能对付得了他 丹林斯看着大肆破坏的绊交 脸色发青 或许就连鼎鼎大名的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将军 见到这种怪物都得惊呼一声 oh my god 不是我们灯塔的武器不够强 而是灯塔没有华夏的修宪者 滴滴滴 就在丹林斯气头上的时候 跨国电话打来了 丹林斯顿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他接通了电话 哈哈哈哈 丹林斯司令 你那通电话打完以后 你猜怎么着 嘿 那怪物竟然扭头就跑了 我猜肯定是被你们灯塔国强大的实力震慑到了吧 哎呀 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要是去攻击别的国家 就不太好了咯 也不知道哪个国家怎么倒霉 会被他盯上 要真被他盯上了 我真觉得那个国家得好好反思反思自己 凭什么他不去别人呢 就去你们呢 肯定是去的事情做多了 遭到报应了吧 咦 丹林斯司令 你那边动静有点胆啊 怎么还有惨叫声 死 不会吧 不会吧 那怪物不会跑你们灯塔国去了吧 啊这 那可真是太好 太让人惋惜了 丹林斯当才笑得有多开心 现在的脸色就有多像你家的平底锅 好好好 好你个陈昂盛 这样完事吧 我特忙 我特忙 特忙什么都做不了 有事吗 陈司令 没事的话我就挂了 我很忙 没事没事 我就问候一下丹林斯先生而已 不过丹林斯先生这么忙 到底是在忙什么 该不会再忙着对付怪物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事情不会这么凑巧吧 陈 昂 圣 丹林斯咬牙切齿 你们华夏到底用了什么诡计 将这头怪物搞到我们灯塔国来了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一般来说 这种在我们华夏 那都叫做缺得是做多了 现实报 啪哒 丹林斯一怒之下 直接将电话给砸了 Fuck Fuck 我Fuck你全家 陈昂生 而仅仅是一个电话的时间 那半交已经将灯塔国十二艘战舰 全部摧毁了 硕大星红的目光盯上了丹林斯所在的战舰 一大一小两只眼睛隔着玻璃对视 嘶 丹林斯顿时觉得脊背发冷 鸡皮疙瘩从胯下窜到了脑袋 跑 跑 他连滚带爬的朝着战舰外冲去 他的女秘书紧随其后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要跑路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也顾不上翻山越岭 探索草原了 反正这世界上山岭很多 草原也很多 可小命就只有一条 可那女秘书也不是好惹的 到了活命的时候 谁管你是司令还是马令的 他直接一脚 尖嘴高跟鞋 踹在了丹林斯的胯下 Fuck you mother 丹林斯 你自己去死吧 你这个短小无能的家伙 跟隔壁的樱花国男人一样 第75章 好不容易杀死大妖 正要清点收获 你猜怎么着 大妖没了 陈首长 刚才灯塔国那边传来消息 说是他们的海军司令 丹林斯包括12艘战舰 全都被那尊蛟龙击毁 那头妖龙甚至摧毁了一个 灯塔国的一个海边驻扎军事基地 死了上千名战士 最后他们使用了一颗核弹 才将这尊蛟龙击杀 这一次 灯塔国算是损失惨重了 陈昂生接到了最新的通知 听闻这个消息后 他的神色无比的凝重 久久不能平静 唉 这消息真的是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太让人高兴了 今天晚上开席 替灯塔国庆祝一下 帮我那瓶陈年的茅台拿过来 陈昂生一拍桌子激动地道 对了 一定要宴请萧先生 萧先生 是我华夏的大功臣 萧先生说他好像去灯塔了 陈昂弱弱地举起手说道 现在灯塔国那边 击杀了那头蛟龙之后 打算将蛟龙的残区 带回科研中心研发 我想 他们是想要通过蛟龙的血肉和身体 研究出生物科技 或者是获取强大的奥秘 然后萧先生 说他需要那尊蛟龙的血脉 培养自己的宠兽 说是灯塔国抢别人的东西 耍流氓 陈昭说道 用逍遥的原话来说 我把蛟龙给你们 就是让你们体验一下他的实力 感受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虚心接受不足 谁允许你们 把他占为己有的 这是有主之物 萧先生大财 陈昂生汗颜地说道 逍遥这玩法资本家 见了都要落泪 灯塔国付出了这么高昂的代价 才把这条蛟龙干掉 现在好不容易搞点尸体血肉 啥的要收获成果了 完了 你跟他们说 就是给你们感受一下他的实力 这是我的东西 我要拿回去的 可怜的灯塔国 就白白被人一顿摧残了呗 此刻 逍遥已经来到了灯塔国的海边 只见那尊半礁的身躯 被炸得四分五裂 三四块长达二三十米的残躯 散落在岸边 不少灯塔国的官方部队 正在拖运着 叮 恭喜宿主 斩杀丹变境大妖 奖励地级极拼武器 太上天雷影 奖励子级天雷金丹碎片星号三 收起七枚碎片 即可合成子级天雷金丹 还可以 我刚好欠缺一门雷法 这倒是个不错的武器 不过 这家伙不是我斩杀的吧 间接斩杀也算斩杀 侧面衬托出了宿主的牛逼 表达了系统对宿主的敬仰之情 宛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好的 宇文科代表 逍遥满意地点点头 接着她将目光 看向下方的那尊半胶 还好 血脉还在 没被炸散 半胶的血肉煮一锅火锅 想必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 牙齿就拿来做装饰 胶巾做皮带 鳞片可以做一道灵气保甲 不错不错 好了 拿走了 刷 逍遥大手随之探出 将几尊蛟龙的身躯 全都捞走了 而后一刻不曾停留 闪身消失在天边 灯塔国的官方部队都猛圈了 就突然间 这些像小山一般巨大的肉块 就消失了 被上帝收走了 上帝你也太狠心了吧 真就毛都不给他们 灯塔国留一根呗 什么华尔街之狼作风 什么 都没了 一点不剩 灯塔国总统 听到这个消息人都傻了 倒是还剩下了点 剩下了什么 依托答辩 你敢骂人 没有啊 真的是依托答辩 你连我都敢骂 我说那怪物还留下一拖答辩 我们收集到了残留在地面的血迹 还有一些从场子中炸出来的答辩 只有这些了 灯塔国总统沉默了 答辩总比没有好 赶紧运回来 开始实验 三天后 灯塔国的首席科研指挥官哈特曼 惊喜地找到了灯塔国总统 总统 我们研究出来了 这怪物的答辩之中 蕴含中非常恐怖的能量 将答辩泡水稀释 接着给我们的战士服下 每个人就能提升大约五到十倍的力量 超级战士计划可以正式启动了 哈特曼惊喜地说道 真的 这可真是老天爷都在帮我们伟大的灯塔国啊 马上将答辩泡水 给我灯塔国最精锐最强大的战士服用 嗯 顺便送一杯我这里来 上帝没有抛弃 我们灯塔国 他在保佑着我们 感恩上帝 一个月后 向全世界举行练兵仪式 这一次 我们灯塔国要震惊全世界 灯塔国总统狂热地说道 此时远在华夏涮胶肉火锅的逍遥 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阿帝 谁在记挂我啊 此时 陈骁打来电话 萧先生 您给我们的那块蛟龙血肉 果然强劲 我们四大军区每个战士 只是服下了一刻 就统统突破了一个境界 目前四大军区的战士 最差也已经全部迈入了练古境 其中甚至有超过一百位 已经成为了五副巅峰的强者 陈骁激动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来 不错 争取在灵气复苏之前 全员踏入五副巅峰 以应对未来的冲击 萧瑶点点头 接下来 全民不武的企划 也交给你们了 还有撤侨 顺便在一个月后 向全世界举行一次练兵仪式 给全世界看看我们华夏的实力 秀肌肉的时候到了 收到 萧先生 陈骁大声地说道 挂断电话 逍遥再度和常念寒 两女吃着胶肉 两女的修为 已经达到撞气竞巅峰了 吃了这些胶肉突破命拳 也就在今天了 至于卓越 嗯 好像还在海边吹风来着 这时 客厅沙发上 逍遥放着的一颗龙蛋 猛地动了一下 紧接着 咔嚓的声音传出 逍遥回眸 面露惊喜之色 总算是孵出来了 一耐头半焦的血脉 温养了这家伙三天 今天终于要出事了 传说中的炼鱼黑龙 不知道是母龙还是公龙吗 公龙那只能遇 母龙的话就可以骑 逍遥起身 朝着沙发上的龙蛋走去 咔嚓咔嚓 蛋壳彻底破开 紧接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在龙蛋之中复苏了 这股气息 神海巅峰 一出事 就有神海巅峰的实力 这家伙也太恐怖了 比一百个卓越都有用 逍遥面露惊讶之色 第76章 团宠黑龙出生 取名狱卓 卓越家庭地位一 呼 一条通体漆黑 长着两个短小的龙角的生物 从蛋壳中飞了出来 哇哇 练于黑龙像的孩子一样 两颗尖锐的龙齿露在外边 眼中闪烁着好奇 蜿蜒的身躯 在逍遥周身游动 哇 好可爱啊 常念寒和沈世韵看见黑龙 想要上来抱他 好 那黑龙瘦小的身躯中 竟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力 发出一声怒吼 差点将两女阵飞出去 啊 常念寒因为穿着牛仔没什么关系 沈世韵就惨了 他穿的是一条轻量的短裙 赶忙害羞地捂住自己的长裙 扑通一声 鸭子坐在地上 脸色红得不得了 逍遥面不改色地摸了摸鼻子 没穿 为什么不穿 准备随时准备跟他双修吗 别误会 这可不是他耍流氓想看 是那画面自己撞他眼睛里来的 哇 哇 黑龙此时却是高兴地四处飞翔起来 喂 小东西 你要吃这个吗 常念寒将一块胶肉甩过来 哇 黑龙上去一口将胶肉吞下 眼睛瞬间亮了 赶忙朝着那一整锅的胶肉飞去 吸吸吸 慢慢吃 别急别急 都是你的 常念寒一脸欣喜地摸着胶龙的小脚 好可爱哦 啊 逍遥哥哥 这是一头母龙案 常念寒叫道 嗯 母龙 那以后化形了不得是白丝龙娘 该给他买什么好衣服呢 逍遥摸了摸鼻子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别误会 这不是他想看 是读者想看 他逍遥不背这口锅 哇 黑龙将一锅的胶龙肉全都吃完了 常念寒也因此和他混熟了 两人在客厅里玩耍起来 沈世韵想要加入进去 可是黑龙好像不怎么鸟他 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给黑龙吃的吧 这黑龙还挺现实的 不过 这家伙长得也太小了吧 横竖也就三十厘米的样子 像条蛇 这真的有神海晶巅峰的力量吗 逍遥疑惑地自言自语 好似听到了逍遥的自言自语 刷 瞬间 黑龙的身躯猛地膨胀起来 一尊二十多米长 两三米宽的巨型黑龙出现在别墅中 所有的家具顿时被他掀翻出十里八外 巨大的身躯 森冷的龙角 差点顶破天花板 巨大化后的黑龙身上 有一股至强的龙威 那股威压 就连逍遥都有些惊讶 特别是在别墅外面的白毛 明明正在熟睡中做梦 和老虎妹妹 Happy 突然就一股恐怖的威压传来 顿时被惊醒 所有的兴趣凭空蒸发 冷汗从脚底板直冲大脑 白毛缩着头 在地上瑟瑟发抖 太恐怖了 纯雪龙族的气息 他这个只有白虎血脉的小妖兽 已经被震慑得瑟瑟发抖了 玩犊子了 以后在这别墅的地位 越来越低了 第一档肯定是逍遥 之后是常念寒母女 沈世韵 然后黑龙 他就要排最后了 不对 好像还有个卓越 嗯 没错 有卓越垫底 倒也不是那么难接受 白毛想了想 也就释然了 可以啊 这已经满足坐骑的标准了 以后出行骑一条龙 鬼知道有多么拉风啊 逍遥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黑龙越发喜欢起来了 收卓越那二愣子 当徒弟 不如收你呢 唉 逍遥无奈地摇摇头 对了 给你取个名字吧 你叫练鱼黑龙 突然间 逍遥脑海中 就萌生出 白丝龙娘 翘着小脚的可爱模样 就叫你狱卒吧 很贴切 常念寒 沈世韵 练鱼黑龙 哇哇 他现在不懂这个 但是等以后懂了 一定会 三天之后 解除封印的卓越 好不容易从海边回到别墅 此刻逍遥正在沙发上 逗弄黑龙丸 而电视上 正放着直播 四大军区面对全华夏的直播 宣告和通报 没错 今天就是全民不武的开始 从今以后 华夏必将开启 人人如龙的修仙新时代 师父 我回来了 你一定很想我了吧 咦 师父这龙 已经孵出来了 看着小小的 一点都没有龙的霸气啊 而且感觉好弱呀 就这么长 三十厘米 跟我皮带一样 哎呀 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上回我将念寒帮我 拿充电器的时候 他竟然没我那一米六的数据线高碍 哈哈哈哈 卓越一回来 就凑到逍遥面前 一桶巴拉巴拉 逍遥像看傻子一样 瞥了他一眼 你废话有点多 不过 你确实没说错 这黑龙挺弱的 毕竟只是神海 在逍遥看来 金丹镜以下都是蝼蚁 嗯 金丹也是蝼蚁 以他现在的实力 普通金丹巅峰 来了都得给他递根烟 所以 要不你和他打一架 逍遥突然说道 嗯 卓越摸了摸脑袋 这不好吧 这么可爱的小动物 我怕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 这样师父 你就亏大了 卓越挠着头说道 打死算你牛逼 而且顺便借此考量一下你的实力 那好吧 既然师父你都这么说了 那就战 剑来 我乃绝世剑圣卓越 满堂花醉三千克 一剑双寒十四周 刷 卓越手捏剑指 隔空点出 背后的木剑猛地飞了出来 在虚空划过 一阵阵剑气一散而出 逍遥有些惊讶 这是御剑术啊 可他明明没有教过这小子御剑术 他竟然自己领悟到了 这天赋和悟性 有些逆天啊 而且 之前在海岸边的时候 卓越的修为 才撞起七重吧 现在都撞起巅峰了 这家伙 该不会是被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吧 明明是个重二病啊 哇 看见木剑在空中划过一道白 朝着自己飞来 黑龙眼中闪过一道喜色 他还以为卓越在跟他玩 碰 一下就朝着木剑撞去 咔嚓 木剑顿时四分五裂 啊 我的圣剑 卓越发出悲鸣 可还没来得及多说 碰 黑龙接着又是一脑袋 撞在他胸口 呼 空气被撕裂了 一声音暴声传出 卓越化作一道黑影 宛如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就连院子里的墙壁 都被他一口气撞破了 常念寒此时从外面走进来 逍遥哥哥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 呼一下飞出去了 他满脸疑惑地说道 没什么 狱卒在踢球呢 逍遥撇撇嘴说道 哦 对了 卓越回来了 他跟我说你 长得还没他的数据线高 这话一出 常念寒的脸色顿时涨得通红 逍遥哥哥 我有事就先去忙了 他撸起袖子走出客厅 逍遥甚至还听见了 他临走时的碎碎念 该死的卓越 我非得把你当大葱栽在土里 用白毛的粪便给你施肥 看你能长多高 第77章 全民部开启 休闲时代到来 躁动的人们 此时 电视上 正式的内容终于开始 作为四大战区的代表 陈昂生出现在了屏幕上 全国人民没有不认识陈昂生的 这位南方军区的首长 平常经常上电视的 今天 我们四大军区 联合帝都 整个华夏的官方组织 要向大家宣布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这件事 关乎我们华夏所有人民 未来的生死存亡 同时也预照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直播的在线观看人数 一下子飙升到了9999家 甚至服务器都差点因此崩溃 几个大的直播平台联合起来 不管是哪里 都在优先放送这一场直播 听到陈昂生肃穆的声音 人们也纷纷开始疑惑猜测起来 怎么了 灯塔国打过来了 那就用陈首长最常说的那句话 怕什么怕 干他娘的 我觉得是东征计划要开始了 看样子 不用等到来年9月8了 今年就可以马踏东京赏樱花了 老子必须得冲第一个 特别是有几位老师 我十分需要向他们取经学习 楼上的 刚才有个东西 呼一下从我头上飞过去 很快呀 很快 我还以为是子弹 没想到是你打的算盘珠子 我感觉是外星人降临地球了 我赌一毛钱 灵气复苏 我赌两毛钱 是末日降临 我已经叫我爸去超市屯物资了 那我赌三毛 是丧尸狂潮爆发了 弹幕飞快地划过 人们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了 这时 陈昂生深吸一口气 这件事情就是 在不久的将来 整个蓝星都会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灵气复苏 不知道什么叫灵气复苏 你们可以参考各大平台的小说和电视剧 简而言之 接下来的世道 是修宪的时代 整个世界会恢复到远古时代的黄金盛世 天骄备出 同时 那些隐藏在蓝星之中的远古仙门也会出现 为了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华夏官方一致决定 公开这个消息 并且 我们会无条件地在网络上公开修仙功法和武技 同时在全国的中小学开展修仙天赋测验 开设五到八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此刻正见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任何人都可能是这个时代的弄潮 都有可能会有一番大作为 可这也意味着 后面的一些打击血的话 基本已经没人再听了 网络上疯狂地在刷屏 我赌对了 一毛钱 你们都要给我一毛钱 发财了 发财了 发得鸡毛财 灵气复苏了 你的钱有个屁用 以后交易要用的就是灵石了 我得去山野里看看 说不定真的被我挖出什么灵石来 妈的 灵气竟然要复苏了 我终于不要再为现在这个牛马老板打工了 我要修仙 走上无敌的道路 先到独尊 罗上的 你别做梦了 你现在什么逼啊 修仙以后还是什么逼啊 唯一好处可能就是你打交的经历 会更加旺盛 不用担心身体虚弱了 完蛋了 修仙时代到来 而我出生在这末法时代 本就被这凡尘世俗的浊气侵扰身体 更是有先天打工圣体 先天牛马圣体加持 匍匐人间 唯唯诺诺 无敌道心 早已破损 还谈什么修仙 还谈什么追逐大道 楼上的 努努力 我们一起去万魂藩中当兄弟吧 修仙好啊 以前都说 强鲁灰飞烟灭 现在一修仙 强鲁越路越爽了 多想盯一声开启外挂人生啊 弹幕刷屏的人中 碗梗的居多 可实际上 修仙时代的到来 对于整个华夏来说 确实是一场巨大的蜕变 机缘与危机共存 快快快 官方已经公布修仙弓法了 一共有三门 松鹤断体术 混圆土纳绝 开阳断体术 一共有三门 快一步 快白步 我要开练了 看看5G来着 八级拳 开山拳 这是什么 昆泉 弓手合一 还有佩搭身法 卧槽 还有控制技能 使用苏珊六世的时候 百分百触发敌方的扫堂腿 这个厉害 我要学这个 一瞬间 滑下大便 虽然依旧有人不相信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相信了 他们放下了手机 砸掉了电脑 烧掉了平板 他们披心待悦 他们奋不顾身 只为追逐修仙大道 成了 老子成了 喝呀 网上有视频疯传 只见有一个年轻人 哄 他一拳挥出 直接将隔壁邻居的墙院给轰塌了 我神功大成了 哈哈 从今往后 我将不吃牛肉 前女友 忏悔吧 同学会 颤抖吧 然而 一个面无表情的官方战士 出现在他面前 破坏公务 跟我走一趟吧 走 哼 老子神功大成 走你老母 看拳 那桀骜不驯的年轻人 一拳朝着官方的强者挥去 碰 年轻人直接倒飞出三十多米 一个小小的恋脾气 也敢跟我为敌 抓走了 军方强者不屑一笑 他像提着死狗一样 提着那年轻人上了一辆警车 这个视频一出来 那些因为天赋好 踏入休闲门槛 一个个想要整活 不吃牛肉的人 全都冷静了下来 是啊 军方要是没有制约他们的手段 又怎么敢把这些攻法武器放出来呢 这些东西 可能早就在军方开始普及了 他们一些刚刚开始修炼的 怎么敌得过军方的高手呢 华夏的秩序依旧被控制住 同时 官方也公布了修炼的前三个境界 武夫 练皮 练肉 练精 练骨 练水 练血 练脏 撞气 一到九重 命拳 一到九重 与此同时 各大短视频平台出了无数教人修仙的视频 只要做到这三件事 一天之内踏入练脾气 惊讶 这个年轻人叫小帅 他竟然依靠这个方法 踏入了练脾气 你们的修炼方法都错了 最官方最权威的方法 一个小时踏入练脾气 只要暴露我的课程 你的孩子 就能一秒入练脾气 不要九百九 不要九十九 只要九十九万九 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第七十八章 逍遥的动作 目标 突破单变 肖先生 全民不武已经开启 接下来 我们该如何做 陈昂生打来电话 修仙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去堆积的 特别是在五附近 是打基础的关键时候 既然你们要选择人才 那就少不了资源 所以你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第一 从各个国家 秘密收购各种药材 第二 组织五附近巅峰的采摘队 进入深山老林 如今深山老林的灵气 远比都市中浓郁 很多药材发生变异 药效会非常的恐怖 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源 第三 为了保持秩序不被破坏 一旦民间出现强者 你最好想办法 将人家招到官方 同时 军方的战力必须跟上 侠以武犯进的道理 你不会不懂 这件事情 我会叫卓越来辅助你们 以他如今的修为 士族应该没人打得过他 你尽管使唤就好了 只要累不死就行 逍遥平静地说道 多谢萧先生指点 陈昂生挂掉了电话 那么 我的实力也该好好提升了 在仙门彻底复苏之前 必须得拥有单变镜的修为 逍遥抚摸着下巴 系统 给我检测出 全球范围内的单变镜强者 叮 宿主 这不符合系统规定 我要去全部镇压了 叮 目标检测中 世界地图已经发送 请宿主查收 逍遥 好吗 底线是可以一再降低的事吧 而且 这狗系统这么积极 他越级奖励这狗系统 肯定有好处的喽 不过 全世界范围内的单变镜强者 还挺多的 这下子 应该能好好收割一波了 最好能把金丹碎片给收起了 逍遥咧嘴一笑 狱卒 走了 刷 他一步踏出身形 化作流光 朝着天穷之上飞去 狱卒赶忙跟上 身躯在空中膨胀 化作一头二十多米长的巨龙 逍遥周身灵力鼓动 一身现代的衣袍 瞬间变成了一套骨袍 这也是他之前从系统获取的奖励 这可是一身的极品灵器 流风不云履 太上白玉袍 紫薇清灵配 青椒缠身带 这一刻 逍遥妥妥地化身为一位 偏偏着是贵公子 这一身 简直是太帅了 就比读者老爷们差了一丢丢 逍遥满意地 打量着自己的身体 嗯 最近的目标 杭试试吧 刷 黑龙发出低音 没入云层 杭试 市中心 一家高档的咖啡馆 一个年轻人正在相亲 女方是个打扮得 非常时尚的都市里人 包包是LV的 项链是骨持的 外套是香腊的 手表是卡地亚的 虽然都是赝品 范书豪咬住手中 美式咖啡的吸管 打量着对方 虽然一眼就能看出 对方是什么人 但是老妈的命令 无法违背啊 这亲不香 也得香啊 要不 想个办法 把这场相亲捣乱了 范书豪正在思索着 女方突然轻声咳嗽了一下 你好 我叫田恋 今年23岁 范书豪 26 嗯 我看你长得还不错 我也就不多问 单刀直入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田恋 挑了挑没问到 3000 3000 这么少 这都不够我吃顿饭的 田恋惊讶地道 范书豪不以为意 我一个月赚3000 那是因为一个月只有30天 一个月要是有300天 我一个月就能赚3万了 女方眨巴着眼睛 好像 有点道理哦 那 你有房吗 没有 房子都没有 唉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我虽然没房 但是我房东花了200万买的一套房 70年的产权 我第一时间跟他签了70年的合同 他一个月1000块钱租给我 只要84万 等于我净赚了他116万 田恋 不是 为什么你说的这么有道理 卧槽 不对 不对 田恋已经被转猛圈了 你有车吗 有啊 什么车 劳斯莱斯啊 说着他把车钥匙丢在了桌子上 你一个月3000块 你开劳斯莱斯 我把我老板当司机 我们已经签了10年的合同 这劳斯莱斯 我能免费开10年 他每个月还得付我工资 不对啊 有什么地方搞错了 不对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 田恋已经猛逼的 完全不像你手机里的任何一个表情包了 啊 老板来信息了 老板 叫我周末加班 三倍工资哦 范叔豪拿起手机说道 啊 周末还要加班 这也太那啥了吧 田恋有些嫌弃 没事 三倍工资有300块 我矿工扣200 我白赚100 我们继续 接着奏乐 啊 不是 接着聊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范叔豪问道 田恋一脸猛逼的摇摇头 好像 没有了 直到这一刻 对面的位置上 一个人高马大的黄毛年轻人 终于忍不住了 他站起身 大不留心地朝着这边走来 丽儿 他明摆着在忽悠你啊 他对着田恋说道 而后 转身恶狠狠地威胁范叔豪 田恋是老子的女朋友 你赶紧给我滚 不然我弄死你 老子可是练脾气的修仙者 说着 他捏了捏拳头 传出一阵阵的琵琶声 范叔豪脸色有些发白 他没有修武天赋 不管怎么修炼那三门功法 都始终无法踏入练脾气 不然 也不会一直帮老板打工了 这家伙有点意思啊 此时 站在门外的逍遥 看着范叔豪若有所思 这家伙竟然是特殊体制 是继沈世韵和卓越后 他遇到的第三个特殊体制 这个体制叫做 天剑神体 这种体制的人 想要踏入修仙意图 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 绑定一把本命灵宫 然后以自身的体制 温养灵宫 灵宫蜕变 修为提升 大成的天剑神体 人宫合一 于千万里之外拉宫 能一键射日 难怪他未来能踏入单变境了 第79章 黄毛 我天下无敌的练脾气 你怕不怕 逍遥 啊对对对 小子 三秒钟不滚我叫你尝尝 也有拳头的味道 黄毛挥舞着拳头 在范叔豪面前示威着 一拳挥出 空气中更是传来阵阵阴爆 拳风都隔着三四米 扑在范叔豪的脸上了 这就是练脾气 只要你稍微懂一点格斗技巧 可以按着泰森打的水平 一拳砸穿一面墙 没啥难度 范叔豪脸色顿实白了 这一拳打他头上还了得的 直接红白相见 晚上开席 黑人抬关了 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们这一张桌子 在官方刚刚公布修炼功法没几天的现在 能踏入练脾气可以说是很不错的天赋了 百里挑一 这间咖啡店的人 绝大多数都没有踏入这个层次 所以 对网传吊打泰森的练脾气的力量好奇得紧 想必这些家伙 巴不得范叔豪 让这黄毛胖揍一顿 看一场免费的热闹吧 此时 咖啡店门打开 一个年轻人朝着范叔豪这一桌走来 这个年轻人 穿着一身骨袍 腰间佩戴着一块青色的玉佩 脚踩白色云履 三千墨发自然垂落 见眉心目 皮肤白皙 可以说是风神如玉 帅的一批 比起那些明星男团 帅了不知道多少条件 好帅 我好想 公碎女干他 一个女的 两眼貌猩猩地盯着逍遥 不是 姐妹 你认真的 就一个男人吗 至于吗 唉 等你公碎女干完 我也想试试 真想给他生一个孩子 然后叫我老公养啊 好家伙 姐妹 你老公是杀了你爹妈吗 你要这么对他 长得这么帅 好想和他亲自为我弄的牛奶 够了 我总是因为不够变态 显得和你们格格不入 逍遥一出场 全场女生的目光 都被他吸引过去了 而男人们 则用杀人之眼盯着他 更有甚者 恨不得把他的名字 写到某个黑色外壳的笔记本上去 喂 这是你朋友 那黄毛瞥了一眼逍遥 对黄烈说道 黄烈摇摇头 不是 我不认识 不过他真的好帅啊 要是能嫁给他 就算让我住别墅开豪车 我都愿意 黄毛 不是 怎么的 好事都被你给占了呗 不是你朋友 我也不认识 那就是你小子的呗 哼 可以啊 不声不响 找个帮手是吧 他不屑地瞥了眼范淑豪 我告诉你 以后的时代是修仙者的时代 实力为尊 率有个屁用 出来混要有实力 有背景 喂 小子 不要多管闲事 黄毛朝着逍遥走来 没看见黄爷爷 我在处理事情吗 我告诉你 不要多管闲事啊 我可是练皮镜的高手 你看 我这皮 硬不硬 黄毛走到逍遥的面前 拦住他 然后撸起袖子 在自己的肌肉上摩擦了两下 还别说 皮肤被他磨得正亮正亮的 啊 逍遥嘴角抽了抽 我也没说 要多管闲事啊 你就先发制人了 既然如此 我不知道你的皮硬不硬 但是我想问问 你皮痒不痒 黄毛一正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的厉害不 我可是练皮镜高手 练皮镜 知道练皮有多牛逼不 泰森都打不过我 我一拳可以打出阴报 就这样 嘿咻 喝呀 黄毛握紧拳头 在空气中挥舞两拳 逍遥一头黑线 知道的先不说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单边镜呢 一个练皮镜 怎么跟天下无敌了一样 哦 他和黄毛擦身而过 黄毛 喂 小子 你不知道 我练皮镜的厉害是吧 我告诉你 我练皮镜 啪 逍遥一个巴掌甩出去 黄毛直接飞出去七八米 差点飞到门外去 这下安静了 逍遥笑眯眯的来到范淑豪的面前 谢谢你啊 范淑豪站起身感激地说道 他还以为逍遥是见义勇为的英雄 大好人 然而 逍遥无所谓的摇摇头 你玩火影吗 范淑豪摇摇头 那你玩员 算了问多了 逍遥伸出一只手 朝着范淑豪的脑袋上按去 摸头 镇压 叮 宿主神通广大 法力无边 丹变境六重天强者 发自内心的 对宿主心悦诚服 宿主镇压丹变境六重天强者 奖励子集天雷金丹碎片星号四 第级极品聚灵阵盘一块 玄众魁水金丹星号一 叮 恭喜宿主 可合成子集天雷金丹 踏入金丹进二重 是否合成 不急 先等等 逍遥收回手掌 范淑豪一脸猛逼 这人为什么喜欢摸他头 难道说 他心中猛的一领 难道他想要当自己的老爸 这可绝对不行 虽然但是 我已经有父亲了 所以说 很抱歉 范淑豪歉意地说道 逍遥 你的脑袋里 刮龙卷风了 转这么快 此时 那黄毛从地方爬起来 气呼呼地朝着逍遥跑来 我可是练皮气枪者 你敢打我 我生吞活泼了你 黄毛怒气冲天地说道 你想要生吞活泼了谁啊 一道身影传来 只见一个鼻挺的身影 大步朝着逍遥这边走来 来人赫然是陈骁 萧先生 陈骁恭敬地对逍遥行了一礼 是有人要找你麻烦吗 他低声问道 麻烦不至于 就一个看上去呆呆的黄毛 挺可爱的 逍遥说道 黄毛 老子练皮气大高手 你特么用可爱形容我 你以为我是哈士奇呢 你特么的又是谁 帮手没完了是吧 告诉你们我可是练皮气大高手 我一对一秒杀 一对二不虚 一对三优势在我 他昂着头对陈骁说道 哼 练皮气大高手 你皮这么硬 抗不抗得住坦克炮啊 陈骁指着外面大街上停着的两台坦克说道 不知何时 这间咖啡店外 竟然已经挤满了鹤枪实弹的军方战士 我滴个乖乖 黄毛一眼朝外面看去 差点尿都流下来 不是 我就想装个逼 你至于把坦克给我开来吗 至于吗 大惊小怪 虽然我是练皮气大高手 强的一匹 但也不至于上坦克呀 哼 来人 扰乱之序 给我带走 陈骁冷笑一声 大手一挥 门外瞬间两个军区战士走进来 一左一右架着黄毛离去了 只是一场闹剧 逍遥并未当回事 他笑着摇摇头 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的 还这么大张旗鼓 又是坦克 又是枪的 陈骁叹了口气 萧先生 你有所不知 我们接到通知 杭氏动物园 有一头狮子发生了变异 长出了第二个脑袋 实力强大的惊人 驻扎在杭氏的军方强者 全部被他击败了 上头叫我带人来支援 没想到刚好遇到了萧先生 就过来看看 我们也不能再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萧先生 先告辞了 陈骁朝着逍遥敬礼 唉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过去看看吧 而且你们开车太慢了 说着 萧遥朝着门外走去 啊 多谢萧先生 陈骁顿时大喜 有萧先生出手 还怕你两个脑袋 九个脑袋都不怕 割下来做红烧狮子头 第八十章 血脉反祖的狮子 九头黄金狮子 其他人看见陈骁 一脸恭敬的跟在萧遥的后面 也都纷纷非常的好奇 这个年轻人 一看 就是军方大人物 又是坦克 又是枪的 可竟然对这个穿骨装的年轻人这么恭敬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大人物 有权有势 还这么帅 他是我这辈子得不到的男人 好想睡他一晚上啊 一些花痴 看着离去的逍遥 眼睛里全是星星 其中也包括甜脸 喂 等一等 此时 范淑豪终于反应过来了 他朝着门口跑去 却只看见 逍遥抓住了陈骁的肩膀 秀 一下子消失在了原地 死 仙人啊 或许他有办法帮我解决我无法修炼的问题 对了 刚才他们提到了杭氏动物园 一念及此 范淑豪赶忙打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动物园开去 杭州动物园 整座动物园 早就里三层外三层的被警车围了起来 许多不怕死的普通民众 挤在戒备线外拎着手机拍照 什么情况 陈骁到来 挤开人群 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和逍遥朝着动物园里面走去 军方的那些高手 几乎全都被他打败了 现在是猪队长在牵制他 但是我估计也牵制不了多久了 那狮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戴着帽子的鼠鼠说道 猪队长是驻航市的军区强者中最厉害的一位 实力已经达到了五夫近巅峰 可就是猪队长都对付不了这头狮子 看样子 事情不是变异这么简单了 萧先生 我们进去看看吧 陈骁说道 不用进去了 来了 萧瑶淡淡开口 什么来了 陈骁惊讶 就在这时 好 只听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传来 下一秒 一个人影自远处的丛林里宛如炮弹般爆射出来 朝着他们转过来 给我止住 陈骁一步踏出 脚踩空气 真气涌动 硬生生将那人从半空中接了下来 老猪 你没事吧 陈骁对着怀中浑身是伤的猪强说道 很强 真的很强 他的实力 我完全不是对手 你要小心 陈骁 朱强虚弱地说道 紧接着脑袋一歪 直接昏死了过去 什么 真有这么厉害吗 陈骁脸色一变 他将朱强交给身边的警员 抬上了担架 嘻嘻嘻嘻 草串中 一阵轻响传出 陈骁猛然停住了脚步 有东西 很强大的东西 已经盯上他了 陈骁浑身肌肉紧绷 撞起两重的修围 完全爆发出来 周身无形的真气震荡 草丛被挤开 只见一头六七米高的狮子 顶着两颗猙獰的脑袋 宛如一座小山一般 朝着他们走来 眼中闪烁着浓浓的杀意和嗜血 啊 两颗脑袋的狮子 好恐怖的压迫感 我感觉他 看我一眼我就会昏过去 妈的 要死了 怎么会变异出来 这种怪物的 天下无敌的练皮漆 打得过吗 打个毛线衣 练皮漆当人家的晚饭都够呛 围观群众们 一个个害怕地说道 可手上的手机 一点都没停下来 后退 后退 前面非常的危险 鼠鼠们再度将警戒线 拉出二十米 那双头狮子 此时和陈霄大眼瞪小眼 两个人都没有动作 敌不动 我不动 敌一动 我咬死他 逍遥眯了眯眼睛 露出了然的神情 叮 宿主遭遇单变境大妖 九头黄金狮子 呃 请问宿主是要逃命 还是要镇压 如果我要逃命呢 叮 废物宿主遭遇天下无敌的 单变境大妖 赶紧乖乖跪下 给九头黄金狮子当人宠 否则 你当有取死之道 逍遥 你这系统 不是一点两点的现实啊 不过 果然他没猜错 只是变异这家伙 是绝对到不了这个程度的 这是血脉反祖 这头狮子的祖上 是上古的蛮荒大妖 九头黄金狮子 所以他才能拥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提到这个 逍遥不由地疑惑起来 上古时代的蓝星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蓝星又到底隐藏着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动物 反祖上古大妖的血脉 难道蓝星以前是个很牛逼 很牛逼的世界吗 这一切 或许随着灵气复苏 仙门出世 都会一点点揭开那神秘的面纱的 现在他要做的 就只是变强吧 好 此时 那狮子发出一声怒吼 朝着陈霄扑了过来 来得好 看我八级拳 动 陈霄一步踏出 铁山靠 哄 一人一尸撞击在一起 掀起滚滚的尘埃 好强的体魄 若没有真气压制 这一下 我就该被他撞飞出去了 陈霄面露惊讶之色 这头狮子 是真的厉害得不得了啊 开山拳 哄 他的手上泛起黄色的光芒 陈霄一步腾空而起 举拳朝着双头狮子的脑袋 镇压去 死 好厉害 这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感觉他都能调动灵气了 应该比练脾气强大吧 你他妈脑子里 是不是只有练脾气 不过 这人确实厉害 看样子 他应该很早以前就开始修炼了 妈的 老子不光牛马圣体 修炼时间还比不上人家 要哭出来了 希望这强者 能打败这头狮子 不然就危险了 要是被他 冲到马路上 我都不敢想象 事情会怎么发展啊 众人对陈霄寄予厚望 陈霄的实力 击败这头双头狮子 问题不大 逍遥也是点点头 不对 就在这时 逍遥的目光一宁 这家伙体内的血脉 在复苏 第81章 绝世无双之之 雷法震腰 万人惊叹 随着陈霄和双头狮子 全权倒入的战斗 越来越激烈 双头狮子的气息 在不断地飙升 这家伙在战斗中 把体内的血脉给激发出来了 逍遥惊讶地说道 战斗还有这种好处 难怪白毛现在的血脉 觉醒并不多 原来是因为他没有战斗 天天睡觉啊 好 决定了 等回去就把白毛 送去斗兽场 让他战斗到死 此时 尚且在院子里 睡觉的白毛 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竖起脑袋四处张望 黑溜溜的大眼睛眨巴着 是谁 是谁在关注他 难道是卓越那个虎逼崽子 好 双头狮子鬃毛大长 怒声发出咆哮 滚滚音波涌出 那音波都差点化作实质了 震得沉霄连连倒退 所有人都痛苦地捂住了耳朵 这狮子吼 可不是开玩笑的 隔着一百多米 都能把你震得蹊跷流血而亡 唯独逍遥面 无表情 他双手下垂 无悲无喜 狮子吼在他耳中 听来跟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 没什么两样 好 双头狮子的身体此刻 竟然披上了一层奇异的金光 他的背后 一尊九头狮子的虚影浮现 吼天动地 虽然很模糊 很模糊 肉眼几乎看不清 但是逍遥能感受到 那股血脉中散发出来的蟒荒气息 很强 如果是真正的九头黄金狮子在此 哪怕是他 或许都要退避三射 那是单边境的超级高手 可惜 这双头狮子 未来或许可以成长为九头黄金狮子 可现在 他就只有两颗头罢了 可恶 为什么他的力量突然变强了 哄 双头狮子挥舞起菩萨般的前肢 朝着陈霄仙来 一阵阵狂风涌动 下一秒巴掌抵达战场 咔嚓 陈霄的护体真气顿时破碎 而后 整个人就像一颗炮弹般被扫飞了出去 倒飞出几十米远 怎么会这样 那个人明明是有优势的 为什么突然就输了 这狮子犯规吧 吃药了是吧 他妈这是生死战啊 哥 不是什么擂台战 吃你妈的药 我妈昨天吃了呀 然后叫得很大声 完蛋了 那个强者要死了 没有人能够救他了 众人纷纷说道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闪出 出现在陈霄的身前 既然血脉反阻了 要不是有狱卒在 我或许可以将你收作麾下做起 可惜了 九头黄金狮子 比起白虎和黑龙 还是差了些 所以 麻烦你去死吧 碰 逍遥一巴掌 随意拍出 哼 双头狮子巨大的身躯 就这样被他这轻飘飘的一巴掌 拍飞了出去 卧槽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古风男是谁 这么猛 这么帅还这么猛 太强了吧 一巴掌 就把这狮子拍出去了 死 我要是有他这实力 让我骑黑龙 住别墅 娶白富美 我都愿意 兄弟你是一点苦不愿意吃是吧 那双头狮子 被一巴掌拍飞出去 双眸之中眼中 闪过惊疑之色 眼前这个男人不简单 好了 送你归西了 只见逍遥手捏硬诀 这一招名曰 太上天雷影 惶惶天雷震万腰 哼 顿时 天色大变 一道道水桶大的金色雷霆 在云层深处疯狂舞动 若隐若现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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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真修仙者了 引雷都来了 特么的我就说嘛 这才是真正的修仙者 之前那什么练脾气大高手 那顶多算个舞者 妈的 我回去找那个 收了我九十九万九的 补习班问问 要多少钱才能达到他这样 就算是九百九十九万 我都愿意 兄弟挺有实力啊 浪费这一百万 你不如 V我五个W我 让你尝尝记性 一台台的坦克车 越野车停在了外边 一位为鹤枪实弹的战士 从车上下来 包括赶着出租车 来到这里的范淑豪 他挤开人群 趴在警戒线上 看着远方那白袍翻飞 墨发飞舞的年轻人 眼中是控制不住的震撼 真的会 先发 那些鹤枪实弹的战士 准备越过警戒线 却是被陈霄抬手拦住了 不要过来 他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擦去额头上的鲜血 亮亮呛呛地走到一旁 萧先生正在做法相邀 你们退远点 不然伤及无辜就不好了 警戒线再度拉出五十米 萧先生奇人 真乃天人眼 陈霄满脸恭敬地 看着手捏印法 浑身散发着 金光的萧瑶 满满地向往钦佩之色 如此惊天动地的人物 哪怕跟在他后面 只做一个马前卒 未来的成就 便绝不会低 先前萧瑶那一只点画 便是让他 直入五夫巅峰 甚至尚未用完的灵力 储存在体内 温阳五脏六腑 陈霄更是借此 突破到撞气境 如今的陈霄 已然成为军方的第一高手 而这不过是 萧先生一直所为 他的通天能力 至今未能窥探一二 毕竟 一直以来 不管是面对任何敌人 逍遥皆是一招秒杀 雷到猪腰 逍遥口舌间 仿佛有天眼绽放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哄 天穷之上 一道水桶般粗的金色雷霆 轰然落下 滚滚乌云涌动 雷声震震 仿佛九天之上的雷神在怒吼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这一刻 整个世界都被金色的雷霆映照的 无比明亮璀璨而透彻 而立身于诛人之前的那一道白袍身影 更是恍若人间真仙般气度斐然 让人不由地鼎礼膜拜 哄 双头狮子仰天咆哮 他体内的血脉再一次被激发 背后那恐怖至极的九头狮子 朝着雷霆咆哮 仿佛在宣泄着自己的不甘雨怒火 只可惜 这一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毫无作用 哄 雷霆劈打在双头狮子的身上 好好好 他发出极度痛苦的咆哮声 齐声震荡方圆十里 咦 这家伙倒是有些意思 在我这引雷之树下 体内血脉二度复苏了 皱了皱眉 逍遥大手一挥 撤去了金色的雷霆 扑通一声 双头狮子浑身焦黑 一脸虚弱地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 逍遥留守了 可即使如此 他一条命也去了一半了 爹 恭喜宿主 宿主修为盖世 实力滔天 镇压丹便进大妖九头黄金狮子 奖励金销昆仑金丹碎片星号四 第级极品炼体功法 九重琉璃宝身 炼体功法 逍遥眉头皱了皱 说到这个也确实 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先前的金刚不坏之身 也没啥用了 这琉璃九重宝身倒是有意思 可惜系统给的功法 不同于5技 一开始就是大成 功法只能给到 与境界相当的水平 比如 这九重琉璃宝身 只给到他第七重宝身的水准 不过即使如此 也能肉身无视和报了 如今的逍遥在蓝星之上 哪怕不动用灵力和法身 仅仅是肉身 就已经天下无敌 无惧所有热武器了 只是 他身边的人 修为倒是差了很多 以后遇到事情 总不能试试让他出手吧 第八十二章 变形蓝星 无尽传说 及其八大金丹 于风扇之地破镜 一念即此 陈霄 如今你军方强者不足 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种事情 我不在你身边 那你们就麻烦大了 这双头狮子体内 含有上古时代的 大妖九头黄金狮子的血脉 而且已经开始血脉繁足 你若能收服他 可为你军方加一强大战力 你可愿意试 逍遥淡淡的出声 陈霄一愣 紧接着脸上 浮现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多谢萧先生恩赐 陈霄愿意一试 陈霄大喜 转身就朝着双头狮子走去 此时 双头狮子 已经彻底 被逍遥打怕了 那一身繁足的血脉 都差点被逍遥打散 妈的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感觉就算是自己血脉彻底繁足了 也要吃两个大嘴巴子 才过得去 因为有逍遥在场威慑陈霄 很容易就收服了双头黄金狮子 他翻身骑上双头狮子 浑身浴血 仿佛一位征战沙场大胜而归的将军 气势非凡 引来了一群人的贺彩 既然此件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逍遥点点头 转身正打算离去 却是被一道人影拦住了 先生 还请收我为徒 教我修仙 赫然是先前在那咖啡店 遇到的年轻人范淑豪 收徒 逍遥眉头一皱 他的脑海里 想起了某个杏拙的火宝 加重二病 加神经病 顿时打了个寒颤 收徒是不可能收徒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收徒了 我不会收你为徒的 不过 我可以为你指出一条名路 逍遥淡淡地说道 听到逍遥没有收徒的一响 范淑豪眼中闪过黯然 可紧接着 又听到了逍遥所说的名路 眼睛又顿时亮了 还请先生明示 逍遥汉首 未来天地大变 灵气复苏 华夏军方必然首当其冲 你可入军方历练从军 为国奉献 军方机缘与危险并存 可正是如此 或许能解决你 不能修炼的问题 你可愿意接受 逍遥问道 但是我事先要告诉你 如今大变在即 军方时刻都准备着 执行各种危险任务 镇压一变的妖兽 和不听从命令的修仙者 如今日这样的危险 适去适流 全交给你自行判断 范淑豪眼中闪过挣扎之色 紧接着再度被坚定所取代 先生说得不错 未来天地大变 修仙将会变成主流 我这一生若不能修仙 做个碌碌无为的凡人 当于死无益 富贵险中求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我愿意加入军方 范淑豪大声说道 好 陈霄 他以后就是你手下的了 逍遥对着身后的陈霄说道 是 萧先生放心 我会好好训练他的 逍遥默默点头 一尊天剑神体加入军方 一旦成长起来 未来或许又是 华夏守护神一样的人物 那我就先走了 刷 逍遥身形一闪 化作一道流光冲销而起 朝着下一处地图标示的地点去 而后一月 逍遥彻底消失在人间 可在全国各地 都有人说 从目睹过一道风神如玉的 古袍年轻人的身影出现 他曾漫步昆仑雪山之巅 与雪山之上的血尸对战 抬手山崩 他曾出现无垠大海之上 跺脚大海翻滚 一尊数十米的巨大鱼怪 被他抽筋扒皮 也有人在苗疆大山之中 看见他的身影 立于群山之巅 金光闪烁 宛如神明复苏 甚至国外 都有这么一道身影出现 横推缅北 塔寨 加勒比海峡 一脚踹翻海盗的轮船 或者出现在枪林弹雨的中东战场 肉身无视所有的热武器 抬手便是镇压了全部人 包括华夏的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 都有这么一个的人影游走 只是 这人影有一个奇怪的癖好 他喜欢摸别人的头 很多人都被他摸过头 大奸大恶之背 被他摸完头后 头就不翼而飞了 良善之人被他摸完头 则全部被他蛊惑去参军了 有人惊叹 有人好奇 有人钦佩 有人恐惧 一时之间 白衣骨袍年轻人的传闻 高居华夏热搜榜第一 甚至压过了灵气复苏一事 一个月后 泰山之巅 一道身影 盘坐古来帝王风扇之地 一个月 走遍了整个蓝星 终于将八大金丹 全部收集完毕了 逍遥手一抹 他的面前 出现了八颗颜色各异 气息恐怖的金丹 那些金丹之上 喷波的霞光汇聚在一起 仿佛要涌入天穷的深处 翻云覆雨 子籍天雷金丹 玄仲葵水金丹 金霄昆仑金丹 长青不灭金丹 厚土穷林金丹 青风险道金丹 明幽暗煞金丹 世光永恒金丹 再加上他早已炼化的大日金丹 和自身凝聚的大道金丹 十大金丹 已然全部收集到手 他逍遥 要在这泰山之巅 渡九重雷劫 成就金丹境巅峰修为 再等那灵气复苏之际 借助灵气朝夕 十大金丹齐变 成就丹变境 以十大金丹的基础入丹变 一旦成就丹变 他便是丹变无敌 即使那先门强者复苏又如何 他逍遥无所畏惧 逍遥张嘴一息 刷刷刷 八大金丹一颗一颗地飞入腹中 哄 一股恐怖的气息 自他天灵盖喷涌而出 瞬间笼罩了整座泰山 这一刻 逍遥的突破 开始了 第八十三章 金丹巅峰 以天节为时 蓝星天到下妈了 泰山之巅 为华夏帝王风扇之地 万刃山岳高耸入云 一道身影盘踞泰山顶端 他盘膝而走 双目紧闭 宝箱庄严 随着他一呼一息间 滚滚口鼻之中有 滚滚白眼涌动 化作实质 浓郁的白雾笼罩了山巅 一片仙境盛况 而后云层堆积 白雾化雨 洒落山顶 那白雾是由逍遥吐出的 体内杂志所化 虽为杂志 可对这泰山之巅的 花草树木来说 却是前所未有的绝世灵液 一棵枯朽的老树 在得到灵液浇灌后 枯木逢春 变得枝繁叶茂 郁郁葱葱的枝叶晃动 仿佛诞生了一丝灵性 一只停在树梢的小鸟 得到灵气的浇灌 身形猛然膨胀数十倍 一身杂色的羽毛 变得赤红若火焰般艳丽 它发出一声尖锐的长鸣 直冲云霄 一树弱小的小花 得到了灵液的浇灌 诞生出了意识 竟然从泥土中拔地而起 晃动着根须从山巅一跃而下 就在此时 专心悟道的逍遥 猛然睁开了眼睛 哄 顿时天象大变 整座泰山都被浓浓的乌云所笼罩 天空仿佛都压了下来 大有那黑云压城的趋势 雷杰 逍遥缓缓睁开眼 看着云层深处 在汇聚的恐怖雷霆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 哄 下一秒 天柱般的雷杰轰然落下 逍遥盘坐原地不动 只是张口一吸 那滚滚雷霆 竟然化作精纯的能量 被它吸入腹中 味道不错 可以的话 能再来一点吗 逍遥看着天空 咧嘴一笑 受到逍遥的挑衅 老天爷仿佛发怒了 第二道紫色的雷霆开始凝聚 散发出的气息 比起金色的雷霆 要恐怖无数倍 住在泰山周围的人们 遥望远方 看见朦胧的山顶 有滚滚惊雷落下 纷纷都面露震布之色 泰山之巅 引得惊雷震动 难道真有无上仙人 再度劫不成 哄 天空大动 这一道紫色的雷霆 仿佛是携带着老天爷的愤怒 从天而降 轰隆 雷霆万君 紫雷灭世 恐怖的雷霆 朝着逍遥劈去 啊 我的天 紫色的雷霆 卧槽 这是有高手在那里杜劫吗 高手 有练皮七那么高吗 你就知道练皮七 人家一口口水 能把一座城的练皮七 给炖火锅了 不应该啊 官方都说了 现在只有灵气复苏的征兆 灵气还没彻底复苏呢 按照游戏来说就是新手村 新手村就有这种杜雷杰的高手了 那让我们怎么玩 妈的 开局就在罗马市吧 你让我这个牛马 怎么爬到罗马 我白烂了 自愿加入人黄帆 为守护人族贡献一份力量 众人纷纷惊恐低语 看着泰山之巅 脸上是浓浓的惊讶和震撼 来 此时 逍遥看着朝着自己落下的雷霆 再度轻笑 张口一吸 紫色雷霆宛如洪流般落入腹中 味道不错 就是数量少了一点 你怎么这般扣扣嗖嗖的 还有没有存货 都拿出来啊 不然的话 那就只能我自己来抢了 逍遥盯着天空说道 天上的乌云剧烈翻滚 席卷泰山方圆百里地界 就在逍遥以为 他要叙事落下第三道雷霆时 乌云竟然缓缓散去了 他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了 妈的 饭不给我吃饱你还想跑 哪里走 白地金黄身 哄 一尊金色的法身 自逍遥的背后 猛地升腾而起 宛如来自远古皇朝的绝世帝王 法身立身泰山之巅 浑身散发着金光 就好似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 逍遥恐怖的气息开始复苏 整座泰山都在不由地颤抖 给我滚回来 只见逍遥驾驭法身 腾空而起 竟然朝着那乌云的深处冲去 我的天啊 泰山上真的有一个人影 他朝着天空冲去了 尼玛 这是什么远古大能 气机复苏 宛如神明 隔着几十里 我感觉他的身体 就像一颗太阳一样 刺得我眼睛疼 你这算什么 我看一眼 感觉就快爆炸了 再靠近点 可能就要融化了 六 这尊大能 该不会是什么上古仙人 在泰山之巅 沉睡了一万昆年吧 众人纷纷猜测着 此时 逍遥已经冲入云层深处 在无尽的虚空中 一道道雷芒电弧 在云层之中闪烁着 好好好 吃个饱饱的 逍遥大笑 体内紫急天雷丹 飞快转动 他张嘴一吸 宛如鲸吞一般 将所有的电弧雷芒 都给吸到了腹中 轰轰轰 有雷霆淬炼肉身 滋养金丹 那九重琉璃宝身 请客间就被他修炼到大成之境 定 恭喜宿主 实力滔天 行事乖张霸道 成功让蓝星天道 对宿主感到恐惧 奖励雷帝当魔法身 逍遥 蓝星天道 天道不是都很牛逼轰轰的 怎么你就这么废物的 这么容易被吓到 我就吃了你点雷霆 又没对你怎么着 宿主 蓝星现在的天道还很孱弱 实力只有金丹镜 灵志也只是堪比六七岁的小孩子 他被你流氓一样的作风下怕了 而且储存的雷霆 也快被你吸干了 系统解释道 逍遥 什么流氓作风 我这是合理争取自己的权益 难道只准他拿雷劈我 不准我抢他的雷吃吗 算了 也吃得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走了 喂 天道 记住我这张脸 我是你的祖爷爷 逍遥对着天空喊道 嗡嗡 他感知到 云层深处有一股微弱的意识 颤抖了一下 这天道真可爱 逍遥得意地大笑一声 一步消失在原地 天道 呜呜 家人们谁懂啊 这家伙不讲武德 来我家抢劫 还占我便宜 当天到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 逍遥突破完毕 修为已经达到金丹巅峰 实力更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强 反正只要他想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脚下去 一块大路都得四分五裂 刷 他顺移离开了泰山之巅 在逍遥离开泰山之巅几天后 一个看上去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艰难地爬上了山巅 满身尘土 风尘仆仆 看上去凄惨至极 而此刻 山巅残留的电弧 在灵液的作用下 汇聚成了一汪浅浅的雷池 那年轻人看到雷池 面露金色 我就知道 这里有仙人的造化 这一定是仙人留下的宝燕 年轻人狂喜他 朝着雷池扑去 一口将雷池全部吸干 哈 他发出痛苦的叫声 雷芒在他的周身涌动 他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拔高 肌肉也变得越来越凝实 浑身上下的气息也在剧烈膨胀着 哇 半个小时后 年轻人猛然睁开了眼睛 只见他的瞳孔中 两道电弧一闪而过 不远处的一块石头 被那电弧射中 轰然炸裂 年轻人用力握了握拳头 好强 我感觉我现在一拳 可以打死一百个泰山 这雷霆改造了我的身体 这是属于我的机缘 那就叫你 苍雷战体吧 第84章 培养了两个女魔头 花式作死的灯塔 阿帖 回到别墅的逍遥 打了个喷嚏 我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会打喷嚏 定然有人在轮回中送我真名 不错不错 真上道啊 逍遥摸了摸鼻子 他死都想不到 就因为自己这一次简单的突破 造出了多少成精的怪物 毫不夸张地说 就逍遥现在的这个实力 如果他和凡人双凶 凡人很可能会直接暴体而亡 金丹巅峰强者 已经处在另外一个生命层次了 这绝不是肉体凡胎可以承受的 那效果堪称西施的宝药 吃了说不定能直接 让你提升到命权巅峰 可遇而不可求 师父 您终于回来了 师父 我已经突破到命权境了 等达到神海境 我就可以遇见天地间了 卓越一脸兴奋地 从别墅中冲了出来 逍遥看了一眼 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命权三重天了 果然 用智商换的天赋 还是很很有效果的 逍遥哥哥 我也达到撞气境巅峰哦 师韵姐姐都突破命权境了 常念涵和沈师韵也一起走出来 因为修仙的关系 两女的姿色 比起当初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竟然真的有了一丝不食人煎烟火的仙子气 逍遥 你听我说 我觉得能跟你修仙 真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沈师韵兴冲冲地说道 前两天 我爸的一个生意竞争对手 找来了几个练皮器的小蝼蚁 竟然敢威胁我爸 还说要把我绑了 OXX 被我一人一个巴掌 直接抽成了飞灰 渣渣都没剩下 你不知道 当时我爸还有那个老灯看我的表情 实在是太精彩了 他都给我跪下叫姑奶奶了 还说 只要我饶了他一命 就把所有生意都让给我爸 不过我没信他 我就学你那样 一巴掌把他拍死了 沈师韵兴冲冲地说道 逍遥 是啊 是啊 逍遥哥哥 之前我跟师韵姐姐去逛街 有个富少来搭讪 玉兔不轨 我直接一招段子绝孙脚 把他子孙根踢断了 然后他老爹带了几个练皮器的 要来找我们报仇 我和师韵姐姐学着你 杀上门把他家给端了 结果发现 那傻逼竟然是魔都的一个家族 之前因为觉得魔都太危险 搬来了青岸市养老 真的笑死我了 逍遥 好吗好吗 一个个都学我是吧 不是灭门 就是段子绝孙 要不就是拍成灰 好好好 当初就不应该带他们去魔都的 一个个变成女魔头了 师傅我就没这么多事了 我很乖的 卓越挠了脑脑袋 就是 我听说你给陈霄搞了一个很牛逼的做起 有上古大妖九头黄金狮子血脉 他现在到哪里都骑着狮子 爽翻天了 师傅你能不能给我也搞一个 卓越小心翼翼地问道 想要做起 你去找白毛吧 白毛还有白虎血脉 不比黄金九头狮子要差 逍遥淡淡地说道 好的 多谢师傅 卓越大喜 白毛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坐骑了 卓越冲到别墅中 激动地大叫 白毛慵懒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子 屁股对准他 哗 拉了一坨屎 然后转身回去睡觉了 卓越 白毛的大便你 清理一下 逍遥随口吩咐道 啊 卓越待在了原地 师傅 可是我想当他的主人 不想当他的蝉使官啊 当什么不是当 你把他照顾好了 说不定他哪天就认你为主人了呢 逍遥随口说道 有道理啊 师傅 卓越眼睛一亮 兴冲冲地开始清理起来 逍遥摇了摇头 果然 还年轻啊 不知道舔狗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吗 而且 白毛这种蟹老虎 怎么可能把你当主人呢 人宠还差不多 逍遥回到了别墅中 算算时间 距离灵气复苏 也只剩下不足一个月了 空气中的灵气 越来越浓郁了 刚好 将系统给的聚灵阵盘 放在别墅中 收拢天地灵气 到时候 我这就是人间圣地 仙家洞府了 逍遥取出阵盘 抬手一指 刷 阵盘没入大地 顿时 聚灵阵包裹了整个别墅 别墅中的灵气 顿时浓郁了百倍 在这种环境 就算不想修仙 都会自带仙气 比如长仪 虽然没有修仙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待久了 身上的暗积没了 微微苍白的头发 也变得乌黑亮丽 除此之外 皱纹没了 皮肤也更加白皙 看上去 就像是27、8岁的少妇一样 这就是灵气的恐怖力量 喂 萧先生 我是陈萧 此时 逍遥接到了陈萧打来的电话 是练兵仪式要开始了吗 逍遥问道 对 这段时间 我们陆陆续续地开始撤侨 愿意回来的同胞 都已经回来了 只是还有一些不想回来的 不想回来的 直接叫他们滚蛋 华夏国籍也给他们扒了 好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还有就是因为撤侨 现在很多国家 都对我们非常的不满 而且还说 我们故弄玄虚 什么灵气复苏 完全是无需有的鬼话 说我们就是在找借口 破坏各国的和平相处 哼 和平相处 我笑死了 这些不用管他们 还有20多天 他们自然就会闭嘴 再不及 我到时候亲自去拜访一下他们 好好讲讲道理 或者给他们带点特产 比如华夏比之类的 是 多谢萧先生 最后就是练兵仪式 不知道是凑巧还是什么原因 灯塔国也要举行练兵仪式 而且刚好跟我们在同一天 灯塔国陆军司令 希腊伯传来消息 说想要和我们华夏一起练兵 各自挑选一百名最优秀的士兵 展开比拼对决 逍遥愣了一下 呃 灯塔这是花式给自己找死法吗 答应他们 第85章 两国练兵 迷之自信的灯塔 自信来源于上帝之水 答应了 华夏那边真的答应了 灯塔国陆军司令 希腊伯收到这个消息时 神色顿时变得无比激动 好好好 这真是天助我灯塔国 就让华夏那些家伙 见识见识我 灯塔国超级战士的厉害 不 是让全世界再一次感受 被我灯塔国支配的恐惧 超级战士象征着崭新的时代 是伟大灯塔科技的结晶 未来的我们 势必以人类之身 比肩神明 而我们灯塔国 将会是蓝星未来的领军者 所有的国家 都会匍匐在我们脚下颤抖 希腊伯狂喜 他还以为华夏会拒绝 没想 竟然真的敢答应 哎呀 华夏呀 华夏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胆子呢 希腊伯面露宁笑 他仿佛已经看到 他们灯塔培育出来的超级战士 狠狠碾压华夏战士 让全世界人民都震惊 钦佩的一幕了 那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盛况 这一次 优势在我灯塔 快 叫阿希巴来见我 阿希巴是他们培育出来的 超级战士中最强大的一位 他一个人喝了两杯上帝之水 没错 他们为这个药水 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上帝之水 寓意是 上帝赐予灯塔人民的圣水 很快 一个身高接近两米的黄毛青年 来到了希拉伯的指挥室 阿希巴 这一次我郑重任命 你为此次仪式的队长 你将会带领一百名 灯塔伟大的超级战士 和华夏的士兵战斗 你有没有信心 希拉伯喝了一口咖啡 淡淡地问道 当然有信心 甚至不需要一百人 只要我一人 我就能将他们全部撕碎 阿希巴不屑一笑 他一拳朝着空气中挥去 碰 一阵音爆声传出 我现在的实力 即使格斗巨星太森 我也能一指头秒杀 哪怕是一千斤的巨石 我都能将其举起 一拳的威力 足以将一面三厘米厚度的 石心墙击碎 阿希巴傲然道 好好好 这才是我灯塔 最顶尖的超级战士 阿希巴 这一次 你要是能碾碎华夏军队 我给你一个陆军大将的职位 以后 你就是我灯塔的英雄 希拉伯十分兴奋地说道 这种恐怖的战力 已经超越人类极限 他们灯塔国的胜利 将毫无悬念 多谢希拉伯司令 我一定会展现出灯塔的强大 整个世界都将匍匐在我们的脚下 这一次 我要在全球直播中 将华夏狠狠击败 阿希巴露出残忍的笑容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 纵横赛场的场面了 好 我看好你 阿希巴 两人对视着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激动得不能自我 此次灯塔若是大胜 他二人将会计投等功 另一边 萧先生 这一次和灯塔国的对战 将会由我带领 一百名军部战士上场了 这一百名战士 都是华夏四大军区 选拔出来的精英 任何一个 都有五附近巅峰的实力 举手投足 便是拥有十万斤距离 灯塔国就算是派了坦克 都能一拳 给他送回姥姥家去 陈萧在电话那头自信地说道 如今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撞气近四重天 再加上自己的坐骑 双头狮子 撞气近五重以下 堪称无敌 还不错 但是这样 未免显得有些没意思了 逍遥淡淡地说道 嗯 那萧先生觉得 要怎么做才好 陈萧问道 杀鸡烟用牛刀 到时候我教你 你就这样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不亏是萧先生 考虑得果然周到 我想到时候 灯塔国司令希拉伯 看到这一幕 可能得直接气得晕过去吧 听了逍遥的话 陈萧哈哈大笑起来 按照灯塔国的尿性 在正式对决之前 一定会大肆宣传 并且开启面向全世界的直播 让各国人民 都能看见他们大出风头 在这个时候 让灯塔国丢尽连面 把他们打出墙来 那可真是太爽了 好了 你下去准备吧 是萧先生 逍遥挂断了电话 还有二十多天 灵气就要正式复苏了 各大国家 可能都会冒出很多超能者 这个世界会彻底改变 大浪逃杀 强者才能活下来 快快出来吧 远古仙门 我等着 收割你们的人头了 逍遥眯了眯眼 就连一头命全境的半交 在系统的判定中 不堪比单变大妖 那仙门那些强者 不得是元神 人仙 古圣一般的存在了 杀起来 肯定嘎嘎待赶了 果不其然 在对决前夕 灯塔国便大张旗鼓地 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并且宣布 会用上灯塔最新的科技 和所有的服务器 通过卫星 面对全世界 开启直播 在灵气复苏之前 这是世俗界 最顶尖的盛事了 完蛋了 这一次 华夏必死啊 我都已经听到风声了 灯塔国研究出了一种 叫上帝之水的药剂 使用了这种药剂的士兵 战力能提升到 常人的数十倍 堪称超级战士 华夏怎么可能赢啊 华夏也算是疯了 最近一直在撤侨 不知道在谋划什么诡计 竟然还扯出什么 未来要灵气复苏的幌子 真当我大脚 盆击帝国的人 都是傻子吗 这一次我全面支持 灯塔老爹 支持灯塔老爹 灯塔老爹牛逼 期待华夏全面溃败 灯塔的上帝之水啊 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 我们也好想喝喝看啊 嘴馋嘴馋 GPG 同嘴馋 上帝之水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一定是最前沿的科技吧 要是能卖 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买 而且 我要给我家人孩子都买一瓶 在全世界最沸腾的时候 华夏方面 却是平静的一批 另一边 遥远的虚空之中 隐藏的小世界中 灵元宗 去哪了 到底去哪了 护宗神兽呢 灵元宗宗主 李道元从上宗开完会归来 本来想着聚集宗门高层 共同商议灵气复苏 仙门出世的大事 结果发现 护宗神兽 苍蓝 半交不见了 到底是谁 拐走了我 灵元宗的护宗神兽 李道元搜遍了整个宗门 乃至于召集了整个宗门所有人询问 却始终没有半点半交的踪迹 宗 宗主 护宗神兽可能不是被人拐跑了 他可能去了世俗界 此时 有一个弟子战战兢兢地出声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灵气尚未复苏 通往世俗界的传送门并未打开 他怎么可能出得去 李道元一甩袖袍 大声说道 可是 宗主 一个多月前 护宗神兽进入禁地 而后就失去了宗印 我可以确定他 绝对没有出过禁地 除了通过禁地的传送阵 去了其他地方 我真的想不出什么可能了 这个弟子说道 因为他就是 负责镇守禁地的弟子 施柱都在禁地之外 可以很确定 半交并未出过禁地 此言当真 那弟子用力点头 如有作假 我天打雷劈 好 带我去禁地看看 李道元皱眉汗手 没办法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 随后他遣散了其他弟子 大袖一挥 腾空而起 朝着后山的宗门禁地飞去 第86章 林元宗宗主入室 全网炸了 华夏竟然只派出了一个新兵 这是 半交的气息 他确实来了禁地 可又因为什么原因消失了 来到后山禁地 李道元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到底是去了哪里 难道禁地之内 还有我不知道的传送阵吗 他四处抚摸着墙壁 就在这时 嗡 整个禁地开始大亮起来 这是什么 卧槽 禁地真有传送阵 被我悟出了 一道流光包裹了李道元 下一秒 他就消失在了原地 太平洋 无边苍蓝 风平浪静 大海就像一头沉睡的巨兽 显得神秘又有些安静 不怒则已 一怒便是天翻地覆 此时 海水涌动 疯狂翻滚 下一秒 哄 惊天动地的震荡声传出 而后一道身影 猛然从水底窜出 顿时滚滚浪潮翻天覆地 大海的平静 一下子就被打破了 这里是 好稀薄的灵气 难道说 这里就是世俗界 李道元看着 一望无尽的海面 感受着空气中 流淌着的淡淡灵气 脸色大变 那半交真的通过 禁地的不知名传送阵 来到了世俗界 嘶 那岂不是说 李道元一琢磨 如今世俗界灵气尚未复苏 一旦灵气复苏 便会产生惊天动地的灵气潮汐 他们处在仙门的小世界中 等待两界封印打开时 灵气潮汐早已过去 可他若能在这世俗界 等待灵气潮汐 从而吸收大量的精纯灵气 说不定他真的能一举突破 成就金丹大能者之境 这可是颇天的机缘啊 这样 灵元宗可就越签为上品宗门了 到时候 那上宗宗主 也就不能对他李道元一致气势了 好好好 看样子 老天爷都在眷顾我李道元 那我就先留在这世俗界 一方面寻找绊交 一方面等待灵气潮汐的出现 突破惊淡 天助我眼 李道元大笑 激动得难以自拔 就连无边苍蓝 都翻滚起冲天的海潮 李道元脚踩海水 如履平地 朝着远方走去 暂且找一人口密集之地 了解一番 这世俗界之变故吧 咦 三千里之外 好像有不少不少人 过去看看吧 此时 太平洋之上 华夏舰队和登塔舰队 相互对峙 全世界都在直播关注着 这一次两国之间所谓的练兵 对外的口号是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可是个人都知道 两国讲究的是比赛第一 友谊第一 陈司令 登塔国说要我们的战事上他们的战舰 负责张罗这一次练兵的就是南方军区的陈郎生 听到登塔国的要求 他丝毫不慌 我同意了 他大手一挥说道 没错 华夏就是这么自信 一切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陈郎生同意了 希拉伯听到这个消息 一脸震惊 本来以为还要相互拉扯一下 没想到 华夏这么容易就同意了 这可是好事情啊 主场作战 他们登塔的胜算又增加了 他都已经想好了 到时候就叫一群登塔国的大兵一字排开 华夏战士一来 先用怒吼声震住他们 最好将他们的军心 胆破都给吼没了 接下来开战不就是催枯拉朽了 咔嚓 比列板展开 希拉伯站在甲板上 身旁是一百位气势强大的登塔超级战士 他背负着双手 一脸自信笑意 华夏战士要来了 听我的号列 准备 就在比列板传来脚步声时 希拉伯大手一挥 好 好 好 灯塔的战士 一个个宛如野兽一般 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一百号人的怒吼声 更是直冲云霄 气势腾腾 卧槽 牛逼啊 这就是灯塔的超级战士吗 这气势 吼一嗓子 我胆子 都差点下裂了 不得不承认 灯塔爹的超级战士 就是比我大脚盆击帝国的战士要强大 要是我们可能 就被吓得脚软了 哈哈 你们小脚盆击 也就那点水平了 胆小如鸡 吼一声 估计就尿了吧 我们大脑子帝国 根本不怕 我们脑子战士 可是有张飞 吕布这种绝世猛将基因的 万物起源是吧 张飞 吕布明明是我们华夏的 要点逼脸 就是我们脑子的 你们一点都不懂 宇宙都是你们脑子的是吧 但是你们脑子是 我们华夏的 看见主人 还不快快跪下 主人高兴了 给你两口泡菜吃吃 显而易见的 网上的火药味非常足 随着棒子国的怒吼响彻天际 而那平静的脚步声 却是丝毫不曾紊乱 当各国人民看到这一幕后 却彻底猛逼了 咦 这这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华夏只来了一个人 而且还骑着狮子 这就是华夏人的底牌吗 我的天 难道华夏人 要让一个人和一头狮子 挑战整个灯塔一百名超级战士吗 华夏人这是假酒喝多了吗 在我们大脚盆击人民看来 这是不可能赢的 我估计 只要两个灯塔战士 就能打的 他们找不找呗 不对 这狮子 怎要有两个头 这是喝了我脚盆击帝国的 河无水了吗 卧槽 这位兄弟 不就是之前 杭氏和那双头变异狮子 战斗的高手吗 快看 他现在竟然骑着那头狮子 呵呵 狮子有什么用 或许对于普通人来说 狮子很厉害 可在灯塔的超级战士面前 任何一个人的战斗力 都不弱于一头狮子 你们华夏人太大惊小怪了 楼上脚盆击的家伙 我记住你了 等我先到大城 先来你们国家 祭练本命神兵 陈霄骑着狮子 一脸讥讽地 看着怒吼震天的灯塔国战士 他挠了挠耳朵 怎么的 灯塔国的家伙 只会猫叫 老二 来 给他们叫一个响的 陈霄拍了拍胯下的狮子 顿时 好 震天动地的吼声传来 宛如绝世大妖吼动苍穹 那滚滚音波 更是宛若化作了实质 那灯塔国战舰上的甲板 都在剧烈震动 仿佛下一秒就会崩坏 而那一百位灯塔战士 更是被吼得蹊跷流血 骨膜都差点裂开 七歪八扭地倒在地上 哀嚎连连 那位陆军司令希拉伯 更是被吓得 直接裤子湿透了 妈的 我的妈呀 那狮子一叫 我打交打到一半 差点灵魂升天了 你这还好 我差点以为地震了 裤子都没穿 直接跑出家门一公里 才反应过来 现在在警察局 发的这条消息 我还以为打雷了 吓得 差点把我老婆举起来 扛着头顶 六 好男人 世纪好男人 不愧是脚盆机的女人 还能挡雷 不错不错 你老婆多少钱出 我有意 网络上除了华夏人以外 其他国家的人 都被那恐怖的吼声 给吓到了 双头狮子这怒吼 不仅仅是只有声音 仿佛隐藏着 某种看不见的气势 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压制 好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霄 是这一次练兵的统帅 陈霄对着倒的 七昏八速的灯塔战士说道 你们一定以为 这一次 是我来和你们比试吧 放心 不是我 我是不会以大气小的 毕竟和一群蚂蚁 打没有什么意思 陈霄挑了挑眉 用最正宗的英文说道 我华夏虽然轻而易举 就能选出一百名战士 可是我们想来想去 杀鸡烟用牛刀牛刀 所以 我们派出的就是 他 过来吧 陈霄对着身后说道 一个看上去 只有十七八岁的少年 大步从笔列板上走过来 介绍一下 他是我华夏南方军区的新兵 昨天才刚刚入伍 没错 他一个人将会挑战 你们灯塔这一百个蚂蚁 陈霄目视一圈大兵 轻笑道 顿时 全网炸了 第八十七章 新兵吊打全场 全网震惊 李道元到来 疯了疯了 逆天 太特么逆天了 这小鬼看上去比我都小 叫他一个人 打那一百号撞术 如牛的灯塔大兵 华夏这是疯了吗 华夏人是真以为 自己会休先不成 偏偏我们还没事 不要把自己骗了 太可怜了 这小鬼才十六七岁吧 马上就要被打去ICU了 华夏太残忍了 这小鬼要是能打赢灯塔大兵 我回去马上叫我儿子 去跟泰森PK 打不赢就把他腿打断 那打赢了 是不是就该你这个老灯腿 被打断了 六 你们是懂副词字笑的 全网除了华夏的网友 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年轻人 更是觉得 华夏此举 颇有华众取宠之嫌疑 毕竟一个小鬼 怎么可能和训练有素的 超级战士对抗呢 张承道 上吧 一分钟让他们全部趴下 可以吗 陈霄不懈地看了一眼 灯塔的那些大兵 随口说道 一群狗熊 哪里需要一分钟 三十秒就够了 名叫张承道的年轻人 随意挥了挥手 陈霄看着他 面露沉思 在这之前 连他也不敢想象 这样一个少年 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但是在张承道 加入军区的第一天 就击败了军区中 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战士 就连一位壮旗一重天 都完全不是张承道的对手 张承道说 自己有幸在泰山之巅 得到了远古先人留下的传承 沐浴雷池 身躯已经蜕变 可调动雷电之力 他将这种体质 称之为苍雷战体 拥有苍雷战体的张承道 一跃便达到了五幅巅峰之境 虽无法动用真气 但依靠着体内的雷霆之力 站立堪比世俗界的壮气境二重天 Fuck 嚣张的滑下小鬼 竟然想三十秒 击败我灯塔伟大的超级战士 你简直是在痴人说梦 希拉伯愤怒地大声咆哮道 你要是真能击败我灯塔的强大战士们 我就道理 并且向全世界直播表演 和鳄鱼舌吻 希拉伯愤怒地说道 老头 希望等一下 你真能说到做到 不然 我只能按着你的脑袋上了 张承道冷笑着说道 此时 滑下的战舰之中 逍遥抱着狱卒 看着屏幕中的张承道 眉头微醋 这小鬼什么来练 萧先生 他叫张承道 是住在泰山脚下的农民家孩子 前两天刚刚加入我们军区的 他自称在泰山之巅留下了仙人一则 觉醒了强大体质 陈昂生回应道 逍遥 等会 泰山之巅 不会是 卧槽 这小子 该不会是靠着我吃剩下的雷电 和排出体内的灵力杂志蜕变的吧 一想到这个逍遥 就感到无比的恶寒 不过 也确实 逍遥如今的实力 哪怕他抠点指甲和脚皮 那都是蕴含丰富灵力的质宝 拿去灯塔 指不定他们又能泡水制造出什么 上帝之水二号三号来着 怎么有一种变成了唐三藏的济世感 逍遥摸了摸头发 不过他也确实是变成了唐僧 三藏法师 藏天 藏地 藏人间 灯塔的超级战士们 给狂妄的华夏人 一点来自灯塔科技的震撼吧 希拉伯听到张道成嚣张的话语 气得差点一脚将甲板踢碎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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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号灯塔战士朝着张成道冲去 看我闪雷拳 张成道单手握拳 其上有道道雷电之力缠绕 而后 他身形若奔雷般窜出 轰 一拳挥出 电弧闪烁 一股恐怖的威力倾泻而出 动 顿时 七八个灯塔的超级战士 被他一拳轰飞了出去 脑袋一头砸进了甲板之中 还有几个 更是被一拳打落海中 跟鲨鱼开启肉搏战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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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加999 全网弹幕疯狂划过卧槽 这小孩是雷电法王转世吗 这么猛 不愧是我华夏的小孩哥 天生惦记圣体啊 小孩哥牛逼 这怎么可能 华夏一个高中生 就击败了灯塔精心培养出来的大兵 灯塔之前 不是宣传研制出了天下无敌的上帝之水吗 能让人体战力标增十数呗 怎么连个小鬼都打不过了 我推测 肯定是灯塔国大兵消化不良 刚喝了上帝之水就闹肚子 然后全部拉掉了 现在灯塔国最强的存在 应该是马桶 马桶超人的时代要诞生了 树无垫杂 张承到一人雷拳震动 如入无人之境 没有一个灯塔大兵 在接下他一拳后 能站得起身的 阿西巴 阿西巴 希拉伯呼喊 灯塔最强大的超级战士 喝了两杯上帝之水的阿西巴 他号称拥有千斤距离 在灯塔国看来 他已经是地表最强的男人 阿西巴 我命令你打败他 希拉伯愤怒地大吼道 砰 一道人影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希拉伯的身上 两百多斤的身体 将他压在身下 希拉伯顿时觉得 自己的肋骨断了两根 好痛 啊 fuck 痛死我了 他一开压在身上的人 却惊恶地发现 这个翻着白眼昏死过去的男人 就是那个号称 灯塔最强的超级战士 阿西巴 而此刻 场内已经没有一个超级战士站着 所有人都七昏八速地倒在地上 被张承道打得昏死过去 做完这一些 张承道举起了手腕 28秒 还算可以吧 陈霄 这样差不多了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张承道平静地说道 可此时 全世界都炸锅了 真的赢了 华夏出动了一个小鬼 就打败了灯塔最强大的超级战士 不是 华夏人都跟这小鬼一样强的嘛 要都有这实力 华夏征服世界都轻轻松松啊 不行了 我大脚抨击帝国待不下去了 华夏人要马踏东京赏樱花了 妈的 为什么人家的十几岁单挑灯塔国 一百超级战士 名震世界 我的十几岁是躲在被窝里 看着动作电影打交呢 世界竟是如此的抽象 华夏太可怕了 我这辈子都不想去华夏 他们每个人都是超人 身体会放电 一拳能把一个两百斤的壮汉打飞十几米 各大国家的网民 无比震惊 心中更是升起对华夏的惧怕 轻松击败灯塔超级战士后 张承道正打算返回战舰 却只听得一个飘渺的声音 自不远处传来 有意思 竟然能在这世俗界 遇到一个拥有特殊体质的小子 不错不错 举目望去 在一片无垠的波澜大海中 一道身影自远处朝着两艘战舰缓缓走近 那是一个身穿绣金丝线白袍的老者 他处立于大海之上 如履平地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飘渺的气息 宛如一尊仙人 第八十八章 霸道李道元 放言 世俗借我无敌 当我折死 这是谁 卧槽 这老头踩在海面上 这是特么是在拍电影吧 该不会是特效吧 神TM特效 灵气都复苏了 还特效 一看就知道是更加强大的修仙者 华夏人倒是理智 可外国人不是这么想的 斯拉斯拉滴 华夏人电 实在是恐怖电 竟然有一个老头踩在海面上 华夏人都是神仙不成 Oh my God 我仿佛看见了上帝在对我招手 我想我一定是罪了 不然不会看见有人踩在海面上的 这不符合牛顿三大定律 冷静点 兄弟 我们都知道 华夏不归牛顿馆 都归他的兄弟牛逼馆 这老头该不会也是华夏隐藏的高手吧 我看他极其不凡 要不拉拢到我棒子大帝国来好了 这老人应该是我阿三国一位古老的高手 不是什么华夏人 三子啊 几颗花生米 醉成这样 李道元缓步走来 他的目光落在张成道的身上 接着又落在了一旁 沉潇骑着的双头狮子身上 咦 这是上古大妖九头黄金狮子的血脉 这世俗界可真是不凡 小子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他对着张成道问道 一位特殊体制的天才 有资格做他的弟子 不愿意 张成道说道 小子 你或许不知道我是谁 这世俗界不存在比我 还要厉害的人了 对于你们这些凡人来说 我就是仙 就是神 说着 李道元大手一张 轰隆隆 他的背后百丈巨浪冲天起 那场面真是太恐怖了 两艘战舰在那巨浪之下 宛如玩具船一般 仿佛下一秒 就会被拍得粉碎 看吧 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 你就能拥有这种力量的机会 我不常收图 给你一个机会 希望你允许 李道元说道 然而 张成道依旧还是拒绝了 这让李道元的脸色 变得极其之难看 此时 陈霄开口道 前辈 张成道是我华夏军区的战士 他若不愿拜师 还望前辈 闭嘴 陈霄话还没说完 便被李道元立合着打断 一个孱弱如蝼蚁的凡人 也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刚好 我来这世俗界 缺乏一个带不走兽 你那双头狮子 本作要了 十项的速速交出来 否则 我杀你们这里的所有人 李道元恶狠狠地威胁道 眼见李道元不给自己面子 陈霄脸色也变得不好看 你特么个老灯 这么屌是吧 知不知道 老子跟谁混的 不怕告诉你 老子背后坐着的 可是萧先生 阁下 你大可试试 在我世俗界大开杀箭 你看今天有没有人知道了你 哼 威胁我 蝼蚁 我还真想看看在一个灵气 尚未复苏的世俗界 有没有人能治我 李道元一步踏入 恐怖的气息 顿时笼罩了两艘战舰 哼 顿时 两艘战舰都剧烈地晃动起来 在这一尊神海竞强者的威压下 就仿佛是渺小的一夜偏周 下一秒就要被浪潮打翻 卧槽 这家伙绝对是高手啊 仅仅用气势 就能把战舰给撞翻 妈的 这老头 哪里冒出来的 这妖牛逼 他要是敢踹我一脚 我绝对得让他知道 楼上的 让他知道什么 让他知道 他剃到棉花了 六 网络上 有华夏人担忧 亦有外人幸灾乐祸 哈哈 愚昧的华夏人 他们竟然得罪了这位 宛如神明一样的老人 若是这老人 来我大脚抨击帝国 我等定然将他奉为天照大神转世 建造神社 胡说 这老人明明是上帝耶和华 在人间的化身 眼见我灯塔国 受到华夏小鬼的欺辱 前来拯救我们 屁 是我们日不落帝国的 是我们阿三国的 好了 别抢了 这是我棒子国历史上的一位前辈 眼见那李道元气息震荡 一场战斗即将一触即发 希腊博一脸笑意地 从地上爬起来 哈哈 华夏 你们也有今天 再见难逃了吧 你们 接着他再对着李道元说道 这位尊贵的老人 我是灯塔国陆军司令 希腊博 承邀您来我们灯塔国做客 我灯塔国是蓝星上最强大 拥有最仿佛底蕴的国家 李道元瞥了他一眼 突然 毛子一鸣 你们的身上 有我护宗神兽的气息 刷 他一步踏出 出现在希腊博的面前 说 我宗护宗神兽在何处 他抬手扣住希腊博的脖子 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希腊博用力地挣扎起来 不知道 那我就搜你的魂 汪汪汪 他抬手按在了希腊博的脑袋 顿时 希腊博整个人在原地疯狂跳起了迪斯科 口吐白沫 眼神上翻 大脑被破壁机打了一次又一次 啪 李道元随手将希腊博丢在地上 好好好 竟敢杀我宗护宗神兽 世俗界的蝼蚁们 你们好大的狗胆啊 哄 李道元彻底怒了 他一脚跺下 身形腾空而起 脚下的灯塔国军舰顿时就炸开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也逐渐翻腾着 沉入大海之中 萧先生 这该如何是好 陈昂生忧心地问道 如今出现的这人 明显实力比起之前那只蛟龙还要可怕 无妨 此人因是仙门中人 不急 我会出手 不过在此之前 我想看看灯塔国的手段 您的意思是 逍遥咧子一笑 灯塔国的那些家伙 投了何大 哄 一颗巨大的导弹 从灯塔国冲出 朝着太平洋而来 精准打击 目标锁定便是李道元 没有人敢对我们人类最强的灯塔国作对 更何况 杀我灯塔国的超级战士 你这个老小子 去死吧 灯塔国军队总部有人愤怒地说道 哄 转瞬间 一颗巨大的核弹 就出现在了远处的天空 接着快速朝着这边飞来 嗯 这就是世俗界蝼蚁的底牌吗 看样子 你们就是用这个 击杀我宗护宗神兽的 可惜对我来说 不过如此 看我苍灵弓 哇 李道元抬手 一把苍翠色的绿色长弓 出现在他的手上 而后他拉弓射箭 浑身的精气神汇聚为一体 神海巅峰的强大气息 笼罩了整片天空 在这片气息下的海域都在沸腾 极度压抑 吱吱吱 恐怖的灵气长剑开始凝聚 对准了天边核弹 有点意思 一尊神海巅峰的强者 叮 检测到宿主遭遇单变境巅峰强者 请宿主远离 请宿主远离 逍遥坐在战舰之中 翘着二郎腿 他默默掏出了一袋瓜子 今天 我就要在这世俗界大开杀箭 当我折死 李道元震怒开口 风雷皆动